末世降临,异兽入侵,异界图作乱,江太平胎穿而来,苦逼十八年,获得抽奖万界系统,只要是万界中有的东西,皆可抽中,开局便获得神级修行天赋,杀敌即可吞噬敌人气血,提升自身修为,江太平抽奖万剑,剑胚体质,蜘蛛侠衣服,剑纹色霸气,轩辕剑,帝皇居,一剑开天门,万界强大的武技和装备,接连被江太平抽奖得到,那一日,异界图配合异兽工程,人族节节败退,城市 即将被迫,江太平自人群中走出,一声剑来,斩尽万千要挟,龙国,南山省,九安市,时值五月,下午时分,酷暑难耐,九安一中,高三九班,讲台上,老师滔滔不绝,讲台下,学生昏昏欲睡,大家快看,外面有人飞过,一道话语声突然响起,瞬间惊醒昏昏欲睡的众多学生,所有人不约而同,朝窗外看去,讲台上的老师,也是如此,只见一道身影欲空飞行,自高空中一闪而过,好帅啊,我好想成为修行者, 说得好像我不想一样,我做梦都想成为修行者,说起做梦,昨晚,我梦到我拥有S级修行天赋,你在想屁吃吧,我想的不高,C级修行天赋足矣,你俩都在想屁吃,拥有一级修行天赋就行,我想的更低,拥有最低的S级修行天赋就满足了,类似的对话声在教室中接二连三的响起,碰,碰,碰,三道大力敲讲台的声音响起,紧跟着,还有一道大喝声,安静,正在议论的众多学生,第一时间停止议论,看向讲台上的老师,我知道,大家都想 成为修行者,老师也想,但不是谁都能成为修行者,得有修行天赋才行,老师先给众多学生泼了一盆冷水,然后又略作安慰,一受入侵,一戒图作祟,局势混乱,动荡不安,其实,做一名普通人也挺好,最起码,我们不用直面危险,好了,大家都收收心,我们继续上课,老师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但众多学生却无心听讲,坐在最后一排角落里的江泰平也是如此,和其他学生相比,他的脸颊上还有着一抹苦涩,丢穿越者的脸了,江泰平暗叹一时 他有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他是一名穿越者,为何丢穿越者的脸,别的穿越者都混得风生水起,他却混得惨不忍睹,有多惨,胎穿来,还未满月,父母双亡,然后在孤儿院长大,16岁,孤儿院以经费不足,他以长大为由,将他赶出孤儿院,之后,为了活着,他每天晚上打三份零工,忙活到凌晨一两点,才勉强混个温饱,回想往事,将太平顿时气从心中来,而且越想越气,同样都是穿越者,人和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 我不想丢穿越者的脸,算了,不找借口,凭什么别的穿越者都有金手指傍身?我没有,凭什么别的穿越者都混得风生水起,我却惨不忍睹,将太平发出无声的怒吼,双拳也紧紧攥了起来,前世的他,碌碌无为一辈子,这一世,他不想再碌碌无为地活下去,更不想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沦为一寿的口粮,他要活得精彩,在这方世界,留下属于他的传奇,就在此时,一道有些机械的话语声,在江太平脑海中陡然响起,定,检测到宿主不甘到极 一致,抽奖万界系统激活中,不甘的江太平愣了愣,然后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狂喜,他本以为他将打破穿越者都有金手指的定律,现在看来,定律就是定律,不是那么容易被打破的,只不过,他的金手指来得要比其他穿越者晚一些罢了,抽奖万界系统,你能做什么?江太平在心里问道,本系统名为抽奖万界,自然是在万界中抽奖,一股信息涌入江太平脑海,信息量不大,江太平很快就搞明白,抽奖万界系统的作用,只要是万界中有的东西,都可以通过抽奖万界 万界系统抽奖获得,比如武技,功法,神兵,法宝等等,不过想要抽奖,首先得有抽奖卡,抽奖卡有四种,分别是低级抽奖卡,中级抽奖卡,高级抽奖卡和超级抽奖卡,抽奖卡级别越高,中奖几率越大,得到好东西的几率也越大,超级抽奖卡百分百中奖,百分百得好东西,抽奖万界系统,如何获得抽奖卡,江太平又在心里问道,杀敌即可获得,又一股信息涌入江太平脑海,他很快就以理顺,每斩杀一个敌人,就有可能获得抽 抽奖卡,等级越高的抽奖卡,获得的几率越小,超级抽奖卡只能通过杀敌掉落,中级抽奖卡和高级抽奖卡可用低级抽奖卡合成,十张低级抽奖卡可合成一张中级抽奖卡,十张中级抽奖卡可合成一张高级抽奖卡,怎么感觉有些像打怪爆装呗,江太平心头有些古怪,叮,抽奖万界系统以激活,赠送激活大礼包,是否使用,那还用问吗?当然使用,江太平回答得毫不犹豫,使用激活大礼包,获得超级抽奖卡一张,是否使 使用,使用,江太平心中满是期待,超级抽奖卡必中奖,必得好东西,不知道他能抽到什么,使用超级抽奖卡,抽奖中,叮,恭喜宿主中奖,获得神级修行天赋,吞噬,恭喜宿主的修行天赋,从激级提升至神级,在抽奖万界系统说话间,江太平感觉一股暖流钻进他体内,然后他就感觉他和以往好像有些不同了,但具体哪里不同,他说不明白,不过他知道暖流和感觉不同是抽奖获得神级天赋引起的,所以他也没有多想,激级,神级, 江太平有些不解,虽然他不是修行者,但身处高五世界,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路吗?众多周知,这方世界修行者的修行天赋一共分为七个等级,分别是F级,E级,D级,C级,B级,A级和S级,F级最低,S级最高,G级是什么鬼,神级又是什么鬼,抽奖万界系统,什么是巨级,什么是神级,江太平问道,G级是没有修行天赋的委婉说法,神级又称超S级,修行天赋远超S级,江太平嘴角 没有修行天赋就没有修行天赋,委婉个毛线,不过下一刻他就激动的差点蹦了起来,神级修行天赋,远超世人皆知的S级修行天赋,这下他牛逼大发了,足足激动了好一会,江太平终于平静下来,抽奖万界系统,神级修行天赋吞噬有何作用?江太平问道,作用很简单,杀死敌人,自动吞噬敌人部分气血,提升自身修为,江太平愣了愣,之前是打怪爆装备,现在是打怪赚经验啊,只是,你告诉我这作用较简单,那分明是小母牛 坐飞机,牛逼上天了,卧槽,从发论中回过神来,江太平忍不住抱了粗口,他很想表达一下他心中有多么激动,奈何本人没文化,只能一句卧槽走天下,杀,教室中的所有人不约而同看向江太平,老师也不例外,江太平,你吼什么?老师问道,江太平有些尴尬,他太过激动,忘记这回正在上课了,不过他脑瓜子转得很快,瞬间就想到了借口,老师,你讲得实在太好了,我忍不住就发出一声感叹,同学们都对江太平抱以鄙视的目光,这家伙说谎都 不带脸红的,老师则很满意地点了点头,下次小点声,别打扰到大家,我们继续上课,江太平有些庆幸,还好他反应快,否则就尴尬了,抽奖万界系统,我能查看自身属性吗?江太平问道,可以,用意念调取属性面板即可,江太平心神移动,一片只有他自己能看到的光幕就在他眼前凭空出现,光幕上方有三组词语,属性,技能,仓库,默认显示的是属性界面,宿主,江太平,年龄,十八,境界,五,气血,易卡,注视, 普通人唯一,天赋,吞噬神级,江太平打开技能界面,光幕微微一闪,就变为技能界面,只是技能界面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江太平又打开仓库界面,仓库界面中有一排排小格子,但也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这仓库老鼠进来都得含着泪离开,江太平忍不住暗叹一声,不止仓库,除了神级天赋吞噬外,属性界面和技能界面也有些辣眼睛,不过他也就是感叹一下,毕竟他刚刚得到抽奖万界系统,什么都没有,实属正常,关掉属性面 江太平面露思索之色,杀敌可获得抽奖卡,杀敌可吞噬敌人气血,提升自身修为,一切都和杀敌有关,但现在他空有神级修行天赋,却无一丁点实力,贸然去杀敌,只有一个结果,天才早要,不过话再说回来,万事开头难,只要度过艰难的开头,他的修为将一日牵连,他的前途也如行走在撒哈拉沙漠一样,畅通无阻,该如何度过艰难的开头呢?江太平绞尽脑汁,考虑这个问题,但一直考虑到放学,他都没有想到好的办法,这倒不是他笨 而是他没有一丁点实力,巧妇也难为五米之吹,对了,有件事提醒大家一下,老师的话语声在讲台上响起,有一名异界图流窜到我是,这人穷凶极恶,已经杀好几个人,我已经将他的照片发送到班级群,若是大家遇到那人,一定要绕着走,江太平拿出手机看了看,然后目光微微一亮,若是能把这名异界图载了,就可以度过艰难的开头,不过下一刻,他的脸颊上又浮现出一抹苦笑,异界图是异兽的走狗,人类的叛徒,各个都是修行者,而他只是一个空有神级� 修行天赋普通人,如何宰了异界图,送人头还差不多,压下心中的念头,江太平提着装书的提兜离开教室,朝家中赶去,快赶到家中时,他眼睛的余光,看到一条小巷中有一男一女,正在朝前走着,江太平没有理会,继续往前走,但走了几步后突然意识到不对,那男的穿着,好像和老师说的异界图一样,那女的好像是笑话碎气气,意识到不对,江太平就掏出手机,翻出异界图的照片,几番对比,江太平就已确定他的判断是对的,那男的穿着,确实和 照片中的异界图一模一样,还有,照片中的异界图背着包袱,那男的也背着包袱,那女的也确实是笑话苏七七,除此之外,他还发现了一点,异界图的右手放在苏七七的后背,好像是用什么东西抵着苏七七,但因为异界图穿着长袖,他看不清异界图手中的东西是什么,不过想来,应该是匕首之类的武器,救不救,不对是要不要搏一把,江太平面露思索之色,苏七七和他没有一毛钱关系,若是他实力强悍,不介意顺手救一救,但他只是一个空有神级修行天 富的普通人,贸然去救苏七七,连他也得搭进去,所以现在不是就不救苏七七的问题,而是他要不要搏一把的问题,他急于度过艰难的开头,眼下无疑是一次机会,若是错过这次机会,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遇到第二次,很快,江太平就已打定主意,俗话说,富贵险中求,如今有机会摆在他面前,无论如何,都不能错过,不过实力不如人,此事不能硬猛,得志取,稍加思索,江太平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口罩袋上,又在路边捡了一块板砖,装进蹄兜,并用书盖好,旧 就朝一戒图和苏七七快步跑去,杀一戒图会引来一戒图的报复,小心起见,还是隐藏容貌为好,而他在餐饮店打工时需要戴口罩,口袋中时常装着口罩,这回正好派上了用场,听到身后传来的脚步声,一戒图第一时间回头,脸颊上也浮现出一抹戒备,不过下一刻他就放松下来,他没有从江太平身上感受到气血波动,这就意味着江太平是一个普通人,不可能威胁到他,还真是老实说的一戒图,江太平目光微闪,虽然一戒图也戴着口� 但露在外的眼睛,眉毛等和照片中一模一样,还有一戒图回头时,袖口的衣服有所晃动,他看到一个刀尖抵着苏七七后背,大叔,我弟弟不见了,你有见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从这里经过吗?江太平一边跑,一边询问,话音落下时,他已经跑到一戒图身边,此时江太平心里很是紧张,眼前这人可是穷凶极恶之徒,若是二话不说,抱起出手,他就完了,而他还敢搏一搏,是在赌一戒图担心暴露,不敢在这里杀人,一戒图松了一口气,刚刚他还以为江太 江太平发现了什么?现在看来是他多虑了,刚刚我有看到一个五六岁的小孩,一戒图说道,他往你来时的方向跑了,你没遇到吗?看到你妹啊?江太平在心里破口大骂,他刚刚那么说是找个借口靠近一戒图,哪来的地点?不过他也知道一戒图这么说是想让他尽快离开,多谢大叔,江太平感谢一声就转过身体,杨庄离开,一戒图随之转身,挟持着苏七七朝前走去,就在此时,江太平从蹄兜中掏出板砖,转身就朝一戒图的脑袋瓜子拍去,一戒图 不知道江太平是冲着他来的,再加上江太平又是普通人,他没有丝毫防备,砰,伴随着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江太平一板砖砸在一戒图后脑勺上,后脑勺被砸,一戒图只觉得一阵天旋地转,然后就控制不住,朝前摔去,抵着苏七七后背的匕首随之掉落在地,发出一道清脆的声响,江太平没敢耽搁,他飞扑到一戒图身边,骑在一戒图身上,轮起板砖,一下又一下接连不断,砸向一戒图的后脑勺,一� 死定了,苏七七被这一幕搞猛了,他傻傻看着一板砖又一板砖砸向一戒图后脑勺的江太平,十几板砖过后,抽奖万戒系统那有些机械的话语声突然在江太平脑海中响起,叮,宿主斩杀一名敌人,获得58张低级抽奖卡,与此同时,江太平感受到一股暖流进入他体内,然后身体就变得暖洋洋的,终于死了,江太平长松一口气,他顾不得多想,也顾不得感受体内的异常,夺走一戒图身上背着的包袱,捡起掉落在 在地的匕首和他的提兜,果断开溜,虽然他戴着口罩,苏七七和他也不同班,但同处一座校园,抬头不见低头见,难保苏七七认出他,若是苏七七认出他后,再将他杀了一戒图的消息传出,那他就麻烦了,至于夺走一戒图的包袱,捡起掉落在地的匕首,一戒图是他杀的,一戒图的东西自然得归他所有,带着苏七七从发愣中回过神来,江太平已经不见了踪眼,那家伙是谁,怎么感觉有些眼熟,苏七七秀眉紧错,片 他想起那人是谁了,跑得还挺快,但你跑得了和尚,跑得了妙吗?苏七七灿然一笑,单手提着一戒图的尸体,快步离去,江太平跑得飞快,一路上还左拐右拐,很快他就发现他的力气变大了,跑得也更快了,对此,江太平刚开始有些不解,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应该是他斩杀一戒图,吞噬一戒图部分气血,修为有所提升导致的,跑得足足好一会,江太平确认无人追来,这才朝家中赶去,他的家距离久安一中不远,但位于平民区,还是租赁 一间地下室,苦必如他,哪有资格在久安市买一套房子?回到家中,江太平立即关上房门,在桌子旁坐下,不知道包袱中有什么?江太平将提兜和包袱放在桌子上,然后打开包袱查看,下一刻,江太平震惊了,包袱中装的都是钱,他数了一下,足足十五万之多,发财了,江太平的毛子中满是绿光,长这么大,他最多拥有过一千多元,而这可是十五万啊,激动了好一会,江太平终于平静下来,他从提兜中掏出一戒图的匕首,这把匕首寒光闪闪, 看着就很锋利,他也算是有武器用了,打开属性面板,江太平在心中默念,然后一面光幕就在他眼前凭空出现,宿主,江太平,年龄,十八,境界,F级,气血,十八卡,天赋,吞噬神级,境界F级,江太平愣住了,修为境界和修行天赋一样,从低到高分为F,E,D,C,B,A和S七个等级,后一个境界所需气血是,前一个境界的十倍,气血达到十卡是F级修行者,气血达到一百卡,是一级修行者, 一次累退,哈哈,我成为修行者了,紧跟着,江太平就大笑起来,他本以为艰难的开头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度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今日就度过了,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成为修行者,他就有资格进入猎魔园,猎杀一兽,而能猎杀一兽,他的修为还不是蹭蹭蹭地往上窜,又激动了好一会,江太平打开仓库界面,原本空荡荡的仓库有了物品,低级抽奖卡成五八, 稍加思索,江太平说道,抽奖万界系统,用低级抽奖卡抽奖一次,开始抽奖,消耗一张低级抽奖卡,谢谢参与,江太平有些无语,没中奖就没中奖,说什么,谢谢参与,搞得他都有骨盒饮料,看到平台中写着谢谢品尝的感觉,抽奖万界系统,低级抽奖卡七连抽,江太平又说道,开始抽奖,消耗七张低级抽奖卡,谢谢参与,谢谢参与,一连六个谢谢参与,江太平脸色有些发黑,低级抽奖卡的中奖几率也太小了吧,叮, 恭喜宿主中奖,获得小龙女的袜子,已放入仓库,可用意念提取,江太平面色一喜,然后又变得有些古怪,取出,江太平心神一动,一双袜子就在他手中凭空浮现,他仔细研究了一会,没看出他手中的袜子有什么特别之处,抽奖万界系统,这袜子有什么特别作用吗?江太平问道,没有,就是一双袜子,江太平脸又黑了,好不容易中奖,却得到一双普通袜子,还是女人的,他穿不成,又没什么特殊癖好,然后随手就丢进了垃圾桶,低级抽奖卡 中奖几率太低,又抽不到好东西,还是用中级抽奖卡吧,江太平按探一声,至于高级抽奖卡,他也想,但他的低级抽奖卡数量不够,说干就干,江太平说道,抽奖万界系统,合成五张中级抽奖卡,五张中级抽奖卡已合成,消耗五十张低级抽奖卡,抽奖万界系统,用中级抽奖卡五连抽,江太平果断说道,开始抽奖,消耗五张中级抽奖卡,叮,恭喜宿主中奖,获得S级修行天赋健胚,江太平面色一喜,不愧是中级抽奖卡, 第一次就中奖了,而且还是好东西,但紧跟着的四个谢谢参与,让他陡然意识到他想多了,抽奖完毕,江太平就感觉到一股暖流进入体内,他又一次感觉他变得和以往有所不同,但依然说不出哪里不同,如此感觉,江太平已经是第二次体会,他知道是获得S级修行天赋健胚导致的,就没有多想,五张中级抽奖卡能获得S级修行天赋,我的运气已经很不错了,江太平自言自语,他说的也是心里话,在此之前,他想着能抽到一个差不多的东西就行了, 毕竟只是中级抽奖卡,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抽到了S级修行天赋,不过他心头有着一丝不解,他已经有神级修行天赋,再来一个S级修行天赋,是不是有些多余?不对,下一刻,江太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双眸陡然变亮,不是多余,而是非常有用,江太平心中很激动,神级修行天赋吞噬的作用是吞噬敌人部分气血,提升自身修为,如此作用,只是辅助,但S级修行天赋剑胚不同,他的作用应该是适宜修剑,而剑术的攻击力,可是极 力气强大,神级修行天赋吞噬为辅,S级修行天赋剑胚为功,一辅一功,可谓天作之和,何来的多余?不过,这只是他自己的想法,还是向抽奖万戒系统求证一下为好,抽奖万戒系统,S级修行天赋剑胚,有何作用?江太平问道,S级修行天赋剑胚,又名天生剑体,修行剑道,可一日千里,果然如此,江太平大笑不已,不管是神级修行天赋吞噬,还是S级修行天赋剑胚,任何一个都足以让他在这方世界出人头地,更别 别说他,同时拥有双天赋,何愁前路无光,低调,低调,江太平又告诫自己,俗话说,枪打出头鸟,木秀于临风必摧之,为了活得长久一些,还是低调一些为好,强行压下心头的激动,江太平看着桌子上的现金和匕首,面露思索之色,现金倒是好处理,明日存银行即可,但匕首就有些麻烦了,学校禁止携带危险武器,他上学时,不能把匕首带在身上,但不把匕首带在身上,若是遇到危险,总不能跑回家取吧,抽奖万戒系� 仓库中能存放非系统物品吗?江太平问道,可以,只需用意念收取即可,他好了,江太平很惊喜,系统仓库能存放非系统物品,他就可以随时把匕首带在身上,还有,若是以后有不方便携带的东西,也可以收进系统仓库中,瘦!江太平心神一动,桌子上放着的现金和匕首就凭空消失不见,他打开仓库界面,只见第一个格子中存放着现金,第二个格子中存放着匕首,关掉系统界面,江太平的脸颊上满是意气风发,劳资双天赋,一个神经, 一个神级,一个S级,修为也晋升F级,以后的道路就如驰骋在撒哈拉沙漠上一样,畅通无足,今日不打工了,好好睡一觉,养精蓄锐,明日请假去猎魔园提升修为,江太平自言自语,他起身简单洗漱一下,就躺在床上睡觉,在此之前,他晚上打工是为了赚钱,为了活着,如今他身怀15万巨款,足够他花上很长一段时间,他又拥有双修行天赋,修行才是最重要的事,还打什么功?可能是心事放下,心情变轻松的缘故,江太平躺在床上就睡着了 只是他还没睡多久,放在床头的手机就响了起来,谁在这个时候打电话,被吵醒的江太平嘟囔一句,他拿起手机看了看,是个陌生号码打来的,然后他就直接挂断电话,继续睡觉,平日里也就老是和他打工的地方会给他打电话,陌生号码没必要接,但他刚躺下,手机又响起了起来,拿起手机瞄了一眼,还是刚刚那个陌生号码,江太平又一次直接挂断,然而,那个陌生号码似乎和他耗上了,又一次打了过来,江太平有些恼火,他都挂断两次了,怎么还打,还让不让人 睡觉了,别再打了,江太平接通电话,大吼一声,然后不等对方说话,直接挂断,为了避免那人再打电话,影响他睡觉,江太平还将手机关机了,您好,你拨打的电话已关机,听到电话中传来的声音,苏七七肺都快气炸了,他长这么大,还没被别人挂过电话,但今天他遇到了,江太平不仅接连挂了他三次电话,还直接关机,这让他很是无法接受,江太平,你敢挂我电话,那我就杀入你家,苏七七咬牙切齿,启动车辆,就朝前驶去,但还没驶出多远, 车又停了下来,算了,天色已经黑了,还是明日再说吧,反正那家伙明日要去上学,不急于这一时,苏七七自言自语几句,然后嘟着小嘴,调转车头,朝九安义中驶去,一夜无话,次日清晨,江太平在闹钟声中醒来,他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走出门外,朝九安义中赶去,路上,他买了一杯豆浆和一些包子,边走边吃,在路过银行门口时,江太平并未停下,依照他昨日的打算,是想把钱存进银行,但今日他改变主意了,他一个穷学生,贸然存进15万, 万具款,着实有些不太寻常,在个市局混乱,说不定什么时候,银行就倒闭了,那时他找谁要钱去,所以还是把钱存在系统仓库为好,不仅用着方便,还安全,没多久时间,江太平就赶到九安义中,他一眼就看到苏七七站在学校大门口,盯着进入学校的每一个人,看那模样似乎是在找人,这妮子不会是在找我吧,一个念头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他下意识掉头就走,但想到还要跟老师请假,又停了下来,我昨晚戴着口罩,这妮子应该不能认出我,江太平自我安慰一句, 硬着头皮朝学校内走去,只是他刚走到门口,苏七七的娇和声就陡然响起,站住,江太平知道苏七七说的是他,但他看都没看苏七七一眼,继续朝学校内走去,说你呢,给我站住,苏七七的娇和声再度响起,江太平还想装作没听到,但遗憾的是他装不成了,因为苏七七挡住了他的去路,你拦着我做什么,江太平装傻道,你说,我拦着你做什么,苏七七反问,江太平一脸无辜,我又不是你,我怎么知道,你跟我来,苏七七没有,和江太平多说, 他抓住江太平的手,就朝学校内走去,江太平想挣脱苏七七的玉手,但他尝试了几下后,就愕然发现,苏七七那看着很是秀气的玉手,犹如铁钱一般,他根本挣脱不开,还有,苏七七的力气很大,他想站在原地,都无法站住,无奈之下,他只能任由苏七七拽着,他朝前走去,这一幕让学校门口的众多学生面面相去,然后一道道议论声,就紧跟着响起,苏笑花好像在等那小子,这什么情况,那小子是谁,他该不会是占苏笑花便宜了吧,我好想成为那 小子,让苏笑花抓住我的手,江太平,这个梦葫芦,怎么会认识苏笑花,江太平已经被苏七七拽走,没有听到众人的议论,若是他听到的话,肯定会很委屈,神特么占苏七七便宜,他救了苏七七,好不好,还有,他真不想认识苏七七,他也不想被苏七七抓住他的手,一路被苏七七拖拽着前行,江太平来到办公楼二楼的一个房间门口,你把我抓到这里做什么,江太平疑惑道,这是我的办公室,苏七七解释一下,就取出钥匙开门,江太平有些诧异,� 怎么会有办公室,只是还没等他多想,就被苏七七拽进办公室,然后大门又砰的一声关上,紧跟着,他被苏七七一把推到墙边,然后苏七七一手按在他脑袋旁边的墙壁上,点着脚尖紧盯着他,这让他的心瞬间砰砰乱跳,这妮子竟然闭咚他,你你要干什么,江太平弱弱地问道,你说呢,苏七七反问道,江太平沉默了片刻,道,你你温柔点,苏七七愣了愣,他不解道,温柔什么,我知道我长得很帅,这里又只有你和我,孤男寡女共处一 你还必懂我,肯定是对我有想法,想占我便宜,我不会反抗的,江太平羞涩道,苏七七满头黑线,他抬手敲了江太平一个脑瓜崩,没好气地说道,谁对你有想法了,谁想占你便宜了,我找你是有正事,江太平一阵呲牙咧嘴,这妮子的手劲怎么这么大,敲得他脑瓜子嗡嗡的,你找我有正事,为何必懂我,江太平质问道,谁谁必懂你了,我是觉得这么做有压迫感,苏七七解释道,江太平撇了撇嘴,他没有感觉到压迫感,倒是觉得很暧昧,苏七七 苏七七似乎也意识到了不妥,他挪开按在江太平脑袋瓜子旁的御手,狠狠地问道,我问你,昨晚为何挂我电话,还关机,江太平差一道,昨晚是你打的电话,废话,苏七七休脑道,不是我打的,我怎么知道此事,我不知道是你打的,我还以为是骚扰电话呢,江太平如实说道,文言,苏七七心里稍微好受了一些,江太平不知道是他打的,就不算是挂他电话,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江太平若是知道是他打的电话,挂断的会更利索,这事就算了,苏七七又问道,昨天你救了我,为 和要跑,什么救了你,什么跑,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江太平装傻道,少给我装,苏七七瞪了江太平一眼,道,虽然昨天你戴着口罩,但口罩挡住了你的脸,没有挡住你的眼睛,额头和头发,我很肯定就是你,别跟我狡辩,没用的,江太平有些郁闷,昨天他应该伪装的更严实一些,那样的话就不会被苏七七认出,但这回后悔已经晚了,他问道,你要怎样,我想怎样,要看你的决定,苏七七说道,什么意思,江太平有些不解,苏七七解释道,我觉得你有修行天赋, 想测试一下,你的修行天赋,苏是在昨日之前,苏七七说,测试他的修行天赋,江太平肯定会立即答应,因为不是谁,都有测试修行天赋的机会,但现在他一点都不愿意,他已经有了修行天赋,而且还是两个,一个神级,一个S级,何须测试,还有,木秀于临风必摧之的道理,他还是懂的,不管是神级修行天赋,还是S级修行天赋,都太过惊人,还是不要让人知道的好,江太平没有回答,他问道,你是修行者,是,确切地说,我是一级修行者, 苏七七没有否认,江太平恍然大悟,难怪苏七七的力气那么大,他是F级修行者,苏七七是一级修行者,修为足足比他高了一个大境界,他挣脱不了苏七七的控制,实属正常,你是一级修行者,还被那名一戒图抓住,江太平无语道,我是故意被抓的,苏七七解释道,那里时常有人经过,为了不引起混乱,我就洋装被抓,等无人时再解决他,却没想你突然出手,那名一级一戒图,还被你击板砖,直接拍死了,江太平点了点头, 难怪昨晚他觉得被一戒图控制的苏七七一点都不慌张,当时他还以为是他的错觉呢,与此同时,他心中也一阵后怕,那名一戒图竟然是一级修行者,所幸他没有给那名一戒图反应的机会,否则一根手指就可以戳死他,来吧,我给你测试一下修行天赋,苏七七说道,江太平沉默了片刻,道,我可以拒绝吗?苏七七愣了愣,他没听错吧,要知道,几乎所有人都想成为修行者, 却苦于得不到测试修行天赋的机会,而他主动把测试机会送到江太平面前,江太平竟然想着拒绝,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苏七七问道,知道,江太平解释道,做修行者太危险,还是做一个普通人为好,苏七七一阵愕然,他想过江太平为何拒绝测试,却没想过是这个原因,你一个拿着板砖拍死一级一截图的人说怕危险,你觉得我心?苏七七无语道,反正我就是这么想的,你信不信?那是你的事?江太平脸不红气不喘,苏七七皱了皱眉头,他本以为测试 之事会很顺利,却没想到遇到江太平这个异类,不过对于江太平所说,他连标点符号都不信,下一刻,苏七七似乎是想到了什么,他坏笑道,江太平,你用板砖拍死一截图后,第一时间跑掉,如今还不承认,是怕有人知道是你杀了一截图吧?江太平沉默不言,他确实有此担心,毕竟杀了一截图会遭到一截图的疯狂报复,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好好考虑一下怎么回答,苏七七又说道,若是你的回答没让我满意,我就把你杀了一截图的消息� 传出去,还有你抢走一截图包袱和匕首之事,也传出去,江太平额头上满是黑线,这小娘皮居然威胁他,苏七七,你还有良心吗?江太平痛斥道,依照你所说,昨天我救了你,你就是这么恩将仇报的,什么恩将仇报,你莫要血口喷人,苏七七辩解道,我根本不需要你救,好不好,况且,你用板砖拍一截图时,还导致一截图的匕首伤了我,我告诉你,我这人言出必行,你好好考虑一下吧,江太平很郁闷,他有考虑的余地吗?根本就没有,我就纳闷了 你为何非要让我测试?江太平不解道,苏七七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决定,如实告知江太平,苏七七,夜行人久安时分布,猎魔堂猎魔九队队长,苏七七自我介绍一下,又道,一兽入侵,一截图作乱,夜行人猎魔堂人手紧缺,急需新鲜血液加入,若你有修行天赋,我想邀请你,加入夜行人猎魔堂,江太平有些诧异,苏七七竟然是夜行人的人,不过想到苏七七是一级修行者后,他就不觉得奇怪了,而对于夜行人,他也有所了解,夜 夜行人是荣国修行者组建的组织,为的就是对抗异兽和异界图,加入夜行人猎魔堂,有什么好处?江太平问道,为民除害,守护一方安危,苏七七自豪道,江太平撇了撇嘴,他连自己都养活得很艰难,哪有余力为民除害,守护一方安危,别整那些高大上的东西,有没有实际一点的好处?江太平又问道,苏七七想了想,有工资可拿,有正当的理由不去上学,江太平瞬间怦然心动,虽然他有15万巨款,但只花不赚,早晚会花光,而有了工资 就有了持续收入,还有,杀敌才能获得抽奖卡,才能提升修为,他总不能天天请假吧,心动归心动,江太平没有立即答应,他思索了一下,问道,我这人不喜欢被束缚,夜行人猎魔堂规矩多吗?夜行人猎魔堂,没什么规矩,苏七七摇了摇头,解释道,只要不为非作歹,有情况时,尽快赶到就行,恭喜你,你成功打动了我,江太平感叹一声,他没再犹豫,果断做出决定,来,测试吧,苏七七很无语,早知这么容易让江太平就范,他何至于威胁 江太平从口袋中掏出一块拳头大小的七彩石头,苏七七解释道,这块石头名为七彩石,它可以测试一个人是否有修行天赋,你只需用力握紧七彩石即可,这么简单,江太平有些诧异,对,就这么简单,苏七七点了点头,江太平不解道,如此简单,为何不给所有人测试一下呢?你以为我们不想啊?苏七七翻了三百眼,道,七彩石是一次性消耗品,一块七彩石只能测试一人,七彩石又产自魔窟,得来很是不易,我们也没有多少库存,不能随便, 不能随便消耗,唯有当我没有把握确定哪个人有修行天赋后,才能动用七彩石为他测试修行天赋,这样啊,江太平恍然大悟,他接过苏七七递来的七彩石,然后用力握紧,刷,下一刻,七彩石上就爆发出璀璨的七彩光芒,这一幕让苏七七顿时大喜,七彩石爆发出如此璀璨的七彩光芒,江太平的修行天赋必定很不一般,但紧跟着,他撬脸上的喜意就陡然一致,只见七彩石上那璀璨的七彩光芒快速融合,最终变 变成一道赤色光芒,在那赤色光芒中,有一柄小剑静静悬浮着,F即剑体,苏七七撬脸上的笑意彻底凝固,赤成黄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对应F,E,D,C,B,A,S七级修行天赋,光芒中的小剑代表修行天赋,所以江太平是F即剑体,我这修行天赋能加入夜行人猎魔堂吗?江太平问道,他可是听说异兽和异界图最喜欢杀人类的天才,为了不引起异界图和异兽的注意,还是低调一些为好,所以他刚刚让系统遮 折掩了神级天赋吞噬,还把S级剑体遮掩到F级,苏七七很纠结,F级是最弱的修行天赋,理论上最高成为F级修行者,虽然F级修行者要比普通人强大很多,但在与异兽和异界图的较量中,起不到多大作用,说F级修行天赋是鸡肋都不为过,罢了,F级就F级吧,苏七七叹了一口气,夜行人为了尽快召集人手,给所有成员下达了命令,每人必须在一周之内招收一个新成员,他找了不少人,但没有一个有 修行天赋的,今日又是最后时间,他没有时间再找其他人,而F级修行天赋虽然最弱,但也是有修行天赋,总比找不到好吧,罢了是什么意思,姜太平问道,这是邀请函,苏七七从口袋中掏出一张邀请函递给姜太平,到,明日早上7点30分,我在学校门口等你,然后带你去夜行人久安分部参加考核,好嘞,姜太平接过邀请函,瞄了一眼,就揣进口袋中,刚刚他还想着F级修行天赋不行的话,就再测试一下,将修行天赋提高一些,但F级修行天� 可以加入夜行人烈魔堂,就没必要暴露更高的修行天赋,下一刻,邀请函就在姜太平口袋中消失不见,进入抽奖万借系统的仓库中,邀请函可是姜太平加入夜行人烈魔堂的凭证,更是他拿工资,有正当理由不去上学的药物,若是弄丢就悲剧了,所以,还是放在系统仓库为好,不是说邀请加入吗?为何还要考核?姜太平问道,我只是队长,能否加入夜行人烈魔堂,得由部长来定,苏七七解释道,还有,想要加入夜行人烈魔堂,不止得有 修行天赋,还得有一些其他东西,我能给你说的就这么多,其他不能透露,好吧,姜太平没再多问,苏七七都说不能透露,她再问的话,就是让苏七七为难,别的没什么事,你可以走了,苏七七下达了逐课令,嗯,七彩石给你,姜太平把手中的七彩石还给苏七七,就转身离开,此时的七彩石已经变成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离开苏七七的办公室,姜太平直奔校门口,她要去猎魔园提升修为,原本她来学校是向老师请假的,但她马上就要加入夜行人,没必要再请假了, 姜太平离开学校没多久,苏七七随之离开学校,久安市市中心,矗立着一座18层的高楼,高楼上没有任何标识,但这座高楼,就是夜行人久安分部,呲呲呲,伴随着一道刺耳的摩擦声响起,一辆火红色的法拉利488一个漂亮的飘移甩尾,精准无比的,停在夜行人久安分部门前广场上的停车位内,紧跟着,一道靓丽的身影,自法拉利中走出,这道身影,正是苏七七,今日是最后实现,她得将姜太平参加考核的信息报上去 以免错过考核登记,进入夜行人久安分部,苏七七直奔18楼,来到部长办公室门前,砰砰砰,苏七七抬手敲了敲办公室的大门,进来,一道话语声在门内响起,苏七七推门进入,看像坐在办公桌后的中年人,道,部长,我找到了一个拥有修行天赋的人,过来给他做一下考核登记,中年人名为秦战,是夜行人久安分部部长,好的,秦战应了一声,取出一张登记表递给苏七七,问道,七七,那人能入得了你的法眼,想必修行天赋不低吧,� 尴尬道,部长,他只有F级修行天赋,秦战愣了愣,七七,F级修行天赋,你也让他参加考核,部长,我找了一周时间,就找到这么一个有修行天赋的,苏七七弱弱地解释,他让江太平来参加考核实属被逼无奈,谁让他就找到一个有修行天赋之人呢,好吧,聊胜于无骂,秦战孝道,苏七七红着脸填写考核登记表,他刚填完,一名年约20岁左右的女子从门外走了进来,苏队长,好巧啊,你也来做考核登记,女子孝道 苏七七回头看了女子一眼,女子叫张曼,是猎魔堂猎魔8队队长,你确定是好巧?苏七七反问道,刚刚他进入夜行人久安分部,路过大厅时,有看到张曼在大厅中坐着,张曼早不来做考核登记,晚不来做考核登记,偏偏在他来后赶来,再加上他和张曼之间的恩怨,他可不认为这是一个巧合?张曼没有回答,他瞄了瞄苏七七填好的考核登记表,惊讶道,F级,苏队长,你堂堂S级修行天赋的天才,怎么找了一周时间,就找到一个F级 修行天赋之人,苏七七没在搭理张曼,他就知道张曼跟着他一起来是为了炫耀嘲讽的,苏队长,我们猎魔堂可不是阿妈阿狗都要的,张曼又道,一个F级修行天赋之人,他好意思来参加猎魔堂的考核吗?嗨嗨,秦湛咳嗽了几声,问道,曼,听你这意思,你找到的人修行天赋不错呀,回不长的话,张曼说道,我找到的人是我堂弟,他叫张展飞,他的修行天赋不像苏队长那么妖念,但和我一样,都是A级修行天赋,苏七七面色陡然 一致,A级修行天赋虽然不像S级修行天赋那么稀有,但也不多的,难怪张曼会故意等着他,这是非常有信心,压他一头啊,做得不错,秦湛惊喜道,多谢部长夸奖,张曼感谢一声,看向苏七七笑道,苏队长,各自招揽的人会加入各自小队,看来下一届猎魔堂大队长,非我莫属了,等你将修为提升到D级,再说这话吧,苏七七黑着脸对了张曼一句,转身离开,离开部长办公室,苏七七眉头紧锁,刚刚张曼的讥讽, 让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他只顾着完成任务,却忽略了江泰平的感受,是不是太自私了,要知道,这方世界可是强者至上,夜行人中更是如此,F级修行天赋的江泰平,前来参加考核,被人指手画脚,必定是免不了的,甚至还有很大可能被羞辱嘲讽,那对江泰平来说,绝对不是一件好事,还是说清楚此事吧,苏七七叹了一口气,从口袋中掏出手机,给江泰平打电话,很快,电话就已接通,江泰平,我是苏七七,有件事想跟你说一下,苏七七说道, 你修行天赋太恩,有些弱,怕是无法通过裂魔堂考核,而无法通过裂魔堂考核,就无法加入裂魔堂,成为裂魔堂的一员,不过,我可以给部长说说,让你加入夜行人其他部门,做一些文职工作,只是文职工作的规矩要多一些,工资也要少一些,但最起码,你不用每天打三份工养活自己,那个你要是不想来,就不用来了,我不会再威胁你,谁说我无法通过考核了,江泰平回复道,明天我准时道,就这么定了,我还有事,挂了,话音落下,苏七七的手机中就传来一阵嘟 听着手机中传来的嘟嘟声,苏七七有些脸黑,在此之前,还从未有人如此干脆地挂断她电话,不对,还是有的,昨日,她给江泰平打电话,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就被挂断电话,这家伙急着去投胎吗?苏七七心中很不爽,江泰平就是一个学生,能有什么急事,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江泰平只有F级修行天赋,哪来的信心通过裂魔堂考核,明天你等着出丑吧?苏七七气呼呼地说道,但片刻后,她又郁闷道,不管怎么说,那家伙都是我邀请来的,总不能说,那家� 看着她被人欺负吧?罢了,还是护着她一些,否则她被人打击的自闭就不好了,然而苏七七不知道的是,江泰平没有说谎,这回她真是有事,此时,江泰平戴着鸭蛇帽和口罩,站在一片黑色光幕前,之前她戴着口罩被苏七七认了出来,此事让她吸取了教训,来的路上她买了一顶鸭蛇帽,这样就可以更好地隐藏身份,黑色光幕旁站着两名守卫,黑色光幕后方就是江泰平此行的目的地裂魔园,裂魔园是夜行人建设的,里面圈养了很多一兽,为 让修行者学会并适应和异兽的厮杀,来人止步,这里是炼魔园,非修行者,严禁入内,守卫警告道,我就是修行者,江泰平说道,测试一下,守卫抬手指着黑色光幕旁边的一块黑色巨石,道,全力攻击她,黑色巨石名为黑药石,其用图是测试修行者的实力,江泰平点了点头,脉步走到黑药石旁,他深吸一口气,挥拳轰向黑药石,砰,伴随着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黑药石上爆发出一道赤色光芒,一道 F级修行者,可以进入猎魔园,但只能在猎魔园外围,最多深入猎魔园100米,这点一定要记住,否则会有性命之忧,守卫说道,赤城红绿青蓝紫七色光芒对应E,F,D,C,B,A,S7级修行者,即道光芒,则代表着几星,为了更好区分同级修行者的实力,每一级又以九分之一为界,分为一星到九星,就拿F级修行者来说,10卡到19卡,气血为一星F级,20卡到29卡,气血为二星F级,依次类推,90卡到99卡气血为一星F级 九星F级,其他级别的星级划分也是如此,只不过其他级别每一星之间的跨度要比F级大,比如一级每一星的跨度是100卡气血,D级每一星的跨度是1000卡气血,江泰平的气血是18卡,他测试的结果是一道赤色光芒,就是一星F级修为,江泰平点了点头,迈不朝黑色光幕走去,但走到黑色光幕前,他又突然停下,你们这验证措施是不是有些松险?万一一截图来了呢?江泰平问道,来了就来了呗,反正一截图进去就出不来了,守卫不以为一截, 这是为何?江泰平有些不解,一截图都是被异兽污染之人,身上有异兽的气息,守卫解释道,这片黑色光幕是猎魔园的守护结界,它能辨别异兽气息,阻止异兽和异截图离开猎魔园,想要离开,只能暴力破解,但守护结界的防御力高达C级,猎魔园中最高等级的异兽也就D级,他们是不可能轰爆守护结界的。文言,江泰平顿时恍然大悟,难怪夜行人只派了两人看守猎魔园入口,没再耽搁,江泰平� 他在外部踏入黑色光幕中,消失不见,下一刻他就出现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这里就是猎魔园吗?江泰平打量着周围的环境,他前方不远处是一片森林,但这里的森林和外界的森林不同,外界的森林葱郁茂密,鸟语花香,这里的森林却只有树木的枝干,没有一片树叶,地上的花草也进阶枯萎,看起来了无声机,一片枯白。好,就在此时,一道嘶吼声突然响起,这道嘶吼声把江泰平吓了一大跳,心中也控制不住,升起一抹紧张。 他是第一次踏入猎魔园,甚至在此之前,他连异兽长什么样都不知道,不过江泰平不是胆小之人,否则他也做不出拿着板砖拍一截图的疯狂举动。很快,他就镇定下来,他取出放在系统仓库中的匕首,看向吼声传来的方向,只见一头猪一般大小的兔子从森林中窜了出来。卧槽,这么大的兔子,若是能宰了这只兔子,一个月都吃不完啊。江泰平忍不住抱了粗口,所幸这里只有他一人,若是有认识他的人,在这里肯定会无比震惊。大哥,这是你第一次 面对异兽,你不恐惧害怕倒也罢了,竟然还想把异兽宰了吃,你这心是不是太大了?动,动,动,兔妖撒开四体,朝江泰平冲来,江泰平手握匕首,死死盯着冲来的兔妖,他做好了随时战斗的准备,但就在兔妖跑到距离他还有十来米的地方时,却突然停下,什么情况?江泰平有点猛,他不明白兔妖为何突然停下,他看向兔妖停下的地方,然后就看到那里的地面上有一道圆弧形的血色线条,他又沿着血色线条看去,恶然发现那血色� 直径约有二十米的大圆,正好把他身后的黑色光幕包裹其中,兔妖突然停下,该不会是那血色线条的缘故吧?一个念头在江泰平脑海中闪过,稍加思索,江泰平迈步朝前走去,一步,两步,三步,直到江泰平靠近兔妖一米范围内,兔妖都没有攻击的趋势,只是留着哈喇子,刺着锋利的獠牙盯着他,那模样显然是把他当成实物,又想了想,江泰平朝一侧走去,兔妖随之而动,紧紧跟着江泰平,但却不越过红线一 几番尝试,江泰平就肯定了他的判断,兔妖突然停下,不是不想吃了他,而是不敢越过红线,血色长线组成的圆圈怎么像是游戏中的新手保护区,夜行人还是挺贴心的,知道给新手布置一个安全休息之地,江泰平抬手摸了摸鼻子,目光陡然变得锐利起来,之前他还有些担心猎魔猿是异兽的底盘,找不到休息之地,现在无需担心了,而接下来就是他提升修为赚取抽奖卡的时间,杀,江泰平大吼一声,将匕首收入系统仓库,大踏 发布朝兔妖冲去,对付一只兔妖还用不着匕首,而且匕首放在系统仓库中,随时都可以取出,说不定关键时刻能收到奇效,不得不说,江泰平的心思有些阴险,看到江泰平走出安全区,早已迫不及待的兔妖张开血盆大口,就咬向江泰平,江泰平没有后退,他低垂的右手闪电般抬起,一个上勾拳砸向兔妖的下额,虽然江泰平昨日才踏入F级,但为了有点自保之力,平日里他没少练习拳击,而这回他平日里的练习就起了 作用,碰,伴随着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江泰平一拳砸到兔妖的下额之上,紧跟着,兔妖就被江泰平一拳砸飞,凌空翻转着倒飞而出,这么弱,江泰平有些诧异,刚刚抬起了左拳又放了下去,不过诧异归诧异,他没有耽搁,大踏步朝兔妖追去,碰,又是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那是兔妖从空中落下,砸在地上发出的声音,江泰平紧随而至,他凌空一跃,骑坐在兔妖身上,然后� 开弓,一拳又一拳砸在兔妖的脑袋上,与此同时,一道道拳拳倒肉的沉闷撞击声和一道道凄厉的嘶吼声接连响起,七八拳过后,抽奖万界系统那有些机械的话语声突然在江泰平脑海中响起,叮,宿主斩杀一名敌人,获得两张低级抽奖卡,几乎同时,江泰平感觉到一股暖流进入体内,他知道,这股暖流是神级修行天赋,吞噬吸收兔妖气血引发的,但这股暖流和他用板砖拍死一戒图 在江泰平脑海中闪过,而杀了一只兔妖才吸收一卡气血,得到两张低级抽奖卡,这也太少了吧,难道是因为兔妖修为太低的缘故?一个念头在江泰平脑海中闪过, 他想来想去,除了这个解释外,没有别的解释了,少就少吧,积少成多,也是很可观的,江泰平暗叹一声,起身朝前方的密林走去,然而他没有发现的是一缕无形无知的气息,自吐妖体那一出,朝密林内飘去,还没走出多远,一只脸盆大的青蛙突然从枯萎的草丛中蹦出,咬向江泰平,江泰平很警惕,第一时间发现这只脸盆大的青蛙,然后他抡起拳头,就迎了上去,这只脸盆大的青蛙还没吐妖惊打,江泰平两拳就解决了他,然后得到一张低级 一抽奖卡,吸收了一卡气血,接下来,江泰平在密林边缘四处游荡,寻找异兽的同时也等待异兽主动送上门来,刚开始总有异兽主动攻击江泰平,但在江泰平接连斩杀十来只异兽后,情况改变了,没有异兽在主动攻击他,而且被他发现的异兽毫不恋战,第一时间就疯狂逃窜,对此,江泰平并不意外,低级异兽虽然没什么智慧,但趋吉毕凶的本能还是有的,只是异兽逃窜,江泰平就得追赶,这就导致 使他斩杀异兽的效率大大降低,很快,时间就来到中午时分,追赶和战斗了半日时间的江泰平,累得不轻,就返回保护区休息,从系统仓库中取出提前准备的食物和水,江泰平大口吃了起来,与此同时,他召唤出抽奖万戒系统,谈点忙活了大半天的收获,他的气血从进入猎魔园时的18卡,涨到了50卡,收获了78张低级抽奖卡,一共斩杀32只异兽,正好收获32只异兽,这岂不是说斩杀一只异兽,只吸收一卡气血, 还有,才收获78张低级抽奖卡,也就比拍死那名异戒图多了一点点,江泰平有些郁闷,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若是有人知道此事,必定会羡慕不已,因为半日时间增长32卡气血,这速度简直快得不能再快,说是做了火箭都不为过,甚至服用寻常药物,气血都不可能长得这么快,抽奖万戒系统,为何杀一只异兽都是吸收一卡气血?江泰平问道,敌人等级太低,吸收一卡气血是强制执行的,唉,江泰平叹了一口气,还真是异兽等级太低的缘故, 而且,听抽奖万戒系统的意思,若非强制执行,就他杀的那些异兽,一直连一卡气血都吸收不了,密林深处的异兽等级高一些,要不要深入密林一些?江泰平面露思索之色,但很快就打消了这个念头,密林深处的异兽等级是高一些,但杀起来更费力,而且还可能有性命之忧,修为可以慢慢提升,抽奖卡也可以慢慢获得,若是一不小心把小命丢了,那就万事皆修,所以他不能贪功冒进,还是狗一点,慢慢发育为好,填饱肚子,江泰平又休息了一会,带着体力恢� 就继续寻找异兽,不能贪功冒进,他又想尽快将修为提升上去,只能努力努力再努力,在江泰平四处寻找斩杀异兽中,时间也在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天色就黑了下来,忙活了一下午的江泰平又一次累得半死,天黑看不见太危险,该离开了,江泰平强行压下心头继续杀下去的念头,转身回到安全区,他没有立即离开,而是坐在安全区盘点他的收获,召唤出抽奖万戒系统,宿主,江泰平,年龄,十八,静剑,一级 气血,一百零一卡,天赋,吞噬神级,剑胚S级,一百零一卡气血,卧槽,我的修为,踏入一级了,哈哈,一日时间,江泰平从F级提升到一级,我实在太牛逼了,江泰平大笑不已,下午时,他只顾着四处寻找异兽,都没有统计杀了多少异兽,而他本以为今日无法晋升一级,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正好踏入一级,足足开心了好一会,江泰平起身,朝黑色光幕走去,在他离开后没多久,一道道沉重的脚步声,自森林深处传 传出,动,动,动,沉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片刻后,一只足有两米来高的狼腰自森林中走出,然后在保护区前停下,看了看周围,狼腰那巨大的双眸中,浮现出一抹人性化的思索,然后他抬起巨爪,朝前猛然一挥,一股无形的气静,自聚爪上暴射而出,轰向黑色光幕,碰,一道沉闷的撞击声,陡然响起,黑色光幕闪烁了几下,又恢复如初,猎魔猿外,守在黑色光幕旁的两名守卫,第一时间,发现了黑色光 幕的异常,两人对视一眼,但还没等他们说什么,黑色光幕又闪烁了几下,不是烟花了,守护结界确实在闪烁,一名守卫满脸凝重地说道,守护结界不会无缘无故闪烁,肯定是有一兽在攻击守护结界,你赶紧把此事汇报给部长,好,我这就给部长打电话,另一名守卫应了一声,就取出手机打电话,带得电话接通,他快速说道,部长,有一兽攻击猎魔猿的守护结界,不止攻击一次,还在接连不断地攻击,守护结界也在不停闪烁,片 见课后,守卫挂断电话,他说道,部长说,亲自过来看看,没多久时间,两道身影自高空中落下,降落在黑色光幕前,这两道身影是秦战和苏七七,守卫打电话时,苏七七正在帮秦战整理考核登记表,在得知有一兽攻击猎魔猿守护结界就想过来看看,然后秦战就把他带了过来,部长,苏队长,守卫说道,你们看,守护结界还在晃动,进去看看怎么回事,秦战说着就朝黑色光幕走去,苏七七随之跟上,进入黑色光幕, 秦战和苏七七一眼就看到,那只站在安全区外的狼妖,灭畜,为何违背规矩来到外围,又为何攻击守护结界,秦战沉声问道,这段时间,这里每天最多死亡十来只,今日却死了近百只,我来看看怎么回事,狼妖口吐人言,但他没有说实话,他前来看看,是因为感受到异兽死亡后,回收的能量少了,虽然没有少多少,但能量是异兽诞生的源泉,说是异兽的根基都不为过,哪怕少一点点,都是大事,猎魔猿建立这么多年,能量从未损失过,今日却损失了一些 此事让他感受到了一缕危机,这才不得不违背人类制定的规矩,过来看一看,秦战看了看周围,周围有不少异兽尸体,狼妖应该没有说谎,哼,秦战冷哼一声,他抬手朝前轻轻一拍,一个巨大的手掌印凭空浮现,继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拍在狼妖身上,直接将两米来高的狼妖拍倒在地,把你们圈养在这里,就是用来杀的,秦战沉声喝道,这次只是教训,再敢违背规矩,杀无赦,赶紧滚回去,狼妖没敢停 他从地上爬起,亮亮呛呛地朝森林内跑去,目送狼妖进入森林,秦战面露思索之色,猎魔园中,圈养了很多异兽,大规模试炼时,一天杀死上千只,都是常事,那时也没见狼妖违背规矩,今日只是死了近百只,狼妖就违背规矩,这其中怕是有原因啊,七七,我们出去,秦战招呼苏七七一声,脉步走向黑色光幕,苏七七随之跟上,离开猎魔园,秦战看向守卫问道,今日谁来过这里,回不长,今日只有一人来过,守卫解释道 那人戴着鸭蛇帽和口罩,没看到他的面容,他什么时候来的,离开了吗?秦战又问道,早上来的,不久前刚刚离开,守卫解释道,不长,那人离开后没多久,就有一兽攻击守护结界,秦战目光微微一闪,今日只有一人来过,那人刚刚离开,就有一兽攻击守护结界,如此看来,狼妖的异常,很可能和那人有关,那人穿什么样的衣服?苏七七突然问道,守卫想了想,把江太平的穿着给苏七七说了说,苏七七的翘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刚刚守 所谓说,那人戴着口罩和鸭蛇帽时,他就想到了江太平,这才随口问了一下,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那人的穿着和江太平一模一样,七七,怎么了?秦战问道,不长,那人好像是江太平,今早我见他时,就是如此穿着,苏七七说道,秦战不解道,江太平是谁,就是我邀请的那人,苏七七解释道,秦战顿时想了起来,他无语道,七七,那人是F级修行天赋,还是个普通人,连猎魔员都进不去,怎么可能在一天时间内,杀了那么多一星F级一兽,苏七七纠正道, 不长,他已经不是普通人了,今早我见他时,感受到他身上有气血波动,依照那气血波动来看,他应该刚刚踏入F级,他刚刚踏入F级,也不可能在一天时间内,斩杀那么多一星F级一兽,秦战说道,不长,其实我也不信,他能斩杀那么多一兽,苏七七顿了一下,话风陡然一转,道,但那人的穿着,确实和江太平一模一样,而且,江太平很猥琐不,应该说是低调,他也喜欢戴口罩,隐藏身份,不长,今日进入猎魔员的那人,是一星F级修为,守卫插, 他话道,秦战愣了愣,难道还真是江太平不成,但很快,他就否定了这个念头,江太平昨日还是普通人,若那人是江太平的话,就意味着江太平是第一次进入猎魔员,而第一次面对异兽,能不腿软,就很不错了,怎么可能斩杀那么多异兽,稍加思索,秦战问道,七七,你是不是今天被张骂嘲讽,咽不下那口气,就想将此事算在江太平头上,以此来挽回丢掉的面子,苏七七一阵愕然,你怎么这么会想呢,我都没想到这里,不长,不是的,苏七七断然否认, 七七啊,秦战愚重心长地说道,我知道你心里不服气,年轻人嘛,有点好胜心很正常,我也可以理解,但面子不是这么挽回的,苏七七有些抓狂,秦战这是认定了他有那种想法,他怕是跳进黄河也起不清了,但他真没有那种想法呀,不行,他得给江太平打个电话问问,以此来自郑清白,阿帖,刚刚回到家中的江太平,突然打了一个喷嚏,他揉了揉鼻子,嘟囔道,大晚上的,谁在想我,就在此时,他的手机响了起来,从口袋中掏出手机瞄了一眼,江太平皱了皱眉 一头,电话是苏七七打来的,这让他心头陡然浮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该不会又暴露了吧,稍加思索,江太平接通电话,紧跟着,手机中就传来苏七七的话语声,江太平,你在哪呢,江太平想了想,回复道,在家呢,哦,今天咱俩分开后不久,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就跑到你班里去找你,但没有找到你,之后才给你打的电话,你今天没上学吗?没有我想着,明日要参加猎魔堂考核,就回家准备准备,这样啊,对了,上午给你打电话时,你说有事,是什么事啊? 当时我肚子不舒服,急着去卫生间呢,你这会找我是有事吗?江太平转移话题,俗话说言多必失,他不能让苏七七一直问下去,苏七七一脸的不信,去卫生间又不影响打电话,至于那么着急挂断吗?还有,江太平可是有撒谎的前科,不抓住证据,这家伙是不会承认的,哦,是有点是猎魔堂这边登记资料,需要一张生活照,不用太正式就行,时间很紧,你赶紧拍一张照片发给我,好的,我这就发给你,挂断电话,江太平撇了撇嘴,时间很紧,你还跟我扯东扯西, 怕是又暴露了,我戴着鸭舌帽和口罩,守卫看不到我的脸,他们应该也不会注意我的眼睛,那就应该是依附了小娘皮,还想跟我玩心眼,这是班门弄斧啊,江太平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快速把上半身的衣服换了,然后坐在书桌旁,自拍了一张上半身的照片,发给苏七七,收到江太平发来的照片,苏七七的翘脸瞬间黑了,他找个借口让江太平发照片,还说时间很紧,就是不想给江太平考虑的时间,也不想给江太平换衣服的时间,结果江太平发来,照片上的穿着 和早上截然不同,七七,照片上的衣服不一样啊,秦湛说道,不长,那家伙很鸡贼的,他肯定是察觉到了什么,换了衣服,我再打电话,苏七七辩解了一句,又给江太平打电话,很快,电话就已接通,手机中也传来江太平的话语声,我发的照片可以吗?不行的话,我再拍一张,照片能用,苏七七应付一句,问道,你早上不是穿的这身衣服,怎么换了衣服?哦,我想着,明天要参加烈魔堂的考核,就洗了个澡,换了身衣服,苏七七恨得牙痒痒,你换 什么衣服?害得我都解释不清楚了,无法曲线救国,苏七七就直入主题,江太平,你今天去猎魔园了吗?没有啊,我一直在家待着,准备明日猎魔堂的考核呢?真的没有,真的没有,珍珠都没有这么珍,你有修为吗?我没测试过,不太清楚,但我的力量比寻常人要强上不少,应该有点吧?哦,别的没什么事,挂了,挂断电话,苏七七的翘脸更黑了,江太平换了衣服,回答又滴水不漏,当着情战的面,他又不好威胁江太平,而且,江太平又不在这里, 单是话语威胁,根本没什么杀伤力,七七,走吧,秦战抬手拍了拍苏七七的肩膀,迈不朝前走去,死江太平,臭江太平,自从遇到你,先是被误伤,又被张骂嘲讽,如今还被部长误会,你是扫把心转事吗?怎么遇到你后,这么倒霉?苏七七跟在秦战后面,心里不停地大骂江太平,阿帖,坐在书桌旁的江太平,又打了一个喷嚏,肯定是苏七七那小娘皮,在想我不对,应该是在骂我,江太平又揉了揉鼻子,毛子中浮现出一抹 思索,苏七七问他有没有去猎魔园,足以证实他去猎魔园之事暴露了,但他不明白的是苏七七怎么知道他去了猎魔园,又为何想尽办法揪着此事不放呢?对此,江太平百思不得其解,而想不通的他也懒得多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江太平打开仓库界面看了看,仓库中有210张低级抽奖卡,这是他今日一天的收获,想了想,江太平道,抽奖万界系统合成一张中级抽奖卡和两张高级抽奖卡,有了抽奖卡就得用,若是能得到一些好东西, 他的战斗力就可以大大增加,所以,江太平没有留着抽奖卡的想法,一张中级抽奖卡,两张高级抽奖卡已合成,消耗210张低级抽奖卡,抽奖万界系统,先用中级抽奖卡,抽一次奖热热身,江太平说道,开始抽奖,消耗一张中级抽奖卡,叮,恭喜宿主中奖,获得刺杀术歌侯,下一刻,江太平就察觉一股信息涌入他脑海,那是刺杀术歌侯的修炼之法,江太平很惊喜,他先用中级抽奖卡抽奖,就如他说的那样,是想热热身 根本没指望能中奖,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中奖了,不得不说,这是一个有些意外的惊喜,抽奖万界系统,刺杀术歌侯有什么作用?江太平问道,歌侯是刺杀术的一种,能增加出手速度,能提高割断敌人喉咙的几率,江太平眨了眨眼睛,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我也有5G了,江太平大笑一声,目光落在系统仓库中的两张高级抽奖卡上,高级抽奖卡中奖概率更大,得到好东西的概率也更大,这也是他第一次用高级抽奖卡抽奖,不知道能 能不能抽到好东西?若是能抽到的话,又会是什么好东西呢?呼!江太平深吸一口气,让他那有些紧张,又有些兴奋的心绪平静下来,然后到,抽奖万界系统,用高级抽奖卡两连抽,话音落下,江太平就在心里暗自祈祷,天灵灵,地灵灵,太上老君快显灵,一定要保佑我,抽到好东西啊?开始抽奖,消耗两张高级抽奖卡,叮!恭喜宿主中奖,获得蜘蛛侠的衣服,已放入仓库,可用意念提取,谢谢参与,江太平瞬间脸黑了,他没有特 书笔号,连小龙女的袜子都不稀罕,要什么蜘蛛侠的衣服?这特么也叫高级抽奖卡,一个垃圾,一个谢谢参与,这高级抽奖卡是假的吧?江太平忍不住破口大骂,只是抽奖结果已经尘埃落定,他再骂也没什么用,心神一动,取出蜘蛛侠的衣服,江太平随手就欲,丢入垃圾桶中,但下一刻他陡然一愣,他手中的衣服不是寻常衣服,而是蜘蛛侠的行头,这东西貌似有点用,江太平的双眸陡然变亮,他用板� 拍死一截图石,因为头发,额头等暴露在外,被苏七七认出,他进入猎魔园斩杀异兽,又因为穿着被苏七七怀疑,而蜘蛛侠的衣服可是全方位无死角的覆盖,若是穿上蜘蛛侠的衣服,他就没有任何破绽,那时谁还能认出他?所以蜘蛛侠的衣服不仅不是无用,而且还有大用,想到这里,江太平就想穿上蜘蛛侠的衣服试试,但很快他就无语了,正如他想的那样,蜘蛛侠的衣服是全方位无死角覆盖,没有 拉索,甚至连个洞都没有,完全就是一个整体,他如何穿?抽奖万戒系统,这玩意怎么穿?江太平问道,用意念即可,江太平抬手拍了拍额头,他怎么把这事给忘了?穿上,一道蜘蛛侠自江太平口中吐出,下一刻,他手中蜘蛛侠的衣服就凭空消失不见,在出现时已经穿在他身上,这是一秒穿衣呀不,连一秒都用不了,江太平扎了扎嘴巴,起身跑到镜子前照了照,他又活动了几下手脚,很贴身,也不影响做动作,更重要的是,再也不用担心身份暴露 哈哈哈哈,以后,我就是龙国的蜘蛛侠,江太平大笑不已,很是激动的他就学起了蜘蛛侠的动作,他抬起手臂对着房顶,大喝道,蛛丝,给我出来,嗖,一缕蛛丝自江太平手掌中暴射而出,继而粘在房顶上,江太平愣住了,他只是激动之下,学一下蜘蛛侠的动作,怎么还真有蛛丝射出,下一刻,江太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又抬手拍了拍额头,有些想当然了,蜘蛛侠的衣服和小龙女的袜子不同,这是蜘蛛侠的神器啊,以后 不能再想当然了,必须搞清楚再说,嗯,高级抽奖卡不是假的,还是很牛逼的,江太平心中很是庆幸,索性他没有扔了蜘蛛侠的衣服,否则以后知道蜘蛛侠衣服的作用,他就是后悔的拍大腿都完了,抽奖万界系统,蜘蛛侠的衣服有什么作用,江太平问道,喷射蛛丝,只要有蛛丝可以粘到的地方,就可以如履平地,畅通无阻,江太平点了点头,他询问抽奖万界系统是想确认一下蜘蛛侠的衣服还有没有其他作用,以免因为不知道而不知使用 现在看来蜘蛛侠的衣服也就这点作用,不过能隐藏身份,还能在高楼之间如履平地,这作用已经非常逆天了,瘦,又一道轻鹤声自江太平口中吐出,粘在房顶的蛛丝快速回收,然后消失不见,房间中太小,无法修炼,等夜深人进食,去外面修炼一下,这会可以修炼一下刺杀树歌喉,江太平自言自语,话音落下,他随手一番,存放在系统仓库中的匕首就在他手中凭空出现,刺杀树歌喉需要匕首配合,他从一届徒手中抢来 他的匕首正好派上了用场,站在原地回想了一下刺杀树歌喉的修炼之法,江太平就拿着匕首修炼起来,刺杀树歌喉的动作有八种,分别是攻步上刺,马步侧刺,闪身反刺,上步斜刺,转身后刺,上步侧刺,换刀下刺和半脚下刺,严格来说,刺杀树歌喉不止可以用来暗杀,也可以用来正面战斗,刚开始江太平的动作有些缓慢,也有些生疏,但伴随着他的不断练习,他的动作快速变得流畅迅捷,若是有人看到 这一幕,必定会震惊江太平的修炼速度,因为实在太快了,究其原因,正是因为江太平拥有S级剑胚修行天赋,让他在剑道上可以一律牵连,刺杀树歌喉用的是匕首,匕首是短剑的一种,说是剑并不为过,所以刺杀树歌喉也算是一种剑术,江太平拥有S级剑胚修行天赋,修行刺杀树歌喉速度很快,实属正常,花了一个多小时,江太平就已将刺杀树歌喉修炼至炉火纯青,如碧挥石净剑,修成了 我简直就是见到天才,不,不是简直,我就是见到天才,休息一会,就出去修炼,江太平一番臭美,他坐在床上休息了一会,就朝门外走去,走出地下室,江太平看了看周围,这回天色已经黑了下来,这里又是平民区,本就没什么夜生活,再加上世道混乱,周围一个人影都没有,这也正合他意,否则,有人在,他还如何修炼,小心起见,江太平又找了一个隐蔽的地方,这才换上蜘蛛侠的衣服,呼,江太平深吸一口气,就开始修炼, 他先从最简单的控制蛛丝开始,然后利用蛛丝在大树或者墙壁上行走,继而利用蛛丝粘在墙壁或大树上快速移动,最后是利用蛛丝在几棵大树或高楼之间快速跳远,一直修炼到深夜时分,江太平终于把蜘蛛侠衣服的各种作用修炼得有模有样,不会再出现撞墙或者从大树上掉落等乌龙事件,明日还要参加猎魔堂考核,今日又忙活了一整天时间,得回去休息了,江太平暗叹一声,强行压下心中继续修炼下去的念头 朝家中赶去,回到家中,江太平简单洗了个澡,累得半死的他躺在床上就睡着了,可能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缘故,他刚睡着就做了一个梦,他梦到他化身为蜘蛛狭狭的异界图和异兽屁滚妙流,还因此受到了众人崇拜,一跃成为春风得意的人生赢家,一夜无话,次日清晨,江太平在闹钟声中悠悠醒来,原来只是一个梦啊,想得有些美了,不过未必就无法实现,江太平感叹一声,起床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走出门外,朝久安一钟赶去 路上,江太平在路边的早餐摊上买了杯豆浆,买了点烧饼,边吃边朝学校走去,在江太平前方不远处,有两名中年人边走边低声聊着,江太平有注意到前方不远处的两名中年人,但路上遇到其他人很正常,再加上两人前进的方向和他一致,他就晃悠悠地跟在两人身后,在经过一个胡同时,前方不远处的两名中年人陡然停下,然后转身看向江太平,小子,你跟踪我们?一名中年人满脸阴狠地问道,江太平一阵愕然,我去学校上学? 你说我跟踪你们?不过下一刻,他就意识到了不对,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眼前这两名中年人绝非寻常人,甚至还不是什么好鸟,毕竟寻常人谁会担心自己被人跟踪呢? 想归想,江太平没有表露出来,他解释道,这位大叔,你误会了,这条路是我上学的必经之路,我是去上学的,没有跟踪你们。 中年人愣了一下,你在哪个学校上学? 久安一钟,江太平如实回答,中年人皱了皱眉头,这条路确实可以通往久安一钟。 难道是他多心了?别信他的话,另一名中年人冷声道,这小子身上有气血波动,依照那波动来看,应该是刚刚踏入一级。 他肯定是夜行人的人,就是退一步来说,他不是夜行人的人。 我们刚刚的问话,已经暴露了我们的身份,若是这小子将我们的身份说出去,我们就麻烦了,将太平目光微闪。 听这人的意思,他们是夜行人的人,否则何必担心,他是夜行人的人。 还有,中年人的话,让他陡然想起气血波动之事,然后他就凝神感受两名中年人身上的气血波动。 两人身上的气血波动他和差不多,想必也是刚刚踏入一级。 这小子留不得,做了他,最先说话的中年人,果断做出决定。 话音落下,两名中年人,就朝江太平冲来。 江太平心中很无语,他去学校,没招谁没惹谁,却遇到两名异节徒,还被认为跟踪他们,更要杀了他。 这特么不是无妄之灾吗? 无语归无语,江太平第一时间朝后跑去,这倒不是他不敢和两名异节徒战一战,而是这里时常有人路过,若是被人看到,他杀了异节徒的消息,就瞒不住了。 所以他要找一个无人的地方再动手,想跑?你跑得了吗? 中年人冷笑一声,对江太平紧追不舍。 江太平一边跑,一边看向周围,在看到前方一个小胡同时,他的双眸陡然变亮。 很快,江太平就来到小胡同前,然后转身进入胡同。 片刻后,两名异节徒也来到小胡同前,但紧跟着他们就陡然一愣,胡同中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 那小子肯定藏了起来,赶紧找。 中年人说着,就进入胡同中寻找。 另一名中年人随之进入胡同,在两人前进十来米时,穿着蜘蛛侠衣服的江太平从两人身后的房顶上一跃而下。 他借着粘在房顶上的蛛丝,朝后面的中年人快速荡去。 刚刚他进入胡同,确定胡同中无人后,就第一时间穿上蜘蛛侠的衣服,又借着蛛丝飞到房顶之上,然后藏身房顶等着两名异界徒进入胡同。 隔喉,一道轻贺声在江太平心头响起。 与此同时,一把匕首在他右手中凭空浮现。 他左手抓着蛛丝,右手反握匕首朝位于后面的中年人的脖梗斩去。 位于后面的中年人,注意力一直在前方。 哪想到江太平会从他身后冒出,而且还是在房顶之上,以至于他听到后方传来的风声时,已经晚了。 刺了,伴随着一道微弱的利刃入体声响起,江太平右手中的匕首自那名中年人脖梗后方一闪而过,直接斩断了那名中年人的脖梗,而中年人连一声痛呼都没来得及发出。 此时,前方的那名中年人也察觉到了动静,他第一时间回头看来,然后脸色就猛然大变。 你是谁?为何杀我兄弟? 中年人怒吼道,江太平没有说话,他大踏步朝中年人冲去。 见状,中年人略作犹豫,就赢了上来,江太平和中年人的修为不相上下,又是正面作战,想要斩杀中年人,绝非一事。 不过凭借炉火纯青的刺杀术,短短片刻时间,他就在中年人身上留下几道伤口,接连被江太平所伤,中年人怕了,他不敢再和江太平斗下去。 他猛然一跃,抓住房顶,然后手脚并用,很是狼狈地爬了上去,想跑。 江太平冷笑一声,他手脚并用在墙壁上攀爬,顷刻间就已爬上房顶,这一幕把中年人吓了一大跳。 这家伙是鼠鼻虎的吗?竟然能在墙壁上轻松攀爬,但这个时候他顾不得多想。 第一时间在房顶上疯狂逃窜。 So,一缕珠丝自江太平手掌中暴射而出,顷刻间就站在前方一座房屋的房顶之上。 紧跟着,江太平快速收回珠丝。 在珠丝的带动下,他朝中年人急速追去,短短片刻时间,江太平就追至中年人身后,隔喉又一道轻贺声在江太平心头响起,与此同时,他手握匕首,斩向中年人的脖梗,刺了,又一道微弱的利人入体声响起,江太平右手中的匕首自中年人脖梗后方一闪而过,直接斩断中年人的脖梗,然后中年人脚下一个裂剪,重重地砸在房顶之上,江太平随手一挥,一缕珠丝自他手掌抱射而出,缠绕在中年人的尸体之上,然后他又� 轻轻一甩,中年人的尸体就随之飞起,落在另外一名中年人尸体旁,下一刻,江太平就看到小胡同的入口处站着几道身影,我却被发现了,江太平惊叫一声,急忙借助蛛丝离开,然后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脱掉蜘蛛侠的衣服,大摇大摆地朝九安一中赶去,只是他还没走出多远,手机就响了起来,江太平掏出手机看了看,是苏七七打来的,随即就接通电话,紧跟着,手机中就传来苏七七的咆哮声,江太平,这会已经7点30分,你还参加� 烈魔堂的考核吗?江太平将手机自耳边挪开,苏七七的声音实在太大,震得他耳膜都生生发疼,有点是耽搁了,我马上就到,说完,江太平就挂断电话,朝九安一中跑去,电话那头,苏七七有些休闹,这混蛋又这么快挂他电话,死江太平,臭江太平,待会不给我个合理解释,看我不揍你,苏七七休闹到,此时,江太平也在骂苏七七,苏七七那小娘皮太过阴险,昨天差点就上当了,刚刚一截图说起气血波动,他陡然想起昨日他的修为, 已经晋升F级,苏七七必定有感应到,但昨晚苏七七却问他,有修为吗?这是挖个大坑,让他跳呢?所幸他没有否认,否则就跳进苏七七给他挖的大坑里了,抽奖万界系统,你能隐藏我的修为吗?江太平问道,可以,太好了,将我的修为隐藏到出入F级的样子,江太平惊喜道,已将修为隐藏到出入F级,呼,江太平长舒一口气,一日时间,修为从出入F级晋升到一级,此事说起来,着实有些吓人,还是不要让人知道为好,还有,苏七七可是怀疑, 一日他进了猎魔园,苏是让苏七七知道他的修为已经晋升到一级,必定会更加怀疑,而现在他将修为隐藏到出入F级,就无需担心这些事了,花了一两分钟时间,江太平赶到了久安一中,但他却没有看到苏七七的身影,就在此时,一道叫喊声在旁边响起,江太平,这里,江太平寻声望去,只见苏七七坐在一辆红色的法拉利488中,正在朝他挥手,我去,这小娘皮竟然开着法拉利,挺有钱啊,江太平暗叹一声,快步跑到法拉利前,然后,坐进副驾 哼,哼,法拉利发出几道轰鸣声,就弹射离开,喂,你刚刚说,有点是耽搁了,是什么事,苏七七问道,来的路上,我看到很多人围在一起,就看了会热闹,江太平撒了个小谎,苏七七有些脸飞,什么热闹,都让你忘了约定的事件,有两具尸体,周围的人,说是一界图,江太平解释道,苏七七陡然一愣,他严肃道,你确定是一界图的尸体,江太平摇了摇头,我不确定,周围的人是这么说的,苏七七想了想,又问道,你有看到,是谁� 杀了那两人吗?江太平又摇了摇头,没有我去的时候,那两人已经死了,苏七七没再多问,他拿出手机打电话,带着电话接通,他说道,堂主,我同学说,上学的路上看到两具尸体,周围的人都说是一界图,我这回有点是不能过去,你能派人去看看吗?哦,已经派人去了,还真是一界图啊,好的,堂主再见,挂断电话,苏七七没再追究江太平迟到之事,他说道,喂,我提醒你一下,你那修行天赋去参加烈魔堂考核,怕是会被嘲讽,你这会后悔, 还来得及,嘲讽就嘲讽呗,又长不到身上,江太平不以为意道,苏七七没再劝说,江太平都如此说了,他还能说什么,你家是做什么的,竟然给你买了一辆法拉利,江太平好奇道,这不是我家给我买的,是我自己买的,苏七七纠正道,自己买的,江太平有些诧异,你小小年纪,你来那么多钱,加入烈魔堂后赚的呗,苏七七解释道,文言,江太平的双眸陡然变亮,加入烈魔堂竟然能赚到这么多钱,他一定要加入烈魔堂,谁都不能阻止他不为别的,就为加入烈魔 烈魔堂前途光明啊,烈魔堂,我家定了,江太平说道,苏七七撇了撇嘴,你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买来的信心,但江太平是受他邀请参加烈魔堂考核的,他就没有开口打击江太平那盲目的自信,江太平也没再多说什么,靠在座椅上闭目养神,不过他不是真的闭目养神,而是在盘点斩杀两名一截图的收获,他的气血原本是101卡,这会变成了123卡,这就意味着他斩杀两名一截图,吸收了22卡气血,平均一名一截� 吸收11卡气血,对此,江太平有些不解,据苏七七所说,他用板砖拍死的那名一截图是一级修为,那一次他吸收了17卡气血,而这次他斩杀的两名一截图也是一级修为,为何只吸收了11卡气血?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100卡气血能称为一级,999卡气血也能称为一级,应该是他用板砖拍死的那名一截图气血更高一些,所以,吸收的就多一些,还是杀一截图来得快啊,不像杀一兽,杀一只,吸收一卡气血,江太平感叹一声, 又打开系统仓库,仓库中存放着101张抽奖卡,这是他斩杀两名一截图所得,抽奖万戒系统,合成一张高级抽奖卡,然后抽奖,江太平在心里说道,剩余的一张低级抽奖卡,被江太平直接无视了,低级抽奖卡中奖概率太小,得到好东西的几率更小,还是留着合成中级抽奖卡,或者高级抽奖卡吧,一张高级抽奖卡以合成,消耗100张低级抽奖卡,开始抽奖,消耗一张高级抽奖卡,叮,恭喜宿主中奖,获得玉剑术,一股信 信息涌入江太平脑海,这股信息是玉剑术的修炼之法,江太平很惊喜,他只是想着有了抽奖卡就用,没指望能中将,毕竟昨晚他用高级抽奖卡,抽到了蜘蛛侠的衣服,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又中将了,抽奖万戒系统,玉剑术有什么作用?江太平问道,玉剑术可以玉剑飞行,还可以隔空控制长剑发起进攻,江太平更惊喜了,这玉剑术听起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江太平很想立即修炼玉剑术,但苏七七就在旁边坐着 他又坐在车里,根本无法修炼,无奈之下,他只能在脑海中凭想象不断演练玉剑术,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夜行人久安分布中正有人等着羞辱他呢?夜行人久安分布,一楼大厅中旁边的座椅上坐着一男一女两道身影,女的是张漫儿,男的是张漫儿的堂弟张展飞,展飞,我看过所有参加猎魔堂考核之人的资料,张漫儿低声道,那些人大多都是普通人,只有几人和你一样是F级修行者,但只有你是A级修行天赋,一定要好好表现,给我张张脸,姐,你放心吧, 张展飞拍着胸脯保证道,展飞,千万别大意,张漫儿提醒道,为了让你在考核前成为修行者,我可是花费了不小代价,你能不能在这次考核中展露头角,也关乎着我能否成为猎魔堂大队长,姐,我不会大意的,张展飞又拍着胸脯保证道,张漫儿点了点头,又道,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最大的竞争对手是猎魔九队队长苏七七,他邀请的人是F级修行天赋,待会看我眼色行事,好好羞辱一下他们,最好让苏七七邀请的那家伙退出考核,狠� 打苏七七一个耳光,明白,姐,张展飞音效不已,羞辱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还不是手到擒来之事,张漫儿没再多说什么,他坐在座椅上静静等着苏七七出现,片刻后,他双眸陡然变亮,低声道,展飞,苏七七来了,话音落下,张漫儿就起身朝电梯走去,装出一副刚刚赶来的模样,张展飞随之起身跟上,不过张漫儿还没走出多远,就回头看向身后,他惊讶道,苏队长,好巧啊,咱俩又遇到了,苏七七翻了翻白眼,什么好巧, 他用脚趾头想想都知道张漫儿是特意等着他,张队长,让你久等了,苏七七讥讽道,江太平眨了眨眼睛,火药味很浓啊,进入大厅时,他又看到张漫儿从旁边的座椅上站起,那时他还没有多想,但张漫儿的一句好巧让他瞬间明白了什么,而苏七七说久等了,显然也知道张漫儿在等着他,被苏七七拆穿,张漫儿也不介意,他看了看江太平,又道,苏队长,他就是你邀请的F级修行天赋的那人吧,张漫儿把F级修行天赋咬得很重,声音 还很大,瞬间就吸引了大厅中众人的注意,他们不约而同看来,然后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古怪,苏七七和张漫儿的针锋相对,他们多少都有所耳闻,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苏七七可是夜行人久安分不出了名的天才,甚至在整个夜行人都排得上号,却找了一个F级修行天赋之人,还让他来参加烈魔堂的考核,苏七七的俏脸有些发黑,张漫儿绝对是故意的,只是张漫儿所说就是事实,他想反驳都无法反驳,这让他心里很是憋屈,张漫儿心里则很 很爽很爽,平日里他和苏七七的争锋总是落入下风,今日终于占据了上风,他又道,苏队长,你知道的,F级修行天赋不可能通过烈魔堂考核,他来参加烈魔堂考核也是白费功夫,还是让他回去吧,能不能通过烈魔堂考核,是我和他的事,关你什么事,苏七七黑着脸道,是不关我的事,我只是好心建议一下罢了,张漫儿笑了笑,然后冲站在旁边的张展,飞眨了眨眼睛,收到张漫儿的信号,张展飞看向江太平,道,小子,我是A级修行天赋,通过 烈魔堂考核就是板上钉钉之事,你那鸡肋的F级修行天赋,还是回去洗洗睡吧,文言,大厅中的众人都面露震惊之色,张漫儿竟然找了一个A级修行天赋之人,感受到众人的震惊,张漫儿心中很是得意,但表面上却没露丝毫,江太平有些无语,这是踩着他炫耀呢,也是拿他来打苏七七脸呢,不过他没有和张展飞争辩,他腼腆道,我只是来长点见识,苏七七一阵愕然,是谁给他说一定能通过烈魔堂考核的,怎么这会这么 你那盲目的自信呢,还有,你就是怂也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真的很丢然,长点见识也好展飞,我们走吧,张漫儿笑了笑,转身朝电梯口走去,张展飞随之跟上,该羞辱的已经羞辱,该装的B也已经装了,做人得见好就收,不能揪着不放,要知道,苏七七可是暴脾气,若是激怒了苏七七,在这里大打出手就不好了,目送张漫儿和张展飞进入电梯,苏七七黑着脸低声道,你那盲目的自信呢,我说,我能通过烈魔堂考核,他们会信吗? 江太平反问道,苏七七想了想,道,不会,那不就得了,江太平说道,明知他们不信,何必和他们多费口舌,再说,我能不能通过烈魔堂考核,可不是他们说了算,你不觉得,等我通过考核后,再反击回去,会更好吗?苏七七时间有些语色,江太平所说,很有道理,但前提是,江太平能通过考核,而江太平只有F级修行天赋,他邀请江太平参加考核,也是被逼无奈之举,根本没指望江太平能通过考核,那女人是你的竞争对手?江太平问道,是, 苏七七下意识回答,明白了,江太平点了点头,漆黑的眼眸中浮现出一抹锐利,不管怎么说,他都是苏七七的人不对,是苏七七找来的人,张曼想拿他打苏七七的脸,张展飞想拿他衬托自身的优秀,他可是不会答应的,苏七七撇了撇嘴,你明白了,有什么用,还不是只能给他丢人,不过他没有埋怨江太平,毕竟是他邀请江太平参加烈魔堂考核的,走吧,苏七七叹了一口气,朝电梯走去,自己挖的坑, 要自己甜,自己种下的苦果,也得自己吃啊,江太平随之跟上,两人进入电梯,朝十八楼赶去,来到十八楼,江太平就看到,大厅中站着不少人,这些人中一部分是参加烈魔堂考核的,一部分是烈魔堂的成员,看到苏七七和江太平出现,不少烈魔堂成员都面露古怪之色,他们都有听说,苏七七找了一个F级修行天赋之人,还让其参加烈魔堂考核之事,不过他们和张曼不同,都没有出言,嘲讽苏七七,张曼也没再说些什么,就在此时,秦战带着一群人走了 过来,部长,堂主,烈魔堂的成员,纷纷和秦战等人打着招呼,秦战等人点了点头,算是给烈魔堂成员的回应,刷,秦战随手一挥,一块幽黑令牌自他手中暴射而出,然后悬浮在空中,下一刻,幽黑令牌光芒大涨,继而化为一面巨大的幽黑光幕,考核开始,所有参加烤合之人,立即踏入黑色光幕,秦战开口道,江太平等参加烤合之人,一阵愕然,这么直接,都不说些什么吗?还磨蹭什么呢?秦战沉声喝道,想要� 参加烤合之人,尽快行动,两分钟内没有踏入黑色光幕,视为自动放弃考核资格,张展飞第一个朝黑色光幕走去,江太平等参加烤合之人也没再耽搁,纷纷朝黑色光幕涌去,目送所有人踏入黑色光幕,秦战掐了一个手印打在黑色光幕上,紧跟着,黑色光幕上就出现一幅幅画面,每幅画面上都有一道身影,这些身影正是江太平等参加烤合之人,大家都坐吧,秦战招呼众人一声,走到旁边的座椅前坐下,苏七七,张曼等人随之坐下,而张� 特意坐在了苏七七旁边,苏七七很清楚,张曼坐在他旁边的原因,这是等着嘲讽他呢,而他本想换个座位,但他想了想,又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张曼想嘲讽他,他坐在哪里都无用,苏队长,张曼坏笑道,第一关考验的是胆量,你找的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好像很耽,你说他看到异兽会不会被吓妙啊,你该担心的是你找的那人,苏七七直接对了回去,说不定他就是一个绣花枕头,忠看不忠用,秦战等人面面相去,考核才刚刚开始,这就刚上了,不过想想 也是,张曼在和苏七七的争锋中从未占据过上风,如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找回场子的机会,怎么能不好好把握呢?是的,这一次他们都不看好苏七七,毕竟A级和F级相差,实在有些大,那就拭目以待了,张曼笑了笑,又道,苏队长,你找的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连进入预备队的资格都没有,更别说直接成为猎魔堂的一员,你说,你怎么就让他来参加考核呢?苏七七的翘脸有些发黑,张曼一口一个F级修行天赋,绝对是故意的,但此事就是事 而他也不认为江太平有进入预备队的资格,以至于想对回去都无法对,猎魔堂的考核是平分制,秦战等夜行人高层会根据参加考核之人的表现打分,综合分数优秀之人直接加入猎魔堂,成为猎魔堂的一员,综合分数及格之人进入猎魔堂预备队,经过一段时间训练后再次参加考核,通过之人成为猎魔堂的一员,没有通过之人则淘汰出局,综合分数不及格之人直接淘汰出局,看到苏七七不说话,张曼很是得意,不过该说的 都说了,他就没有再说什么,当然,只是现在不说罢了,等有机会时,他还是会说的,没有热闹可看,秦战等人的注意力就转移到黑色光幕上的画面上,此时,江太平,张展飞等参加考核之人证沿着一条小路朝前走去,一路前进,走了大概数十米,一个一米来高的圆形高台挡住了江太平,张展飞等人的去路,圆形高台上握着一只虎头,熊身,狼爪,长着一对翅膀的四不像怪物,看到四不像怪物,江太平双眸陡然变亮,他不知道这只四不像怪物是什么,他不知道这只四不像怪物 是什么玩意,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四不像怪物肯定是翼兽,而翼兽对他来说可是惊艳宝宝,也是抽奖卡的提取机,杀,江太平纵身一跃,跳上高台,骑坐在四不像怪物身上,然后抡起双拳,就左右开弓,几拳过后,四不像怪物轰然爆裂,化为点点星光消失不见,什么情况,江太平有些忙,昨日他进入猎魔园,可是杀了近百只翼兽,而那些翼兽被他杀死后,都有尸体留下,这只四不像怪物怎么消失不见了,还有,抽奖万界系统也没有提示他, 杀死敌人,获得抽奖卡,疑惑不解的江太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他想看看他的气血有没有变化,果然没有变化,还是123卡,江太平皱了皱眉头,刚刚他也没有感受到吸收气血引发的暖意,这只四不像怪物恐怕不是真的,江太平叹了一口气,虽然这只是他的猜测,但他很肯定事实就是这样,否则如何解释四不像怪物消失不见,他没有吸收到气血,没有得到抽奖卡,感叹过后,江太平就起身朝高台对面走去,在高台对面有一条小路通向, 向前方,此时,秦湛等坐在18楼大厅中的众人面面相觑,刚刚张曼嘲讽苏七七,说,江太平看到异兽会不会被吓尿时,虽然他们不觉得会发生这样令人难堪的事,但他们相信江太平肯定会有所恐惧,然而让他们没想到的是,江太平看见异兽,连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直接就撸袖子上了,苏七七则是个例外,江太平是普通人时都敢拿着板砖拍死一截图,这种人会没有胆量吗?而且他很怀疑,昨日在猎魔园杀了近百只异兽之人,就是江太平,这也是 他毫不犹豫对张曼的一个原因,好,一道叫好声自苏七七口中吐出,然后他满脸挑衅地看着张曼,这女人说江太平看到异兽会被吓尿,如今江太平干脆利落地捶死异兽,无疑是狠狠抽了张曼一耳光,也狠狠给他仗了脸面,张曼的脸色有些难看,他质疑道,苏队长,你是不是给他说过考核内容?张队长,且不说我没有给他说过考核内容,就是给他说过,你觉得只是说说就能让他干脆利落地捶死异兽吗?苏七七反问道,张曼有些� 不错,只是说说不可能做到江太平这样干脆利落,毕竟实战和纸上谈兵是两码事,哼,不知道如何反驳的张曼冷横道,展飞不会比他差的,是吗?苏七七回头看向黑色光幕,寻找着张展飞的身影,在此之前,他的注意力一直放在江太平身上,没有留意其他人的表现,待得找到张展飞,苏七七的俏脸上顿时浮现出一抹古怪,张队长,这就是你说的不会比江太平差,苏七七差一道,张曼面色陡然一致,如同苏七七一样,他的注意力也放在江太平身上。 不过,他注意江太平是为了寻找机会,嘲讽苏七七,再个,他曾给张展飞说过考核内容,对张展飞的表现很有信心,但听苏七七这意思,张展飞的表现好像不太好啊,刷!张曼猛然回头看向黑色光幕,然后脸色就黑了下来,只见画面中的张展飞已经来到高台下,但却站在高台下不动,而且可以清楚看到张展飞脸颊上有着一抹恐惧,甚至就连他的身体还在微微颤抖着,还真是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啊!苏七七哈哈大笑,张曼黑着脸, 不说话,刚刚他调侃苏七七,说江太平看到异兽会不会被吓尿,结果江太平看到异兽直接撸袖子上了,张展飞却被异兽吓得不敢动弹,此事真的有些打脸啊,真特么废物,张曼在心里破口大骂,不过,他骂的不是江太平,而是张展飞。江太平已经通过第一关,打分吧,秦战开口道,这一关考验的是胆量,与其他因素无关,莫要因为其他因素有所偏颇,该打多少分,就打多少分,规矩和以前一样,满分十分。是,不找。 叶行人久安分部的几名高层应了一声,就纷纷给出满分十分,对此,苏七七毫不意外,第一关考核的是胆量,敢对异兽出手,可以给八分几以上,没有对异兽出手,但敢从异兽身边走过,可以给六分几以上,不敢登上高台,则给六分一下,江太平干脆利落地垂死异兽,不给十分都说不过去。此时,张展飞终于动了,他颤抖着腿,走上高台,哆嗦着双臂,开始攻击异兽,这一幕让秦战等人微微点了点头,第一次面对异兽有所恐惧,实 实属正常,他们也可以理解,而张展飞敢对异兽出手,还是有些胆量的,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张曼详细给张展飞说过考核内容,更给张展飞说过,第一关的异兽不会还手,只要登上高台出手攻击,就可以轻松打死异兽,但即使这样,张展飞还是被异兽吓得不轻,登上高台也是哆哆嗦嗦,张曼长松一口气,张展飞的表现虽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好,但最终还是克服了心理的恐惧,否则,他就丢人丢大发了,很快,张展飞就捶死了四不像怪物, 这倒不是他的攻击力很强,而是只要敢出手,就可以轻松打爆四不像怪物,这一幕让张曼的脸色稍稍好看了一些,虽然张展飞没有将太平那么干脆利落,但却是第二个捶暴异兽的,说起来也不算太过丢人,打分吧,情战说道,夜行人久安分部的几名高层纷纷打分,他们给出了清一色的八分,对此张曼也不意外,张展飞有着明显的恐惧,又耽搁了一些时间,即使捶暴了异兽,也就能得八分,唉,我还以为多优秀呢,也就得了一个基础分,苏七七感� 看到,张曼不知道如何反驳,他冷哼道,苏队长,你别高兴得太早,这才第一关呢,下一关,展飞的表现肯定很优秀,但你找的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就难说了,是吗,那就拭目以待吧,苏七七对江太平在第二关的表现也没有多少信心,但这会显然不能怂,不过也不能嚣张,否则江太平在第二关的表现不好,就打脸了,哼,张曼冷哼一声,没再多言,苏七七也没再多说什么,他的目光转移到黑色光幕上,接下来,剩余的参加考核之人中,陆陆续续,有人走上 高台,那些人有的颤抖着双腿从四步向怪物身边走过,有的哆嗦着双臂攻击四步向怪物,还有一些人依然待在高台下,他们有的被吓得站在原地不敢动弹,有的被吓得一屁股蹲坐在地,更有胆小之人被吓得屁滚妙流,哭爹喊娘的朝来时的路退去,俗话说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这些人的表现更加衬托了江太平的勇猛,江太平不知道张展飞的表现如何,也不知道他的表现让苏七七找回了一些场子,这会他正沿着小路朝前走去,大概往前走了上百米,江太平来 到一个直径约有百米的广场上,江太平看了看周围,广场上空无一物,不过在他正对面的广场边缘有一条小路继续往前延伸而去,稍加思索,江太平踏入广场,满脸戒备地朝对面的小路走去,他不知道猎魔堂的考核是什么,但之前走出小路时有一兽拦路,想必他脚下的这座广场也是考核地点之一,只不过考核还没出现罢了,所以还是小心一些为好,在他走到广场最中央时,一柄长剑在正前方广场边缘处凭空浮现,继而朝他报射而来, 那速度大概有十米每秒,还真是考核之地,江太平目光微微一闪,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思索,他在考虑是躲闪,还是反击,看到江太平开始第二关考核,苏七七的心瞬间悬了起来,他紧紧盯着江太平,心里暗自祈祷,江太平,你一定要给点力啊,张曼也眼睛眨也不眨地盯着江太平,第一关考核江太平大出风头,让苏七七很是得意,也让他丢了不小的颜面,他要盯着江太平的表现,然后寻找机会,找回场子,广场直径百米,江太平站在广场最中 距离广场边缘50米,长剑以10米每秒的速度暴射而来,到达江太平身边只需5秒时间,5秒时间是很短暂的,很快,长剑就出现在江太平身前不远处,而此时,江太平依然站在原地不动,这一幕让张曼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灿烂的笑意,长剑已经击近江太平身边,而江太平还没做出反应,这一剑,江太平躲不过去了,苏队长,你找的那个S级修行天赋的家伙,好像被吓傻了哦,张曼应笑道,苏七七眉头紧锁,长剑暴射而来, 江太平又面对长剑,却站在原地不动,好像真是被吓傻了,秦战等坐在大厅中的人都微不可插地摇了摇头,江太平在第一关考核中表现得很是突出,让他们对江太平在第二关考核中的表现都有些期待,但结果却让他们大失所望,光有胆量有什么用,顶多就是一个莽夫,张曼大笑道,苏队长,你找的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在第二关恐怕一分都得不了,他怕是要打破历史,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在第二关考核中得零分的人,苏七七没有搭理张曼,这倒不是他不知道反驳, 而是他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片刻后,他恍然大悟,部长,雷炳剑好像停下了,秦战等人军事一乐,长剑停下了,怎么会停下呢,但下一刻他们就意识到不对,雷炳长剑期近江太平身边已经有些时间,而这些时间足够长剑刺中江太平,但长剑却依然停留在江太平身边,真是停下了,秦战差一倒,在座的众人又一次面面相去,那长剑确实停下了,而且还悬浮在江太平身前,谁谁能告诉我这是怎么回事,有人忍不住问道,只是没人回答, 因为在此之前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回事,苏七七同样不知道怎么回事,但这不妨碍他嘲讽回去,他咯咯笑道,泽泽,有史以来,还从未有人能在第二关考核中让长剑停下,江太平还真是创造了历史,张曼脸颊上的笑意陡然凝固,虽然苏七七没有名言嘲讽他,但苏七七却借用了他刚刚说过的话,只不过创造的历史不同罢了,苏七七这是用他的话来打他的脸呢,这肯定是个巧合,张曼辩解道, 也许吧,苏七七笑道,但巧合也是本事,你要是不服气,你也给我弄个巧合看看,张曼一时间有些哑口无言,就在此时,第二柄长剑在广场边缘出现,朝江太平暴湿而来,这一次长剑的速度快了不少,足有20米每秒,看到这一幕,张曼双眸陡然变亮,他知道如何辩解了,苏队长,这一关考核可不止一柄长剑,而是足足十九柄, 我倒看看,你找的那个S级修行天赋的家伙,能不能让所有长剑全部停下,张曼冷声道,这一柄长剑,好像也停下咯,苏七七紧跟着开口,张曼面色陡然一致,他第一时间回头看向黑色光幕,然后就发现,暴射而来的第二柄长剑,也停在江太平身前,确切地说是,悬浮在江太平身前,秦战等坐在大厅中的人都有些猛逼,如果说第一柄长剑停下是巧合的话,那第二柄长剑停下再说,巧合就有些不妥了,七七,那小子能控制长剑?秦战问道, 部长,我不知道,我对他不是很了解,苏七七摇了摇头,部长,应该不是,张曼紧跟着开口,我还没听说有谁能控制长剑,更何况那小子只有F级修行天赋,怎么能做到控制长剑这种令人匪夷所思之事?秦战皱了皱眉头,他也没听说有人能控制长剑,但两柄长剑接连停在江太平面前,除了控制长剑这个解释外,实在找不到第二种解释,此时,第三柄长剑出现,速度比第二柄长剑又快了很多,足有30米每秒,在秦战等人满是猛逼的目光, 第三柄长剑又在江太平身前停下,接下来,速度更快的第四柄,第五柄长剑也在江太平身前停下,第五柄长剑的速度已经达到了50米每秒,第五柄长剑过后,再出现的长剑已经不是一柄,而是两柄,三柄,四柄和五柄,每一柄长剑的速度都达到了50米每秒,如此速度,只需一秒时间就可以到达江太平身边,而且还是从不同方向暴视而来,但不管是两柄,三柄,还是四柄,五柄,这些长剑均在江太平身前停下,秦战等坐在 大厅中的众人已经彻底陷入猛逼之中,苏七七张大了嘴巴,翘脸上满是震惊,张卖则脸色黑得要死,刚刚他说,长剑停在江太平身前是巧合,还说要看看江太平能不能让所有长剑全部停下,结果所有长剑都在江太平身前停下,此事真的有些打脸啊,此刻,大厅中所有人脑海中都有着同一个疑问,这是怎么回事,广场上,江太平的脸颊上,满是兴奋,在第一柄长剑出现时,他下意识就想闪躲,但想到御剑术可以隔空控制长剑后,他就尝试用 御剑术控制长剑,然后他尝试了几次,终于在长剑即将刺重他时,成功控制了长剑,而有了成功的经验,控制第二柄长剑就容易了一些,之后伴随着长剑的接连暴射而来和他的不断尝试,他对御剑术的掌握也愈发熟练,到最后,五柄长剑从不同角度同时暴射而来,他依然可以轻松控制,当然,他能快速掌握御剑术,和他拥有S级剑胚修行天赋有着脱不开的关系,夜行人真是好人啊,我正愁着没有机会修� 然后他就向上门来,江泰平抬手摸了摸鼻子,然后抬手打了一个响指,下一刻,悬浮在江泰平身边的长剑就围绕江泰平旋转起来,那模样看起来就好像是无数长剑围绕着江泰平跳舞一般,这一幕让已经彻底陷入猛逼中的勤战等人更加猛逼,如果说长剑悬浮在江泰平面前还无法证明江泰平能控制长剑的话,那长剑围绕着江泰平旋转就足以证明江泰平能控制长剑,但他们不明白的是江泰平是如何做到的,苏七七率先从猛� 中反应过来,他惊讶道,哎呀,江泰平真的让所有长剑都停下了,而且,那些长剑还在围绕着江泰平旋转飞行,听到苏七七的话语声,秦湛等人顿时从猛逼中回过神来,然后他们不约而同看向张漫,他们又不傻,岂能不知道苏七七这话是说给张漫听的,张漫的脸色青红交加,他又一次被啪啪打脸了,就在此时,围绕着江泰平飞行的长剑突然纷纷掉落在地,你们快看,围绕那小子飞行的长剑落地了,一道惊呼声在大厅中响起, 秦湛等人纷纷回头望去,然后就看到落在地上的诸多长剑,他控制不住了,张漫大笑道,苏七七有些无语,他讥讽道,张队长,你是不是傻,我怎么傻了,张漫下意识反问,第二关考验的是能不能躲过长剑,苏七七解释道,那些长剑虽然落在地上,但却没有伤到江泰平一丝一喉,这就意味着他完美通过第二关考核,你说,你有什么好开心呢,张漫面色陡然一致,他只顾着开心江泰平无法再控制长剑,却忽略了第二关考核的内容,说起来, 确实有些傻啊,七七,那些长剑飞得好好的,怎么突然掉落在地,擒战问道,部长,我不知道,苏七七摇了摇头,只是他这话说的却有些言不由衷,刚刚他清楚看到江泰平很是猥琐的,朝周围看了看,再加上江泰平的低调,他很怀疑江泰平是不想让其他人知道他能控制长剑,这才放开对长剑的控制,虽然这只是他的猜测,但他很肯定他的猜测是对的,而他本想说出他的猜测,但想到江泰平给他仗了脸面,就决定帮江泰平隐藏一下,事实也如苏 如七七想的那样,江泰平玩得正开心,却突然想起这回正在考核,虽然周围空无一人,但难保秦战等人无法看到这里的情景,想到这里,他就立即停止施展御剑术,只是他不知道的,此事已经晚了,秦战没再多问,他回头看了看黑色光幕,在看到江泰平走向广场对面小路后,就说道,江泰平已经通过第二管考核,大家都打分吧,这一次,夜行人久安分部的几名高层都没有立即打分,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军事一脸纠结,那模样显然是不知道该如何打分, 部长,这分怎么打,一名中年人问道,他叫曹珊,是夜行人久安分部,猎魔堂堂主,老曹,该怎么打分,就怎么打分呗,秦战说道,部长,我不知道怎么打分啊,曹珊苦笑道,第二管考核,只在考验参加考核之人的反应速度,打分规则是看躲过了几柄长剑,像江泰平这种控制长剑的情况,从未出现过,文言,秦战恍然大悟,然后他也纠结了,依据猎魔堂的考核规则,没躲过两柄长剑,可以得一分,躲过全部十九柄长剑,可以得满分, 虽说没有一柄长剑刺中江泰平,但江泰平是控制长剑,却不是躲过长剑,部长,那小子是控制长剑,不是躲过长剑,违反了第二管考核的初衷,说起来他连一柄长剑都没有躲过,我觉得一分都不能给,张曼说道,部长,我认为要给满分,苏七七紧跟着开口,江泰平是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闪躲长剑,但他控制了长剑,没有一柄长剑能伤到他,这和躲过的结果没有任何区别,躲过和控制能一样吗?张曼反驳道,闪躲能看出反应速度, 控制却看不出反应速度,谁说看不出了,苏七七据理力争,控制长剑也是需要反应的,若是反应速度慢,他能控制所有长剑吗?而他能控制所有长剑,足以看出他的反应速度很是敏捷,张曼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毕竟苏七七所说很有道理,他想了想,又到在猎魔堂考核的历史上,所有人都是用闪躲来应对,从未出现过用控制来应对,他的应对之法不对,我不认同你的看法,苏七七反驳道,从未出现是因为没人能像江泰平那样控制长剑, 他们只能闪躲,而且控制比闪躲来得更加快捷方便,他能轻松控制,为何要费事闪躲?如果这点你无法理解,那我就给你说一些你能理解的事,就拿买东西付款来说,以前我们都是用现金付款,但现在我们用扫码付款,而扫码付款在此之前也没有,你能说扫码付款不对吗?张曼又一次被苏七七对得哑口无言,因为他也在用扫码付款,从现金付款到扫码付款, 这是社会的进步,也是技术的革新,苏七七继续道,江泰平用控制应对第二关考核,而不是用闪躲应对第二关考核,道理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能因为他从未出现,就否认他,而是应该接受他,秦战,曹山等人都点了点头,苏七七所说很有道理,张曼也觉得苏七七所说很有道理,但这会显然不能赞同苏七七的说法,否则岂不是赞同给江泰平打高分,而他还想反驳,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我觉得,七七所说很有道理,秦战开口道,我给江泰平打十分,大家也开始打分吧,曹山等夜行人久安分部的几名高层,没有任何犹豫,纷纷给出十分,秦战给江泰平打了十分,他们若是给的分数低,岂不是在质疑秦战,不过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江泰平完美通过第二关考核,给十分就是应该之事,对于这个结果,张曼心中有些不爽,但秦战等人都已打分,结果也已尘埃落定,不是他反对就可以改变的,而且,他若是反对,还会引起秦战等人的不满,苏七七的 翘脸上则满是笑意,然后他满脸挑衅地看着张曼,这一次张曼没有说张展飞不比江泰平差的话,这倒不是他吸取了被打脸的教训,而是他对张展飞在第二关考核中得满分,没有多少信心,事实也如张曼想的那样,张展飞很是狼狈地躲过了十七柄长剑,却被第十八柄和第十九柄长剑刺中,这也使得张展飞没能得到满分,只得到了八分,张队长,你不是说,你找的那人在第二关的表现肯定很优秀吗?你不是还说,江泰平在第二关的表现难说吗?苏七七 坏笑道,但江泰平得了十分,你找的那人却只得了八分哦,张曼的嘴角急剧抽出了几下,八分已经是优秀了,但和江泰平的满分相比,八分却又不算什么,苏队长,你别得意,张曼黑着脸道,还有最后一关呢,谁赢谁输还不一定,那就拭目以待吧,苏七七笑了笑,调侃道,张队长,这次,你竟然没有把话说得太满,看来接连被打了两次脸,让你长了点记性啊,张曼脸颊一红,因为苏七七说得一点都不错,还有,江泰平那家伙实在太过邪门 明明是F级修行天赋,却接连领先A级修行天赋的张展飞,这让她对张展飞的信心有所动摇,不敢再把话说得太满,苏七七没有再理会张曼,她回头看向黑色光幕,美眸中有着一抹担忧,第三关考核的是心性和实力,她对江泰平的实力倒是不怎么担心,依据考核规则,只要敢出手就可以得到及格分,若是能和敌人周旋一会就可以得到优秀分,所以江泰平的实力如何,对分数的影响并不是很大,但她有些担心江泰平的心性,要知道,江泰平可是 那种不见兔子不撒鹰的人,就拿邀请江泰平加入猎魔堂之事来说,给江泰平讲民族大义根本没用,得有实际好处才行,她有些担心江泰平会做出不太妥当的举动,至于江泰平用板砖拍死一截图,那一次江泰平可是抢了一截图的包袱和匕首,不过,她也就是有些担心罢了,因为江泰平的表现已经大大超出了她的预期,在此之前,她对江泰平能加入猎魔堂预备队都没什么信心,但现在江泰平已经得到20分,即使第三关一分不得,照样可以加入猎魔堂 若是江泰平在第三关能得几分,哪怕只得四分,就可以成为猎魔堂的一员,只不过江泰平在第三关表现不好,就无法完美打张骂的脸了,然而她不知道的是她多虑了,在江泰平看来,加入猎魔堂很有前途,她已经铁了心要加入猎魔堂,肯定会全力以赴,而且她不允许有人踩着她炫耀,也不允许张骂用她来嘲讽苏七七,结果如何,就看现在了,苏七七紧紧紧盯着江泰平,眼睛都不带眨一下的,此时,江泰平已经走到小路尽头,来到一个小村庄前, 但还没等她仔细观察,一道求救声,就陡然响起,小伙子,异界图要抓我,求你救救我,江泰平寻声望去,只见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自小村庄内,亮亮呛呛呛地跑出,在老人身后跟着三名手持利剑,凶神恶煞的中年人,小子,这是和你无关,赶紧滚,否则我宰了你,一名异界图沉声喝道,异界图,江泰平双眸微微一眯,她凝神感受三名中年人的修为,下一刻,她的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古怪,依照三名中年人身上的气血 波动来看,三人都是刚刚踏入F级的样子,如此修为,也敢在她面前嚣张,不过,很快她就反应过来,抽奖万界系统把她的修为,隐藏到初入F级,在三名中年人眼中,她也是刚刚踏入F级,并非她的真实修为一级,不知道载了这三名异教徒,能不能吸收到气血,得到抽奖卡,一个念头在江泰平脑海中闪过,然后她就大踏步朝老人冲去,这一幕让苏七七长松一口气,江泰平没有治老人与不顾,单单此举,就可以让江泰平得到几个分,这也意味着,江泰 江泰平加入猎魔堂,已经是板上钉钉之势,至于接下来事情如何发展,已经不重要了,顶多就是无法完美,打张妈儿的脸,很快,江泰平就冲到老人身边,老人家,你去后面待着,我宰了这三个家伙,江泰平说道,小伙子,谢谢你,老人感谢道,江泰平没再多言,又朝三名中年人冲去,这一幕让张妈儿顿时找到了嘲讽苏七七的理由,她讥讽道,苏队长,你找的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还真是个猛夫,就这么直冲冲地冲上去,不是找死吗? 苏七七明白,张妈儿为何这么说,小村庄的那三名一戒图是依据参加考核之人的修为幻化的,考核之人是什么修为,三名一戒图就是什么修为,而在修为相同的情况下,一对三,胜算着实不大,她也觉得江泰平就这么冲上去,有些莽撞,但这会显然不能这么说,什么莽撞?苏七七辩解道,身为夜行人,有为民除害,守护一方安危的责任,江泰平毫不犹豫救下老人,对上三名一戒图,这是有正义之性,说完,苏七七的翘脸有些发红,她如此� 江泰平实在是有些心虚啊,要知道她用为民除害,守护一方安危诱惑江泰平加入裂魔堂石,可是被江泰平说别整那些高大上的东西,还要实际一点的好处,有正义之心,就可以否定她如此举动是找死吗?张妈儿反驳道,苏七七张口就要为江泰平辩解,但话到嘴边却陡然一愣,只见江泰平一巴掌就把一名一戒图抽翻在地,然后躲过另外两名一戒图次来的利剑,反手又一巴掌,将另外一名一戒图也抽翻在地,紧跟着,江泰平抬脚狠狠一串 仅剩下的那名一戒图就倒飞而出,完了吗?还没有,江泰平捡起一戒图掉落在地的利剑,刷刷刷三剑就斩下了三名一戒图的头颅,秦战等人又一次面面相去,那三名一戒图的修为可是和江泰平相当,竟然被江泰平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分分钟杀了个金光,而在此之前,猎魔堂的考核中还从未发生过这种事,苏七七也很是震惊,但这不是重点,她看向张妈儿坏笑道,这就是你说的莽撞,这就是说你的找死,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再想想怎么说,张 张妈儿又一次脸黑了,这会,她都忍不住怀疑江泰平是不是上天派来打她脸的,否则怎么接连被打脸呢?看着张妈儿那犹如乌云密布的脸颊,苏七七心里很爽很爽,让你想尽办法嘲讽我,现在被啪啪打脸了吧?苏队长,这小子真是F级修行天赋吗?有人忍不住问道,秦战等人不约而同,看向苏七七,他们也有此怀疑,确实是啊,苏七七说道,我给他测试时,七彩时只爆发一道赤色光芒,这小子有些诡异,等他出来后问问, 秦战顿了一下,又道,江泰平已经通过第三关考核,打分吧?曹山等夜行人久安分部的几名高层,没有任何磨蹭,纷纷给出十分,江泰平很郁闷,三名异界图被他斩杀后,就消失不见,他没有吸收到气血,也没有得到抽奖卡,这里果然是幻景,江泰平叹了一口气,回头看向老人,然后就发现,老人也不见了,他又回头看向前方的小村庄,小村庄同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片黑色光幕,这是考核结束了,江泰平抬手摸了摸鼻子,脉部朝黑色光幕走去 踏入黑色光幕,江泰平就回到夜行人久安分部十八楼大厅中,看到江泰平出现,苏七七激动到,江泰平,好样的,他邀请江泰平参加猎魔堂考核,实属被逼无奈,在被张骂嘲讽后,他都做好了丢脸的准备,但让他没想到的是,江泰平不仅没让他丢脸,还狠狠地给他仗了脸,江泰平寻声望去,就看到坐在座椅上的勤战,苏七七等人,与此同时,他眼睛的余光也看到了黑色光幕上的一幅幅画面,唉,还是暴露了, 江泰平暗叹一声,他看向苏七七,问道,我通过猎魔堂考核了吗?当然通过了,而且还是以三项全部满分通过的,苏七七激动不已,那就好,江泰平的脸颊上顿时浮现出一抹灿烂的笑意,通过猎魔堂考核就意味着他将成为猎魔堂的一员,而成为猎魔堂的一员就意味着他前途无量,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像苏七七一样开上法拉利,小江,我有几个疑问,你能不能给我解释一下?秦战说道,部长请问,我保证知无不言,言无不见,江泰平果断答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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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座所有人的目光都转移到江泰平身上,就连张骂也不例外,他们心中都有很多疑问需要江泰平解释,已经顾不得盯着其他人的表现,再个,考核过程是可以回放的,这回不盯着看也没什么关系,苏七七则微不可查地撇了撇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可能吗?第一个疑问,秦战问道,第三关考核中,那三个一截图的修为和你一样,按理说你无法轻松解决他们才对,但你却轻而易举解决了他们,这是怎么回事?江泰平想了想,道, 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反应和出手速度都比较慢吧,秦战面露思索之色,江泰平所说还是有些道理的,毕竟,幻境只是依据江泰平的修为制造了三个和江泰平修为一样的人,并没有复制江泰平的出手和反应速度,小江,刚刚我看了你的战斗,临阵沉着冷静,反应敏捷,出手果断,应对也很是恰当,你是如何做到这些的?秦战又问道,回不长的话,江泰平解释道,平日里为了防身,我有修炼过一些拳脚功夫,在学校也没少和同学对打操练,可能正是因为 这些才做到的吧,秦战,曹山等人点了点头,江泰平所说也算是解释了他们心头的疑惑,还有一个疑问,秦战问道,第二关考核时,所有长剑都悬浮在你身边,而且还围绕着你飞行,应该你是控制了那些长剑,你是如何做到的?唉,江泰平暗叹一声,在意识到暴露后,他就知道秦战很可能会问此事,而他也想过如何说才能合理一些,但他想来想去都想不到合适的理由,不长,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江泰平解释道,当时我本想闪躲的,还想着,长剑若是这些才做到的 只能停下就好了,然后第一柄长剑就停在了我身前,之后,所有长剑也停在我身前,他们好像很听话,这家伙又开始撒谎了,但找的这个理由,真的很别叫啊,苏七七暗自嘀咕,秦战等人不了解江泰平,他可是多少了解一些,江泰平很猥琐,也可以说很低调,他威胁江泰平,江泰平都不想承认,更别说秦战这种直言想问,而他也早就料到,江泰平说,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就是说说而已,不过看在江泰平给他长脸的份上,他就没有拆穿江泰平,听话,秦战等人满 你当我们是傻子吗,那些长剑都是幻化出来的,而且都是死物,怎么可能听你的话,只是话再说回来,不是听话,如何解释那些长剑均悬浮在江泰平身前,稍加思索,秦战将自己的配件丢在地上,道,小江,你试试,好的,不找,江泰平果断答应下来,他紧紧盯着地上的长剑,沉声喝道,起来,长剑一动不动,给我起来,江泰平又沉声喝道,长剑依然一动不动,看着江泰平卖力表演,苏七七很想笑,但这回显然不能笑, 这让他差点憋出内伤,江泰平又尝试了几次,长剑还是一动不动,他看向秦战,苦笑道,不找,他不听我的话,我控制不了,这小子,怕是在藏桌啊,秦战暗叹一声,他拿出长剑,让江泰平试试,并非是信了江泰平所说,而是想看看,江泰平会怎么做,他相信,若是江泰平想藏桌的话,就不会再让长剑悬浮在身前,事实证明,他的判断,一点都不错,不过他没有继续追问的想法,江泰平隐瞒就是不想说,他再问,就有些强人所难了,再各, 每个人都有秘密,叶行人没有规定,加入猎魔堂,必须输出所有秘密,而且,江泰平对异兽和异戒图的杀法果断,很符合猎魔堂的要求,部长,他现在控制不了长剑,岂不是说,他第二关考核有问题,张曼质疑道,有什么问题,秦战反驳道,当时他控制了长剑是不争的事实,那情景,我们都有看到,而且他在第三关的表现,足以证明他的反应速度,很是敏捷,张曼没敢再说什么,秦战都这么说了,他若是继续坚持,就是质疑秦战了,部长,该宣 宣布结果了吧,苏七七紧跟着开口,他要把江泰平加入猎魔堂之事,尽快确定下来,以免再生什么变故,秦战点了点头,道,江泰平在三关考核中,进阶满分,平均分满分,通过,部长,等一下,张曼打断秦战,他提醒道,部长,在此之前,从未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加入猎魔堂,是不是得考虑一下此事,江泰平皱了皱眉头,他满脸不善地看向张曼,他和张曼无冤无仇,他加入猎魔堂,也爱不着张曼什么事,这女人却想阻止他 加入猎魔堂,这无疑是在断他财路,而断人财路有如杀人父母,这仇他记下了,你还真是屡教不改啊,苏七七冷声道,刚刚我已经跟你说了,扫码付款在此之前也没有,现在却成了付款的常用之法,你不是认为没有就是错吗?那你为何要使用扫码付款?还有,猎魔堂招收新成员的规则中没有明年规定F级修行天赋不能加入猎魔堂,而且将太平三关进阶满分,完美通过猎魔堂考核,凭什么不让他加入猎魔堂?张曼哑口无言,他不是屡教不改,他只是想 再争取一下,打苏七七的脸罢了,我们没有理由拒绝江太平加入猎魔堂,勤战深深地看了张曼一眼,继续道,我宣布,江太平以满分的优秀成绩通过猎魔堂考核,从现在起,江太平就是猎魔堂的一员,隶属猎魔堂猎魔酒队,江太平,恭喜了,苏七七恭喜道,多谢队长,江太平瞬间就进入身份,他笑道,队长,我说过我一定能通过考核的,以前我不信,但现在我信了,苏七七有些尴尬,来的路上他还说,江太平无法通过猎魔堂考核呢, 现在,你不信也得信啊,我都成猎魔堂的一员了,江太平黑黑笑道,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这家伙有些蹬鼻子上脸了呀,江太平,秦战喊道,部长,江太平转身看向秦战,江太平,猎魔堂以诛杀易兽,一解图,守护一方安危为己任,这点一定要记住,我希望你能尽职尽责,守护好我们的家园久安市,秦战严肃道,是,部长,江太平高声应道,秦战又看向苏七七,道,苏队长,依据规则,江太平归属猎魔酒队, 你身为猎魔酒队队长,带他熟悉一下酒安分布,并帮他办理好入职手续,是,部长,苏七七回应道,嗯,这里没你们的事了,你们可以走了对了,小江是此次猎魔堂考核的第一名,奖励和往常一样,你带他去领取一下第一名和刚入职的奖励,秦战说道,好的,部长,苏七七应了一声,看向江太平道,江太平,跟我来,话音落下,苏七七就起身朝电梯口走去,江太平随之跟上,在两人快要走到电梯口时,黑色光幕突然闪烁起来,紧跟着, 一道身影自黑色光幕中走出,这道身影正是张展飞,看到张展飞,苏七七和江太平步约而同停下,张展飞第一时间看向秦战等人所在的方向,然后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灿烂笑意,这里没有其他参加考核之人,看来我是第一个通过考核的,不久前才刚刚晋升F级,还不太适应战斗,让诸位见笑了,张展飞一边说着,一边满面春风的,迈着小碎步走向秦战等人,看着张展飞那得意的模样,秦战等人都满脸古怪,张卖的脸色则瞬间变得� 铁青无比,他忍不住就破口大骂,你个废物,A几天修行天赋竟然输给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真特么的丢脸,那家伙才是第一个出来的,你特么第二,知道吗?啊?张展飞脸颊上的得意瞬间凝固,他没听错吧?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竟然通过了裂魔堂考核,还比他掀出来,这特么怎么可能?姐,他比我掀出来,是被淘汰了吧?张展飞问道,张卖脸色更加铁青,这会他真想揍死张展飞这个蠢货,你特么聋了吗?张� 第二,气急败坏道,我刚刚说了,你输给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那家伙还是三观进阶满分,通过考核,你特么别在这给我丢人现眼了,张展飞的脑袋瓜子瞬间当机,脸颊上也充斥着浓浓的不敢置信,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竟然以三观进阶满分通过考核,这特么是暗箱操作吧?足足愣了好一会,张展飞终于从猛逼中回过神来,那那个,我有个疑问,张展飞硬着头皮,吞吐道,那那家伙是F级修行天� 都没资格参加猎魔堂考核,怎么能以三观进阶满分通过考核,这其中是不是又有什么黑幕?张展飞傻眼了,他做梦都没想到张展飞竟然能说出这种混账话,秦湛,曹山等夜行人久安分部的高层脸色阴沉下来,张展飞竟然说猎魔堂考核有黑幕,这是在质疑他们的公正性吗?小子,你说话给我注意一点,秦湛冷声道,有没有黑幕?你可以问问你的邀请人张展飞?文言,张展飞顿时回过神来,他的脸色刷的一下,变得苍白无比,原本今日他就已经丢尽了� 如今,张展飞竟然还说出如此胡话,这特么不是把他的脸面丢在地上,让人狠狠地踩吗?所幸,夜行人是讲究实力之地,秦湛也不是小气之人,否则单单张展飞的那声黑幕,以后他就有数不清的小鞋穿,张展飞,你给老娘闭嘴,张卖怒吼道,张展飞控制不住打了一个哆嗦,秦湛的话和张卖的怒吼,让他陡然意识到张卖可是在这里看着,若是有暗箱操作,张卖怎么可能不提出来,所以他真的输给了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意识到这点, 张展飞顿时如丧考比,整个人也变得失魂落魄,看着张展飞那失魂落魄的模样,秦湛,曹山等在座之人都有些无语,你可是A级修行天赋的天才,还是第二个通过考核之人,你应该开心激动才对,怎么那么悲伤,那么失魂落魄呢?但想到张卖和苏七七的争锋,他们顿时恍然大悟,在此之前,张卖可是没少拿江太平嘲讽苏七七,结果被江太平接连打脸,如今张展飞又完败给江太平,这就意味着张卖又一次输给苏七七,而且还输得很� 明明必胜的大好局面,却以惨败收场,张展飞怎么可能高兴得起来,秦湛没再多说什么,他开始回看张展飞在第三关考核的表现,在第三关考核中,张展飞有出手救助老人,也有和三名一戒图搏斗,但没撑多久,就被一戒图打倒在地,然后被一戒图一顿暴揍,所幸,考核是在幻境中进行的,没有性命之忧,而且通过关卡,一切都会恢复如初,若非如此,这回张展飞鼻青脸肿都是小事,他能不能站在这里,都是问题,看完张展飞在第三关考核的表现,秦 秦湛说道,打分吧,我给8分,曹珊等夜行人久安分部的几名高层,也纷纷给出8分,虽然张展飞没能宰了那三名一戒图,最终也没能救下老人,但张展飞有出手相救,也有和一戒图搏斗,依据第三关的考核规则,张展飞理应得到8分,张展飞三关考核,进阶8分,平均分8分,通过裂魔堂考核,从现在起,张展飞就是裂魔堂的一员,归属裂魔堂裂魔8队,张卖,你是裂魔8队队长,带他办理入职手 对了,好好教他一下,该怎么说话,秦湛直接宣布了结果,他没有过多计较张展飞刚刚质疑之事,一是他多少能理解张展飞的心情,二是夜行人人手紧缺,张展飞是A级修行天赋,也通过了裂魔堂考核,没必要因为一点小事,将一名天才拒之门外,是,不照,张卖应了一声,看向失魂落魄的张展飞,飞着脸道,跟我走,话音落下,张卖就朝电梯口走去,张展飞随之跟上,两人还未走到电梯口,就看到站在电梯口的江太平和苏杰, 苏杰七,这让两人的面色陡然一致,江太平和苏杰七站在这里,应该是等着嘲讽他们的,但下一刻,他们就看到苏杰七和江太平进入电梯中,这一幕让张卖和张展飞都有些发忙,苏杰七和江太平留在这里,不是为了嘲讽他们吗,为何只是看了他们一眼,什么都没有说,就进入电梯,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事实并非如他们想的那样,苏杰七和江太平留在这里,只是想看看张展飞的考核结果罢了,至于嘲讽张卖和张展飞,他们之前想过,但这会已经没必要了,喂,你们什么意思啊,张展飞的考核 张卖快步走到电梯口,质问道,什么什么意思啊,苏杰七反问道,张卖犹豫了一下,道,你为何不嘲讽我,苏杰七有些无语,我说,你是不是欠嘲讽啊,哼,别以为你不嘲讽我,我就会领你的情,不和你竞争大队长职位,张卖冷声道,这个S级修行天赋的家伙,可帮不了你什么,但A级修行天赋的展飞,可是能帮我大忙大队长的职位,我要定了,苏杰七和江太平对视一眼,两人都很是无语,他们没有嘲讽张卖,是因为他们觉得无声的嘲讽 更为刺激人,丝毫没有以德抱怨,让张卖领他们的情,不去竞争大队长职位的想法,队长,他们找着被嘲讽呢,要不成全他们,江太平感叹道,我也是这么想的,苏杰七点了点头,道,你考核时,我已经嘲讽过他,要不你嘲讽几句,遵命,队长,江太平应了一声,看向张展飞,鄙视道,A级修行天赋的你,竟然输给F级修行天赋的我,你那A级修行天赋也不咋低吗,我说,你那A级修行天赋该不会是注水了吧,张展飞的� 他很想反驳,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因为他输给江太平就是不争的事实,而且还不是一般的输,而是输得很惨,还有你,江太平又看向张卖,鄙视道,区区A级修行天赋竟然也想跟我S级修行天赋的队长竞争大队长职位,简直就是井底之蛙,不知道天高地厚,我告诉你,以前你斗不过我队长,以后有了我,你更斗不过我队长,苏七七一阵愕然,你前面的话说的还有些道理,但后面的话,哪来的自信,不过,这会显然不是质疑江太平的时候, 他就忍着没说,张卖的嘴角也急剧抽出了几下,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竟然用区区二字形容A级修行天赋嚣张,实在太嚣张了,咱们走着瞧,大队长一直,我要定了,张卖冷笑道,你给我等着,我一定会打败你的,张展飞紧跟着开口,那就走着瞧呗,江太平懒得跟张卖和张展飞争辩,他看向苏七七,到,队长,我嘲讽完了,嗯,走吧,苏七七点了点头,按下电梯的关门按钮,在电梯门即将关上的那一刻,一道对话声,自电 电梯中传出,队长,我长这么大,见过不少喜欢嘲讽别人的人,但喜欢被嘲讽的人还是第一次遇到,这可真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啊,谁说不是呢,我也是第一次遇到,喜欢被嘲讽的人,这人口味与众不同啊,张卖的脸色瞬间变得煞事难看,谁喜欢被嘲讽啊,谁口味与众不同啊,他只是有些奇怪,苏七七为何不嘲讽他罢了,只是这回电梯门已经合上,电梯也已开始下行,他想辩解,都没有机会辩解,展飞,一定要好好修炼,张卖很声道,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小子,竟然 敢用区区二字形容A级修行天赋,一定要让那小子好好见识一下,什么叫做A级修行天赋,姐,我会的,张展飞重重地点了点头,不用张卖叮嘱,他也会这么做的,堂堂A级修行天赋的他竟然输给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还被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给鄙视了,他若是不找回场子,还如何在猎魔堂混下去,姜太平没有听到张卖和张展飞的对话,若是他听到的话,肯定会很是不屑,现在张展飞都赢不了他,以后张展飞更赢不了他, 至于用区区二字形容A级修行天赋,他身怀双修行天赋,一个神级,一个S级,用区区二字形容A级修行天赋,有毛病吗?根本没毛病,下行的电梯中,队长,夜行人这个名字听着有些阴暗,也不像好组织,江太平疑惑道,咱组织为何起名叫夜行人啊?刚加入夜行人时,我也有这样的疑惑,但后来我明白了,苏七七解释道,异兽一般都是晚上出没,这就导致我们时常要在晚上行动,正是因此,组织就取名为夜行人,寓意我们要在夜间行走, 守护好每一个夜晚,这种局面在异界图出现后有所改变,如今大多都是异界图捣乱,一天中任何时候都可能有状况出现,但夜行人的名字已经用了好久,就一直沿用下来,这样啊,江太平恍然大悟,他又问道,队长,我能判断出修为比我低制人的具体修为,却无法判断出修为比我高制人的具体修为,这是怎么回事?刚刚,他感受到了一下苏七七身上的气血波动,那气血波动比他强盛很多很多,但他却无法判断出苏七七的具体修为是什么,这是等级压制, 苏七七解释道,修为高的人能感应到修为低的人是什么修为,但修为低的人只能感应到修为高的人气血波动很强,却无法判断出具体是什么修为,江太平点了点头,又道,队长,我还有一个疑问部长的修为,应该很高才对,但我在他身上却感受不到一丁点的气血波动,这又是怎么回事?修为达到D级以后,就可以完美隐秘自身的气血波动,苏七七耐心解释道,不动手时,没人能感应到D级及以上修行者的修为,唯有动手时才会露出端倪,部长是C级修为 你感应不到他身上的气血波动实属正常,这样啊,江太平再度点头,对了,说起此事,我提醒你一下,苏七七严肃道,若是遇到气血波动比你强盛很多,或者感受不到气血波动的异解图和异兽时,一定要在第一时间逃跑,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明白,队长,江太平拍着胸膛保证道,若是遇到你说的情况,我一定在第一时间逃跑,苏七七愣了愣,你记下就行了,用得着给我保证吗?我怕是说错话了,苏七七暗叹一声,江太平可是很猥琐,很低调,而且极其惜命, 若是遇到不可敌的危险,必定跑得比谁都快,根本无需他提醒,如今他还特意提醒,江太平遇到不可敌的危险,怕是跑得更快了,不过话再说回来,遇到不可敌的危险,还硬上,只是徒增伤亡罢了,江太平,你刚刚说有了你,张漫更斗不过我,你一个S级修行天赋的家伙,乃来的信心这么说,苏七七转移话题,队长,做人得有梦想,得对自己有信心,江太平义正言辞道,苏七七撇了撇嘴,有梦想,有信心是好事,但也得量力而行 不过他总感觉,江太平隐藏了很多东西,甚至他都有些怀疑,江太平是不是真的只有S级修行天赋,要知道,在夜行人的历史上,从未有S级修行天赋之人像江太平这么厉害,但他没有追问的想法,因为谁都有秘密,而他只需知道,江太平是猎魔九队的一员就行了,再个,他就是追问,江太平也不会告诉他的,两人说话间,电梯已经到来到一楼,走,先带你去办理入职手续,苏七七招呼江太平一声,就走出电梯,江太平随之跟上,来到一楼大厅的入职办理处, 苏七七从口袋中,掏出江太平的考核登记表,递给办理处的工作人员,到,张姐,她通过了猎魔堂考核,我带她过来,办理一下入职手续,好的,苏队长,张姐应了一声,她看了看江太平的考核登记表,脸颊上顿时浮现出一抹错愕,然后,看向苏七七,到,苏队长,F级修行天赋,没搞错吧,没搞错,苏七七说道,她以三观进阶满分的成绩,通过猎魔堂考核,而且还是,第一个通过考核的,部长已经宣布,她是猎魔堂的一员, 你要是信不过我,可以打电话向部长求证,苏队长说笑了,我怎么会信不过你呢,我只是有些诧异罢了,张姐摇了摇头,她相信苏七七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毕竟此事很容易被拆穿,苏七七有些想笑,你只是有些诧异吗,你那表情,分明跟见鬼了一样,张姐,既然你不怀疑,那就赶紧给她办理入职手续吧,苏七七催促道,哦,张姐应了一声,开始输入江太平的资料,带的输入完毕,她看向江太平,道,小兄弟,来录一下指纹和红膜,以后进入分 二楼以上,需要用到,好的,张姐,江太平点了点头,走到柜台前,录入指纹和红膜,带的录取完毕,张姐取出一张类似银行卡的东西,放入打印机,打印好后,张姐又给那东西装了一个表皮和挂绳,这才递给江太平,小兄弟,这是你的证件,张姐解释道,她不只是证件,还是银行卡,每月一号发放猎魔堂的福利和工资,工资会直接打入证件中,福利需要你去二楼大厅领取,多谢张姐提醒,江太平感谢一声,接过证件看了看,证件上方是她的头像, 头像下方是她的名字,名字下方写着序列,F1,最下方是她的职位,猎魔堂猎魔九队队员,队长,序列F1是什么意思?江太平问道,序列F1有两层意思,苏七七解释道,F代表你的修行天赋,数字代表你是第几个入职夜行人猎魔堂,序列F1的整体意思就是,你是F级修行天赋中第一个入职夜行人猎魔堂的,你创造了历史,成为夜行人猎魔堂有史以来,第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成员,江太平眨了眨眼睛,他竟然创造了历史 貌似很牛逼的样子,走吧,去二楼,给你做几身作战符,再领取一下第一名和刚入职的奖励,苏七七说着就朝电梯走去,江太平随之跟上,进入电梯,苏七七按下二楼的按钮,江太平却愣了愣,这回,他突然发现电梯中不止一到十八层的按钮,还有-1到-9层的按钮,队长,-1到-9层是做什么的?江太平好奇道,苏七七沉默了片刻,道,那里是修罗厂,修罗厂,江太平的双眸,微微一宁,虽然他没见过修罗 修罗厂是什么样子,但在小说中可是看到过不少类似的地方,而但凡以修罗二字命名的地方都不是什么善地,对,修罗厂,苏七七沉重道,久安分布下方镇压着一座魔窟,夜行人的不少前辈在那里镇守,几月甚至几年都不见天日,也正是因为他们的镇守,这一方世界才没有彻底乱套,每隔一段时间,异兽就会发起冲锋,想要冲出魔窟,占领我们的家园,每一次大战都是血流成河,都会有夜行人的前辈陨陨落,所以,我们称底下九层为修� 秦人久安分布底下,竟然镇压着一座魔窟,他对魔窟的恶名早有耳闻,魔窟是异兽的巢穴,也可以说是异界连通地球的通道,他本以为魔窟距离他很远很远,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魔窟竟然就在他的脚下,我们能有现在相对安静的生活,你能平静地上学,是那些镇守魔窟的前辈们不顾危险抵御异兽,甚至是以生命换来的,所以,苏七七顿了一下,继续道,江太平,请和我们一起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安宁,江太平的心狠狠触动 在此之前,他只知这世上有异兽,但并没有把异兽过多放在心上,因为他很少听说异兽捣乱之事,网上也很少有这样的消息,更多的是异界图捣乱,今日听苏七七这么一说,他才陡然明白,不是异兽很少捣乱,而是夜行人的前辈们将异兽死死抵御在魔窟之内,异兽根本无法出来捣乱,沉默了片刻,江太平道,队长,我会的,苏七七点了点头,道,不说这个有些沉重的话题了,毕竟你我现在的实力,还没进入修罗场的资格走吧,大二楼了, 话音落下,苏七七就走出电梯,江太平随之跟上,苏七七边走边介绍道,一楼大厅处理基本事务,二楼是后勤堂,管理一切物资的发放和生产制作,你需要什么东西,都可以来这里申报领取,来到一个窗口前,苏七七说明来意,一名中年人就这里面走出,他取出一把皮尺,从头到脚,详细测量了江太平身体的各项数据,你用什么武器,中年人问道,用剑,江太平说道,他拥有S级剑胚修行天赋,自然是用剑了,中年人没再多问,直接转身离 苏七七又带着江太平来到另外一个窗口,领取考核第一名,以及刚入职的奖励,确定了江太平的身份,工作人员仿佛活见鬼了一般,满脸诧异的盯着江太平看了许久,然后才从后方的仓库中取出两个瓶子,递给江太平,考核第一名,奖励一颗高级气血丹,入职奖励10颗低级气血丹,请核对,江太平有点猛,气血丹是什么玩意儿,苏七七检查一下,道,没问题,江太平,我们走吧,队长,气血丹是什么玩意儿,江太平疑惑道,气血 气血丹可以在修行的基础上额外增加气血,是修行者的必备之物,苏七七解释道,气血丹分为低级气血丹,中级气血丹和高级气血丹,一颗低级气血丹可以增加一卡气血,一颗中级气血丹可以增加十卡气血,一颗高级气血丹可以增加一百卡气血,你吞下那颗高级气血丹,带的吸收完毕,说不定能晋升一级,苏七七没有把话说得太肯定,若是一级修行天赋以上之人服用高级气血丹是肯定能晋升一级的,但江太 江太平只有F级修行天赋,能不能晋升一级就不一定了,毕竟理论上F级修行天赋之人最高也就能达到F级,在此之前,没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服用高级气血丹的先例,也没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晋升一级的先例,江太平只顾着震惊气血丹的作用,没有过多考虑苏七七的话,这么说,普通人服用一颗高级气血丹,岂不是直接晋升一级,江太平差一道,普通人服用不了,苏七七摇了摇头,解释道,普通人承受不住气血丹的药力,服用气 气血丹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暴体王,唯有修行者才能服用气血丹,这样啊,江太平又问道,队长,若是将高级气血丹将糖豆吃,一天吃很多的话,岂不是一天就可以成为绝世强者,你这是想死呢?苏七七无语道,修行者也不能将气血丹当糖豆吃的,唯有消化完一颗气血丹的药力后,才能服用下一颗气血丹,否则就会因为承受不住药力暴体王,还有,修行天赋越高,吸收气血丹药力的速度越快,我是S级修行天赋,一天才能吸收一颗气血丹的药力,更 别说其他等级的修行天赋,所以别想着单凭气血丹提升修为,气血丹只是额外提升,最重要的还是自身的努力,江太平有些尴尬的挠了脑脑袋瓜子,队长,你一天可以吸收一颗气血丹,若是每天都服用高级气血丹,岂不是每天都可以增加一百卡气血?我也想啊,但也就能想想,苏七七郁闷道,高级气血丹很是稀缺,不是你有钱就可以买到的,唯有对组织做出重大贡献,才能以奖励的形式得到裂魔堂考核是个例外,江太平又有些尴� 他想的有些多了,稍加思索,江太平问道,队长,低级气血丹和中级气血丹能够买吗?可以,苏七七说道,低级气血丹一万一颗,中级气血丹十万一颗分布旁边的那座矮一些的高楼,是夜行人商会久安分会,在那里就可以买到气血丹,也可以出售物资,这么贵,江太平差一道,气血丹是用异兽尸体提炼的,而且最低也得异级异兽的尸体才能提炼出气血丹,可谓来之不易,能不贵吗?苏七七反问道,江太平忍不住扎了扎� 他以为他已经变成了有钱人,结果十五万连两颗中级气血丹都买不了,这让他突然感觉他还是穷得叮当响,队长,我一月工资多少?福利是什么?江太平很是期待,你的级别,月工资五万,苏七七解释道,福利是每月可以领取十颗低级气血丹或者一颗中级气血丹,江太平很震惊,很激动,月工资五万,一颗中级气血丹价值十万,加在一起就是月工资十五万,这工资可不低呀,而且这还只是猎魔堂寻常成员的工资,队长,堂主, 不涨的工资必定更高,不过话再说回来,猎魔堂可是要直面危险,工资高一点实属正常,此时江太平更加认识到他之前的想法有多么可笑,十五万元根本算不上巨款,不过是猎魔堂成员一月的工资罢了,下一刻江太平又皱了皱眉头,虽说他的工资不低,但和修行的消耗相比却是杯水车薪,刚刚苏七七说S级修行天赋之人一天可以吸收一颗气血丹,他双修行天赋,一个还是神级,一天吸收两颗气血丹,应该没什么问题吧?若是使用低级 中级气血丹,他的工资还能撑几天,但若是使用中级气血丹,他的工资连一天都撑不住,修行还真是一个无底洞,穷学文,复学武,古人成不起我,我实在太穷了,还不能躺平,而且还得想尽办法赚钱,江太平暗自感叹几声,又问道,队长,有什么来钱快的方法吗?有,入魔窟,杀翼兽,抢资源,然后把翼兽的尸体和资源卖给久安商会,也就是夜行人商会久安分会,不过F级翼兽不值钱,E级以上的翼兽才值钱,苏七七说 江太平有些无语,连苏七七都没有资格进入魔窟,更别说现在的他了,这不是白说吗?队长,猎魔猿的异兽不行吗?江太平问道,不行,苏七七解释道,猎魔猿的异兽被我们圈养了很多年,可能是没有生活在魔窟的原因,他们的尸体提取不到气血丹,唉,想赚钱,还是得尽快提升修为啊,江太平忍不住暗叹一声,看到江太平没有再问的意思,苏七七说道,三楼是医疗堂,受伤可以免费治疗,四楼是藏经阁,存放着修炼心法和武技,五楼是情报� 六楼以上是夜行人成员休息和办公的地方,没什么好介绍的,我们猎魔酒队住在九楼,每个房间基本都一样,我带你去我房间看看吧,好的,队长,江太平点了点头,跟随苏七七来到九楼,苏七七带着江太平参观了一下他的房间,房间不大,但五脏俱全,有客厅,有卧室,有厨房,还有卫生间,而且沙发,饮水机,电视,电脑,热水器等日常需要用到的东西,一应俱全,不得不说,夜行人的住所条件还是很好的,最起码,比江太平的房,六楼以上是夜行人成员休息和 家,要好太多太多,队长,这些东西都是组织配备的吗?江太平问道,嗯,都是组织配备的,拎包即可入住,苏七七说道,你现在也是猎魔堂的一员,依据规定,可以住在这里,你要不要搬过来和我一起住啊?啊?江太平惊叫一声,他诧一道,队长,这进展是不是太快了?什么太快了?苏七七有些不解,你不是说咱俩一起住吗?这里又只有一个卧室,江太平弱弱地说道,苏七七翘脸一红,他抬手给了江太平一个脑瓜崩,没好气地说道,你那脑袋瓜子想什么呢? 是说,让你搬来这里住,不是和我住一起,是你自己一个房间,江太平的脑袋瓜子被敲得嗡嗡的,他揉了揉被敲痛的脑袋瓜子,嘟囔道,是你说搬来和你一起住的,能怪我吗?苏七七想了想,他刚刚说的话,好像确实容易让人误会,我没说清楚,行吧,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言,转移话题道,手续办完了,本给你介绍的也介绍了,我还有点事,你回学校盯着,以免有一截图去学校闹事,江太平下意识就想拒绝,他还要去猎魔园猎杀一兽,提升修为, 赚取抽奖卡呢,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昨日他忙活到深夜,累得半死,今日又参加猎魔堂考核,这回还没缓过进来,俗话说,魔刀不误砍柴工,还是休息一天吧,再个,他刚刚入职猎魔堂,总得给苏七七这个队长一点面子,好的,队长,江太平答应下来,他问道,队长,你待在学校,是为了盯着学校?是啊,苏七七说道,学校人员众多,很可能会成为一介图攻击的目标,再加上,我在九安义中上学,堂主就安排我,镇守九安义中,难怪你一个学生 却有办公室,那我走了,江太平恍然大悟,然后就转身离开,离开夜行人九安分部,江平安乘坐公交车朝九安义中赶去,赶到九安义中,江太平想了想,朝老师办公室走去,他已经旷客了一日多时间,于情于理,都得给老师说一下,只是他刚走进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开口,老师的话语声,就先一步响起,江太平,我明白你的来意,我也都知道了,好样的,江太平愣了愣,听老师这意思,好像已经知道他入职猎魔堂了,难怪他旷客一日多时间,老师都没有给他打过一个电话,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苏七七昨日就给他老师打过招呼,否则他的手机早就被他老师打爆了,老师,那我回班里了,江太平说道,好的,以后有事就去忙,不用过来跟我请假,老师很是和蔼,他比普通人更为了解猎魔堂在做什么,而他班里出了一名猎魔堂的成员,他也予有荣严,回到班里,正好是下课时间,江太平直接回到他的座位上,江太平,这两天,你去哪里了,怎么没来上课,江太平的同桌陈轩问道,有点事,我给老师请了假,江太平随口应急, 这样啊,陈轩没有多问,他掏出手机神秘兮兮的说道,江太平,给你看几张照片,保证让你大吃一惊,什么照片,江太平有些好奇,你看看就知道了,陈轩卖了个关子,捂着手机的右手,缓缓挪开,看到手机上的照片,江太平的脸颊上顿时浮现出一抹错愕,照片上是一个小胡同,小胡同中躺着一具尸体,小胡同的房顶上站着一名中年人,在小胡同一边的墙壁上爬着一名身穿蜘蛛侠行头的人,江太平,你看这人穿的衣服,他又爬在墙壁上 像不像一只蜘蛛,陈轩问道,像,江太平点头,再给你看一张照片,陈轩滑动屏幕,又一张照片出现在江太平视线中,照片上是房顶,前方有一名中年人在跑,后方身穿蜘蛛侠衣服的那人手掌前身,可以清楚看到一缕蛛丝自那人的手掌中暴射而出,江太平心中很无语,他本以为只是有人看到了他,但让他没想到的是,竟然还有人拍下了照片,而且还正好拍到了关键东西,这尼玛拍得也太是时候了,你看到那缕蛛丝了吗?陈轩问道,看到了,江太平又点头,像 看着像蜘蛛,还能喷吐蛛丝,他又在追杀一截图,陈轩说道,我给他起名,叫蜘蛛侠,你觉得合适吗?合适,江太平嘴角抽搐不已,前世的蜘蛛侠就是因此而得名的,能不合适吗?在得到蜘蛛侠的衣服时,他还以为这一世只有他知道蜘蛛侠这个名号,却没想阴差阳错之下,蜘蛛侠的名号又出现了,这两张照片是有人传到网上的,但很快就被删除,幸好我手快保存了,陈轩又道,江太平,你就说牛逼不牛逼, 你那单身十多年的手速,能不牛逼吗?江太平调侃道,我说的不是这事,陈轩解释道,我是问蜘蛛侠牛逼不牛逼,江太平有些哭笑不得,蜘蛛侠就是他呀,你当着我的面,问我牛逼不牛逼,你让我怎么回答?江太平,问你话呢?陈轩催促道,牛逼,江太平有些尴尬,这种自己夸自己的感觉,好羞耻,我也觉得很牛逼,陈轩感叹道,可惜只是照片,我好像亲眼看一看蜘蛛侠,江太平看了看陈轩,满脸古怪,骚年,蜘蛛侠就坐 在你身边,只是你不知道罢了,江太平,你想不想亲眼看看蜘蛛侠,陈轩又问道,江太平又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但不回答又有些不妥,只能点了点头,叮铃铃,就在此时,上课铃声响起,老师紧跟着走了进来,江太平长松一口气,总算不用被陈轩追着问了,否则他的尴尬癌都要犯了,老师开始上课,江太平没有听讲,他想起了气血单,将手插入口袋,江平安心神一动,一颗低级气血单就出现在他手中,是的,江太平将气血单存入了系统仓库 看了看陈轩,又看了看周围,在发现无人注意他时,他抬手将气血单塞入口中,原本他是打算直接服用高级气血单的,但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气血单入口即化,但味道有些苦涩,不是很好吃,江太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一边注意着系统界面,一边宁神感受他体内的变化,只是他感受来感受去,都没有感受到体内有任何变化,系统界面的气血值也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气血单所化的汁液进入他体内后,就没什么动静了,难道是还没吸收,江太平耐心等, 但他等了足足半个小时,还是没什么变化,该不会是气血单对我无用吧?江太平皱了皱眉头,刚刚他临时改变主意,就是担心气血单对他无用,毕竟他的修为是靠神级修行天赋吞噬吸收敌人气血提升的,不过当时他就是这么一想罢了,稍加思索,江太平在心里问道,抽奖万界系统,气血单是不是对我无用?是的,不止气血单,不是你抽奖得到的5G,也对你无用,江太平无语了,他肉疼道,抽奖万界系统,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这是,害得我白白损失一颗低级气血 那可是一万块钱啊,你也没问我啊,江太平满头黑线,你特么说的好有道理,索性他临时改变了主意,否则服用高级气血单,损失的就不止一万块钱,嗡嗡嗡嗡嗡嗡嗡,江太平的手机突然开始震动,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是苏七七打来的,此时还正在上课,若是以前,江太平会果断挂断电话,但他已入职猎魔堂,苏七七知道他回了学校,还给他打电话,应该是有什么事,随即就接通电话,江太平,我刚刚忘了一件事,苏七七的话语声在手机中心里 想起,入职猎魔堂后可以修行猎魔堂的心法和武技,你有空的时候去四楼藏经阁看看,挑选一下心法和武技,哦,知道了,江太平有气无力地回应,这世上的心法和武技对他无用,他实在是提不起兴趣,苏七七有些奇怪,出入猎魔堂的人,听到心法和武技都是激动得不行,怎么江太平那么平静,不过他也没有多想,他说道,别的没什么事,挂了,挂断电话,江太平深深叹了一口气,有德必有失,有失必有德,古人的话还是很有道理的,就拿他来说, 他拥有抽奖万戒系统,这是对,但他无法使用气血单,也无法修炼这方世界的武技和心法,这就是诗,不过若是给他一个机会让他选择的话,他会毫不犹豫选择抽奖万戒系统,因为气血单以及这方世界的心法武技和抽奖万戒系统根本没得比,汪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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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平的手机又开始震动,他掏出手机看了看,还是苏七七打来的,什么情况,刚挂断又打来,难道又忘了什么事,江太平有些无语,但他还是接通了电话,紧跟着,手机中就传来� 有些焦急的话语声,江太平,我们收到消息,有两名异界徒巢,九安一中所在的方向赶去,怕是要袭击九安一中,应该是一级修为,具体不详,你小心应付,我会尽快赶过去,江太平双眸陡然变亮,他还想着,今日无法提升修为,无法赚取抽奖卡了,却没想金燕宝宝和抽奖卡提取机主动送上门来,这可真是瞌睡了,就有人送来枕头啊,挂断电话,江太平就开始考虑如何提醒学校此事,但还没等他多想,一道道警报声就在校园上空乍响,� 请跟着,九安一中校长的声音随之响起,所有人请注意,所有人请注意,有一戒图正朝学校赶来,可能要袭击学校,各班老师立即带领学生离开教室,到安全楼集合,重复一遍,各班老师立即带领所有学生离开教室,到安全楼集合,江太平哑然失效,他多虑了,苏七七通知了他,怎么可能不通知学校,所有人立即跟我走,别慌张,依照平日的演练,有序离开,老师大声喝道,话音落下,老师就朝门外走去,班里的学生随之起身,快速有序地离开教室, 跟着老师朝安全楼赶去,江太平掉在队伍末尾,他没有立即脱离队伍,而是打算找一个合适的时机再离开,在路过教学楼的厕所时,江太平脱离队伍,朝厕所走去,江太平,你干什么,赶紧回来,陈轩喊道,江太平有些郁闷,他到厕所才脱离队伍,就是不想被别人知道,陈轩这家伙却大喊大叫,搞得所有人都知道了,这叫个什么事,郁闷归郁闷,江太平快速说道,我肚子疼,去下厕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去厕所,先人 人,赶紧过来,陈轩很无语,陈轩,你赶紧跟上来,老师插话道,陈轩犹豫了一下,快不跟上队伍,老师朝江太平点了点头,带着队伍离去,江太平进入厕所,他看了看周围,确认厕所无人后,就换上蜘蛛侠的衣服,然后从厕所的后窗爬上教学楼楼顶,隐藏在楼顶之上,注意着学校内的动静,此时,各班学生在老师的带领下,快速朝安全楼汇聚而去,所有人都很是紧张,但却井然有序,为了确保 学生的安全,学校每周都会举行应对突发事件的演练,学生们早已习惯紧急从教室撤离,而此时就体现出了平日里演练的效果,安全楼是学校花费巨大代价,建设的一栋占地面积很大的平方,其坚固程度足以应对地级修行者的权力攻击,为的就是紧急时刻,给学生们提供一个安全的藏身之所,只是苏七七的通知还是有些晚了,还没等所有学生全部进入安全楼,两名身穿黑色长袍之人就出现在学校大门口,他们纵身一跃跳过学校大门,快速朝众多学生 这一幕让还未进入安全楼的老师和学生面色猛然大变,不要慌乱,所有人加快速度进入安全楼,校长嘶吼道,不要拥挤,拥挤只会更慢,大家都跑起来,快一点,老师们高声呼喊,维持着秩序,学生们则都跑了起来,只是没有进入安全楼的学生还有不守,一介图跑来的速度又很快,依照目前的情况来看,在一介图到达前,不可能所有学生都进入安全楼,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恐惧和慌乱之下,有学生犯了错,那名学生脚下一软,摔倒在安全楼入口处, 后面的学生猝不及防,被摔倒的那名学生绊倒,然后不少学生就接连摔倒,犹如迭罗汉一般堆积在安全楼入口处,直接把安全楼入口堵得严严实实,后面的人停下,赶紧把他们扶起来,老师第一时间高声呼喊,然后手忙脚乱地扶起跌倒的学生,来不及了,站在安全楼旁边的校长,回头看了看,还未进入安全楼的众多学生,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决绝,他很声道,所有保安,随我一起,拦住那两个人渣,话音落下,校长率先朝两名,一介图迎了上 去,众多保安也硬着头皮跟了上去,就在此时,一道身影从两名一介图背后的高楼上一跃而下,他一手抓着蛛丝,借助粘在高楼上的蛛丝,快速朝两名一介图荡去,这道身影正是穿上蜘蛛侠行头的江太平,他感应过两名一介图的修为,两人的气血波动比他强了一些,正面应敌不是明智之举,所以他没有第一时间动手,而是跑到背对两名一介图的高楼上,这才发起攻击,卧槽,蜘蛛侠,一道充满震惊的声音在众多学生中响起 这道话语声出自陈轩之口,这回他还没有进入安全楼,被堵在门外的学生和老师第一时间望去,然后他们的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狂喜,虽然上传到网上的蜘蛛侠斩杀一介图的照片很快就被删除,但在陈轩的炫耀下,早已传遍九安一中,不止学生们知道,就连老师和校长都有所耳闻,同学们,蜘蛛侠来救我们了,陈轩激动道,你特么给老子闭嘴,老师的话语声紧跟着响起,陈轩愣了愣,他没说错啊,为何要让他闭� 两名异解图背对蜘蛛侠,还不知道蜘蛛侠来了,若是他们高声欢呼,岂不是在提醒两名异解图,想到这里,陈轩就果断闭嘴,还小声叮嘱周围的同学,不要说话,校长和众多保安也看到了蜘蛛侠,这让他们长松了一口气,跟着我继续冲,校长低吼一声,继续朝两名异解图冲去,不过他放慢了脚步,他要吸引两名异解图的注意力,为蜘蛛侠袭杀两名异解图创造条件,只是两名异解图不是傻子,虽然他们没有听到陈 全楼外的众多学生和老师都看向他们身后,而且还有人在拍照,此事让他们意识到了不对,他们就回头望去,但此时,江太平已经赶到,隔喉,一道轻鹤声在江太平心中响起,与此同时,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在他右手中凭空浮现,他反握匕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展向一名异解图的柏梗,刚刚转过身的两名异解图还会看清什么东西,一抹寒光就在他们眼前一闪而过,此,伴随着一道利刃入体的声音响起,一名异解图的柏梗被江 江太平直接斩断,江太平没有磨蹭,他借助朱丝改变方向,展向另一名异解图,只是他改变方向耽误的片刻时间给了异解图反应的机会,那名异解图第一时间暴退,堪堪躲过了他的必杀一击,可惜了,江太平暗叹一声,若是异解图反应慢一点,他就可以再杀一人,瞬间结束战斗,不过他也就是略微有些遗憾罢了,之前有两名异解图,修为又都比他高,正面迎敌有些麻烦,但现在被他杀了一人,只剩下一人,就好办多了,收回朱丝 在校长面前落地,校长,你们后退,带着学生进入安全楼,江太平压低声音,以免日后被校长听出声音,好的,校长应了一声,就朝后退去,与此同时,他沉声喝倒,都在磨蹭什么呢?赶紧进入安全楼,他明白,蜘蛛侠为何让他带着学生进入安全楼,因为没有学生在,蜘蛛侠就可以心无旁骛地和异解图搏斗,陈轩等众多学生都有些不愿意,因为进入安全楼,就无法看到蜘蛛侠和异解图搏斗,但在老师的催促下,他们不愿意也没办法,只能 快速朝安全楼内涌入,江太平没有立即动手,他紧紧盯着前方不远处的异解图,这里是校园,地势开阔,周围的教学楼又有些远,蜘蛛侠的衣服在这种情况下起不到多大作用,他要等所有人进入安全楼再动手,那时就没什么顾忌了,是你?异解图冷声道,江太平有些诧异,你认识我,今早你杀了我两名兄弟,异解图顿了一下,又道,不,是三名刚刚你又杀了一名,江太平长松一口气,刚刚异解图那么说,他还以为异解图知道他是谁呢,杀 杀了就杀了呗,异解图是人类的叛徒,异解图的走狗,人人得而诛之,江太平一脸的不以为意,这回还有学生没有进入安全楼,他不介意和异解图聊一会,哼,和异解图合作,我有用不完的修行资源,异解图诱惑到,小子,只要你答应成为我们的一员,我可以不和你计较,杀了我三名兄弟之事,而且,还可以给你用不完的修行资源,你意下如何?好像有些心动啊,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不过他这么说是,为了给学生们争取进入安全楼的时间, 气血丹对他无用,他还无法修炼这方世界的心法和武技,要修行资源有毛用,既然心动,那还由于什么?异解图问道,我有一个疑惑,江太平说道,你有用不完的修行资源,却只有一心一级修为,而我没有多少修行资源,也是一心一级修为,我不得不怀疑你所说的真实性,或者是你太菜了?是的,江太平让抽奖万界系统解除了对修为的掩饰,否则被人察觉他只有一心F级修为,此事又被苏七七知道的话,肯定会怀疑蜘蛛侠就是他,异解图的脸色 有些发黑,他辩解道,那是因为我和异兽刚刚合作,如今有用不完的修行资源,要不了多久我就可以成为D级,甚至C级强者,也许吧,但前提是,你得有时间才行,江太平笑道,你什么意思啊?异解图有些不解,我的意思是你有用不完的修行资源,也得有命用才行,江太平冷笑一声,他急速突进几步,挥动匕首,就朝异解图刺去,此时,所有人已经进入安全楼,没必要再和异解图虚于尾仪,异解图脸色铁青,刚刚他还以为江太平是真的心动了,结果江太平却 他却是在耍他,你找死,异解图怒吼一声,从腰间拔出匕首,就迎向江太平,然后两人就缠斗在一起,在修为差距不大的情况下,修为已经不是决定胜负的主要因素,战斗经验,武技,信念才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这三样,江太平一样都不差,多年练习拳击,和同学们切磋战斗,再加上猎魔猿的一日厮杀,江太平的战斗经验还是很丰富的,他施展的刺杀术歌喉也非寻常武技,甚至可以说精妙刁砖狠辣 至于信念,江太平很想变强,但他变强只能依靠杀敌,如今有变强的机会摆在他面前,又是能把握住的机会,他怎么可能放弃,在江太平刀刀致命的灵力攻势下,短短片刻时间,一截图身上的黑色长袍就变成了碎步条,通过碎步条之间的空隙,隐约可以看到,一截图身上有几道鲜血灵力的伤口,伤到一截图,江太平越战越勇,受伤的一截图则越战越低迷,此时,一截图心中已经升起了退去的念头,只是江 江太平的攻势很迅猛,很刁钻,很凌厉,而且缠他缠得很紧,不是他想脱身就可以脱身的,依照目前的局势再持续下去,死的只会是他,一截图不想死,他还有大把的修行资源没用,他还有好多年没活,但他脱不开身,无奈和慌乱之下,他又诱惑道,小子,我给你很多修行资源,此战作罢如何?好啊,江太平果断答应,一截图心头一喜,这小子竟然答应了,但下一刻,他就看到江太平手握匕手,捅向他的心口,高手过招,胜负就在一瞬间 是不能分心的,一截图在江太平答应时,心神有些放松,就是这片刻的放松,让他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杀,江太平手中的匕手,犹如刺豆腐一般,直接刺入一截图的心口,你你赢我,一截图痛苦道,傻逼,我们可是敌人,敌人的话,你也信,江太平撇了撇嘴,说话间,他握着匕手的右手,猛然发力,直接搅碎一截图的心脏,捏,一截图还想说些什么,但话还没出口,就双眼一翻,取英曹地府报到了,就在此时,抽奖万界系统那有些机械 在江太平脑海中响起,叮,宿主斩杀一名敌人,获得一张超级抽奖卡,江太平很惊喜,竟然获得了超级抽奖卡,不过此时不是多想的时候,他抽出捅入异戒图心口的匕手,然后抬手伸向旁边的教学楼,一缕珠丝就自他手掌中暴射而出,继而站在教学楼楼顶之上,危机解除,大家可以回去了,江太平看了安全楼一眼,借助珠丝飞上教学楼楼顶,又沿着教学楼后方的墙壁爬回厕所,这才脱下蜘蛛侠的� 安全楼中,透过门缝,注意着外面的校长,第一时间发现战斗已结束,同学们,危机已解除,大家都可以回去了,校长说道,话音落下,校长就打开安全楼那沉重的合金门,站在门口的学生一涌而出,他们想要再看看蜘蛛侠,但此时校园中已经不见蜘蛛侠的身影,只留下两名异界图的尸体,都别逗留,赶紧回班里去,校长吩咐道,众多学生满脸遗憾地朝各自班级赶去,多好的近距离接触蜘蛛侠的机会啊,就这么错过了,他们当中,还有不少人 想问蜘蛛侠要签名吗?藏在厕所中的江泰平听到外面的动静,就从厕所中走出,他大摇大摆地汇聚在人群中,朝教室中走去,带着江泰平赶回教室,教室中还空无一人,不过没多久时间,他的同学就陆陆续续走了回来,看到江泰平,陈轩问道,江泰平,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刚回来,江泰平解释道,我上完厕所出来,看到同学们都回来了,就跟着也回来了,陈轩没有多想,他调侃道,你早不肚子疼,晚不肚子疼,偏偏警报想起后� 我说,你该不会是被异界涂下的吧?当然不是了,江泰平辩解道,在那之前肚子就有些不舒服,可能是吃坏了肚子,给你开玩笑呢?陈轩笑道,我还不知道你吗?你这家伙贼胆大,怎么可能被异界涂下道?只是可惜了,刚刚蜘蛛侠出现,连杀两名异界图,那情景贼帅贼帅,但你却错过了,啊?蜘蛛侠出现了吗?江泰平装傻道,是啊,我还拍了好几张照片呢,给你看看,陈轩掏出手机,把拍的照片展示给江泰平看,带着看完所有照片,陈 陈轩又道,我就问你帅不帅?牛逼不牛逼,江泰平有些脑壳疼,自己夸自己,真的很羞耻啊,但他又不能不夸,哎呦,我肚子又疼啊,江泰平捂着肚子起身快步离开,不止陈轩在夸蜘蛛侠,其他同学也在夸蜘蛛侠,虽然听同学们夸蜘蛛侠,他心里很爽很爽,但让他自己夸自己,总感觉怪怪的,若是再待下去,他尴尬癌都要犯了,只能以肚子疼为由,抽身离开,离开教室,江泰平一眼就看到,校长等人正 站在两名一戒图的尸体旁,想了想,江泰平走下楼,朝校长等人走去,看到江泰平走来,校长问道,小江啊,一戒图的尸体怎么办?校长,猎魔堂的人马上就要到了,让他们处理吧,江泰平说道,好的,校长点了点头,片刻后,两辆汽车在九安义中门口停下,其中一辆是苏七七的法拉利,紧跟着,五道身影自车中走出,快步朝九安义中内跑来,五人身穿统一黑色制服,还蒙着脸颊,江泰平没认出来人是谁,但他认出了苏七七的座驾,就 江泰平,一戒图呢?一名蒙面人问道,队长,江泰平愣了愣,那声音是苏七七的,是我,苏七七又问道,我问你,一戒图呢?死了,在那躺着呢?江泰平抬手指了指身后不远处地面上的两具尸体,闻言,苏七七等五人下意识望去,然后就愣住了,来的路上,他们都很担心,一戒图袭击九安义中会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等他们赶到,两名一戒图已经被杀了,江泰平则上下打量着苏七七,苏七七身上的制服应该 就是猎魔堂的作战服,看起来像是皮衣,皮裤,但却很是贴身,这就导致苏七七那极其火辣的身材暴露无遗,真是该带得大,该细的细,该翘的翘啊,从发论中回过神来,苏七七就发现江泰平紧紧盯着他,盯的位置还有些不是地方,江泰平,你那狗眼看什么呢?苏七七修脑道,队长,我在看你的序列号,江泰平脸不红气不喘,苏七七的胸膛左上方绣着S28几个字,这就意味着苏七七是S级修行天赋中第28个 加入猎魔堂的,苏七七瞪了江泰平一眼,又问道,你杀的,不是我,是蜘蛛侠杀的,江泰平果断否认,苏七七等人又是一愣,蜘蛛侠是谁,似乎是知道苏七七等人的不解,校长快步跑了过来,他掏出手机,打开一张图片,道,是他杀的,蜘蛛侠是同学们给他起的名字,苏七七等人恍然大悟,他们见过蜘蛛侠的照片,网络上的蜘蛛侠照片还是夜行人删除的,蜘蛛侠,这名字倒是起得挺贴切,苏七七感 叹一声,问道,校长,蜘蛛侠人呢?他斩杀两名异戒图后就走了,校长解释道,苏七七皱了皱眉头,今天上午夜行人九安分部派人调查过蜘蛛侠,但蜘蛛侠仿佛消失了一样,他们没有找到任何踪迹,如今,蜘蛛侠又突然现身,斩杀两名异戒图后,再度消失,下一刻,他突然扭头看向江泰平,不过很快就又收回目光,早上,有两名异戒图被杀的消息是江泰平告诉他的,这就意味着,江泰平在场,现在,又有两名异 这事是不是太巧了,他不得不怀疑蜘蛛侠就是江泰平,要知道,江泰平用板砖拍死异戒图,就死不承认,江泰平心里有些打鼓,苏七七突然看了他一眼,这小娘皮该不会再怀疑他吧,不过他心里这么想,表面上很是平静,没露出一丝一毫的异常,那个诸位,这两具异戒图的尸体怎么办?校长问道,苏七七想了想,看向跟在他身后的几人,道,你们把这两名异戒图的尸体带走,我还有点事,先不回去了,好的,队长,几人应了一声,两人抬 抬起一具异戒图的尸体,朝学校外走去,苏七七看向校长,道,校长,你给我说说,蜘蛛侠斩杀两名异戒图的情景,好的,校长应了一声,把蜘蛛侠斩杀异戒图的情景详细讲了一遍,苏七七点了点头,看向江泰平,道,你跟我来,话音落下,苏七七就朝办公楼走去,碰,江泰平刚进入苏七七的办公室,门就被苏七七大力关上,紧跟着,苏七七一把将江泰平按在墙上,又抬手,按在江泰平脑袋旁边的墙 阴上,队长,你又必懂我,江泰平弱弱地说道,你这样不仅没有压迫感,还让我感觉很暧昧,苏七七翘脸一红,她想了想,又挪开按在江泰平脑袋旁边墙壁上的右手,说吧,苏七七往沙发上一坐,一副审问犯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表情,队长,你让我说什么,江泰平不解道,还给我装,苏七七瞪着江泰平,说,蜘蛛侠是不是你,我也想啊,但真不是我,江泰平很是委屈地解释道,队长,你不是说,那两名异戒 都是一级修为吗,而我只有F级修为,又不是偷袭,怎么可能杀得了他们,苏七七陡然一愣,她只想着江泰平在场,却忽略了江泰平的修为,依据校长所说,蜘蛛侠能和一戒图正面交手,不落下风,足以证明,蜘蛛侠至少是一级修为,而江泰平只有F级修为,好像确实不是江泰平,但她怎么总感觉蜘蛛侠就是江泰平呢,不得不说,女人的第六感,着实可怕,即使有铁一般的证据,也难以打消他们的怀疑,队长,你们为何 都蒙着面,是怕一戒图报复吗,江泰平转移话题,什么怕一戒图报复,苏七七傲然道,从我加入猎魔堂的那一刻,就没怕过一戒图报复,那你们为何都蒙着面,江泰平不解道,苏七七想了想,道,你们班的同学对蜘蛛侠都很狂热吧,江泰平不知道苏七七为何这么问,但这是事实,她就点了点头,我们也是如此,苏七七解释道,我们蒙着面是不想暴露身份,引起普通人的围观罢了,江泰平恍然大悟,而她也很认可苏七七的解释,就拿� 这家伙对蜘蛛侠都那么狂热,若是知道苏七七是猎魔堂的队长,她都不敢想象陈轩能狂热到什么地步,恐怕比她前世的那些脑残粉都还要脑残,对了,队长,你们怎么来得这么晚,江泰平说道,若非蜘蛛侠突然出现,斩杀那两名异界图,等你们赶到,恐怕不止要为我收尸,还得为很多同学收尸,苏七七翘脸一红,她苦笑道,我也想早点赶来,但距离有些远啊,修行者不是会飞吗,你们为何开车来,江泰平追问道,不是所有� 跨入C级,才能遇空飞行,整个夜行人久安分部中只有部长是C级修为,我有联系过部长,但部长可能是有事,一直在打电话,这样啊,江泰平点了点头,难怪苏七七等人这么久才赶来,还是开车过来的,苏七七看了看江泰平,又想了想,问道,对了,你搬去分部住吗?去的话,我房间旁正好有一个空房间,我让人给你留着,以免被别人占了,江泰平眨了眨眼睛,她不认为苏七七喜欢她,所以苏七七让她住在隔壁,很可能是还在怀疑她,想要盯着她,她下意� 她就想拒绝,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美女相邀,住宿条件又好,她没理由拒绝,随即说道,当然去啊,分部的住宿条件比我家好多了,而且住在那里,有行动也方便一些,好,那我打电话,让人留着,苏七七说着就掏出手机打电话,这小娘皮还真是想盯着我啊,江泰平暗叹一声,她答应后,苏七七撬脸上浮现出一抹奸济得逞的笑意,虽然那抹笑意一闪而逝,但还是被她捕捉到了,看来以后她得更小心一些,打完电话,苏七七说道,择日不如� 一截图刚来学校捣乱过,短时间应该不会再来,这回又没什么事,我帮你一起搬家吧,队长,这多麻烦你啊,江泰平客气道,有什么麻烦呢,苏七七笑道,我是你队长,帮你是应该的走吧,那就麻烦队长了,江泰平没再客气,走到门口,苏七七又突然停下,对了,你先出去,我换身衣服,苏七七说道,哦,江泰平应了一声,开门走了出去,关上房门,苏七七得意道,小样,你就装吧,我一定会找到证据的,话音落下,苏七七麻利地换了身衣服,然后又找了一个, 袋子装好作战服,就提着袋子走出门外,走出办公楼,苏七七和江泰平就看到很多学生正朝学校门口走去,这是放学了,苏七七抬手看了看手腕上戴着的腕表,到,还真是放学了,都没注意时间,这回已经中午十二点了江泰平,你今日给我长了面子,我请你吃顿饭吧,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江泰平果断答应下来,美女相邀,哪有不应的道理,少给我拽文嚼字,苏七七白了江泰平一眼,迈不朝前走去,江泰平随之跟上,两人走到校门口,就驾车离开 看到江泰平和苏七七一起,还坐着苏七七的法拉里离开,不知道多少学生听到了自己心碎的声音,与此同时,一道道酸溜溜的议论声也随之响起,又是那小子,他和苏孝花,该不会有情况吧,那小子竟然坐上了苏孝花的副驾,那是我的位置啊,那小子也就长得帅一点,学习成绩好一点,怎么就被苏孝花看上了呢?完了,我的梦中女神被别人截足先登了,苏七七找了一家餐厅,就带着江泰平走了进去,江泰平,你想吃什么?苏七七问道,我不挑食,什么都行,江泰平 苏七七说道,那我就随意点了,苏七七没再客气,他点了四个小菜,又点了两碗米饭,足够两人吃了,就在此时,苏七七的手机响了起来,他掏出手机看了看,是勤战打来的,随即就接通电话,苏七七没说几句话,都是勤战在说,但苏七七的脸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有些难看,挂断电话,苏七七犹豫了一下,道,江泰平,有个不太好的消息,听到苏七七所说,江泰平毫不意外,刚刚看到苏七七脸色变得难看,他就意识到,怕是发生了不 太好的事,什么消息,江泰平问道,和你有关,苏七七低声道,依据规定,有新人入职烈魔堂,得一级一级往上报备,先汇报给南山省总部,由南山省总部向龙国总部汇报,但你的资料被南山省总部压了下来,还说要退回来,并让久安分部取消你烈魔堂成员的身份,江泰平愣了愣,怎么还和他有关了,队长,我是堂堂正正通过烈魔堂考核,而且还是三观进阶满分,通过考核,为何要取消我烈魔堂成员的身份,江泰平有些不解,� 修行天赋太低,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说过烈魔堂招收新成员的规则中,没有明文规定,不允许F级修行天赋之人加入烈魔堂,部长等人也没有发对,此事应该没错,江泰平说道,既然没有明文规定,凭什么不让我加入烈魔堂,是没有明文规定,但却有一个不成文的潜规则,苏七七说道,烈魔堂从不招收F级修行天赋之人,否则夜行人建立那么久,F级修行天赋之人又有不少,你岂会成为序列F1,这样啊,江泰平疑惑道,既然 有这样的潜规则,为何还允许我参加烈魔堂考核,坦白说,是因为我的缘故,我实在找不到有修行天赋之人,只能让你去充数,毕竟修行天赋差总比找不到人要好一点,那会我没想到,你能通过烈魔堂考核,苏七七苦笑道,部长可能是看在我的面子上,才允许你参加考核,那会,他恐怕也没想到你能通过考核,更没想到你,还是以三观进阶满分的优异成绩,通过考核,江泰平满头黑线,他这算是歪打物撞走了后门,他也明白苏七七的 乃至整个龙国,都为数不多的S级修行天赋的天才,而对于天才,总归都有一些特殊照顾,队长,部长怎么说,江泰平问道,部长据理力争,总算是让南山省总部暂时收回了决定,之前我给他打电话,没有打通,他就是在给南山省总部打电话,苏七七说道,不过只是暂时收回决定,南山省总部要派人考验你,通过考验,你可以成为烈魔堂的一员,但若是无法通过考验,就要取消你烈魔堂成员的身份,呼,江泰平长松一口气,他是真不愿暴露, 他的修行天赋,若是立即取消他烈魔堂成员的身份,那他只能再暴露一些,否则无法加入烈魔堂,哪来的持续收入,哪来的斩杀一截图的机会,如今没有立即取消他烈魔堂成员的身份,事情就好办多了,队长,南山省总部有说,如何考验我吗?江泰平问道,没有,苏七七说道,但可以肯定的是,不是你今天经历过的这种考验,部长说,南山省总部不允许烈魔堂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存在,所以他们的考验怕是会非常艰难,我倒要看看有多艰难,江� 想把我踢出烈魔堂,门都没有,你这哪来的自信,苏七七一阵愕然,队长,之前你也这么说,但结果呢,江泰平反问道,苏七七陡然一愣结果,结果他被打脸了呗,深深地看了江泰平一眼,苏七七目光微闪,之前他就怀疑江泰平隐藏了很多东西,现在他更加怀疑了,感受到苏七七看来的目光,江泰平顿时意识到他说的话有些不太妥当,随即转移话题,队长,南山省总部有说什么时候派人来吗?没说,但应该要不了多久,苏七七说道,看来得 也提升一些表面实力了,江泰平暗叹一声,之前他还想着一直顶着F级修为的名头形式,毕竟低调才不会遭贼惦记,才能活得更长久,但有人想要把他踢出烈魔堂,就不能再这么做了,否则还会落人口实,不过提升表面实力,不能太过突兀,得一步一步来,稍加思索,江泰平又问道,队长,F级修行天赋一天能提升多少卡气血?这个不一定的,和自身的努力有关,也和气血单有关,苏七七说道,据史料记载,F级修行天赋之人多则一天提升十多卡气血 少则连一卡气血都提升不了,你问这些做什么?我就是有些好奇,江泰平随便找了个借口,他问此事,是想看看几日将表面修为提升到一级,才不会突兀,只是这个原因不好告诉苏七七,再个,他就是说出来,苏七七也未必会相信,苏七七没有多想,他提醒道,藏经阁中不止心法和五计,还有不少史料和关于益寿的记载,你有空的时候去看看,对你会有帮助的,好的,队长,江泰平果断答应下来,他也决定尽快找个时间去看看,否则有问题,一直问苏七七, 会显得他很白痴,此时,服务员端着饭菜走了过来,然后,把饭菜一一放在桌上,赶紧吃吧,吃完饭,就去给你搬家,苏七七说道,江泰平点了点头,然后,两人就大口吃了起来,看到苏七七吃得比他还快,江泰平诧意道,队长,你怎么吃得这么夸,成为夜行人后养成的,苏七七解释道,有时候出任务需要很长时间,中途没有多少时间吃饭,久而久之,就养成了吃饭块的习惯,否则就得饿着肚子战斗,江泰平恍然大悟,他没再多问,也加快了 吃饭速度,两人狼吞虎咽的情景让餐厅中的人都满脸古怪,这两个家伙是饿死鬼投胎吗?面对众人充满古怪的目光,江泰平和苏七七面不改色,继续狼吞虎咽,一顿饭,两人花了不到十分钟时间就已搞定,然后离开餐厅,驾车离去,前往家中的路上,江泰平时不时看苏七七一眼,漆黑的眼眸中有着一抹思索,气血丹对他无用,还没糖豆好吃,留着就是个摆设,苏七七可是个小富婆,他在考虑要不要把气血丹卖给苏七 苏七七有注意到,江泰平时不时看他一眼,刚开始他没有理会,但次数多了,他就忍不住了,江泰平,你看我做什么?苏七七问道,队长,我有个疑惑,江泰平说道,你开着豪车法拉利肯定很有钱,购买终极气血丹服用绝非难事,你一天又可以吸收一颗气血丹,获得十卡气血,怎么才一级修为?我成为修行者,还不到两月,好不好?苏七七美好气地说道,什么叫才一级修为?这家伙是在鄙视他吗?江泰平恍然大悟,不到两月就按两月计算,一天就会被修 一天十卡气血,也就六百卡气血罢了,队长,现在有一个快速增加修为之法,摆在你面前,你要吗?江泰平问道,说说看,苏七七有些好奇,我不是有一颗高级气血丹吗?江泰平解释道,我把它卖给你,你一天就可以增加一百卡气血,苏七七有些异动,但很快就打消了念头,江泰平,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苏七七严肃道,高级气血丹极其稀缺,没人会卖高级气血丹的,你服用高级气血丹,要不了多久就有可能踏入一级,怎么能把高级气血丹卖了呢?队 队长,我知道我在做什么,江泰平苦笑道,你也说了是有可能踏入一级,并非一定踏入一级,而我现在,差不多有二星F级修为,服用高级气血丹,又无法踏入一级的话,说起来,着实有些浪费,还有,我很缺钱,我得买车,买房,总不能有任务,一直打出租车去吧,很耽误时间的,毕竟出租车需要等,我也总不能一直租房子住吧,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能不能留在猎魔堂,还不一定,万一,我被取消猎魔堂成员身份,我买了房,起码以后的日子会好贵一些, 苏七七有些不知道如何劝说,因为江泰平所说,还是很有道理的,稍加思索,苏七七说道,还是不要卖高级气血丹,你缺钱,我可以借给你,江泰平有些小感动,也有些小愧疚,感动是因为,苏七七明明很想要高级气血丹,却压着欲望劝说他,还说借钱给他,愧疚是因为他刚刚所说,是在向苏七七卖惨呢,队长,我不能借你的钱,江泰平说道,买车,买房的钱,可不是小数字,若是我一直待在猎魔堂,借你的钱,还可以还上,但若是我被取消猎魔堂成 成员身份,那么多钱,我拿什么花呀,你别说,我被取消猎魔堂成员身份,借我的钱就不要了,你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而且,我这人虽穷,但还是有些骨气,绝不吃接来之食,你别劝我了,高级气血丹,我一定要卖,你不要,我就卖给别人,看江泰平说得如此坚定,苏七七就没再劝说,因为再劝说,也是白费口舌,你想卖多少钱,苏七七问道,两百万,江泰平说道,可能有人会说,高级气血丹增加一百卡气血,依照低级气血丹,和中级气血丹, 也就价值一百万,江泰平张口就要两百万,是不是心太非了,其实不是这样的,就拿苏七七来说,她一天可以吸收一颗气血丹,服用高级气血丹,一天可以额外获得一百卡气血,但服用中级气血丹,一百卡气血,就需要十天时间,俗话说一步快,步步快,在修行者的眼中,足足九天的时间差,其价值可是无可估量,还有,高级气血丹无法买到,只有对夜行人做出重大贡献,才可以获得,俗话说,物以稀为贵,不要说二百万,就是五百万,也可以 轻松卖出去,原本江泰平就是想卖五百万,但有些愧疚,有些感动的她心一软,就打了骨折架,我要了,苏七七果断说道,对于苏七七的果断,江泰平毫不意外,两百万买一颗高级气血丹,除非没钱,否则傻子才不买呢,队长,我还有九颗低级气血丹,你也买了吧,江泰平说道,啊?苏七七愣了愣,她错愕道,我说江泰平,你不会连低级气血丹也不服用吧? 不是的,我想服用中级气血丹,江泰平说道,苏七七长松一口气,若是江泰平连低级气血丹都不舍得服用,她就想揍人了,那我给你换成中级气血丹,苏七七说道,队长,不麻烦你了,江泰平断然拒绝,我没有途径卖掉低级气血丹,你给我钱,我自己去九安商会购买,低级气血丹一万一颗,我只有九颗,你给我八万就成,她说服用中级气血丹就是借口,若是换成中级气血丹,不还是摆上吗? 好吧,苏七七没有多想,她掏出手机点了几下,道,钱已经转到你的证件中,紧跟着,江泰平的手机就收到一条新消息,她掏出手机看了看,是夜行人银行发来的钱到账的消息,真是小富婆啊,两百多万说转就赚了,则则,咱也是百万富翁了,江泰平感叹几声,疑惑道,队长,不是两百零八万吗?怎么给我两百零九万,我能把低级气血丹以一万一颗的价格卖出去?苏七七犹豫了一下,又道,其实我还占了你便宜,高级气血丹有事无价,� 若是,你把卖高级气血丹的消息放出去,会有人出更高价购买的,我知道,江泰平说道,但你是我队长,咱们就是自己人,说什么便宜不便宜的,况且,高级气血丹这种稀缺货,自然是优先自己人,哪能便宜外人呢?说话间,江泰平把气血丹从系统仓库中取出,递给苏七七,苏七七接过气血丹,心里也有些小感动,江泰平还是知道感恩的,不枉她为了江泰平和张卖,据理力争,江泰平,别忘了尽快去购买中级气血丹,苏七七叮� 主道,不管你是否能留在猎魔堂,提升修为都很重要的,队长,我会的,江泰平果断答应,他又道,我服用了一颗低级气血丹,还没吸收完呢,苏七七点了点头,没再多言,驾车朝江泰平家中赶去,但还没往前开出多远,他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不对啊,苏七七说道,江泰平,刚刚吃饭时,你可是说想把你踢出猎魔堂,门都没有,怎么这回又给自己留了后路,你的信心呢?队长,有信心归有信心,但给自己留条后路不是坏事,江泰平解释道, 怎么都有你说的,苏七七撇了撇嘴,他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但他却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不对劲,接下来,苏七七和江泰平都没有再说什么,来到江泰平的家,苏七七恍然大悟,他知道江泰平住在平民区,但他不知道江泰平竟然住在地下室,难怪江泰平那么渴望买房,要是换成他,他也会非常渴望买房,江泰平不知道苏七七自行脑补了这么多,这一回他正在收拾衣服,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江泰平说道,队长,我收拾好了,咱们走吧,不是江泰平, 你搬家就拿几件衣服啊,苏七七差一道,队长,分部那里的家具用品一应俱全,没必要拿太多,江泰平说道,再说,拿太多,你开的那车也装不下啊,这道也是,苏七七点了点头,道,那你也应该把衣服都拿走,难不成你还想回来,队长,这里虽然是租的,但住了几年也有感情了,江泰平说道,分部那里虽然可以住宿,但毕竟不是我家,留着这里,我想回来时还可以回来住一住,再个说不定,过几天,我就得从分部那边搬出来了,随你吧,苏七七没再劝说,他知道 江泰平是说南山省总部派人考验之事,然而他不知道的是,江泰平那么说,是为了给他晚上外出寻找借口,当然,他晚上外出不是为了寻欢作乐,而是修炼武技,比如御剑术,他参加裂魔堂考核时,修炼了空剑之法,但还没修炼御剑飞行呢,离开江泰平的家,苏七七就在这江泰平朝夜行人久安分部赶去,赶到夜行人久安分部,苏七七和江泰平一起收拾房间,其实也没什么可收拾的,只是让人送来一套被褥和一些洗漱用品,苏七七帮江泰 江泰平把被褥扑后,又把江泰平带来的衣服挂在衣柜罢了,我已经给后勤堂说了你,搬到这里住的事,苏七七说道,以后这个房间就是你的,进入房间用指纹和红膜开锁即可,多谢队长,江泰平感谢道,你不是说我们是自己人吗?自己人有什么好客气的?苏七七摇了摇头,问道,接下来,你准备做什么?这会没什么事,我想去藏金阁看看,江泰平说道,好,藏金阁里的东西只允许在那里观看,不允许带出,你若是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就给我打电话,我先 我先走了,苏七七说完就转身离开,江泰平随之离开,乘坐电梯,朝四楼藏金阁赶去,来到藏金阁,江泰平用指纹和红膜打开大门,就走了进去,藏金阁很大,面积足有上千个平方,里面摆放着很多书架,书架上也摆满了书籍,江泰平先在藏金阁中转了一圈,看看藏金阁中各种书籍的摆放位置,以方便后期寻找,然后就走到摆放新法5G的书架前,抽出几本,简单瞄了几眼,虽然这方世界的新法和5 5G对他无用,但难保会有人问他选了什么新法和5G,若是他无法回答出来,会落马脚的,记下一门新法和几门5G的名字,江泰平就走到摆放史料的书架前,他对比了一番,抽出夜行人历史和异兽大全仔细阅读起来,在江泰平的阅读中,时间再悄然流逝,不知不觉间,时间就来到了晚上,苏七七看到江泰平这么晚还没回来,就跑到藏金阁看了看,再看到江泰平正望我阅读时,他没有说话,又悄悄离开了藏金阁,这家伙除了修行天赋差点外, 其余都很优秀,而且也很努力,苏七七自言自语,这家伙身上还有很多不为人知的秘密,我不能让南山省总部因为所谓的潜规则就剥夺他猎魔堂成员的身份,江泰平不知道苏七七来过,他还沉浸在忘我的阅读中,一直到深夜时分,江泰平终于把夜行人历史和异兽大全看了一遍,这也让他对夜行人和异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可谓是见识大长,逃出手机看了看,江泰平差一道,已经夜里一点了,起身活动了一下,因为久坐而有些僵硬的身体,江� 江泰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今日在九安一中斩杀两名异界图,他还没盘点他的收获呢,宿主,江泰平,年龄,十八,境界,一级,气血,152卡,天赋,吞噬神级,剑胚S级,之前是123卡气血,现在是152卡气血,增长了29卡气血,则则,还是斩杀异界图来得快,狗屁气血丹,和神级修行天赋,吞噬相比,若报了,江泰平暗自感叹,只是他的语气却有些酸溜溜的,他也想服用气血丹,毕竟服用气血� 可以额外增加一些气血,不过他说的也是大实话,气血丹和神级修行天赋吞噬相比,确实弱报了,虽然他今日吸收的气血还比不上高级气血丹,但这是因为他今日只斩杀了两名异界图的缘故,若是今日他去猎魔猿杀敌,吸收的气血绝对比高级气血丹要多,还有,高级气血丹不是想服用就有的,但神级修行天赋吞噬却随时都在,只要他努力杀敌,就可以不断吸收敌人的气血,提升他的修为,至于低级气血丹和中级气血丹,现在已经被 神级修行天赋吞噬完爆了,感叹过后,江泰平又打开系统仓库,系统仓库中存放着一张超级抽奖卡和56张低级抽奖卡,除了一张低级抽奖卡外,剩余的都是他今日斩杀两名异界图的收获,泽泽,竟然获得了一张超级抽奖卡,那名异界图真是宋才童子啊,江泰平扎了扎嘴巴,询问道,抽奖万界系统,之前我也杀过一些异界图,还杀过不少异兽,得到的都是低级抽奖卡,为何这一次给了超级抽奖卡? 江泰平怀疑得到超级抽奖卡有什么诀窍,这才有此疑问,几率问题,不过重大事件可以提升得到超级抽奖卡的几率,宿主今日救了整个学校,避免一次重大伤亡,提高了得到超级抽奖卡的几率,江泰平目光微亮,他的怀疑是正确的,还真是有诀窍,抽奖万界系统,用超级抽奖卡抽奖,江泰平的脸颊上满是期待,超级抽奖卡必中奖,必得好东西,上一次用超级抽奖卡抽奖,得到神级修行天赋吞噬,不知道这一次能得到什么 开始抽奖,消耗一张超级抽奖卡,叮,恭喜宿主中奖,获得剑纹色霸气,抽奖万界系统说话间,一股信息涌入江泰平脑海,那是剑纹色霸气的修炼之法,卧槽,江泰平忍不住抱了粗口,脸颊上也满是狂血,在海贼王中,剑纹色霸气可是最强辅助技能之一,剑纹色霸气的能力是对气息的感知,确切地说,剑纹色霸气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感知危机,感知对手实力强弱,感知视线外的东西,甚至还可以预� 预判对手的攻击,这些还是剑纹色霸气的基础能力,若是将剑纹色霸气深度开发,不仅可以增大感知距离,还可以拥有透视功能,甚至还能读取他人内心,聆听万物的声音,这些还不是江泰平认为最牛逼的能力,而他认为最牛逼的能力是预知未来,预知未来不同于预判对手的攻击,而是可以短暂看到未来发生的事,一旦掌握预知未来的能力,那是什么效果,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知道接下来敌人会做什么,我就可以提前做出应对,将敌人的阴 不过话再说回来,想要将剑纹色霸气开发出预知未来的能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在得到剑纹色霸气的那一刻,江泰平就决定,再难也要将预知未来开发出来,修炼,必须尽快修炼,有些疲惫的江泰平瞬间变得精神百倍,他反复揣摩剑纹色霸气的修行之法,待得搞清楚后就开始尝试,呼,江泰平深吸一口气,灵神感应周围的情景,下一刻,他的眼前就浮现出一幅略微有些虚幻的画面,这个画面是以江泰平为中心,方圆十米� 画面上可以清楚看到每一个书架,甚至还可以隐约看到书架上每一本书籍的名字,那种感觉就好像江泰平前后左右都长了眼睛一样,而且每只眼睛都是透视眼,否则站在两排书架中间的他只能看到前后两排书架,不可能看到更远的书架,在确切点来说,这种感觉和玩游戏时开启上帝视角很是相像,但事实上却不是开启上帝视角,而是见纹色霸气通过气息感知营造的画面,牛逼,实在太牛逼了,这玩意用来玩躲猫猫,绝对是无上力气, 对手藏在哪里都无用,完全就是无所遁形,呸呸,怎么能用见纹色霸气玩躲猫猫呢?这不是用大炮打蚊子吗?但道理是一样的,只要在我的感知范围内,敌人想躲都无处躲,还有,有了见纹色霸气对危机的感知,何须担心有人偷袭,只要敌人靠近我十米范围内,我就可以第一时间感应到,而且我还知道他要做什么,从而及时做出应对,哈哈,我实在太牛逼了,刚刚开始修行,就将见纹色霸气开发到如此程度,这还只是开始,伴随着修行的持续,见纹色霸气 的开发程度会更高,总有一天,我要把整个龙国布,整个世界都笼罩在我的感知范围内,这理想是不是有些太嚣张,太夸张了?嗯,做人得有理想,而且,理想还得远大一些,将太平激动得不能自已,足足好一会,他才平静下来,再试试预知未来,将太平自言自语,他想了想,随手将手中的书丢了出去,紧跟着,他就看到书籍飞入空中,然后划过一道抛物线,落在地上,但这些是他看到的,并非是预知到的,想得有点美了,还无法做到预知未来的程度, 将太平叹了一口气,不过他脸颊上,没有丝毫失望,他刚开始修行剑纹色霸气,能做到预知未来,那就见鬼了,方圆十米范围,说起来已经够用了,但方圆十米范围可不大,不能骄傲,还得继续努力,将太平自言自语,然后继续修炼剑纹色霸气,他没有单方向开发剑纹色霸气,而是多个方向同时开发,伴随着他的不断修炼,时间也在悄然流逝,他的努力也没有白费,剑纹色霸气的开发程度,随着他的修炼不断增加 很快,时间就来到早上八点,修炼了一夜时间的将太平完全忘却了时间,依然沉浸在修炼中,叮铃铃,叮铃铃铃,将太平的手机突然响起,将将太平从修炼中唤醒,掏出手机看了看,电话是苏七七打来的,我去,已经早上八点了,我竟然修炼了一夜时间,将太平愣了愣,然后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灿烂笑意,一夜修炼,见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从方圆十米扩大到了方圆二十米,虽然如此,结果和他笼罩整个世界的理 相距甚远,但无疑是迈出了坚实的一步,而且一夜时间就有如此收获,也可以说是收获颇风,接通电话,手机中就响起苏七七有些休脑的话语声,将太平,你是猪吗?我敲了半天门都没反应,队长,我没在房间,你就是把门敲破也没用啊,没在房间,那你在哪里?在藏金阁啊,电话那头安静了片刻,苏七七的声音陡然拔高,我去,你从昨天下午一直待到现在?是啊,你你真行,苏七七的话语声中满是复杂,他有些小规将太平了, 江太平哪里只是努力,分明就是拼命啊,队长,你找我有事吗?差点被你搞忘了正事,赶紧滚回房间,我们要出任务,要出任务,我马上到,江太平挂断电话,就朝藏金阁外冲去,他不知道要出什么任务,但不管是什么任务,都和异界图,异兽有关,而异界图和异兽对他来说可是惊艳宝宝和抽奖卡提取机,他可不能错过,更何况这还是他入职猎魔堂的第一次任务,更不能错过了,很快,江太平就回到酒楼,看到江太平,苏七七愣了愣,然后就咯咯笑 了起来,队长,你笑什么呢?江太平有些不解,江太平,你这模样都可以去动物园当国宝,被人参观了,苏七七解释道,国宝?大熊猫?江太平满头黑线,苏七七这是说他顶了两个大黑眼圈吗?不调侃你了,说正事,苏七七严肃道,你一夜未睡,状态又这么差,能行吗?队长,男人不能说不行,江太平也严肃道,呸,你怎么说话呢?苏七七翘脸一红,江太平一时间有些摸不着头脑,他说的话好像没毛病啊,不过很快他就反应过来,他无语道, 队长,你的思念有些龌龊,你思念才龌龊,苏七七瞪了江太平一眼,把手中提着的大袋子递给江太平,又从口袋中掏出一块腕表和一个指甲盖,大小黑色毛茸茸的东西,也递给江太平,这是你的作战符腕表和尔麦,我都给你取了过来,苏七七解释道,队长,腕表和尔麦有什么用?江太平问道,这腕表看似是普通的手表,但能检测到异兽的气息,苏七七解释道,若是有异兽或者异节图靠近我们身边五米范围内,腕表 腕表就会震动提醒,不过只能检测出部分异兽气息,所以行动时还得小心再小心,尔麦是行动时互相联系用的,可用距离五千米,说话时按下尔麦上的开关即可,此时距离出发时间还有十几分钟,你赶紧换上作战符,准备出发?是,队长,江太平应了一声,就回到房间,他快速换上作战符,戴上腕表和尔麦,又走了出来,原本他是不想戴腕表的,因为腕表和他的剑纹色霸气相比,若爆了,但为了不引起苏七七的怀疑,他还是选� 腕表,刚刚忘记给你武器了,苏七七从腰间抽出一把长剑递给江太平,道,这把长剑是软剑,方便携带,可以当皮带一样放在作战符腰间的暗格里,你若是觉得不合适,可以去后勤部换一把,挺好的,不用换了,江太平接过长剑,随手插入作战符的暗格,他现在还没有剑术武器,唯一的刺杀术割喉,还是用匕首,来得更自在一些,你没吃饭吧?苏七七抬手指了指地上放着的背包,道,里面有压缩饼干和水,这回也没时间去吃饭 你吃点压缩饼干,喝点水,垫垫鸡吧,江太平原本还不觉得,听苏七七这么一说,肚子顿时咕噜咕噜叫了起来,这回他也陡然想起他昨天晚上没有吃饭,今天早上也没有吃饭,确实有点饿,江太平没有硬撑,他拿起一个背包,掏出压缩饼干和水就吃了起来,他一边吃,一边用剑纹色霸气感应苏七七的修为,然后就发现苏七七是九星一级修为,距离地级境界,只有一步之遥,咦,你小子竟然晋升三星F级了?苏七七差一道,是吗 江太平说道,昨天在藏金阁选了一门心法,修炼了一晚上,我感觉我的力气大了一些,没想到竟然直接跨过二星F级,晋升三星F级,是的,江太平将他的表面修为提升了一些,确切地说是赶回来的路上,他让抽奖万界系统将他的修为掩饰到三星F级,原本他没打算一下子就将修为提升到三星F级,而是想着一星一星来,但考虑到南山省总部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赶来,他就决定将步子迈得大一些 以苏七七所说,F级修行天赋之人,多则一天可以提升十多卡气血,他看的夜行人历史上也证实了此事,而他一天提升十多卡气血,倒也不会引人怀疑,你的修炼速度挺快吗?苏七七感叹一声,美眸中浮现出一抹遗憾,昨日江太平说,修为临近二星F级,只是修炼一晚上就晋升三星F级,足足提升十多卡气血,由此就可以看出江太平的修炼速度很快,但遗憾的是,江太平只有F级修行天赋,队长,没有赞了,江太平谦虚道,苏七七叮� 修炼,修炼讲究松弛有度,别把自己绷得太紧,嗯嗯,我记下了,江太平点了点头,苏七七没再说什么,他抬手看了看万表,此时距离出发时间只剩下几分钟,随即按着耳脉,到,猎魔九队,集合,下一刻,一道道身影就从周围的房间中走出,江太平看了看走出之人,一共七人,加上他和苏七七就是九人,七人的年龄都不大,也就二十来岁,而且都是一级修为,其中有三人的序列号是B开头,剩余四人的序列号是C开头,这就意味着三人是B级修 修行天赋,四人是C级修行天赋,苏七七给江太平简单介绍了一下七名队友,江太平含笑和七人打招呼,但七人却一副爱达不理,修语为伍的表情,江太平也不在意,他知道,七人是嫌弃他的修行天赋太低,我这F开头的序列号,着实有些刺眼啊,不过,很快你们就会发现,和我做队友,是你们的荣幸,江太平暗自嘀咕,苏七七有察觉,七人对江太平的疏远,他想说些什么,但此时马上就到出发时间,没有时间让他说些什么,只能完成任务后,再找机会 劝劝七人,确认耳脉是否完好,苏七七说道,完好,七人不约而同开口,完好,江太平见样学样,江太平坐我的车,其余人照旧,出发啊,苏七七命令道,话音落下,苏七七拿起一个背包,就转身朝电梯走去,江太平等八人,拿起背包跟上,乘坐电梯,来到地下车库,苏七七驾车车载着江太平,另外七人上了两辆车,就朝外驶去 对,队长,这一次的任务是什么,江太平好奇道,扫荡一截图的落脚点,苏七七解释道,据县人提供的消息,九安市东边的落日山中,有一个一截图的落脚点,县人还说,一截图下午就会转移,我们必须在中午前赶到并解决了他们,江太平的双眸,陡然变亮,一截图的窝点,想必一截图不少吧 队长,县人怎么知道落日山有一截图的窝点,县人也是一名一截图,苏七七解释道,他被我们抓到后,被我们感化,成为了我们的县人,江太平皱了皱眉头,一截图是被异受污染之人,可以说,他们已经背叛了人类,这种人和寻常坐监犯科的人可不一样,他很怀疑,这种人能被感化吗 队长,那名县人可靠吗? 可靠,苏七七说道,在此之前,他曾给我们提供了几次消息,都准确无误 那就好队长,我有些困,先睡一会,到地方了,你喊我,江太平没再多想,苏七七都说可靠了,还有什么好想的,也许被异受污染之人,也可以良心发现吧 苏七七有些无语,现在可是出任务,你竟然要睡觉,不过想到江太平一夜未睡,这回又没什么事,他就没说什么,江太平真是困了,他闭上双眸,靠在座椅上就睡着了,这么快就睡着了,看来是真的很困,只是这心真够大的 苏七七很是无语的摇了摇头,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出任务时睡觉的,一路朝前开去,足足花了一个多小时,一行人终于赶到落日山脚下 醒醒,到了,苏七七抬手推了推睡的跟死猪一样的江太平,江太平瞬间醒来,他拿起放在储物阁中的水洗了洗脸,好让他清醒一些 江太平,没问题吧,苏七七问道,队长,绝对没问题,江太平保证道,好,下车吧 苏七七说着,就开门下车,江太平随之下车,猎魔九队的其他器皿成员也纷纷下车,前面没路了,车留在这里,背上背包,跑步前进 苏七七吩咐道,是,队长,江太平等人应了一声,就跟随苏七七朝落日山上跑去 一路上,江太平一直用剑纹色霸气感应着周围的动静,但他没发现丝毫异常,这让江太平心里有些疑惑 这里可是一截图的窝点,一截图都不派人警戒吗?花了十多分钟时间,苏七七,江太平等一行人来到半山腰上 前方那个木屋就是一截图的窝点,苏七七抬手指了指前方,江太平等人抬头望去 只见前方一二百米开外的地方,矗立着一座木屋,分散开来,寻找掩体,别被察觉 苏七七说道,依据线人所说,那些一截图都是三星以下一级修为,大家战斗时都小心一些,继续前进 话音落下,苏七七毛着腰,借助山上的花草树木,轻手轻脚地朝木屋走去,江太平等人分散开来 也很是小心地朝木屋走去,在走进木屋二十米范围内时,江太平突然皱了皱眉头 凭借见纹色霸气的感应,他清楚看到木屋中有十名中年人,那些人满脸戒备 有一人还站在窗户边往外看,那模样似乎是已经发现了他们,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线人提供的情报有误,那些一截图并非都是三星以下一级修为 有一名中年人是二星地级修为,下一刻,江太平的脸色猛然大变 之前,他还觉得一截图有些傻,竟然不派人警戒,但现在他陡然意识到他错了 不是一截图有些傻,这是针对他们的一个陷阱,一截图满脸戒备,不是发现了他们 而是早就知道他们要来,因为若是一截图发现他们,怎么可能还待在木屋中 要知道,一截图中可是有二星地级修为之人,如此修为足以碾压他们 根本没有待在木屋中的必要,所以只有一个解释,一截图没有发现他们 而是早就知道他们要来,那名线人绝对有问题 那么的,幸好昨天得到了剑纹色霸气,否则今日就栽了 江太平忍不住暗骂一声,脸颊上满是后怕 猎魔九队中最高修为之人是苏七七,而苏七七只有九星一级修为 他们去找二星地级修为一截图的麻烦,无疑是老鼠舔猫鼻,找死啊 队长,等等,江太平按着耳脉出声阻止 所有人停下,苏七七第一时间下达命令,然后问道 F1,怎么了?队长,情况不对,不能动手,否则会出大事的 江太平说道,F1,你开什么玩笑 是啊,这回已经箭在弦上,你告诉我不动手 不动手,我们来做什么,旅游吗?F1,你该不会是第一次出任务 胆小被吓到了吧,苏七七还没说话,其他人的讥讽声就在耳脉中响起 说完了吗?说完了,都给我闭嘴 江太平沉声说道,我是否胆小?你们问问队长就知道了 F1不是胆小之人,苏七七的话语声随之在耳脉中响起 F1,到底怎么回事?江太平想了想,道 队长,感觉很不对,若是动手,我们恐怕要全栽在这里 他没有说出剑纹色霸气,因为没人知道剑纹色霸气是什么东西 有什么作用?F1,感觉不是证据 你给我一个让我幸福的证据 苏七七回复道,队长,我无法给你确切的证据 江太平严肃道,但我的感觉一向很准 请你无论如何都要相信我 若是我的感觉出错,事后我会自行离开裂魔堂 苏七七皱了皱眉头 江太平所说着实有些玄乎 但他能看出江太平很想待在裂魔堂 如今,江太平连自行离开裂魔堂的话都说了出来 可见不是闹着玩的 F1,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苏七七严肃道 队长,我非常清楚我在说什么 还请你信我一次 江太平肯定道 苏七七没有立即回答 他有些纠结 他有些相信江太平 但任务是裂魔堂下发的 若是不动手,回去如何复命? 几番思索 苏七七问道 F1,不动手 你觉得我们该怎么做? 球员 江太平果断说出他的想法 又问道 队长 唐主是什么修为? 六星帝级 那就喊唐主过来 江太平说道 那名异界图是二星帝级修为 六星帝级修为的曹山足够了 F1 这里距离市区有些远 唐主短时间内赶不过来 苏七七说道 那就喊部长过来 江太平说道 部长会飞 他赶过来 要不了多少时间? 苏七七沉默了片刻 好 我现在就联系部长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总算是说动了苏七七 避免了被团灭的可怕后果 队长 队长 而脉中响起几名队员的声音 他们想要阻止 却被苏七七直接打断 我相信他 说完 苏七七就拿出手机 联系秦战 队长 把我的话 原原本本告诉部长 江太平说道 片刻后 电话就已接通 苏七七把江太平所说 给秦战讲了一遍 秦战果断做出决定 他会尽快赶过来 这倒不是他也相信江太平 而是哪怕有一丝可能 他都得过来看看 否则真如江太平所说 猎魔堂的损失就大了 苏七七说道 部长说他马上过来 所有人待在原地别动 猎魔酒队的七名队员 心里很不爽 但苏七七这么说 他们没有反对的权利 F1 若是你的感觉出错 队长会受处分的 有人说道 闭嘴 苏七七说道 我比你们都了解F1 他不是危言耸听之人 还有 我是队长 我得对你们的安全负责 哪怕F1所说 只有一丁点的可能 我都不能拿你们的安全冒险 队长 谢谢你的信任 江太平说道 很快你就会发现 你做了一个非常正确的决定 但愿如此 苏七七苦笑不已 别看他说的铿锵有力 其实心里没有多大把握 毕竟感觉这种东西 着实有些玄乎 大家都别再说话 静默 等部长赶来 苏七七吩咐道 接下来 江太平 苏七七等猎魔酒队的队员 就安静地趴在草丛中 大概过了几分钟的时间 苏七七的手机震动起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看 是勤战打来的 随即接通电话 七七 我已经赶到 就在你们周围 进攻吧 收到 部长 苏七七应了一声 就挂断电话 部长已经赶来 猎魔酒队听令 全员发起进攻 话音落下 苏七七就起身朝木屋冲去 之前 他让所有人小心一些 是担心一截图 发现他们后逃跑 如今 秦战已经赶来 有秦战这名C级强者坐镇 根本无需担心 一截图逃掉 江太平等猎魔酒队的队员 随之而动 朝木屋冲去 很快 江太平 苏七七等人 就冲到木屋前方的一片空地上 就在此时 木屋的大门打开 里面的人快速涌了出来 看到为首的中年人 除了江太平外 苏七七等猎魔酒队的队员 军事一乐 他们感应不到中年人的修为 这就意味着 中年人至少是地级修为 此事无疑证实了江太平所说 若是他们贸然发起进攻 恐怕都得栽在这里 意识到这点 苏七七一阵后怕 索性他选择相信江太平 否则 今日就完了 猎魔酒队七名队员的脸颊上 也满是后怕 而那后怕中 还有着一抹尴尬 刚刚他们都在质疑江太平 结果江太平 却救了他们一面 不止他们 就连隐藏在暗处的情战 都一阵后怕 哟 这不是夜行人久安分部 猎魔堂猎魔酒队的苏美人吗 中年人惊喜到 苏七七的 脸色煞事难看 这回他也意识到 情报有误 而且 他还看到了那名线人 那名线人 正满脸得意地看着他 显然有误的情报 不是无心之失 而是刻意为之 这就意味着 猎魔堂被耍了 猴子 苏美人盯着你 似乎是发现了呀 中年人说道 猴子就是苏七七所说的线人 虎哥 他发现了又如何 这回已经晚了 猴子嘿嘿笑道 做得不错 中年人大笑道 之前我想着 能调来几名小虾米就可以了 没想到 竟然把九安分部的 第一天才美女给调来了 待会我玩过后 赏你玩玩 多谢虎哥 猴子激动道 我惦记 他已经很长时间了 没想到竟然能一亲方泽 哼哼 跟着我虎哥 可是有肉吃的 中年人傲然道 苏七七没有理会虎哥 他看向猴子 冷声道 为什么 跟着一兽有前途呗 猴子大笑道 既然没有悔过之心 为何给我们提供准确消息 苏七七又问道 不给你们点甜头尝尝 你们会上当吗 虎哥大笑道 用几个小虾米 换来你们一对人 你不觉得很值吗 苏七七的脸色 铁青无比 刚开始 他们还有所防备 但猴子接连提供的几条消息 都很准确 让他们以为 猴子真有悔过之心 就放下了戒备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这竟然是一个 预谋已久的陷阱 苏美人 我来了 虎哥大笑一声 就朝苏七七冲去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自空中急速下坠 落在苏七七身前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秦战 秦秦战 看到秦战 虎哥的脸色猛然大变 他第一时间 就欲疯狂逃窜 在我面前 还想跑吗 就禁锢起来 然后虎哥就朝秦战飞去 继而落在秦战脚下 秦秦部长 我错了 我真的知道错了 虎哥求饶道 我弃暗投明 帮你们对付异兽 求求你饶我一命 闭嘴 秦战冷声道 虎哥控制不住 打了一个哆嗦 然后就果断闭嘴 猎魔九队 杀了他们 秦战分阻道 他没有对圣鱼之人出手 这道不是他不屑 而是他想让猎魔九队动手 以此来锻炼猎魔九队 增加猎魔九队的战斗经验 是 部长 苏七七 将太平等猎魔九队之人 应了一声 就朝剩余的一截图冲去 猎魔九队一共九人 剩余的一截图 也是九人 苏七七 将太平等猎魔九队队员 正好各自找上一人 猎魔九队气势如虹 一截图却毫无战役 究其原因 正是猎魔九队这边 有秦战这个大boss坐镇 碰 苏七七一拳 就将一名一截图砸飞 而且直接轰杀了那名一截图 他可是九星一级修为 对战三星以下 一级修为之人 就是手道擒来之士 斩杀一名一截图 苏七七就欲去帮江太平 在他想来 江太平只有三星F级修为 必定不是一级一截图的对手 但下一刻 他就看到 手握匕首的江太平 竟然压着那名一截图打 什么情况 苏七七有些猛 什么时候 F级修为之人 也能压着一级修为之人打了 秦战也在注意着江太平 他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而且 他似乎是觉得眼花了 还揉了揉眼睛 再度看去 但看到的情况 一如在之前 七七 这小子啥情况 秦战忍不住问道 部长 我也不知道啊 苏七七猛逼道 秦战盯着江太平看了一会 感叹道 这小子的那套武器十分精妙 他没有和一截图硬碰 而是凭借精妙的武器 和一截图周旋 这样就避免了实力上的不足 苏七七点了点头 秦战所说 很有道理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江太平是刻意为之 而且他还没有攻击一截图的喉咙 以免露出破绽 要知道 他化身蜘蛛侠斩杀的四名一截图 都是割断了一截图的喉咙 若非如此 面对气势为米的一截图 他早就结束战斗了 七七 这小子 什么时候晋升三星F级的 秦战问道 今天早上 苏七七说道 昨天下午 他搬到了分部居住 然后去了藏经阁 在藏经阁 一直待到今天早上 直到我给他打电话 才从藏经阁出来 秦战愣了愣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遗憾 而他遗憾的原因 和苏七七一样 江太平什么都好 也很努力 就是修行天赋太差 对了 七七 那是 你给他说了吗 秦战问道 已经说了 苏七七知道 秦战问的是南山省总部派人考验江太平之事 此 就在此时 江太平一刀捅进一截图胸口 结束了战斗 秦战和苏七七对视一眼 两人的脸颊都充斥着浓浓的震惊 三星F级修为的江太平 竟然在正面搏杀中 斩杀了一星一级修为的一截图 江太平看了看周围 有些郁闷 除了苏七七外 其他人还没结束战斗 那些一截图 对他来说都是惊艳宝宝 还是抽奖卡提取机 他好想抢怪啊 但他想想还是算了 抢怪是不道德的 而且 猎魔九队的队员都占据着上风 斩杀一截图 就是早晚之事 根本无需他插手 哎 江太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迈步走到秦湛和苏七七身边 小江 好样的 秦湛夸奖道 部长谬赞了 江太平谦虚道 是那个一截图被吓破了胆 否则想杀他可不容易 苏七七抬头望天 这家伙又开始低调了 秦湛则没多想 因为他也是这么想的 没多久时间 猎魔九队的队员 就先后斩杀一截图 结束了战斗 小江啊 秦湛尴尬道 坦白说 你通过猎魔堂考核时 我有些后悔 让你参加猎魔堂考核 但现在我一点都不后悔 甚至还很庆幸当初的决定 若非江太平 提前察觉到危险 并一直坚持 猎魔九队 今天就要全部栽在这里 若真发生这样的事 九安分部就要出名了 不是好名 而是臭名 因为自叶行人成立以来 还从未有哪支猎魔队 被一截图团灭的 尤其猎魔九队中 还有苏七七这个整个龙国都 为数不多的S级修行天赋的天才 若是苏七七死在这里 对夜行人来说 将是极大的损失 那时 身为九安分部部长的他 怕是得引救辞职 甚至还会成为夜行人的罪人 所以 江太平不只救了猎魔九队 也救了他 部长 我是猎魔九队的一员 这是我应该做的 江太平说道 F1 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怪你了 F1 我错了 还请你不要跟我计较 猎魔九队的队员 纷纷开口道歉 没事的 我能理解 江太平笑道 这方世界强者至上 我修行天赋差 你们看不起我很正常 猎魔九队七名队员 羞愧的只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他们看不起江太平 对江太平爱达不理 甚至在江太平说有问题后 他们还接连嘲讽 结果江太平救了他们一命 如今 江太平不仅没有和他们计较 还说理解他们 如此心胸 实在是让他们汗颜啊 看着几人那满脸羞愧的模样 江太平暗自嘀咕 小样 竟然敢看不起我 还对我爱达不理 而且还嘲讽我 我羞愧不死你们 不过他也就是搞几人一下出出气 没打算再做什么 毕竟都是队友 说起这事 我说几句 苏七七说道 这方世界是强者至上 但不要因为修行天赋好 就瞧不上别人 因为那些修行天赋差的人 其他地方 未必就不如你们 更何况 咱们是队友 队友之间应该互相帮助 而不是互相鄙视 今日若非江太平 不顾你们的嘲讽 坚持己见 而是拂袖离去的话 你们说 我们今天会是什么后果 队长 我们知道错了 猎魔九队的七名成员 一个个低着头 苏七七没再说什么 看到苏七七 没有再说话的意思 秦战又道 小江 我无法保证 你一定能待在猎魔堂 但可以保证 我会倾尽全力 帮你留在猎魔堂 他做出如此承诺 是因为江太平 对危机的超强感应 对猎魔堂来说 实在太重要了 今日江太平救了猎魔九队 救了他 就足以证明此事 这也让江太平 在他心中的重要程度 直线上升 多谢部长 江太平感谢道 他根本不需要秦战的承诺 因为他自己就可以解决 但这回显然不能这么说 秦战没再多说什么 目光转移到虎哥身上 江太平随之看向虎哥 目光闪烁 那模样 显然是在打虎哥的主意 当当你说 要弃暗投明 秦战看向虎哥 只是说说可没用 得拿出诚意来 这是当然 我知道一个一截图窝点 虎哥目光闪烁 把他知道的一截图窝点 说了出来 你最好没有骗我 否则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秦战说着 就掏出手机打电话 片刻后 他说道 老曹 我得到一条消息 是一截图的窝点 你带人 虎哥的面色猛然大变 他胡乱编的地方 想忽悠秦战 却没想 秦战竟然立即打电话 让曹山带人过去 若是等曹山过去 他的谎言 岂不是当场就被拆穿了 情形不长 等等 虎哥急忙说道 我突然想起 那个窝点中的一截图 已经撤离了 老曹 你等一下 待会我再打给你 希望你把握住 别让我失望听清楚 是最后一次机会 是是是 虎哥汗如雨下 他又说出一个一截图窝点 秦战掏出手机 再度打电话 但看到虎哥的表情 没有变化后 他又把手机放入口袋 只是一个窝点 还算不上诚意 我要的是诚意满满 情形部长 您放心 我已经幡然悔悟 一定会把我知道的 所有一截图的窝点 都告诉你 请您一定要相信我 虎哥保证道 那就说吧 秦战说道 这 虎哥犹豫了一下 道 秦战不长 您保证不杀我 我就告诉你 和我讨价还价 就是你的诚意 秦战冷声道 别忘了 你现在是阶下球 你的小命攥在我手里 没有和我讨价还价的资格 你也只有一个选择 给出足够的诚意打动我 秦战不长 虎哥还想说些什么 但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秦战打断 你是听不懂我的话吗 话音落下 秦战抬起右脚 就踩向虎哥的右腿 咔嚓 只听一道清脆的骨骼断裂声响起 虎哥的右腿硬身而断 啊 紧跟着 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 就自虎哥口中吐出 还要我再说一遍吗 秦战问道 虎哥有些犹豫 他担心秦战过河拆桥 在他说出所有异界图窝点后 杀了他 看来 你说的诚意都是忽悠我的 既然这样 那你就去死吧 秦战没有给虎哥过多考虑的时间 他说着 就抬脚朝虎哥的脑袋瓜子踩去 见状 虎哥快速说道 我说 我说 秦战的右脚在虎哥眼前停下 但并没有收回 他说道 说吧 虎哥快速说出几个异界图窝点 就这几个 你还是没有诚意啊 秦战叹了一口气 虎哥很委屈 他都说出好几个异界图窝点了 怎么就是还没诚意 如果只有这几个的话 你可以去死了 秦战继续道 还还有一个 这个窝点的异界图 还很多 虎哥又说出一个异界图窝点 我问一句 你说一句 这就是你的诚意 秦战冷声道 情情不长 我已经把我知道的异界图窝点 全都说了 虎哥都快哭了 一点诚意都没有 你可以去死了 秦战说着 就欲继续踩向虎哥的脑袋瓜子 秦战部长 真没有了 真的 我保证 虎哥语无伦次道 秦战想了想 罗开放在虎哥头顶的右脚 他警告道 我现在就打电话找人核实 你说的异界图窝点 若是有一个出错 我会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虎哥长松一口气 他快速说道 秦部长尽管核实 我保证一个都没错 秦战点了点头 道 没错那你就更该去死了 虎哥面色陡然一致 没错 还更该死 这什么情况 不过下一刻 他就反应过来 他怒吼道 姓秦的 你耍我 是你没有诚意 算了 不和你玩文字游戏了 今日的亏吃过一次就够了 你以为我还会吃第二次 从今日起 夜行人不会再相信任何一截图 遇到只有一个选择 杀无赦 话音落下 秦战抬脚 就朝虎哥的脑袋瓜子 踩去 就在此时 一道阻止声突然响起 部长 等一下 这道阻止声 出自江太平之口 秦战第一时间停下 他看向江太平 疑惑道 小江 有事吗 部长 我有一个请求 能不能让我杀了他 江太平问道 秦战有些诧异 你杀了他和我杀了他 不都一样吗 能一样吗 你杀了他 我屁都得不到 但我杀了他 能吸收气血 还能得到抽奖卡 江太平暗自嘀咕 只是这话没法说出来 想了想 江太平解释道 部长 结果是一样的 但你肯定杀过不少 地级异解图 而我还没杀过 地级异解图呢 我想体验一下 杀地级异解图 是什么感觉 行 那就让你动手吧 秦战果断答应 他要的是杀了虎哥 谁来杀都一样 再个 今日江太平 可是立了大功 没必要因为这点小事 拒绝江太平 多谢不着 江太平哈拉子 都快留了下来 虎哥可是地级修为 杀了虎哥 肯定能吸收不少气血 得到不少抽奖卡 似乎是怕秦战反悔 江太平说完就手握匕首 捅入虎哥的胸口 下一刻 抽奖万界系统 那有些机械的话语声 就在江太平脑海中响起 叮 宿主斩杀一名敌人 获得222章低级抽奖卡 与此同时 江太平清楚感受到 一股暖流进入他体内 那暖流 比他感受过的任何一股暖流 都要庞大很多 显然正如他想的那样 杀了虎哥 让他吸收了不少气血 秦战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江太平出手够果断 够狠辣 小江 今天你立了大功 秦战说道 不止救了猎魔酒队 还让我们得知 不少一截图的窝点 依据猎魔堂的规矩 奖励你一颗高级气血单 多谢不着 江太平很惊喜 一颗高级气血单 可是能卖200万 吸收不少气血 获得200多张低级抽奖卡 还赚了200万 今日这一趟没有白来 简直赚大发了呀 而且这些还不是今日的全部收获 刚刚秦战审问虎哥 得到不少一截图窝点所在 江太平可没有忘记此事 他也在惦记着 这些一截图窝点 若是能将这些一截图窝点 全部扫荡一遍 必定可以得到更多收获 小江 这是你应得的 秦战摇了摇头 取出一颗高级气血单 递给江太平 猎魔酒队的队员都满脸羡慕 那可是高级气血单 他们也想要啊 不过他们也就是羡慕 对于秦战给江太平的奖励 没有任何意义 且不说江太平 对他们的救命之恩 单单江太平立的功 就有资格得到高级气血单 江太平接过高级气血单 揣进口袋 然后收入系统仓库 他没有再跟秦战客气 看向苏七七 道 队长 怎么了 苏七七问道 江太平有些无语 你这反应是不是太慢了 但苏七七没反应过来 他只能提醒道 队长 那些一截图窝点 苏七七顿时恍然大悟 他看向秦战 道 部长 刚刚你审问出不少一截图窝点 猎魔酒队 请求出战 不用了 我亲自去解决他们 秦战摇了摇头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寒意 今日差点吃了一个大亏 此事让他很生气 而让他很生气 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部长 那些一截图窝点 都是一些虾兵蟹将 你亲自出手对付他们 不是杀鸡用牛刀吗 还是由我们猎魔酒队出手吧 江太平紧跟着开口 他还指望着 扫到那些一截图窝点 增加今日收获呢 若是由秦战出手 他屁都得不到 这怎么能行呢 是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感觉 秦战点了点头 画风陡然一转 道 但一截图敢算计我们 我要让一截图知道 这么做会付出巨大代价 以此来警告他们 让他们老实一些 江太平满头黑线 听到秦战前面的话 他还心中暗息 结果后面的话 直接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部长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你刚刚不还打电话给堂主吗 苏七七说道 我只是做做样子 想看看那家伙所说 是否属实罢了 秦战说道 苏七七等人愣住了 只是做做样子 这家伙 可真是老银币啊 连我都被骗了 江太平忍不住暗叹一声 刚刚他也以为 秦战是真的给曹山打电话 此事就这么定了 秦战 你带队回去休息吧 秦战直接拍板决定 然后腾空而起 快速离去 目送秦战离开 江太平心都在滴血 倒嘴的气血和抽奖卡 就这么飞了 要不要去抢一波怪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但很快 他又否定了这个念头 你个老银币要脸吗 竟然抢我的怪 郁闷不已的江太平 忍不住在心里破口大骂 走吧 苏七七招呼江太平等人一声 就朝落日山下赶去 江太平等人随之跟上 江太平 你已经入职猎魔堂 为何部长说 会尽力让你留在猎魔堂 有人问道 因为猎魔堂的潜规则 因为我的修行天赋太差呗 江太平没有隐瞒 把南山省总部 想要取消他猎魔堂成员身份之事 大概讲了一遍 都已经入职猎魔堂了 怎么可以这样 就是 这也太过分了吧 什么狗屁前规则 都是成规救俗 早就该打破了 不行 我们得想想办法 不能让江太平 被取消猎魔堂成员身份 猎魔酒队的队员 纷纷为江太平名不平 还说要帮江太平 对此 江太平毫不意外 若是没有今日之事 除了苏七七外 他的这些队友 没人会反对南山省总部的决定 如今 他的这些队友 纷纷出言反对 是因为看到了他的价值 确切的说是 他的这些队友都不是傻子 认识到了 见闻色霸气 在行动时的恐怖作用 也正是因此 他的这些队友 才不愿让他离开 这也是他之前 敢说和他做队友 是一种荣幸的原因所在 明白归明白 江太平没有因此 就对他的这些队友产生不满 因为这方世界 就是这么现实 唯有你有价值 才能得到别人的重视 大家的好业 我心领了 江太平说道 这是我自己能处理 你们都别插手 听江太平的 你们都不要插手 苏七七紧跟着说道 南山省总部的决定 连情战都无法轻易改变 更别说猎魔九队的队员了 而且 若是猎魔九队的队员 胡乱插手 还有可能引发更多的麻烦 听江太平和苏七七都这么说 猎魔九队的队员 就没有再说什么 其实他们也知道 他们人轻言威 帮不了江太平 而他们刚刚那么说 是想表明 愿意和江太平做队友的态度 也以此来弥补 之前他们对江太平的轻视 赶到落日山脚下 苏七七 江太平等人 就驾车潮就夜行人久安分不敢去 队长 高级气血单 要不要 江太平问道 不是吧 苏七七诧一道 你都有两百多万了 还要卖 两百多万又不多 连你的座价都买不起 江太平说道 你不用劝我 我是一定要卖的 你就说要不要吧 要多少钱 苏七七果断说道 江太平一定要卖 他再劝也无用 而高级气血单 傻子才不要呢 老价钱 两百万 江太平说道 江太平 你是不是傻 可以卖更高价格的 苏七七说道 队长 我不是傻 只是不想便宜外人罢了 江太平笑道 你是猎魔堂中 唯一没有因为我 修行天赋差 就对我爱达不理之人 而且就冲你刚刚的那句话 我宁愿少赚点钱 也要卖给你 苏七七的美眸中 浮现出一抹复杂 他只是觉得 人都是平等的 不能因为修行天赋高低 而区别对待 这在他看来 就是很平常的事 却没想 换来江太平的感激 那我就不跟你客气了 苏七七拿出手机 直接给江太平 赚了两百万 江太平把高级气血单 递给苏七七 道 队长 我再睡一会 苏七七有些无语 这家伙又要睡觉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一次江太平不是睡觉 而是想要盘点今日的收获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净剑 一级 气血 四百零一卡 天赋 吞噬神级 剑胚S级 四百零一卡 这是足足增长了249卡呀 江太平的双眸猛然瞪大 脸颊也浮现出一抹狂喜 在出任务前 他的气血是一百五十二卡 任务中 不算被他同死的虎哥 他只斩杀一名 一星一级修为的一界图 依据以往的经验 杀死一名 一星一级一界图 能吸收十多卡气血 这就意味着他同死虎哥 足足吸收了二百三十多卡气血 不枉我费尽心思 从老银币手中抢怪 修为从一星一级 直接窜到四星一级 连涨三星 足以称得上 修为暴涨 这怪强的实在太特么值了 江太平激动的不能不已 不过他也知道 这种越级杀敌的情况 纯属个例 难以复制 但修为暴涨 他再去猎魔园 就可以斩杀更高级别的异兽 而斩杀高级别异兽 可比斩杀低级别异兽 吸收的气血多 所以 这一次修为暴涨带来的好处 还是很多的 江太平 你不是说要睡觉吗 苏七七的话语声陡然响起 怎么眼睛瞪得跟乒乓球一样 还一脸兴奋 文言 江太平顿时意识到 苏七七还在旁边坐着呢 队长 我就着睡觉 江太平没有解释 他说着 就闭上双眸 苏七七满脸古怪 这家伙 该不会是因为 今日赚了200万而开心吧 不过 他也就是这么想了一下 就集中精力 驾车朝夜行人久安分不时去 江太平强行压下心中的兴奋 又打开系统仓库 仓库中有320张抽奖卡 其中56张抽奖卡 是以前的 剩余的264张抽奖卡 是今日的收获 抽奖万界系统 合成三张高级抽奖卡 和两张中级抽奖卡 江太平在心里说道 三张高级抽奖卡 和两张中级抽奖卡已合成 消耗320张低级抽奖卡 江太平没有立即开始抽奖 他在考虑 是先用中级抽奖卡热热身 还是直接用高级抽奖卡抽奖 几番思索 江太平决定 不用中级抽奖卡热身 直接用高级抽奖卡抽奖 抽奖万界系统 高级抽奖卡三连抽 江太平在心里说道 开始抽奖 消耗三张高级抽奖卡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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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平瞬间脸黑了 他用高级抽奖卡抽过不少次 每一次都会有些收获 这一次 却接连三个谢谢参与 若非他用高级抽奖卡 抽到过好东西 恐怕 他都会忍不住怀疑 高级抽奖卡是水货 此时 江太平有些后悔 没有用中级抽奖卡热热身 但这回后悔已经晚了 今天的运气有些悖啊 江太平暗叹一声 他咬了咬牙 继续抽奖 他倒要看看今天他的运气 能被成什么样 抽奖万界系统 终极抽奖卡两连抽 江太平咬牙切齿到 开始抽奖 消耗两张终极抽奖卡 叮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剑招一剑仙人柜 叮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剑招两袖青蛇 在抽奖万界系统说话间 两股信息涌入江太平脑海 那是剑招一剑仙人柜 和两袖青蛇的修炼之法 江太平有点猛 之前他满心期待 结果接连三个谢谢参与 现在他都做好了 接连两个谢谢参与的准备 结果却连中两元 抽奖万界系统 你他们是不是在玩我 不过话再说回来 即使抽奖万界系统在玩他 他也被玩得很开心 因为中奖肯定要比谢谢参与好 而且中的奖还是剑招 有了剑招 猎魔堂配备的软剑 就有了用武之地 足足猛逼了好一会 江太平终于回过神来 唉 抽奖真要命啊 大悲大喜 心脏差的人都受不了 抽奖也是个玄学 太过期待反而会失望 不抱期待 却时常有惊喜 做人得保持平常心 抽奖也是如此啊 江太平忍不住暗叹几声 然后关掉抽奖万界系统见面 要不要在脑海中修炼一下 一个念头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但很快 他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之前出任务时 他精神抖擞 忘却了困卷 如今完成任务 心神放松之下 困意顿时席卷而来 脑袋瓜子都昏昏沉沉的 在这种情况下修炼 纯属白费功夫 所以还是休息一下吧 他也没有询问 抽奖万界系统 见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的用途 见招就是用来战斗和杀敌的 根本没有问的必要 再个他也知道 见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 那是李纯刚的成名绝技 不过李纯刚最为强大的见招 是一剑开天门 对于见招一剑开天门 江太平很是期待 他相信 有了见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 抽到见招一剑开天门 就是早晚之事 没多久时间 江太平就沉沉睡了过去 待得赶到夜行人久安分部 已经到了中午时分 江太平 醒醒 苏七七抬手推了推睡的 跟死猪一样的江太平 到了吗 江太平睡眼朦朦道 队长 我回去继续睡觉 有事你喊我 以后别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该休息时就要休息 苏七七叮嘱江太平一句 又道 赶紧回去睡吧 哦 江太平应了一声 迷迷糊糊的 和苏七七一起乘坐电梯 朝酒楼赶去 然后回到房间 休息一下 晚上再休息 江太平嘟闹一句 仰天倒在床上 连作战符都没拖 这家伙睡觉都没忘了修行 还有 这得困成什么样 门也不关 作战符也不拖 苏七七叹了一口气 随手帮江太平关上房门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江太平说的修行 不是提升修为 而是练习剑招和御剑术 在江太平的呼呼大睡中 时间悄然流逝 很快 一下午就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晚上 依照江太平的打算 他计划晚上出去 修炼剑招和御剑术 但遗憾的是 计划只是计划 接连两天没怎么休息的他 这回还在呼呼大睡呢 而且他不知道的是在他睡觉时 久安市发生了一件大事 清晨 江太平紧闭的双眸 缓缓睁开 下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猛然坐起 然后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卧槽 已经早上八点了 一道错愕声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他抬手拍了拍额头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懊恼 昨天他还打算 趁着天黑外出修炼剑招和御剑术 结果却睡过头了 不知哪里 只是睡过头 分明是一觉睡到天亮 而且还是自然醒 唉 浪费了一晚上时间 罢了 已经浪费了 再去想 也没什么用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他脱掉作战服 收入系统仓库 然后去卫生间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朝门口走去 打开房门 一只玉拳就垂到江太平身上 江太平愣了愣 队长 大清早 你就和我玩小圈圈垂胸口 谁和你玩小圈圈垂胸口了 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 解释道 我想敲门来着 却没想你正好开门 我没反应过来 就敲到了你身上 哦 江太平期待道 队长 你来找我是不是有任务 不是 苏七七说道 我想着不早了 就过来喊你起床 你可真是能睡啊 从昨天中午回来 一直睡到现在 足足十七八个小时 猪都没有你这么能睡 我这不是太困了吗 江太平有些尴尬的转移话题 队长 今天有任务吗 没有 而且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怕是都不会再出任务 苏七七说道 啊 江太平又是一愣 队长 啥情况 昨天部长 图了好几个一节图窝点 杀了足足近百人 而且还把一节图的尸体悬挂起来 以此来警告一节图 甚至还录了像 上传到网上 苏七七说着就掏出手机 点开一段录像 道 你看 部长可霸气了 看着录像中秦湛 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图露一节图 江太平的心都在滴血 这都是他的经验宝宝 和抽奖卡提取机 就这么被秦湛那个老银币给搞没了 部长还放出狠话 不要做一兽的走狗 更别触碰他的底线 否则他就是把九安市翻个底朝天 也要把九安市中的所有一节图 全部揪出来 苏七七继续道 昨日被一节图算计之事 激怒了部长 他是真生气了 被他这么一搞 受到惊吓的一节图 应该会消停一些 我们也可以安生一段时间 老银必误我 江太平忍不住发出一道无声的长叹 他真的不想安生 这倒不是他不喜欢安生 而是安生无法提升修为 无法得到抽奖卡 不过话再说回来 他也知道 秦湛如此做 对九安市来说 是一件大好事 今天估计没什么事 你打算做什么 苏七七问道 江太平想了想 要么去藏经阁看书 要么找个地方修行 嗯 别把自己逼得那么紧 苏七七又道 你刚起床 还没吃饭 一楼有餐厅 饭菜的味道挺不错 而且还是免费的 你赶紧去吃饭吧 好的 队长那我去吃饭了 江太平点了点头 就朝电梯走去 来到一楼 江太平在餐厅中吃了点早餐 就离开九安分部 打车朝猎魔园赶去 今日没有任务可做 他又想尽快提升修为 只能去猎魔园了 路上 江太平在一个服装市场下车 他买了一件大黑长袍 还买了一个墨镜 前日一介图袭击学校 给了他一个灵感 那就是用大黑长袍 隐藏身份 至于蜘蛛侠的衣服 去猎魔园是不能用的 一是因为太过显眼 二是因为苏七七 已经产生了怀疑 在距离猎魔园 还有一段路时 江太平又下了车 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江太平换上大黑长袍 戴上墨镜和口罩 大摇大摆地朝猎魔园走去 唉 来猎魔园杀敌 还搞得跟做贼似的 我这怕是独一份 江太平自嘲道 不过 为了不遭贼惦己 为了活得更长久 这么做 还是很有必要的 看到全副武装的江太平 猎魔园的守卫 有些无语 你来猎魔园修行 又不是丢人士 至于把自己包裹得如此严实吗 他们没想过 江太平是一介图 因为一介图 根本不会来猎魔园 这一次 江太平没等守卫开口 就一拳轰在猎魔园入口旁边的 巨大黑药石上 紧跟着 黑药石上 就爆发出四道橙色光柱 四星一级 守卫说道 最多深入1300米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这点一定要记住 江太平点了点头 就踏入黑色光幕 他选择暴露真实修为 同样是为了掩饰 或者说是 不让苏七七怀疑到他身上 要知道 上一次苏七七就知道 他进入了猎魔园 谁知道这一次 苏七七会不会知道 下一刻 江太平就出现在猎魔园中 看了看周围 确认周围无人后 江太平脱下黑色长袍 取下口罩和墨镜 然后 穿上蜘蛛侠的衣服 又穿上黑色长袍 戴上口罩和墨镜 猎魔园中树木林立 在这种情况下 蜘蛛侠衣服的效果 能发挥到极限 而他又穿上黑色长袍 戴上口罩和墨镜 是为了防止猎魔园中 有其他人 发现他蜘蛛侠的身份 做好掩饰 江太平就走出安全区 朝密林深处走去 与此同时 见纹色霸气随之施展 匕首也在他手中 凭空浮现 上一次进入猎魔园 是江太平出入猎魔园 对猎魔园不太了解 那时他又空有修为 却无武器 匕首未必有拳脚好用 藏着匕首 说不定能在关键时刻 起到积极不易的作用 但这一次 他有了武器 还有了装备 没必要再藏着掖着 很快 就有异兽 想要偷袭江太平 在剑纹色霸气的感知下 那些隐藏在草丛中的异兽 就跟站在江太平眼前一样 位于边缘的异兽 修为又不高 这就导致他们的偷袭 注定是无用的 而且还未靠近江太平身边 就被江太平一圈 直接轰杀 江太平没有寻找森林外围的异兽 外围的异兽 修为太低 吸收不到多少气血 找外围的异兽 纯属浪费时间 不过正面遇到的话 他还是会顺手解决 毕竟蚊子腿再小也是肉 伴随着江太平的不断前进 他快速深入密林 然后他就突然明白了 夜行人的良苦用心 上一次 江太平来猎魔园时 就觉得森林外围 百米范围内的异兽 有些弱 但当时的他 只顾着斩杀异兽 提升修为 就没有多想 这一次来猎魔园 有了剑纹色霸气 江太平可以清楚感应到 异兽的修为 伴随着深入密林 他就发现了一些情况 森林外围 百米范围内的异兽 都是一星F级修为 但却是出入一星F级 最多不超过13卡气血 而他上一次来猎魔园时 是18卡气血 觉得异兽有些弱实属正常 100米到200米范围的异兽 也是一星F级修为 但气血在13卡到19卡之间 难怪守卫叮嘱他 不要深入超过100米 否则会有性命之威 200米到300米范围内的异兽 是二星F级修为 之后每深入100米 异兽的修为 就增加一星 这就意味着 猎魔园中的异兽 有着极其清晰的等级划分 和地盘范围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异兽都严格在各自范围内活动 这点从有些异兽 明明想要攻击他 却站着不动 一直等他踏入那些异兽的活动范围 才会发起攻击 就可以看出 低级异兽 没什么智商 性格大多都嗜血暴躁 却严格恪守活动范围 再加上猎魔园是夜行人建设的 就只有一种解释 不跨越范围活动 是夜行人的规定 而且还将这个规定 刻入了异兽的潜意识里 至于夜行人 为何这么做 很简单 为的是保护试炼的夜行人 毕竟建立猎魔园 是为了让夜行人试炼的 而不是来送命的 夜行人有些地方虽然迂腐 比如不允许F级修行天赋之人 进入猎魔堂 但夜行人对自家成员的保护 还是挺到位的 江太平按探一声 继续深入密林 很快 他就来到1200米到1300米的范围内 这个范围中的异兽 都是三星异级修为 而1300米外的异兽 则是四星异级修为 此事也正视了江太平的判断 夜行人让试炼之人 在修为比自己稍低的异兽活动范围内试炼 既可以保证试炼的效果 还可以尽可能地避免伤亡 江太平没有更深入密林的想法 虽然斩杀更高修为的异兽 可以吸收更多的气血 但却有危险 而且更高修为的异兽也难杀 单位时间内的收获 未必就比斩杀修为低一些的异兽多 就在此时 一只一米来高的狐妖 自枯萎的草丛中窜出 自背后咬向江太平 江太平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仿若未察觉一样 但就在狐妖期近江太平身边的那一刻 江太平突然动了 只见他猛然转身 握在手中的匕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狐妖的喉咙斩去 此 伴随着一道利人入体声响起 狐妖被江太平一击 直接斩断喉咙 然后犹如死狗一般 从空中落下 继而砸在地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撞击声 想偷鞋 殊不知你在我眼中 就跟电灯泡一样那么亮 江太平撇了撇嘴 脸颊上满是鄙视 凭借见纹色霸气的感知 他早就察觉到 旁边不远处的草丛中 握着一只狐妖 也在第一时间 察觉到狐妖的偷袭 而他一动不动 是想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 不对 应该是以其妖之道 还治其妖之身 诉主斩杀一名敌人 获得23张低级抽奖卡 抽奖万界系统 那有些机械的话语声 在江太平脑海中响起 江太平愣了愣 才23张低级抽奖卡 要知道 他斩杀的一截图修为 还没狐妖高 都能收获四五十张 低级抽奖卡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江太平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斩杀一名一星一级修为的 一截图能收获十多卡气血 但斩杀的狐妖 是三星一级修为 却只收获了五卡气血 吸收的气血少 获得的抽奖卡也少 看来斩杀一兽 没有斩杀一截图的收获高啊 应该是这样 除此之外 没其他解释了 江太平暗叹几声 他没有询问抽奖万界系统 因为事实摆在这里 没必要多问 再个 他就是问了 也改变不了 斩杀一兽 没有斩杀一截图 收获高的事实 So 一缕诸丝 自将太平手中暴射而出 他借助诸丝 朝不远处荡去 那里还藏着一只狐妖 正虎视眈眈的盯着他 准备偷袭他呢 在荡到狐妖藏身之处的那一刻 江太平手中的匕首 再度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斩出 此 又一道利刃入体声响起 这只狐妖还没来得及偷袭 就被江太平 直接斩断喉咙 接下来 江太平就在1200米到1300米范围内 疯狂屠戮一兽 凭借修为上的压制 刺杀术割喉的刁钻 剑文色霸气的感知 以及蜘蛛侠的衣服 江太平如入无人之境 斩杀异兽的速度极其之快 尤其是蜘蛛侠的衣服 在树木灵力的环境中 作用完全发挥到了极限 只要被江太平盯上的异兽 没有一直能逃脱他的追杀 短短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就有几十只异兽 陨落在江太平手中 此时 江太平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 他杀了这么多异兽 修为肯定提升了不少 没必要再待在1200米到1300米的范围内 想到这里 江太平就召唤出 抽奖万戒系统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18 净剑 一级 气血 638卡 天赋 吞噬神级 剑胚S级 一个多小时就吸收了200多卡气血 现在的我已经是六星一级修为 没必要再待在这里 可以更深入一些 依照如此提升速度 我今日就可以突破一级 晋升地级 神级修行天赋吞噬 实在太牛逼了 猎魔猿 简直就是我提升修为的后花园啊 江太平大笑着 朝身灵深处走去 但就在此时 江太平突然打了一个哆嗦 心中也陡然升起一股强烈的危机感 退 江太平不知道 那股危机感来自何处 但那股危机感很是强烈 多让他有股要死在这里的感觉 他顾不得多想 第一时间就做出撤退的决定 So 一缕猪丝 自江太平手掌中暴射而出 站在后方的一棵大树上 他借助猪丝 朝森林外围荡去 然后双手并用 急速撤退 一直退回安全区 江太平心中的危机感 才消失不见 想了想 江太平又走出安全区 但紧跟着危机感 就再度升起 江太平没敢大意 又退回安全区 紧紧盯着前方不远处的密林 片刻后 一只足有两米来高 看起来有些贼没熟眼的狼腰 自密林中走去 这只狼腰正是不久前 被擒战一巴掌 拍在地上的那只狼腰 为何说他贼没熟眼 因为狼腰走出密林前 左顾右看 微微缩缩 还夹着尾巴 看到狼腰 江太平的脸颊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凝重 他知道危机感来自哪里了 眼前不远处的这只狼腰 竟然是七星地极修为 只是他有些不解的是 七星地极修为的狼腰 怎么跑到了森林外围 此时 狼腰也看到了 站在安全区的江太平 然后瞬间就变得威风凛凛 刚刚是你杀了我很多手下 狼腰口吐人言 江太平没有回答 他反问道 你个畜生 为何跑到外围 狼腰也没回答 能量之事 可是异兽的秘密 岂能告诉人类 这里没别人 应该就是你了 狼腰命令道 两只脚的战虫 赶紧过来 让威风凛凛的狼大人吃了你 江太平一阵恶然 这畜生能口吐人言 可见有些智商 但说出的话 怎么这么蠢呢 你个畜生在想屁吃呢 江太平讥讽道 就你还威风凛凛 刚刚是谁一副贼眉鼠眼 夹着尾巴的模样 真特么的丢人不对 是真特么的丢狼 狼腰有些羞脑 他担心情站在这里 这才畏畏缩缩 夹着尾巴走出 但让他没想到的 是他那猥琐模样 竟然被眼前 这个两只脚的战虫看到了 两只脚的战虫 我要杀了你 狼腰勃然大怒 说话间 他挥起立爪 就隔空拍出 但就在拍出的那一刻 他顿了一下 一股无形的气静 自狼腰立爪上爆射而出 轰向江太平 江太平下意识 就想踏入黑色光幕 离开猎魔园 但下一刻 他又稳稳站在原地 碰 那股无形气静 转瞬即到 但没有打到江太平 而是打在安全区外的地面上 畜生就是畜生 连准头都这么差 江太平讥讽到 刚刚凭借剑文色霸气的预判 他察觉到狼腰的攻击 落不到他身上 就又压下了 离开猎魔园的念头 狼腰更加羞恼 不是他准头差 而是出手时 他突然意识到 不能攻击安全区 就改变了攻击角度 否则守护节节颤动 再度引来情战 他就悲剧了 但此事他无法说出来 两只脚的战虫 有本事你出来 看狼大人不撕了你 狼腰死吼道 江太平眨了眨眼睛 这畜生 好像不敢攻击安全区啊 想到这里 江太平抬手朝狼腰勾了勾手指 讥讽道 畜生 小爷我就在站在这里不动 有本事你过来啊 狼腰有些抓狂 他很想吃了江太平这个 敢挑衅他的两只脚战虫 但江太平站在安全区内 不敢攻击安全区的他 只能干瞪眼 却没有任何办法 畜生 你走出规定的范围 是想死吗 江太平又威胁道 你信不信我马上告诉秦部长 让他宰了你 狼腰控制不住 打了一个哆嗦 他二话不说 转身就朝森林深处跑去 江太平愣了愣 这就被吓跑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前不久 狼腰刚被秦战教训一顿 而且还说 若是他敢踏出活动范围 就要宰了他 如今 他用秦战做威胁 狼腰能不怕吗 还真特么的贼眉鼠眼 丢狼的脸 江太平撇了撇嘴 走出安全区 小心翼翼地朝森林走去 只是他还没走出多远 一道咆哮声 就在森林中响起 给我宰了那只两只脚的战虫 否则老子色念 江太平停下脚步 眉头微微皱了皱 那声音是狼腰的声音 而且听那话语的意思 狼腰是让其他异兽来杀他 特么的 自己不敢违背规矩 却命令其他异兽 违背规矩 这畜生竟然还有点小聪明 江太平忍不住破口大骂 紧跟着 一缕危机感 就自他心头升起 江太平没有耽搁 果断退回安全区 过了没多久 一只一米多高的猪腰 自森林中窜出 朝江太平狂辈来 二星地急 江太平的双眸 微微一眯 他没有立即离开猎魔园 而是静静地站在原地 据夜行人历史记载 安全区设有静置 会主动攻击踏进来的异兽 他想看看 猪腰敢不敢踏入安全区 很快 猪腰就冲到安全区旁 然后停也不停 就踏入安全区内 我去 这他妈是不要命了 江太平大骂一声 果断踏入黑色光幕中 虽然安全区设有静置 但未必能在第一时间 斩杀猪腰 而他那小身板 可经不起二星地 及修为的猪腰一爪子 所以还是第一时间离开为好 几乎同时 猪腰发出一道凄厉的嘶吼 他那一米多高的身躯 瞬间变得鲜血淋漓 然后又快速退出安全区 亮亮呛呛地 朝森林内跑去 猎魔园外 两名守卫 第一时间注意到 守护节节的颤动 但还没等他们多想 就看到江太平 自黑色光幕中走出 这让他们都以为 守护节节颤动 是因为江太平走出的缘故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 守护节节颤动 还有猪腰进入安全区的原因 江太平没有说话 卖不朝前走去 要不要把此事告诉部长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但很快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若是说出此事 他进入猎魔园之事 就得暴露 而且还会暴露 他的真实修为 再一个说出 此事也没用 异兽拼死要杀他 如此情况 可不是秦战威胁几句就有用的 除非秦战一直在猎魔园盯着 但这可能吗 显然不可能 那畜生为何违规走出活动范围 又为何要让其他异兽 拼死杀我 对此 江太平着实有些不解 他不觉得 只是嘲讽狼腰几句 狼腰就会不顾同类的死活 非要杀了他 那么的 老鹰必误我倒也罢了 连一头畜生也要误我 江太平骂骂咧咧咧 被狼腰这么一搞 他今日晋升地级的计划 就要泡汤了 不过下一刻 江太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双眸陡然变亮 停下脚步 站在原地等了一会 江太平转身朝黑色光幕走去 猎魔园的两名守卫有些奇怪 这家伙刚出来 怎么又要进去 不过他们的职责是 禁止普通人进入猎魔园 提醒进入猎魔园之人 以及注意守护结界的动静 其他事情不在他们的职责范围内 所以他们都没有出声阻止 踏入黑色光幕 进入猎魔园 江太平的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笑意 刚刚他突然想到 秦战不可能一直在这盯着 狼腰也不可能一直盯着 只要他等一会 再进猎魔园 就可以继续猎杀异兽 没想到我也有 和敌人玩游击战的一天 这是继承了革命优秀传统啊 江太平扎了扎嘴巴 快速朝森林冲去 那只贼眉鼠眼的狼腰 随时都有可能发现他 他必须在狼腰发现他前 抓紧时间 尽可能的猎杀异兽 提升自己的修为 着急归着急 江太平很清楚 他这么做 就是在刀尖上跳舞 稍有不慎 就万事皆休 所以他没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心中满是戒备 见纹色霸气 更是全力施展 寻找周围异兽的同时 也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若有不对 他会在第一时间撤退 事实 也如江太平想的那样 他才斩杀十来只异兽 一道咆哮声 就在密林深处响起 那个可恶的两只脚战虫又来了 又撕了他 卧槽 这么快就被发现了 江太平有些郁闷 心头还有只一抹不解 刚刚那道咆哮声 是那只贼眉鼠眼的狼腰发出的 听声音传来的位置 狼腰和他之间的距离绝对不近 他又在密林中 有数不清的树木遮挡视线 狼腰不可能看到他 但狼腰却发现了他 这是怎么回事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狼腰并非看到了他 而是察觉到 异兽能量有所减少 就意识到是他来了 so 江太平没有因为心中的不解 有所耽搁 他第一时间借助猪丝 朝安全区快速荡去 在江太平回到安全区不久 之前闯入安全区的 那只猪腰就冲出密林 不过和之前不同的是 猪腰身上满是血污 那么的 又是这头猪 都被安全区的禁止伤成这样 还来攻击我 这畜生是猪吗 江太平忍不住破口大骂 话音落下 他突然愣了愣 这畜生就是猪啊 江太平没有立即退出猎魔园 直到猪腰冲进安全区 他才踏入黑色光幕 就这么被猪腰赶走 他心里很不爽 但他又打不过猪腰 就想着 借助安全区的禁止 弄死猪腰 看到江太平 自黑色光幕中走出 猎魔园的两名守卫很诧异 这家伙刚进去没多久 怎么又出来了 然而 让他们更诧异的还在后面 江太平站了一会 又转身踏入黑色光幕 这家伙什么情况 怎么进进出出的 一名守卫不解道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另一名守卫 翻了翻白眼 此时 江太平已经进入猎魔园 没有听到两名守卫的对话 若是他听到的话 肯定会无奈 他也不想进进出出啊 看了看周围 没有看到猪腰 心头也没有危机感 江太平就果断冲向密林 但这一次 他还没斩杀几只异兽 狼腰的咆哮声 就再度响起 哦哦 那个两只脚的战虫又来了 你个蠢猪 别再跑回来 给我站在入口处盯着他 江太平的脸 瞬间黑了 那只贼眉鼠眼的狼腰 竟然要猪腰站在入口处盯着他 这狼实在太坏了 郁闷归郁闷 江太平第一时间撤退 如同之前一样 江太平退回安全区后 并未第一时间离开 而是等着猪腰赶来 直到猪腰冲入安全区 这才踏入黑色光幕 离开猎魔园 看到江太平又跑出来 猎魔园的两名守卫 目瞪口呆 两人傻傻地看着江太平 他们想看看 江太平还会不会进入猎魔园 哎 游击战 估计暂时打不成了 但有些不甘心啊 嗯 再进去一次 看看那头猪 有没有在入口处盯着 江太平暗叹几声 他等了一会 再度踏入黑色光幕 目送江太平进入猎魔园 一名守卫问道 这家伙进出的时间越来越短 你说这一次 他会待多久 估计 另一名守卫话还没说完 就错愕道 他好像已经出来了 最先说话的守卫 朝黑色光幕望去 然后就看到黑色光幕 一阵波光荡漾 紧跟着江太平 就自黑色光幕中走出 他无语道 喂 你是闲着没事干 玩静静出出的游戏吗 江太平满头黑线 神特么静静出出的游戏 他是被一头猪赶出来的 好不好 不过此事无法对守卫言明 他就诧异道 你怎么知道 两名守卫很无语 你还真在玩静静出出的游戏啊 江太平没再停留 迈不朝前面走去 刚刚进入猎魔园时 他一眼就看到 那头猪腰在入口处守着 然后就退了回来 如此情况 今日已经无法再打游戏战了 不过今日打不成 明日还是可以打的 他还不信猪腰会一直守在那里 看到江太平离开 一名守卫差一道 这家伙怎么走了 应该是玩腻了吧 另一名守卫说道 江太平脚下一个裂剪 差点摔倒在地 我去 我随口应了一声 你俩还真信了 这两家伙智商看优啊 不过也好 换得聪明点的 怕是会怀疑什么 江太平暗叹一声 召唤出抽奖万戒系统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静剑 一级 气血 七百零五卡 刚刚踏入七星一级 才提升了三星 若非那只猥琐的狼腰捣乱 今日晋升地级 就是板上钉钉的事 罢了 不想了 等明日再来打游击 这会刚过中午 洛日山应该没什么人 去洛日山 修炼剑招和御剑术去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加快了前进速度 炼魔园 位于九安市最东边 再往东走一段距离 就是洛日山 所幸周围无人 没人听到江太平的感叹 否则江太平 很可能被众人的唾沫心淹死 半天时间 从四星一级 提升到七星一级 如此速度 就和坐火箭没什么区别 你竟然用才这个字形容 你咋不去死呢 花了大半个小时的时间 江太平赶到了洛日山脚下 这里已经出了市区的范围 周围也没什么村庄 连个人影都没有 而且地势开阔 无疑是一个修炼剑招 和御剑术的好地方 江太平没有立即修炼 而是盘膝坐地 缓缓闭上双眸 他在揣摩剑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的修炼之法 修炼之势 欲速则不达 唯有搞清楚修炼之法 才能更快修炼成功 片刻后 江太平的双眸 缓缓睁开 虽然剑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的修炼之法 很是神奥 但S级剑胚修行天赋 不只赋予了 他在剑道上一日千里的能力 还赋予了 他对剑道的恐怖理解力 所以 仅仅片刻时间 他就掌握了 剑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的修炼之法 剑招一剑仙人贵 是单体攻击武器 单打独斗时使用 剑招两袖青蛇的用途广一些 不仅单打独斗时可以使用 群攻时也可以使用 站起身体 江太平伸出右手 一柄软件 就在他右手中 凭空浮现 这柄软件 正是猎魔堂配备的那柄 今早 他将作战符 收入系统仓库时 连带软件 也收入了系统仓库 接下来 江太平就开始修炼 剑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 凭借着S级剑胚修行天赋 江太平只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将剑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 掌握的炉火纯青 搞定两个剑招 江太平略作修行 又开始修炼玉剑术 之前得到玉剑术时 江太平就揣摩过玉剑术 这会已无需再度揣摩 随手将手中的软件 又掉了下来 几番尝试 他就稳稳站在软件之上 飞 一道青蛇声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软件就载着江太平 慢慢朝前飞去 因为是第一次施展遇见飞行之术 江太平选择了贴地飞行 否则飞得太高 一不小心从长件上掉下 他就得去找阎王爷喝茶了 带着江太平适应了 踏着软件在空中飞行 他就慢慢提升飞行速度 10千米每小时 20千米每小 30千米每小时 一直提升到80千米每小时 江太平终于停了下来 这倒不是他不想继续提升 而是他的修为太低 已经不能继续提升了 接下来 江太平又开始提升飞行高度 掌握了预见飞行的技巧 提升飞行高度不是难事 确切地说 只要不恐高就行 很快 江太平就将高度提升到百米之上 在百米高空中飞行了一回 江太平就落回地面 在开阔的地方 修炼有些不够 还得去复杂一些的环境中修炼一下 毕竟不是所有地方都很开阔的 江太平自言自语 话音落下 他又欲见朝落日山上飞去 落日山上树木伶俐 环境很复杂 只要能在树林中随意飞行 在其他地方也可以随意飞行 没多久时间 江太平又自落日山中飞了出来 经过刚刚的修炼 他已经可以做到在树林中随意飞行 从开始修炼遇见飞行之术 到彻底掌握遇见飞行之术 江太平也只花了一个多小时 咕噜咕噜 就在此时 江太平的肚子突然叫了起来 这也让江太平突然想起 他还没吃中午饭呢 吃点东西 填饱肚子 再练习一下遇见杀敌之术 就可以回去了 江太平一屁股坐在地上 从系统仓库中取出早就备好的食物 和水就大口吃了起来 参加裂魔堂考核时 他只是练习了控制长剑 而只是控制长剑在战斗时 可没什么作用 所以还得修炼一下 遇见杀敌之术 带着填饱肚子 江太平又马不停蹄地练习 遇见杀敌之术 只见软件在空中 不断改变攻击角度和攻击姿势 时而刺向前方 时而凌空斩下 又时而横笑而出 那情景就仿佛有一只无形的手 在控制软件一样 又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江太平已将遇见杀敌之术 掌握的炉火纯青 不管是剑招一剑仙人柜 和两袖青蛇 还是遇见术 江太平都只花了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 就已彻底掌握 不得不说 S极剑胚修行天赋 实在恐怖 战斗了一上午 又修炼了一下午 再加上该修炼的都已修炼 江太平紧绷的心神有所放松 然后他就感觉到 一阵疲惫感席卷而来 抬头看了看天色 这会已经临近傍晚 休息一会 然后回去 江太平说着 就躺在草丛中 翘着二狼腿休息 顺带考虑一下 如何解决 那只猥琐狼腰盯着他的事 就在此时 两名中年人 自落日山上走下 两人一胖一瘦 看起来有三四十岁的样子 大哥 这里果然安全 我们藏了一天都没事 还是你聪明啊 胖子说道 那是 要不怎么我是你哥呢 瘦子得意道 知道我这一招叫什么吗 叫什么 瘦子有些好奇 这一招叫灯下黑 是不是不明白 我给你解释解释 胖子说道 夜行人昨日在这里图了不少人 他们肯定想不到 还有人赶来这里 所以我们躲在这里 不仅没有危险 还很安全 这就叫灯下黑 大哥学识渊博 小弟受教了 瘦子果断拍了胖子一个马屁 以后多跟哥学着点 胖子抬手拍了拍瘦子的肩膀 又道 马勒格靶子的 都是勤占那个老王八蛋 若非他发了疯 老子这回正抱着妞运动呢 怎么会跑到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 就是 一天不见 我都想我的小丽了 瘦子开口附和 只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陡然一愣 然后抬手指着前方的 紧张道 大哥 你看那里那里好像有一只脚在移上一下的 胖子顺着瘦子手指所指的方向望去 一眼就看到了 瘦子所说的移上一下的脚 什么好像 那就是一只脚 胖子低声道 别说话 我们悄悄走过去 看看是什么人 瘦子点了点头 两人就捏手捏脚的朝那只脚走去 伴随着两人的缓慢前进 他们和那只脚之间的距离也越来越近 那只脚的主人不是别人 正是江太平 他正在想事情 再加上胖子 瘦子和他之间有些距离 就没注意到两人 但伴随着胖子和瘦子的靠近 他就听到了动静 然后第一时间坐了起来 陡然坐起的江太平 把胖子和瘦子吓了一大跳 两人下意识朝后退了几步 什么人 为何躲在这里 胖子沉声喝道 江太平有些猛 他躺在这里休息 怎么成躲在这里了 大哥 这家伙是五星F级修为 感觉不到他身上有异兽的气息 他很可能是夜行人 瘦子说道 还真是五星F级修为 而且感受不到异兽气息 胖子双眸微微一眯 狠声道 这家伙肯定是夜行人 他藏在这里 应该是知道我们躲在落日山上 想要埋伏我们 砍了他 话音落下 胖子抽出挂在腰间的大刀 就朝江太平冲去 瘦子随之跟上 江太平更猛了 我躺在这休息 你说我埋伏你们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这两家伙是异界图 江太平一跃而起 他看了看冲来的胖子和瘦子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无语 你特么说的那么牛逼 我还以为 你俩修为多高呢 搞了半天 都只有八星F级修为 而他杀的异界图也有不少 但还没杀过这么弱的 然而 他却忽略了 他让抽奖万界系统 把他的修为 掩饰到五星F级之势 若非如此 两人就不是拎着大刀冲来 而是第一时间狼狈逃窜 正好拿你俩 试一试刚学会的预见术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他心神一动 软剑就在他身前凭空浮现 预见术 杀 一道轻赫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只见他抬手 朝前摇摇一点 悬浮在空中的软剑 就暴射而出 嗖 软剑划破空气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刹那间就飞至胖子身前 然后在胖子那惊恐的目光中 精准无比的 刺在他心口之上 啊 一道犹如杀猪般的 凄厉惨叫声 自胖子口中吐出 但很快就又戛然而止 然后胖子仰天倒下 去找颜望爷喝茶了 看到胖子 被江太平一箭秒杀 瘦子的魂 都被吓飞了 我滴妈呀 瘦子惊叫一声 第一时间疯狂逃窜 胖子心口的软剑倒飞而回 又朝疯狂逃窜的瘦子 暴射而去 嗖 下一刻 软剑就追上瘦子 刺入瘦子的后心之中 瘦子控制不住 朝前扑去 结结实实砸在地上 然后就没了声息 还是遇见树爽啊 隔空杀敌 不怎么费力气 还不用费劲追赶 江太平感叹一声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717卡气血 才增加了12卡气血 还真是蚊子腿 不过蚊子腿也是肉啊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遇见贴着草丛 朝市区飞去 然而他却忽略了 他口中的蚊子腿 比一颗中级气血丹 都更有肉 而且 这还是分分钟 就已吃到口中的肉 不像中级气血丹那样 还需要不少吸收时间 赶到市区边缘 江太平停止了遇见飞行 再往前就到了市区 若是继续遇见飞行 很可能被人看到 打车太不方便 有些地方还无法打车 只能凭11号交通工具赶路 实在太不方便 在一楼餐厅吃了点饭 填饱肚子 江太平就回到他的房间 坐在床上想了想 江太平又离开房间 跑到隔壁苏七七房间门口 光光光 江太平抬手敲了敲门 很快 大门就已打开 苏七七走了出来 看到是江太平 苏七七调侃道 江太平 你可算回来了 再不回来 我就要给你打电话 看看你是不是被异兽叼走了 队长 你在关心我 江太平眨了眨眼睛 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 我是你队长 有照顾队友安全的职责 哦 江太平应了一声 转移话题 队长 我有些事想问你 进来说 苏七七邀请江太平进入房间 又关上房门 随便坐 苏七七招呼一声 好奇道 什么事 队长 你去过猎魔园吗 江太平在沙发上坐下 当然去过了 苏七七说道 猎魔园是试炼之地 刚加入夜行人时 我经常去猎魔园猎杀异兽 不过最近这一段时间太忙 就没怎么去过 你问这是做什么 我想去猎魔园试炼 但又担心 遇到修为高的异兽 江太平解释道 苏七七微不可查地 撇了撇嘴 说得好像 你是第一次进入猎魔园一样 而他很怀疑 不久前在猎魔园 斩杀近百只异兽之人 就是江太平 只不过他没有证据罢了 你多虑了 苏七七说道 猎魔园中的异兽 都有固定的活动范围 只要依照守卫的指示 不过度深入 是不会遇到高修为异兽的 他们不会跨过活动范围吗 江太平又问道 他们不敢 除非他们想死 夜行人有严格规定 不许异兽跨越活动范围 否则违规一只 就杀百只 苏七七说道 但还是得小心一些 前几日就是我给你打电话 问你有没有去过猎魔园的那日 有人在猎魔园 杀了近百只异兽 惹得猎魔园身处的狼腰出动 当时都惊动了部长 部长亲自前往 一巴掌把那狼腰拍在地上 还威胁他 再赶出来杀无射 江太平愣了愣 今日竟然不是他第一次 惹得狼腰出动 难怪那狼腰 一副贼眉鼠眼的模样 这是被秦战给吓到了呀 以往夜行人大规模试炼时 一天杀了上千只异兽 猎魔园身处的异兽 都不管不问 但那日 只是杀了近百只异兽 就惊动了狼腰 此事有些不对劲 苏七七若有所指的说道 部长怀疑狼腰的异常 和那日杀了近百只异兽之人有关 部长曾想找到那人 但遗憾的是 没有找到 江太平目光微微一闪 他的判断是对的 狼腰盯着他之事 绝对有问题 在此之前 江太平就怀疑 狼腰盯着他之事有问题 苏七七所说 让他更加肯定了他的判断 只是他一时间不知道 问题出在哪里罢了 队长 部长有说是什么原因吗 江太平问道 我有问过 部长说他也不知道 苏七七盯着江太平 话锋陡然一转 不过那人很可能知道原因 江太平有些无语 他就是那人 但他也不知道 否则何必跑过来 问苏七七 不过此事 他不能开口反驳 否则就露线了 有道理 江太平点了点头 苏七七有些气恼 江太平一副你说的 很有道理的表情 他都找不到丝毫破绽 如此微妙微俏的演技 不去做演员 简直是暴殿天物 只是江太平揣着明白 跟他装糊涂 他又没证据 只能干瞪眼 下一刻 苏七七突然一愣 他惊讶到 你晋升五星S级了 是吗 今天我找了个地方 休行了整整一天 江太平随口扯了一个理由 也诧异道 队长 我感觉不到 你身上的气血波动 你是不是晋升地级了 昨天下午晋升的 苏七七低声道 多亏了你卖我的高级气血蛋 否则 我无法这么快晋升地级 各取无虚罢了 江太平笑了笑 开口告辞 队长 这会已经不早 我也有些累 回去休息了 说完 江太平就起身朝门外走去 回到房间 江太平眉头紧锁 夜行人大规模试炼 杀了上千只异兽 都没有惊动 猎魔猿身处的异兽 而他只杀了近百只不 今日只杀了几十只 就惊动了狼妖 若说这是没问题 打死他都不相信 难道是因为我 吸收了异兽部分气血的缘故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俗话说 是出反常必有妖 他和其他进入 猎魔猿试炼之人 唯一的不同就是 其他人进入猎魔猿 只是试炼 而他进入猎魔猿 是为了吸收异兽气血 提升自身修为 挖了异兽祖坟 至于盯着我不放吗 江太平有些不解 但下一刻 他陡然一愣 难道真是挖了异兽祖坟不成 不对 不应该这么说 应该说是 伤了异兽的根基 否则 那只贼没鼠眼的狼妖 为何要冒险走出活动范围 又为何不惜牺牲同类的性命 也要置我于死地 江太平的双眸 陡然变量 虽然这只是他的推测 但他很肯定 他的推测是对的 因为除此之外 没有第二个理由 能解释狼妖的异常 我竟然搞清楚了怎么回事 我实在太聪明了 贼没鼠眼的狼妖 你给老子等着 总有一天 我要跑了你的祖坟部 是挖断异兽的根基 那时 老子就是拯救人类的大英雄 江太平大笑不已 但很快 大笑声就又戛然而止 而且 脸颊上还浮现出一抹郁闷 狼妖死盯着他不放 他想接猎魔猿 快速提升修为 怕是难了 哎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志 劳其筋骨 恶其体佛 空乏其身 行服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 僧义其所不能 古人成不起我啊 江太平常叹一声 他不想好事多么 他只想顺利提升修为啊 郁闷了一会 江太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又打开系统仓库 今日他斩杀了数十只异兽 得到了不少抽奖卡 还没抽奖呢 1305张低级抽奖卡 江太平有些惊喜 他还没得到过 这么多低级抽奖卡呢 不过很快 他又平静下来 抽奖卡再多也没啥用 唯有中奖才有用 不宜物血 不宜几杯 平常心 保持平常心 江太平暗自告诫自己 又深吸一口气 让心绪平静下来 这才说到 抽奖万界系统 合成13张高级抽奖卡 13张高级抽奖卡已合成 消耗1300张低级抽奖卡 抽奖万界系统 高级抽奖卡13连抽 江太平又到 开始抽奖 消耗13张高级抽奖卡 谢谢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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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太平不停地告诫自己 要淡定 但听着那一连串的谢谢参与 他实在是无法淡定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一个剑侠 已放入系统仓库 可用意念提取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接连六个谢谢参与之后 总算是中了一次奖 否则他就要爆炸了 但还没等他 这口气松完 谢谢参与 又接连出现 而且一连五个 好在最后一张高级抽奖卡中奖了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帝皇居 已放入系统仓库 可用意念提取 十三中二还凑合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然后就激动起来 他不知道剑侠中装着什么剑 但他知道帝皇居啊 帝皇居可是铠甲勇士中帝皇侠的做起 不仅造型拉风 作用也非常牛逼 帝皇居一共有三种模式 飞行模式 攻击模式和陆地模式 其中攻击模式和飞行模式 陆地模式可同时开启 抽奖万界系统 帝皇居的所有能力 我都可以用吗 江太平问道 飞行模式和陆地模式可用 攻击模式不可用 这是为何 江太平有些不减 宿主没有帝皇召唤器 无法使用帝皇居的全部功能 江太平恍然大悟 没有帝皇召唤器 他就算不上帝皇侠 要是能抽到帝皇召唤器就好了 那时我不仅是蜘蛛侠 还是帝皇侠 不过话再说回来 能使用帝皇居的飞行模式 和陆地模式已经很不错了 江太平扎了扎嘴巴 然后又是一愣 今天回来时 我还说尽快买辆车来着 但不管是什么车 和帝皇居相比 都弱爆了 如今有了帝皇居 还要什么自行车 帝皇居来得实在太及时 正好让我省下一笔买车钱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他心神一动 一个有些古朴的剑侠 就在他手中凭空浮现 看着手中的剑侠 江太平面露古怪之色 这个剑侠 只有一尺来长 这么小的剑侠 能装什么剑 这个剑侠 该不会是空的吧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一般来说 长剑都是三尺左右 但他手中的剑侠 只有一尺来长 是不可能装下三尺长剑的 打开剑侠 江太平陡然一愣 这倒不是剑侠 真如他想的那样是空的 而且剑侠中 还装着足足十二柄剑 只不过每一柄剑都很小 也就和人的手掌差不多大 这些小剑 怎么有些眼熟 江太平总感觉 在哪里见过这些小剑 但一时间却想不起来 在哪里见过 下一刻 江太平就发现 每柄小剑上都刻有字 玄甲 青梅 竹马 昭露 春水 桃花 鹅梅 朱雀 黄童 皮肤 金履 太厄卧槽 这不是桃花剑神 邓太厄的十二飞剑吗 江太平瞬间想起 他在哪里见过这些小剑了 这是他前世看过的 雪中电视剧中的 太厄十二飞剑 江太平也瞬间想到 太厄十二飞剑的用途 那就是配合御剑术使用 要知道 邓太阿就是凭借御剑术 十二飞剑和桃花枝 博得桃花剑神之名 不过桃花枝就算了 拿在手中 显得有些娘们 则则 中一次奖 就得到十二把飞剑 这奖中的很值啊 还有 十二柄飞剑 加上帝皇居 正好十三样东西 十三次抽奖中了十三样东西 这岂不是说次次中奖 挺好 挺好 江太平砸着嘴巴 充分发挥了阿Q的自我安慰精神 得到帝皇居和太厄十二飞剑 激动不已的江太平 瞬间困一圈无 出去熟悉一喜帝皇居 顺带练习一下 控制太厄十二飞剑 江太平自言自语一句 就起身走出门外 然后乘坐电梯 朝一楼赶去 离开夜行人久安分部 江太平找了一个无人的角落 取出帝皇居 看着白金相见的帝皇居 江太平忍不住感叹道 太帅了 太拿风了 感叹过后 江太平就迫不及待 骑在帝皇居上 出发 江太平大笑一声 帝皇居就驶出角落 沿着宽阔的街道朝前驶去 刚开始 帝皇居行驶的速度 还有些慢 但随着江太平的熟悉 速度越来越快 帝皇居的造型 很是拉风 所过之处 吸引了不知道多少人的视线 你们看那个摩托 真帅啊 卧槽 那摩托 哪里只是帅 分明是帅呆了 那摩托哪家公司产的 我就是倾家荡产 也要买一辆 没听说哪家公司 生产这样的摩托啊 会不会是改装的 一道道议论声 在帝皇居所过之处响起 但凡看到帝皇居的人 荡产也买不到 江太平有听到周围之人的议论 但他根本就不担心 虽然帝皇居的造型 很是拉风 但看着就是一辆摩托 只要不开启帝皇居的飞行模式 看到之人只会觉得 这辆摩托很是拉风 伴随着帝皇居的速度越来越快 他犹如一道金光 自宽阔的街道上 一闪而过 牛逼 实在太牛逼了 这速度足以甩速七七的 法拉利几条件 什么狗屁法拉利 若爆了 而且帝皇居还不用加油 省油钱啊 江太平激动的不能自已 所幸没人听到江太平的心声 否则肯定会有人大骂 江太平突变 你骑着这么拉风的帝皇居 竟然还考虑 要不要加油的问题 在帝皇居风驰电掣般的集市中 没多久时间 就驶离了市区 市区外不像市区那样灯火通明 只有从天空中洒落下的月光 江太平凭借见纹色霸气 感应了一下周围 确定周围无人后 就不再耽搁 帝皇居 开启飞行模式 伴随着一道清赫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帝皇居就腾空而起 朝空中飞去 哦耶 爽爆了 牛逼克拉斯 江太平激动的语无伦次 在空中飞了足足好一会 江太平才恋恋不舍的 驾驶帝皇居回到地面 下一刻 帝皇居凭空消失不见 他被江太平收入了系统仓库 紧跟着 一个有些古朴的剑侠 出现在江太平左手上 打开剑侠 江太平伸出右手食指和中指 在空中转了一个圈 剑侠中的十二柄飞剑 就一一飞起 去 一道清赫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嗖嗖嗖 十二柄飞剑应声朝前飞去 速度极其之快 他们在空中转了一圈 又倒飞而回 悬浮在江太平身前 接下来 江太平尝试着变幻花样 控制十二柄飞剑 十二柄飞剑一会 排成一字形 一会排成人字形 一会又排成圆形 花了大概十多分钟的时间 十二柄飞剑 就被江太平掌握得如必回事 去 又一道清赫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他抬手对着前方的一棵大树 摇摇一点 十二柄飞剑就暴射而出 直接洞穿大树的树干 在上面留下了十二个透明窟窿 哈哈 有了太俄十二飞剑 玉剑术威力大增 极其不意之下 斩杀地极强者 绝非问题 江太平大笑不已 玉剑术的威力大涨 让他的自信 也极具飙升 不过他说的也是大实话 凭借太俄十二飞剑的锋利 玉剑术的隔空 玉剑杀敌 极其不意之下 斩杀地极强者 并非不可能的事 要不要去猎魔园 斩一只地极异兽试试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但几番思索 他又压下了这个念头 俗话话 魔刀不误砍柴弓 今天他忙活了一整天 还是休息一下 养好精神为好 打定主意 江太平就取出帝皇居 驾驶帝皇居 朝市区赶去 回到市区 江太平没有赶往九安分部 而是朝他家中赶去 几日没回家了 他想回家看看 然后在家里睡一觉 等明日直接前往猎魔园 没多久时间 江太平就赶到了家门口 确定周围无人 江太平将帝皇居 收入系统仓库 就朝家中走去 但就在此时 他突然控制不住 打了一个哆嗦 心头也升起一股危机感 危险 江太平瞬间警惕万分 俊逸的脸颊上满是戒备 几乎同时 见纹色霸气施展而出 顷刻间 一幅画面 就在江太平眼前浮现 这幅画面 是以江太平为中心 方圆20米范围内的情景 江太平皱了皱眉头 画面中连个人影都没有 但他心中的危机感 却很强烈 这就只有一种解释 给他造成危机感的东西 不在见纹色霸气的 感知范围内 稍加思索 江太平决定回头看看 他能感应到 那股危机感 来自身后 糟糕 有个东西忘记拿了 江太平惊叫一声 转身朝前方走去 他的步伐很是轻松 但他心中的戒备 已经提升到了极致 剑纹色霸气持续施展 方圆20米方圆内的 风吹草动 尽收眼底 他已做好取出剑侠 施展御剑术的准备 也已做好取出匕首 给敌人致命一击的准备 甚至还做好了 取出帝皇居 随时逃窜的准备 后面没人 江太平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虽然此时是晚上 但借着皎洁的月光 他能看到 前方很远的地方 只是视线索急范围内 连个人影都没有 而且还很是安静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心中的危机感 愈发强烈 显然给他造成危机感的东西 和他之间的距离 再不断拉近 江太平放慢了脚步 努力让自己的表情轻松一些 嗯 大概前进了四五米的距离 江太平前进的脚步 陡然一致 不过很快就有恢复如常 就在刚刚 一股气息 进入见纹色霸气的感应范围 但他眼前的画面 却依如之前 那股气息 和人类的气息截然不同 但他从异界图身上 感应过这种气息 在猎魔猿的异兽身上 也感应过这种气息 他瞬间就判断出 那股气息是异兽的气息 江太平眼睛的余光 微不可查地 瞟了左前方一眼 凭借见纹色霸气 他感应到那股气息 就在他的左前方 但见纹色霸气营造的画面中 却什么都没有 他想看看 眼睛是否能看到 但遗憾的是 他什么都没看到 那只异兽 怕是会隐匿身形啊 江太平暗叹一声 有时候 眼睛是会骗人的 但见纹色霸气绝对不会 这就意味着 不断朝他靠近的异兽 会隐匿身形 也只有这样 才能解释 为何看不到异兽 见纹色霸气营造的画面中 也没有异兽的身影 呼 江太平稍稍松了一口气 未知的危险 会让人感到恐惧 但已知的危险 就不一定了 就比如现在 虽然江太平 看不到异兽 但凭借见纹色霸气 对气息的感知 他清楚知道 异兽在哪个位置 他还知道 异兽的修为 八星一级 八星一级 比江太平的修为高了一星 但区区异星的差距 并非难以弥补 还有 异兽不知道 江太平已经发现它 机器不易之下 有很大可能 一击见弓 二十米 十五米 十米 江太平和异兽之间的距离 不断拉近 就在双方距离 剩下五米的那一刻 江太平察觉到 异兽朝他猛然窜来 来了 江太平的双眸 微微一眯 身体瞬间紧绷 给我死 伴随着一道 轻贺声 在江太平心头响起 一抹寒光 在他右手中 凭空浮现 杀 江太平反握匕首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朝前方的虚空中斩去 死 下一刻 一道利刃入体声 就陡然响起 紧跟着 一缕墨绿色液体 随着匕首 自空中洒落而下 死 几乎同时 一道有些凄厉的丝鸣声 在安静的夜空中 陡然乍响 嗯 竟然没死 江太平有些诧异 凭借剑纹色霸气 他清楚察觉到 那股气息 正急速朝后退去 想跑 你跑得了吗 江太平冷笑一声 他心神一动 一个有些古朴的剑侠 就在他左手中 凭空浮现 去 杀了他 江太平 抬起右手的食指和中指 在空中转了一个圈 然后对着前方的虚空 摇摇一点 古朴剑侠瞬间打开 十二柄飞剑一一飞起 滑破空气 朝前方暴尸而去 扑 扑 扑 下一刻 一簇簇摸绿色液体 就在前方不远处 陡然绽放 叮 宿主斩杀一名敌人 获得33张低级抽奖卡 抽奖万界系统 那有些机械的话语声 刚落下 一只浑身漆飞 水桶粗细 足有两米来长的巨蛇 在前方不远处 凭空浮现 然后砸在地上 发出一道沉闷的撞击声 呼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他随手一招 十二饼飞溅到飞而回 落在剑侠中 迈步走到巨蛇身边 江太平恍然大悟 他在异兽大拳一书中 看到过这种蛇类异兽 此蛇名为影蛇 浑身漆黑 实力不强 但能力奇特 有隐秘在阴影中的能力 难怪他看不到 奶奶个熊的 竟然想偷袭我 简直就是就是 老鼠舔猫鼻 找死呢 江太平狠狠踹了影蛇的尸体一脚 然后就转身离开 但他还没走几步 就又突然停下 不能把这玩意丢在这里 否则明天肯定会吓到不少人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一苏七七所说 一级异兽的尸体挺值钱的 这玩意在外面出没 应该不是猎魔园中的异兽 说不定能卖点钱 江太平自言自语几句 又转身走了回来 若是其他人想带走影蛇 肯定会有些头疼 毕竟影蛇的身体 着实不小 但拥有系统仓库的江太平 是个例外 他只需心神一动 就可以将影蛇的尸体 收入系统仓库 就在此时 江太平的手机响了起来 逃出手机 江太平瞄了一眼 是苏七七打来的 我去 我就跑了一晚上 就被这妮子发现了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接通电话 紧跟着 手机中就传来苏七七的声音 江太平 你是不是跑出去了 我敲门敲半天都没反应 江太平有些无语 你大半夜的敲我房门做什么 嗯 我回家拿点东西 江太平随口扯了一个理由 问道 队长 你大半夜找我做什么 刚刚我突然想起一件事 没跟你说 就想跟你说一下 以免你不知道而出事 结果担心什么来什么 你还真大晚上跑出去了 苏七七回复道 江太平低头看了看脚下的影蛇尸体 他怎么感觉 苏七七说的事 和影蛇有关呢 江太平 你有在听我说话吗 没有听到江太平的回复 苏七七的声音 再独自手机中传出 我听着呢 江太平应了一声 问道 队长 你说的是什么事啊 昨晚有一兽出没 连杀五六人得到消息后 情报堂一直在调查此事 但还没有找到异兽的踪迹 只能提醒九安市市民 不要在晚上出来 苏七七解释道 据一名生还者说 他的朋友走得好好的 莫名其妙 就没了半截身体 部长怀疑 室内出现了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都是神出鬼没 若是气息不在万表的监测范围内 即使他从你身边走过 你都发现不了 所以 晚上别在外面溜达 否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江太平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虽然苏七七没说是什么异兽 但隐蛇就能隐秘身形 只是你这提醒 是不是有些马后炮 若非他身怀见蚊色霸气 恐怕明日 苏七七就得给他收尸了 而且还是半截尸体 江太平 你这回没在外面吧 苏七七问道 没有我在家呢 江太平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 那就好 苏七七说道 昨天死的那几个人 都是在外面溜达的 在家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 但你最好还是小心一些 别的没什么事 挂了 等等 队长 我有个疑问 江太平问道 异兽不是被叶行人的前辈 镇压在魔窟吗 怎么会跑出来 魔窟不止一座 有不少呢 苏七七解释道 有可能是别的魔窟跑出来的 而且还会有新的魔窟出现 也有可能是新出现的魔窟跑出来的 如果是后者的话 那会是一场灾难 不过后者的可能性不大 若是有新魔窟出现 异兽的气息会非常浓郁 今日部长走访了整个九安市 没有发现 九安市境内有新的魔窟出现 这样啊 江太平又问道 队长 异兽的血液颜色也是红色吗 不是的 异兽的血液是墨绿色 苏七七顿了一下 又道 不过猎魔猿的异兽血液是红色的 出现如此差异 夜行人的前辈推测 可能是因为生活地点不同造成的 江太平恍然大悟 他就说嘛 为何他在猎魔猿斩杀的异兽是红色血液 隐蛇的血液却是墨绿色的 队长 不早了 你早点休闲 挂了呀 挂断电话 江太平有些纠解 他再想要不要告诉苏七七 他杀了一条隐蛇 但他想想还是算了 若是告诉苏七七此事 必一定会引起苏七七的怀疑 要知道 在苏七七的认知中 他就是一个F级修为的菜鸟 怎么能杀了八星一级修为的隐蛇呢 还是明日隐藏身份 去久安商会卖了隐蛇尸体 这样 既可以让猎魔堂知道 隐蛇已死 也不用暴露我的身份 江太平说着 就欲将隐蛇的尸体 收入系统仓库 但就在此时 他突然一愣 然后目光就落在隐蛇的脑袋上 在隐蛇的脑袋上 有一个入骨三分的伤口 这个伤口 是他第一击造成的 匕首还是不够锋利啊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若是匕首有太厄十二飞剑那么锋利 他的第一击 就可以斩爆蛇腰的脑袋 那样的话 就无需第二击了 没再耽搁 江太平将隐蛇的尸体 收入系统仓库 转身朝家中赶去 但他刚走了几步 手机再度响起 掏出手机瞄了一眼 还是苏七七打来的电话 刚挂断电话又打来 这什么情况 难道是出了什么事 有些疑惑的江太平 没有耽搁 急忙接通电话 紧跟着 手机中就传来苏七七 有些凝重的话语声 江太平 刚刚得到情报堂传来的消息 九安一中附近 又有四人被异兽所杀 情报堂得到消息 立即前往侦查 还遭到了不明异兽的攻击 索性同伴及时出手 这才没有出现伤亡 他们怀疑 攻击他们的不明异兽 就是昨晚连杀五六人的 那只会隐秘蛇形的异兽 部长下达命令 猎魔堂所有成员全员出动 猎杀那只会隐秘身形的异兽 否则 再被他这么搞下去 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所以 你今晚无法睡觉了 还有 你家就在九安一中附近 小心一些 我们会尽快赶过去 江太平满脸古怪 那只隐蛇 已经被我杀了 他本想着 明日去九安商会 卖掉隐蛇尸体 让猎魔堂知道 隐蛇已被杀 结果 今晚猎魔堂就要全部出动 这叫个什么事 没听到江太平说话 苏七七又说道 江太平 你有听到我说的话吗 队长 我听到了 江太平回复道 好你在家里等着 我去找你 小心一点 说完 苏七七就挂断了电话 要不要说呢 江太平抬手抓了抓头发 说的话 会引起苏七七的怀疑 甚至还有很大可能 暴露他的真实实力 但不说的话 猎魔堂所有成员 就要白忙活一夜 纠结了一会 江太平拿起手机 他有些于心不忍 让猎魔堂所有成员 白忙活一晚 所以他决定说出隐蛇之事 至于说出后 会引起苏七七的怀疑 只要借口找得好 还怕搪塞不过去吗 但就在即将拨通电话的那一刻 他突然意识到 一丝不对 苏七七说他刚得到消息 这就意味着 情报堂的人 遇到隐蛇还没多久 但他遇到隐蛇 已经有一阵子 这就意味着 情报堂遇到的隐蛇 很可能不是他遇到的这一条 这也意味着 出现在久安市的隐蛇 很可能不止一条 若事实真是这样 他说出 他杀了隐蛇之事 就会给猎魔堂造成误判 那时他和苏七七背锅不背锅 暂且不说 必定会有人因为 他的无心之失而丧命 所以还是不说为好 就是退一步来说 他杀的那条隐蛇 就是情报堂遇到的那条 顶多猎魔堂所有成员 白忙活一晚上 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损失 那么的 差点好心办了坏事 江太平长叹一声 回头看了看地面上 隐蛇留下的血液 他快速朝家中赶去 回到家中没多久 江太平提着一桶水 又跑了出来 他要把隐蛇留下的痕迹清理了 不只是为了隐瞒 他杀了隐蛇的事实 更是为了避免 被猎魔堂的人看到 导致猎魔堂的人产生误判 清理完隐蛇留下的痕迹 江太平回到家中 换上作战服 又走出门外 等着苏七七赶来 大概过了十几分钟的时间 一辆火红色的法拉利 自远方急迟而来 这效率太慢了 江太平暗叹一声 他在这等着 倒也罢了 若是发生什么事 就这效率 等苏七七赶到 恐怕黄花菜都凉了 呲呲呲 伴随着一道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法拉利在江太平面前停下 紧跟着 苏七七自法拉利中走下 江太平 不是说 让你在家里等着吗 怎么跑到了外面 苏七七不满道 队长 我这不是想着情况紧急 不想耽误时间吗 江太平说道 不想耽误时间 也不能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 苏七七瞪了江太平一眼 没再跟江太平计较此事 毕竟江太平的出发点是好的 知道了 江太平应了一声 转移话题 队长 情报堂提供的情报中 有没有说 那种能隐匿身形的异兽 有几头啊 一 苏七七下意识回答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思索了片刻 自言自语道 那异兽能隐匿身形 情报堂的人没有看到 腕表也没有示警 怎么能确定 只有一头呢 说不定会有好几头 江太平眨了眨眼睛 苏七七这妮子 还是很聪明的 很敏锐地抓住了重点 但苏七七的反应 也意味着 猎魔堂似乎没有考虑过 异兽数量的问题 不过话再说回来 此事也可以理解 因为他得到消息的时候 也下意识认为 他杀的那条影蛇 就是情报堂所说的异兽 江太平 你这个问题问的 实在太好了 我赶紧给部长打电话 说下此事 让他提醒下所有人 万一捣乱的异兽 不止一头 给秦湛打电话 江太平没有解释 他是有意那么问的 一是没必要 二是他解释 很可能会引起苏七七的怀疑 和秦湛打完电话 苏七七从法拉利中 拿出一个背包 丢给江太平 背包中有食物和水 你负责这一条街的搜寻 我去隔壁那条街 如果发现异兽的踪迹 一定要在第一时间 用耳脉联系我 苏七七说完 就背起背包 转身离开 啊 江太平愣了愣 队长 你来找我 不是和我一起行动吗 我是给你送背包的 苏七七说道 江太平有些尴尬 刚刚他还以为 苏七七来找他是要和他一起行动呢 F1 这是你第一次执行搜寻任务 苏七七又道 像这种搜寻任务 为了扩大搜寻范围 猎魔堂成员都是单独行动 这也是猎魔堂考核 有些苛刻的原因 我们要每一个成员 都有一定的单独作战能力 不过若是遇到无法解决的危险 可以用耳脉 联系附近的人求援 好吧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弱弱地问道 队长 你就不担心我吗 有点担心 但也只是有点罢了 苏七七说道 这也是我为何叮嘱你 遇到危险 第一时间联系我的原因 不过 你对危险的感觉那么准 应该不会有事不耽搁了 走了 说完 苏七七就快速离去 目送苏七七离开 江太平有些纠缠 尴射有隐秘在阴影中的能力 肉眼看不到 腕表也检测不到 他有些担心 苏七七单独行动 会遇到尴射 被尹蛇欺负 但猎魔堂的成员 都是单独行动 他负责的 又是脚下这条街 不能悄悄跟上苏七七 否则有尹蛇出现在 他负责的这条街上 实质是小 有人被杀就是大了 罢了 那妮子的修为 已经踏入地极 应该没事的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开始沿着街道 搜寻异寿的踪迹 此时 距离江太平十数里之外的 一条街道上 站着两道身影 这两道身影 是张骂和张展飞 展飞 任务内容 已经跟你说清楚了 张骂严肃道 今日一定要好好表现 若是能抓住 那只连伤树人的异兽 不仅能挽回 你给部长 留下的不好印象 还能给我长点脸面 张展飞的双腿 有些发抖 那头连伤树人的异兽 看不到 检测不到 他又只有F几修为 若是遇到那头异兽 恐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姐 我能不参加这次搜寻任务吗 张展飞苦着脸问道 张骂心里 那是一个气啊 他怎么就找了这么一个胆小鬼 此时 张骂 真想一拳打死张展飞这个耸包 但他想想还是算了 A级修行天赋的他 竞争不过S级修行天赋的苏七七 张展飞是他击败苏七七 获得大队长职位的筹码 他打死张展飞 就是打死了他和苏七七竞争的筹码 在他想来 一个A级 竞争不过苏七七 两个A级 应该可以了吧 部长说 猎魔堂全员出动 你不是猎魔堂一员吗 张骂耐着性子劝说道 展飞 我理解你的担心 但你是第一次参加搜寻任务 可以和我一起行动 有我在 不会让你有事的 张展飞苦笑不已 若是寻常异兽 有张骂在 他倒是不怎么担心 但那异兽看不到 也监测不到 有张骂在 他也没有安全感 展飞 今晚的任务不是重点 重点是 张骂看了看周围 低声道 我悄悄打探过 那个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 被安排在十里开外的那条街上 我们可以趁着今晚 嗯 你明白的 这样不仅可以让你报仇血恨 还可以狠狠打肃气气的脸 给他扣一顶 保护队员不利的大帽子 而且 今晚有异兽出没 没人会怀疑到我们身上 张展飞陡然一愣 紧跟着眼眸中 就爆发出一股凌厉的杀意 被一名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击败 他都成了猎魔堂的笑谈 他一直想找回场子 却苦于没有机会 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夜黑风高 杀人夜步 杀药业 赶紧来几只异兽 让小爷杀杀吧 昏暗的街道上 江泰平迈着小碎步 四处溜达 和张展飞不同的是 他巴不得他 搜寻的这条街道上 有异兽出现 这样 他就可以吸收一些气血 获得一些抽奖卡 今晚也不算白忙活一场 和所有人不同的是 江泰平的神态很轻松 凭借剑纹色霸气的灵灵感应 若是有危险出现 他会第一时间感应到 而且 若是有异兽出现在 在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内 他还可以准确得知 异兽的具体修为和位置 只是在街道上溜达来溜达去 他都没有发现一只异兽 也没有感应到丝毫危机 没有异兽 也没人聊天 真是寂寞空虚冷啊 江泰平长叹一声 他的话音刚落下 耳脉中就突然响起一道 有些急促的球员声 我是B358 赵丽娟 我在九安一中后方的街道上 发现一头明猫 修为七星一级 他的速度很快 我不是他的对手 以受伤 请求位于附近的同事 尽快支援 江泰平的双眸 陡然变亮 他现在的位置 就在九安一中后方的街道附近 距离九安一中后方 也就数百米之远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惊艳宝宝和抽奖卡 提取机出来了 按下耳麦按钮 江泰平快速说道 收到请求 我会30秒内抵达战场 话音落下 江泰平心神一动 软剑就凭空悬浮在他身前 遇见术 走 一道轻赫声 自江泰平口中吐出 他纵身一跃 踏上软剑 朝九安一中后方的街道飞去 现在是晚上 视线不好 周围又有高楼阻挡 不怕有人看到 很快 江泰平就来到九安一中后方的街道上 借着月光 江泰平一眼就看到 前方不远处 有一道提着刀的身影 正亮亮呛呛的后退 那道身影 穿着猎魔堂的作战服 应该就是 第358赵丽娟 此时 赵丽娟很是无语 你想装逼 我能理解 但你这逼装的 是不是有些大了 依照猎魔堂的布置 每人搜索一条街道 以及街道两旁的胡同 每一条街道之间的距离 至少也有五百米 这还是直线距离 若是拐弯的话 距离会更远 如此远的距离 你在30秒内抵达战场 你他妈是飞来的吗 B358 就在此时 一道话语声 突然在他身后响起 赵丽娟被吓了一大跳 正在后退的他 脚下一个裂剪 就仰天朝后摔去 不过下一刻 他就察觉到 即将摔在地上的他 被人扶住了 扶住他的人不是别人 正是急速赶来的江太平 江太平看了看赵丽娟 只见他身上 作战俘的胸口处 已经破裂 依照那破裂情况来看 应该是爪子抓的 而且通过那破裂的作战俘 隐约还可以看到 一抹血白和血迹 非礼无事 江太平急忙将视线转移开来 此时 赵丽娟也看到了江太平 他正正地问道 你你是刚刚回应我的那人 是啊 江太平点了点头 赵丽娟一脸猛逼 这家伙说 会在30秒内抵达战场 现在也就10多秒吧 难道这家伙真是飞过来的 但这怎么可能 夜行人久安分部中 只有擎战是C级 也只有擎战会飞 不过这不是重点 他疑惑道 我怎么没见过你 哦 我刚入裂魔堂不久 江太平解释了一下 自我介绍道 我是序列F1 江太平 赵丽娟更猛逼了 裂魔堂中 什么时候有F开头序列的成员了 但江太平身上穿的衣服 确实是裂魔堂的作战服 胸口左上方 还绣着F1两个字 此事无疑证实了江太平所说 但这怎么可能 要知道 裂魔堂从不招收F级修行天赋之人 江太平稍加思索 就知道赵丽娟在猛逼什么 他解释道 不用怀疑 我真是裂魔堂成员 确切地说 我是裂魔堂有史以来 第一个以F级修行天赋加入之人 赵丽娟仿若见鬼了一般 看着江太平 他尴尬道 抱歉啊 这几天 我一直在外执行任务 今日刚回来 就跑来参加行动 还不知道有新人加入裂魔堂 文言 江太平恍然大悟 他就说嘛 他加入裂魔堂之事 闹得挺大的 这人怎么会不知道呢 嗯 江太平正想说些什么 但话还没说出口 就猛然扭头 看向前方不远处 就在刚刚 有一股气息 进入贱文色霸气的感应范围 那是一只半米 来高浑身漆黑的猫妖 他正是赵丽娟说的名猫 竟然没感觉到危机 是因为这猫妖的修为 不比我高的缘故吗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但他的念头刚落下 心头就陡然升起一股警罩 不对 不是因为 他的修为不比我高 而是他之前的目标 不是我 如今他看到了我 把我也当成他的目标 我心头才产生警罩 江太平瞬间就否定了之前的念头 看到江太平看向远方 赵丽娟也下意识朝前看去 然后就看到 前方十多米开外 爬在墙壁上的明猫 这让他的脸色猛然大变 F1 你赶紧走 赵丽娟一把推开江太平 挡在江太平身前 江太平有些猛 他是来救援的 为何要让他走 F1 我很感激你这么快赶来 但你只有五星F级修为 你不是明猫的对手 我拦着他 你赶紧走 赵丽娟一边说着 一边捡起掉落在地的长刀 满脸戒备的盯着走来的明猫 江太平恍然大悟 他这是被鄙视了 不不是鄙视 赵丽娟说的就是事实 而且赵丽娟也没有鄙视他的意思 否则岂会说他拦着 让他走 这让江太平心里有些小感动 在这种情况下 可不是谁都能做出自己拦着 让别人先走的举动 看到江太平没有要走的意思 赵丽娟又催促道 F1 我还能撑一会 你赶紧走 再耽搁下去 不止我走不掉 你也走不掉 我是来救你的 不是来送死的 回过神来的江太平义 把江赵丽娟拽到身后 他继续道 B358 你受伤了 赶紧去一边包扎下 我来解决他 赵丽娟满脑子问号 你说啥 我没听错吧 你说你来解决他 那可是七星一级的鸣猫 连我都不是对手 五星F级修为的 你哪来的自信 但下一刻 他就看到 江太平手握匕首 朝鸣猫冲了过去 这家伙 赵丽娟顿时从猛逼中回过神来 他急忙拎着刀跟了上去 若是让人知道 他让一个F级修为的小家伙 顶在前面 他还要脸不要脸了 只是他还没前进几步 就看到鸣猫朝江太平扑去 F一 小心 赵丽娟来不及出手阻拦 只能大声示警 B358 你安心在一边待着就是 江太平回头说道 赵丽娟要疯了 鸣猫已经发起攻击 你应该专心应战才对 回什么头啊 F一 一道充满惊恐的尖叫声 自赵丽娟口中吐出 鸣猫已经扑至江太平身前 而此时 江太平还回头看着他 他不敢想象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他心里也有些后悔 刚刚不该开口示警的 他的双眸就猛然瞪大 只见江太平仿若后脑勺长了眼睛一般 他朝左侧踏出一步 在肩部绒发之际 躲过了鸣猫回来的锋利巨肘 与此同时 江太平原地一个旋转 握着匕首的右手猛然抬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斩向鸣猫的腰身 在漆黑的夜空下 赵丽娟清楚看到 一抹寒光 自鸣猫腰身上一闪而过 寒光所过之处 一缕缕墨绿色的液体 随之见识而出 显然 江太平刚刚的那一刀伤到了鸣猫 喵 紧跟着 一到凄厉的惨叫声 就自鸣猫口中吐出 他有些踉跌地落在地上 然后纵身一跃 爬到街边房屋的墙壁上 这一幕 让赵丽娟有些苍白的脸颊上 满是错愕 好恐怖的反应速度 好恐怖的出手速度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 打伤了他的鸣猫 竟然被一个五星F级修为的小家伙 一箭砍伤 什么时候 虽然伤到了鸣猫 但只是划伤鸣猫背部 并未给鸣猫造成多大伤害 大姐 你能别一惊一乍吗 大晚上 很吓人的 江太平无语道 若非赵丽娟的尖叫 让他分了神 刚刚那一剑 即使斩不了鸣猫 也可以重伤鸣猫 赵丽娟有些尴尬 他也不想叫 但刚刚他真的被吓坏了 老师一边待着去 江太平又吩咐道 哦 赵丽娟应了一声 很是听话的 跑到了一边 江太平抬头看向 爬在街边房屋墙壁上的鸣猫 脸颊上有着一抹纠结 若是这里只有他 他有很多种方法 收拾鸣猫 比如蜘蛛侠的衣服 比如御剑术 如骑着帝皇居 再比如施展剑招 但这里不只有他 还有赵丽娟 这些办法都不能用 稍加思索 江太平炒鸣猫勾了勾手指 挑衅道 畜生 你过来 喵 鸣猫冲着江太平一阵呲牙咧嘴 锋利的獠牙 在月光的照耀下 很是圣人 不过一切的恐惧 都源于火力不足 江太平对自身很有信心 他没觉得 鸣猫那锋利的獠牙 有什么可怕的 甚至他还想着 要不要把鸣猫的獠牙掰下来 做个辟邪吊坠弯弯 不是说黑猫辟邪吗 叫什么叫 有本事 你来咬我呀 江太平又挑衅道 鸣 鸣猫似乎是被激怒了 他嚎叫一声 就朝江太平扑来 江太平面露笑意 畜生就是畜生 根本受不了激将 咚咚咚 江太平手握匕首 大踏步朝鸣猫迎了上去 刚刚被赵丽君的尖叫分神 没能宰了鸣猫 还被鸣猫给跑了 这一次 他不会再给鸣猫逃跑的机会 很快 一人一猫就遇到一起 江太平手握匕首 刀刀致命 鸣猫一找又一找 抓向江太平 在剑纹色霸气的预判下 鸣猫的利爪 没有一次落在江太平身上 但江太平的匕首 却接连划在鸣猫身上 短短片刻间 鸣猫身上 就出现数条深刻剑骨 血淋淋的伤口 这还是鸣猫的反应够快的结果 若非如此 这回他已经被江太平斩了 这一幕 让待在一边的赵丽娟 看得目瞪口呆 他似乎是觉得自己眼花了 揉了揉眼睛 再度看去 但看到的情景一如之前 这让他心中的惊诧 犹如黄河之水 滔滔不绝 你马 这家伙 真是F级修行天赋吗 这家伙 真是五星F级修为吗 什么时候 五星F级修为之人 竟然能肆无忌惮地 狂砍一只七星一级修为的鸣猫 这特么完全就是一边倒的碾压啊 江太平不知道 赵丽娟被他的举动震惊的眼珠子 都快瞪了出来 他依然在全神贯注的狂砍鸣猫 一件又一件 落在鸣猫身上 在鸣猫身上 留下一道道深可见骨的伤口 接连被江太平所伤 还碰不到江太平的衣角 鸣猫怕了 都被江太平逼了回去 江太平知道鸣猫的想法吗 当然不知道 毕竟他又不是鸣猫 不过也可以说他知道鸣猫的想法 因为凭借剑纹色霸气的预判 他知道鸣猫下一步要做什么 从而提前一步阻拦或攻击 破坏鸣猫的计划 这也是他能接连躲过鸣猫的攻击 还能阻止鸣猫脱离战场的原因所在 喵 一道尖叫声 突然自鸣猫口中吐出 他扬起粗壮的尾巴 朝江太平抽去 江太平挥起匕首就迎了上去 然后犹如切豆腐一般 直接斩断了鸣猫的尾巴 喵 一道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自鸣猫口中吐出 他抬脚在地上重重一踏 硕大的身躯就弹射而出 成功脱离了战场 操 这畜生竟然断尾求生 江太平的脸色有些发黑 鸣猫用尾巴抽他 只是虚招 真是用意识借助尾巴的攻击 脱离战场 而他一直防备着鸣猫逃跑 最终还是被鸣猫跑了 这特么叫个什么事 畜生 你找死 紧跟着 一道怒吼声 就自将太平口中吐出 鸣猫从他手中逃走 就让他很没面子 这畜生竟然还想攻击赵丽娟 这特么是活得不耐烦了呀 赵丽娟没想到 鸣猫会朝他扑来 再加上 他又处于浓浓的震惊当中 就导致他 没能在第一时间 发现鸣猫的偷袭 等他发现并反应过来时 鸣猫的利兆 鸣猫已经静在眼前 完了 一个念头 在赵丽娟脑海中闪过 此时 他已经来不及做出应对 而他可是亲身体验过 鸣猫的利兆 有多么锋利 若是硬挨鸣猫一爪 脸被抓花 都是小事 重伤绝对是板上钉钉的事 甚至还有可能 直接香消玉允 一命呜呼 但就在此时 一道破空声陡然响起 他下意识寻声望去 只见一抹寒光报事来 那抹寒光转瞬即逝 直接斩断了 已经静在眼前的鸣猫力爪 一道凄厉的惨叫声 自鸣猫口中吐出 再度被江泰平中创 他不敢有丝毫耽搁 也顾不得再攻击赵丽娟 第一时间疯狂逃窜 只是损失了一只爪子的他 跑起路来都亮亮呛呛 呼 赵丽娟长松一口气 脸颊上满是劫后鱼声般的心细 刚刚他都感觉他的一只脚 已经踏入鬼门关中 第二只脚也将踏入 却被犹如天神下凡一般的江泰平 硬生生从鬼门关拽了回来 江泰平的脸色则有些难看 之前他顾忌赵丽娟在场 诸多手段都没有施展 结果被鸣猫断尾求生 还差点杀了赵丽娟 若非他的反应足够快 第一时间施展御剑术 恐怕这会赵丽娟已经香消雨 畜生你成功激怒我了 一道怒吼声自将太平口中吐出 他抬手按在腰间 抽出放在作战副暗格中的软件 这回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 一定要宰了鸣猫 哪怕暴露一些手段 也在所不惜 手握软件直至苍天 一股无形的气势 自天地间蜂拥而来 朝软件上急速汇聚 一箭仙人跪 一道轻贺声在江泰平心头响起 他收回长剑 右臂后撤 然后朝前猛然一次 下一刻 长剑就暴射而出 那速度极其之快 肉眼根本无法捕捉长剑的诡计 刹那间 软件就追上逃窜的鸣猫 直接洞穿鸣猫的身体 自鸣猫的尾部刺入 软件倒飞而回 落在江泰平手中 与此同时 鸣猫犹如死狗一般 从空中落下 结结实实砸在地上 这 赵丽娟被这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 他想要说话 却吞吞吐吐的说不出来 肆无忌惮的狂砍鸣猫 一箭斩断鸣猫的利爪 如今又一箭洞穿鸣猫的身体 直接斩杀鸣猫 这是F级修为之人能做到的 这是F级修行天赋之人能做到的 他怎么感觉他才是F级修行天赋 江泰平是B级修行天赋呢 马勒戈壁的老虎不发威 你当老子是病猫啊 江泰平大骂一声 迈不朝赵丽娟走去 看着走来的江泰平 赵丽娟满脸呆滞 如果说得知江泰平的序列是F一时 他仿若见了鬼一般 那现在他就是真的见了鬼 B358 危险已经解决 这里交给你了 江泰平灿然一笑 捡起掉落在地的匕首 快步朝前走去 在路过明猫的尸体时 他弯腰抓住明猫断了一截的尾巴 继续朝前走去 明猫是七星一级修为 应该能卖不少钱 明猫又是他杀的 他还救了赵丽娟 带走明猫的尸体 他没有丝毫心理负担 赵丽娟满脸呆滞地坐在地上 刚刚所闻简直颠覆了他的认知 连他都打不过的明猫 就那么被江泰平玩死了 是的 就是玩 用其他字眼无法形容 江泰平斩杀明猫的轻松 若非他亲身体验过明猫的强大 恐怕他都会怀疑明猫不是一手 而是一只家猫 当赵丽娟回过神来 想要感谢江泰平时 才发现江泰平已经不见踪影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冲了过来 察觉到身后传来的动静 赵丽娟下意识回头望去 苏队长 来人不是别人 正是苏七七 他和江泰平位于相邻的街道 也听到了赵丽娟的求救 而他第一时间就赶了过来 看到赵丽娟没事 苏七七长松一口气 他又看了看周围 但没有看到明猫的身影 还好没来晚 苏七七暗叹一声 问道 B358 明猫呢 苏队长 明猫被人杀了 赵丽娟解释道 苏七七愣了愣 他还庆幸着 没来晚呢 怎么明猫就被人杀了 被谁杀了 明猫的尸体呢 苏七七疑惑道 F1 他说他叫江泰平 赵丽娟尴尬道 明猫的尸体 好像被他拖走了 我当时有点猛 不是太肯定 但除了F1 没人来过这里 应该是被他拖走了 你说啥 苏七七一阵愕然 江泰平 只有五星F级修为 怎么可能杀了 七星一级修为的明猫 苏队长 我说杀了明猫的人是F1 他叫江泰平 赵丽娟重复一遍 又到 当时我求援后 他第一个回应 说会在30秒内到达战场 但也就十几秒时间 他就赶了过来 然后他就将明猫晚死了 苏七七瞬间呆若目击 之前在耳脉中响起的声音 确实是江泰平的声音 但当时他觉得 江泰平是在装逼 因为江泰平说的话 很有装逼的嫌疑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 江泰平并非装逼 而且还谦虚了 说30秒内到达战场 结果十多秒时间就已赶到 这不就是谦虚吗 还有 拖走明猫尸体 确实是江泰平能做出的事 要知道 那家伙连高级气血丹 都拿出来卖钱 明猫的尸体 又挺直前 怎么会放过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江泰平竟然玩死了明猫 不对 苏七七突然愣了愣 他诧异道 杀了就杀了 什么叫玩死了 苏队长 我觉得用玩死这个词 形容更贴切一些 赵丽娟把江泰平狂砍明猫 明猫却连江泰平衣角都碰不到 以及江泰平一剑斩断明猫的力爪 一剑洞穿明猫身体之势 大概讲了一遍 苏七七又一次目瞪口呆 片刻后 他咬牙切齿道 这混蛋藏得可真深啊 赵丽娟愣了愣 他好奇道 苏队长 你和F1是不是很熟 他是猎魔酒队新招的队员 苏七七黑着脸道 你说我和他熟吗 赵丽娟恍然大悟 他就说嘛 若是不熟的话 苏七七怎么会骂江泰平混蛋呢 苏队长 你为何说他隐藏得很深 赵丽娟又好奇道 苏七七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之前 他就有些怀疑 江泰平的修行天赋不是F级 但是他给江泰平检测的 检测结果又是他亲眼所见 所以 江泰平压着一级修为的一截图打 秦湛说 江泰平是依靠精妙的武技 和一截图周旋 他也认可秦湛的说法 但总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还有 猎魔猿之事 蜘蛛侠之事 他都觉得和江泰平有关 却没有证据 但今日 他有证据了 江泰平狂砍鸣猫 精准躲避鸣猫的攻击 还可以说是反应敏捷 但江泰平一剑砍断鸣猫力仇 一剑斩杀鸣猫 赵丽娟就喊道 苏队长 B358 你觉得F级修为之人 能做到F1那样吗 苏七七反问道 赵丽娟想了想 不能 那他不是F级修为 你觉得他是F级修行天赋吗 苏七七又问道 应该不是 赵丽娟没有说的太肯定 江泰平的序列是F1 就意味着 江泰平接受过七彩石的检测 而他还没听说 七彩石的检测有出错过 但他的感觉又告诉他 江泰平很可能不是F级修行天赋 还需要我给你解释 为何说他隐藏得很深吗 苏七七再度问道 赵丽娟摇了摇头 他明白 苏七七为何那么说了 B358 我有一个请求 苏七七说道 F1想要隐藏 必定有想要隐藏的理由 还请你不要把今日之事 告诉任何人 部长和堂主那里 我会亲自去说 若是有人问起 你就说 我救了你 好的 赵丽娟直接答应下来 江泰平对他 可是有救命之恩 他怎么能出卖恩人呢 苏七七点了点头 又问道 你怎么样 还能继续搜索吗 苏队长 我没问题的 可以继续搜索 赵丽娟果断说道 好 那我回去了 苏七七没再多言 转身离开 在他转过身来的那一刻 翘脸上浮现出一抹得意 江泰平 我终于抓住了 你的狐狸尾巴 这一下看你还如何嘴硬 江泰平已回到 他搜索的那条街道上 这会正四处溜达呢 阿帖 江泰平突然打了一个喷铁 他揉了揉鼻子 自言自语道 谁大半夜想我呢 下一刻 他陡然一愣 然后 一道惊诧声 就自他口中吐出 我去 不会是苏七七那个小娘皮 在骂我吧 江泰平目光微闪 苏七七在和他相邻的街道上 他听到了赵丽娟的求援 苏七七应该也能听到 若是苏七七赶过去 赵丽娟又把他斩杀明猫之士说出来 以苏七七的精明 必定会想到什么 也会更加怀疑他 甚至还可以确定 他绝非F级修为 怕是要暴露了 江泰平叹了一口气 不过叹气归叹气 他丝毫都不后悔 因为在暴露一些实力 和一条人命之间做选择 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 若是上天再给他一次机会 他依然不 他会更小心 不给明猫逃脱的机会 感叹过后 江泰平就把此事抛至脑后 事情已经发生了 想得再多也无用 再个 只要锄头挥得好 没有墙角挖不倒 不对 应该是只要理由想得好 没有事情 是搪塞不过去的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宿主 江泰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一级 气血 七百三十六卡 之前是七百一十七卡气血 杀了一只七星一级的名猫 杀了一只八星一级的影蛇 才涨了十九卡气血 斩杀异兽的收获 确实比不上斩杀异界图的收获 而且少了很多 难道是因为种族不同 或者是异界图更可恶 应该是这样 江泰平暗自思索 想了想 他还是决定 问问抽奖万界系统 抽奖万界系统 为何斩杀异界图的收获 比斩杀异兽的收获多 两个原因 异界图是人类的叛徒 更加可恶 异兽和人类种族不同 吸收率不同 江泰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还真是他想的那样 收起心中的思绪 江泰平继续四处溜达 此时 距离江泰平千米开外的地方 两道身影沿着小胡同 鬼鬼祟祟地走着 这两道身影 正是张卖和张展飞 接 我们离开我们搜索的那条街 若是有异兽出现在我们那条街上 又闹出人命的话 猎魔堂 怕是会致我们一个搜索不言之罪 张展飞低声道 哪有那么巧的事 张卖不以为一道 就是退一步来说 真有异兽出现在我们搜索的那条街上 也没什么关系 那条街上连个人影都没有 怎么会闹出人面 更何况 那条街很长 小胡同也有不少 我们只有两个人 又没有千里眼 没找到异兽很正常 秦部长是个很明事理之人 他不会因此责怪我们的 展飞 我说你不是耸了吧 张卖问道 姐 不是的 张展飞解释道 我只是担心出现差错 会影响我们在夜行人的前途 你想的有些多了 张卖严肃道 展飞 异兽出没 我们可以将一切都栽赃在异兽身上 这可是你报仇血恨 洗刷耻辱的绝佳机会 也是我打脸苏七七 给他扣帽子的绝佳机会 若是错过此次机会 再想遇到这样的机会 还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 而成了猎魔唐孝谭的你等不起 竞争大队长职位的我 同样等不起 你明白吗 姐 我知道了 张展飞点了点头 张卖没再多说什么 他提醒道 注意着周围 别被人发现了 就在此时 一道球员声 突然在两人的耳脉中响起 我是S28477 我在九安一中东边的街道上 遇到八头异兽 修为最低的七星一级 修为最高的九星一级 其中一只异兽 神出鬼没 应该就是袭击情报堂同事的 那只会隐秘身形的异兽 请求位于附近的同事 尽快支援 听到耳脉中的球员声 张展飞问道 姐 是苏七七 我们要去救他吗 我说你是不是傻 张卖无语道 苏七七可是你姐 我最大的竞争对手 如今他遇到危险 对 我们来说就是大好事 你脑袋瓜子被门挤了 竟然要去救他 更何况 我们搜索的街道 距离这里足有实数里 不在耳脉的通讯范围内 根本听不到苏七七的球员 我们去救他 岂不是告诉别人 我们善离职守 还有 那可是八头异兽 最低修为七星一级 最高修为九星一级 还有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我们贸然过去 一个搞不好 连我们也得栽在那里 你是活得不耐烦了吗 张展飞愣了愣 他又问道 姐 那我们不去救他 你这不废话吗 张卖没好气地瞪了张展飞一眼 感叹道 原本我还想着 宰了那个让我们丢尽颜面的家伙 顺带给苏七七扣一顶 保护队友不利的帽子就行了 没想到 苏七七竟然遭到八头异兽的围攻 若是苏七七被异兽宰了 哪怕他被异兽打成重伤 就没人能和我竞争大队长的职位 这可是老天相助啊 张展飞想了想 质疑道 姐 我听说苏七七的修为已经晋升地级 而八头异兽都是异级修为 他应该不至于死在哪里吧 那可不一定 张卖说道 苏七七的修为是晋升到地级 但也就是刚刚晋升罢了 九星一级修为的异兽 和他之间的差距并不大 他做不到碾压九星一级修为的异兽 更何况 围攻他的 可不止一头异兽 而是足足八头之多 其中 还有能隐匿身形的异兽 单凭他一人之力 绝对不是对手 若非如此 骄傲如他 岂会开口求援 张展飞点了点头 张卖所说 很有道理 对了 姐 刚刚耳脉中 好像响起了那个鸡肋的声音 不是好像 而是就是 张卖讥讽道 我也听到了那个鸡肋的声音 他说 让苏七七撑着点 他会马上赶过去 嘖嘖 一个F级修为的渣渣 赶过去有什么用 送死吗 不过他赶过去也好 正好让异兽撕了他 这样我们就不用动手 毫无风险 有道理 张展飞又问道 姐 那个鸡肋已经跑了 我们还要过去吗 当然要过去 张卖说道 虽然苏七七不是那八头异兽的对手 但若是有人及时支援 他和那个鸡肋 未必会死 我们得守在那个鸡肋搜寻的那条街上 确保那个鸡肋没有活着 姐 还是你考虑的周全 张展飞拍了张卖一个马屁 张卖得意道 展飞 好好跟着我干 大队长可不是我的终点 部长才是我的终极目标 若是我成为部长 有你小子用不完的好处 姐 我一定会好好跟着你干的 张展飞拍着胸膛保证道 走了 尽快赶到那个鸡肋所在的街道上 然后找个隐蔽的地方躲起来 张卖说着 就继续朝前走去 张展飞随之跟上 此时 将太平正骑着帝皇居 风驰电掣般的 朝苏七七所在的街道赶去 她的脸颊上满是焦急 丝毫不知道张卖和张展飞 已经盯上了她 在此之前 她就有些担心 苏七七独自行动 会遇到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结果怕什么来什么 她的担心应验了 而且 情况比她担心的还要严重 苏七七不仅遇到了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还遭到了八头异兽的围攻 虽然苏七七没说情况是否危险 但她能感觉到 情况有多么严重 所以 心急如焚的 她连御剑术都不用 直接动用了速度更快的帝皇居 很快 骑着帝皇居的江太平 就赶到苏七七所在街道的上空 她一眼就看到 苏七七正在夺路狂奔 后面还紧紧跟着七头异兽 至于那只会隐秘身形的异兽 应该是躲了起来 正司机偷袭呢 呼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刚当她真有些担心 苏七七有个什么好歹 所幸这一次 她的担心没有出现 在苏七七前方的一个胡同中下落 江太平收起帝皇居 就在胡同中走出 队长 你这是捅了异兽的老巢吗 江太平调侃道 苏七七的注意力 一直放在后方的异兽身上 没有注意到突然出现的江太平 听到江太平的话语 她下意识朝前看去 然后就看到了 站在前方不远处的江太平 这让她陡然一愣 刚刚她有听到江太平的回复 但在她想来 江太平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赶到 然而让她没想到的是 江太平这么快就赶了过来 不过想到江太平只用十几秒时间 就赶到赵丽娟那里后 她顿时恍然大悟 江太平隐藏的东西 要比她想象的还多 至少江太平那恐怖的速度 就是她不知道的 你小子也不看看 现在什么情况 竟然还有心思调侃我 苏七七美好气地说道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只是八头一击 修为异兽而已 她不觉得这情况有多严重 就是退一步来说 即使打不过 她也有信心 带苏七七远走高飞 不对 不是远走高飞 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误解 应该是顺利脱身 看到江太平站在原地不动 苏七七又没好气地说道 你小子不赶紧跑 还在那里凹什么造型 这回是凹造型的时候吗 江太平有些无语 她只是站在这里 怎么就是凹造型了 这是对她深深的误解 队长 我不是 江太平想要辩解 但话还没说完 就猛然扭头 看向苏七七的左侧 那里有一股很是阴暗的气息 应该就是苏七七所说的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而就在她看去的那一刻 小心 一道市井声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苏七七下意识回头望去 然后翘脸上就浮现出一抹疑惑 身后的异兽 距离她还有十几米远呢 虽然这点距离不算远 但没必要提醒她小心吧 然而 她不知道的是 江太平出生提醒 不是因为她身后的异兽 而是因为隐匿在她左侧 正朝她扑来的那只异兽 除此之外 江太平出生市井 还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让苏七七回头 不让苏七七看到她是如何动手的 就在苏七七回头的那一刻 一道青鹤声在江太平心头响起 她竖起右手中指和食指 在空中划了一个圈 继而朝前摇摇一点 古朴剑侠瞬间打开 八柄飞剑腾空而起 继而暴尸而出 七柄飞剑射向苏七七身后 另一柄飞剑则射向苏七七的左侧 送 送 送 飞剑急速飞行 一道道破空声随之响起 听到耳边传来的破空声 苏七七下意识回头看去 然后就看到江太平左手背在身后 右手朝前甩出 但她并没有看到引起破空声的东西 她又紧跟着回头 这下她看到了引起破空声的东西 那是七柄小剑 而且 那七柄小剑已经飞至她身后的七头异兽身边 下一刻 七柄飞剑就洞穿七头异兽的脑袋 继续朝前飞去 这 苏七七的双眸瞬间瞪大 但还没等她多想 一道惨叫声就在她身边响起 她下意识寻声望去 只见一条浑身漆黑 腰身有水桶粗细 左右两米来长的大蛇 在她左侧不远处凭空浮现 然后自空中落下 结结实实砸在地上 这一幕让苏七七陡然明白 江太平为何要出声示警 意识到这一点 苏七七心头一阵后怕 她没有察觉到隐匿在她左侧的引蛇的偷袭 再加上她的注意力都放在后方的异兽身上 若非江太平及时出手 她有很大可能找了引蛇的刀 而那后果 她不敢想象 这条引蛇的出现 也证实了江太平的判断 引蛇不止一条 碰 碰 碰 就在此时 苏七七下意识寻声望去 然后就看到 跟在她身后的那七头异兽 已经摔倒在地 而且一动不动 看那模样 应该是已经去阴曹地府报到 然而 她没有注意到的是 空中有八柄小剑倒飞而回 落在江太平 背在身后的左手上的剑侠中 紧跟着剑侠 就凭空消失不见 看着眼前不远处地面上 那七头毫无声息的异兽 苏七七瞬间呆若目击 这七头把她追得很狼狈的异兽 就这么被江太平宰了 她怎么感觉 刚刚她还想着 把苏七七忽悠走 然后神不知鬼不觉地 斩了这些异兽 结果还没等她想到办法 尹蛇就朝苏七七发起偷袭 这让她不得不立即出手 而她想着 反正已经出手 顺带 就将跟在苏七七后面的七头异兽也宰了 这下 她是真的暴露得彻彻底底 那个队长 江太平喊道 闻言 苏七七顿时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她上下打量了江太平一番 道 你真是江太平 江太平一阵恶然 她不是江太平 还能是谁 不过 很快她就反应过来 苏七七 这是有些接受不了眼前的事实啊 队长 你这问题问的有些傻呀 江太平调侃道 苏七七又上下打量了江太平一番 沉声道 说 你到底什么修为 五星F级啊 江太平脸不红气不喘地回复 苏七七满头黑线 你特么把我当傻子忽悠呢 队长 有人来了 我先撤了 若是他们问起 就说是你杀的 江太平说着 就朝苏七七冲去 自苏七七旁边跑过时 她抄起影蛇的尾巴 拖着影蛇 继续朝后方的七头异兽跑去 在跑到七头异兽身边时 江太平一手抓住四头异兽的尾巴 两手抓住八头异兽的尾巴 就朝旁边的一个小胡同跑去 这一幕 让苏七七有些傻眼 这混蛋 竟然连她寻到的异兽也要抢 不过想到这些异兽 都是江太平杀的 她又觉得 江太平抢走八头异兽 没什么不妥 江太平 你给我站住 反应过来的苏七七大吼一声 就朝江太平进入的小胡同跑去 但等她跑到小胡同时 胡同中已经不见江太平的身影 这混蛋 苏七七有些气恼的跺了跺脚 她很想继续追赶江太平 但她想想还是算了 这回还在任务期间 不能离开 否则就是善离之手 哼 江太平 你跑得了和尚 你跑得了妙吗 把老娘忽悠的这么惨 你给老娘等着 苏七七漫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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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走出胡同 看着地面上满地的墨绿色血液 苏七七有些脑壳疼 江太平那混蛋 跑得很潇洒 却给她留下了一个巨大无比的锅 她不是没想过 告诉其他人 是江太平杀了那些异兽 但得有人信她才行 要知道 若非她亲眼目睹 连她都不认为 江太平有斩杀那些异兽的实力 还有 上一次在猎魔园 她说 斩杀近百只异兽的那人 和江太平的穿着一样 就被情战误会 是她想要找回丢掉的面子 如果她说是江太平斩杀了这些异兽 还不知道会被多少人误会 江太平那混蛋再死不承认的话 她就真的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是混蛋 苏七七有些抓狂的抓了抓头发 就在此时 树道身影 从街道的两边赶来 其中就有江太平之前救下的赵丽娟 苏队长 我来了 苏队长 没事吧 赶来之人纷纷开口 苏七七理了理 被抓乱的秀法 强坐平静道 我没事 已经解决了 多谢各位前来支援 也很不好意思 让你们白跑一趟 没事就好 是啊 刚刚赶来使我都担心的不行 还好还好 虚惊一场 赶来之人又纷纷开口 其中一人看了看周围 疑惑道 苏队长 地面上有不少异兽血液 还有拖拽异兽尸体的痕迹 怎么没看到异兽的尸体 尸体被那混蛋拖走了 苏七七在心里无声的怒吼 口中却说道 尸体被我藏起来了 众人恍然大悟 而他们也能理解苏七七的做法 要知道 一级异兽的尸体 可是挺值钱的 眼下苏七七还得执行任务 无法将异兽的尸体带回去 在这种情况下 将异兽的尸体藏起来 很正常 苏队长 既然没事 我就回去继续搜寻了 有人说道 苏队长 我也回去继续搜寻 其他人也纷纷开口 赵丽娟则什么都没有说 带得众人离去 苏七七看向没走的赵丽娟 道 B358 你不回去吗 赵丽娟看了看周围 低声道 苏队长 我刚刚听到F1的话语声 他说会尽快赶过来 以他的速度 应该已经赶来 怎么没有看到他 苏七七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那混蛋不仅来了 还给他甩了一个大锅 若是对别人 苏七七肯定会隐瞒 江太平赶来之事 但赵丽娟清楚 江太平的实力 而此事压在他心头 又不吐不快 他就决定实话实说 那混蛋来了 又走了 苏七七咬牙启齿道 那些异兽 就是那混蛋杀的 他还把异兽的尸体 给拖走了 却甩锅给我 让我说 那些异兽 是我杀的 对于苏七七所说 赵丽娟毫不意外 他对苏七七有所了解 苏七七的骨子里 非常骄傲 除非逼不得已 苏七七不会请求支援 而苏七七请求支援 就意味着 他不是那些异兽的对手 在这种情况下 苏七七怎么可能 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 将八只异兽屠露一空 所以 他早意识到 应该是江太平来了 而且 那些异兽 也是江太平杀的 苏队长 我也算是 有了感同身兽的伙伴了 赵丽娟笑道 苏七七愣了愣 什么感同身兽的伙伴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赵丽娟是说 亲眼目睹江太平 斩杀异兽时的感受 苏队长 我回去继续搜寻异兽了 赵丽娟没再多留 说完就转身离开 他留着没走 是想印证一下 他的判断是否正确 如今已经得到印证 就得赶紧回到岗位上 继续工作 目送赵丽娟离开 苏七七低声臭骂江太平 臭江太平 烂江太平 竟然甩锅给我 不仅害得我昧着良心说瞎话 还尴尬的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你给老娘等着 这事没完 骂了江太平一会 苏七七又皱眉思索 他在想 江太平是如何一下子 就杀了八只一兽 好像是飞刀啊 那混蛋究竟是什么修为 苏七七自言自语 就在此时 一道话语声在耳脉中响起 诸位同事 给你们汇报一个好消息 就在刚刚 苏七七队长 以一笛八 斩杀八只一兽 最低修为七星一级 最高修为九星一级 还有一直能隐秘身形的一兽 请大家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大伙都兴奋一下 耳脉中安静了片刻 一道道话语声就接连响起 苏队长不愧是我九安分部第一天才 这实力实在了得 我还没赶过去呢 一兽就没了 得 我还是回去吧 我会立即将这个消息传出去 让大伙都高兴高兴 听着耳脉中 接连不断响起的话语声 苏七七的俏脸 瞬间黑了 那些异兽不是他杀的 他巴不得此事越少人知道越好 但被这么一搞 要不了多久 猎魔堂的所有人都会知道此事 此刻 他真想打死那个 让把消息传出去的家伙 莫名其妙 背了一口大锅 他心里已经够赌了 那家伙还火上浇油 不过他也知道 那人并非是想给他添赌 而是想让大伙都提提神 毕竟大晚上孤零零的四处寻找异兽 真的很累很疲惫 苏队长牛逼 苏队长威武 苏队长霸气 苏七七陡然一愣 这特么是江太平的声音啊 江太平 你给老娘闭嘴 苏七七按着耳脉 咬牙齐齿 一字一顿 这混蛋甩锅 给他倒也罢了 竟然还昧着良心夸他 这特么是看热闹 不嫌是大吗 这会 他已经不是想打死 让把消息传出之人 而是想打死江太平 若非他还有点理智 他绝对会杀到江太平身边 然后暴走江太平一顿 听到苏七七话语之人 都有些猛 他们不明白 苏七七为何让江太平闭嘴 难道夸奖还有错了 扑哧 赵丽娟则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他听出了江太平的声音 也听出了苏七七有炸毛的趋势 他还知道苏七七为何想要炸毛 而能将苏七七气成这样 江太平绝对是独一份 还有 江太平昧着良心拍马屁 都能拍得如此理智气壮 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 江太平则控制不住 打了一个寒颤 好像马屁没拍对地方 拍到马蹄子上了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果断闭嘴 苏七七那声音一听 就是压抑着怒气 想要炸毛的节奏 他可不能再刺激苏七七 否则惹得苏七七把他供出来 以后他再想低调 就有些难了 得躲几天 让那妮子消消火呀 江太平暗叹一声 他当着苏七七的面 暴露了实力 还甩给苏七七那么大一个锅 拍马屁又拍到马蹄子上 以苏七七的暴皮戒 怕是不会轻易放过他 还是让苏七七平静一下为好 将太平前方百米开外的 一座房屋屋顶上 趴着两人 这两人正是张漫和张展飞 此刻张漫的脸色有些难看 苏七七既然没死 还杀了那八只异兽 这怎么可能 但那么多人都这么说 他不愿相信 也得相信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今晚苏七七的彪悍战绩 肯定会增加苏七七竞争大队长 职位的筹码 这对他来说 可不是一个好消息 展飞 那个鸡肋快回来了 盯紧点 张漫很声道 苏七七那女人没死 那个鸡肋 就是我们最后的机会 一定要把握住 否则不仅今晚白忙活一场 以后也难以找到 今日这样的好机会 姐 我会的 张展飞点了点头 紧紧盯着旁边的街道 片刻后 他惊喜道 姐 你看那人是不是那个鸡肋 不是他 还能是谁 张漫的脸颊上 满是激动 虽然相隔有些远 天色又有些昏暗 他看不清那人的面容 但那人身穿猎魔堂的作战服 又出现在江太平搜寻的街道上 那人绝对是江太平 得到张漫的肯定 张展飞问道 姐 怎么做 跳到旁边的胡同 自胡同中走出 装出一副迷路的样子 然后伺机偷袭 给他致命一击 张漫说的毫不犹豫 那模样 显然是早就想好了 张展飞有些不解 姐 至于这么麻烦吗 直接上去 砍了那个鸡肋不就行了 小心一点不是坏事 张漫提醒道 你应该清楚 我们所作之事暴露 会有什么后果 你装出一副迷路的样子 一旦事情不对 就可以以此为借口离开 懂不懂 张展飞恍然大悟 姐 还是你高明 这会不是拍马屁的时候 赶紧去吧 张漫催促道 啊 张展飞愣了愣 姐 我一个人去啊 收拾一个S级修为的渣渣 还用我出手吗 张漫反问道 张展飞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她也是S级修为啊 你当着我的面说 S级修为是渣渣 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 别磨蹭了 赶紧去 张漫又催促道 哦 张展飞应了一声 就自防顶跳下 朝胡同外走去 在张漫和张展飞 看到江太平的那一刻 江太平心头就浮现出一抹警照 又有一兽 江太平有些惊喜 不过她表面上没露丝毫 继续朝前走去 与此同时 她眼睛的余光 朝张漫和张展飞所在的方向 瞟了一眼 她察觉到 危险来自那个方向 但遗憾的是 她什么都没看到 嗯 片刻后 江太平的双眸 微微一眯 她看到一道身影 自胡同中走出 那人穿着猎魔堂的作战服 看着好像是张展飞 这家伙怎么在这脸 江太平的眉头 微微皱了皱 这条街道 是她的搜寻范围 张展飞不在自己搜寻的街道上待着 跑到这里做什么 不过 她也就是这么想了一下 并未多想 因为在她想来 张展飞不是敌人 但很快 她就发现了不对 她感应到的危险 分为了两股 一股还在原来的位置 另一股则来自张展飞所在的方向 还有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江太平依然没想到 危险来自张展飞 她把危险归结到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身上 甚至她还以为 有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跟在张展飞身后 要不要提醒这家伙一下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但下一刻 她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这倒不是她不在乎张展飞的死活 而是她出声提醒 提醒的 不只是张展飞 还有跟在张展飞身后的异兽 而且还会暴露 她能察觉到 隐秘身形异兽的事实 还有 她出声提醒 很可能会导致 跟在张展飞后面的异兽 抱起出手 伤到张展飞 F1 张展飞诧意道 你怎么在这里 这是我搜寻的街道 江太平解释了一下 又道 倒是你 不带在你搜寻的街道 跑到这里做什么 那个我说出来 你别笑话我 张展飞尴尬道 晚上天黑 看得不太清楚 再加上我这人方向感不好 在胡同里转有几圈 就迷路了对了 你知道平安街在哪个方向吗 东边 距离这里 大概十数里 嗯 就那个方向 江太平开口解释 但想到张展飞方向感不好 又抬手指了指右侧 多谢 我这就回去 张展飞一边道谢 一边继续走向江太平 江太平有些疑惑 她已经指明方向 张展飞怎么不朝东边走 还往她这里走 不过有一兽跟在张展飞身后 若是张展飞调转方向 她还得想办法阻拦呢 如今张展飞走向她 对她来说 也是一件好事 就没有出言之疑 很快 张展飞就踏入 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 怎么回事 江太平眉头又皱了皱 心中有些不减 她清楚感应到 危险来自张展飞身边 但张展飞 已经踏入 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 剑纹色霸气 却没有感知到异兽的气息 下一刻 江太平陡然一愣 然后深深看了张展飞一眼 剑纹色霸气 是不会出错的 她又没有感受到异兽的气息 这就意味着 危险不是来自异兽 而是来自张展飞 这家伙不是迷路跑到了这里 而是冲着她来的 这特么是来者不煞啊 意识到这点 江太平没有立即拆穿 她想看看 张展飞善离之首 跑到她这里 到底要做什么 人心难测 古人成不起我 江太平暗叹一声 心中有些恼怒 刚刚她还担心张展飞 被异兽伤到 甚至还在想办法解决 她自认为跟在张展飞身后的异兽 结果张展飞却是冲着她来的 这特么不是为敌人操心吗 伴随着江太平和张展飞的前进 两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 江太平面色平静 不乏从容 张展飞只有四星F级修为 根本给她造成不了任何危险 张展飞则有些激动 眼下是她洗刷耻辱的绝佳机会 也是张曼打脸苏七七 给苏七七扣一顶保护队友不利的大帽子的绝佳机会 而这个机会马上就要来了 虽然她努力让自己表现得平静一些 但还是控制住不住有些激动 很快 江太平和张展飞就走到一起 F一 我回去了 你小心一点 张展飞说道 好的 江太平嘴上硬着 心中却有些想笑 这家伙装得还蛮像 殊不知 她早就察觉到了不对 在两人擦肩而过的那一刻 张展飞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残忍的笑意 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竟然赢了她 还用区区二字形容A级修行天赋 她要让江太平付出生命的代价 抽出背在背上的长枪 张展飞猛然转身 挥枪就朝江太平的后心刺去 与此同时 一道低沉的嘶吼声自她口中吐出 F级修行天赋的鸡肋 今日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做A级修行天赋 长枪如风 急速刺向江太平的后心 张展飞脸颊上的残忍笑意也越发浓郁 她在江太平毫无防备之下 抱起偷袭 更重要的是她的长枪 即将刺中江太平的后心 即使江太平反应过来也没有躲避的时间 她马上就可以一血前耻 报仇血恨了 但下一刻 她脸颊上的残忍笑意就陡然一宁 指尖就在长枪即将刺中江太平后心的那一刻 正在朝前走的江太平突然朝右侧挪了一步 而就是这简单的一步 让江太平成功避开了张展飞次来的长枪 这什么情况 张展飞满脸诧异 她志在必得一击 怎么就被江太平躲了过去 这是巧合 还是其他原因 对此 张展飞着实有些不解 但她知道这会不是想这事的时候 要知道 她是来杀江太平的 附近还有猎魔堂的成员 她不能给江太平呼救的时间 必须趁江太平没反应过来时 斩杀江太平 否则 一旦江太平呼救 杀不了江太平是小 她和张卖暴露 就是大了 收回长枪 张展飞再度朝江太平刺去 这一次 她没有刺向江太平的后心 而是刺向江太平的脖梗 她要刺穿江太平的脖梗 让江太平说不出话来 但下一刻 让她震惊的樱幕再度出现 一次躲过了她的淋漓一击 这特么到底怎么回事 接连两枪被江太平躲过 张展飞都要疯了 但她依然顾不得多想 挥动长枪 接连刺向江太平 只是情景一如之前 江太平一扭腰 一侧身 脑袋瓜子一歪 动作极其简单 但每一次都精准无比地躲过张展飞 刺来的长枪 所有攻击 均被江太平以极其简单的动作躲过 张展飞终于意识到了不对 这特么不是巧合 而是真的被江太平躲过了 那种感觉 就好像江太平后脑少长了眼睛一样 能清楚看到 她的每一次攻击 甚至还能预判她的攻击 从而提前一步 做出规避动作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感觉不是好像 而是事实 她的偷袭 在拥有剑纹色霸气的江太平眼中 根本无所遁形 江太平凭借剑纹色霸气 也能预判她的攻击落点 从而提前一步 规避开来 察觉到张展飞满脸猛逼 没有继续攻击的意思 江太平转过身来 她笑眯眯地看着张展飞 讥讽道 A级修行天赋 就这 貌似不咋低呀 张展飞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她很想反驳 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接下来 让你看看 A级和F级之间的差距 江太平没有等张展飞回答的意思 说话间 就迈不朝张展飞走去 张展飞有些猛 这家伙是自认为 F级和A级相差巨大吗 不过 很快她就意识到不对 江太平说 让她看看 事情绝非如她想的那样 而是A级比不上F级 甚至还和F级相差甚远 意识到这点 张展飞瞬间被弃了个半死 F级不如A级 而且和A级相差甚远 是众所周知的事实 但自江太平口中说出 却截然相反 这让她感觉到了深深的羞辱 浓浓的恶意 你给我去死 张展飞怒吼一声 挥枪 就朝江太平刺去 这一次 江太平没有躲闪 她低垂的右手 闪电般抬起 抓向刺来的长枪 下一刻 江太平就稳稳抓住枪杆 任凭张展飞如何用力 也难以寸进分毫 与此同时 江太平抬脚 就朝张展飞的胸膛踹去 碰 只听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张展飞就应声道飞而出 足足飞了数米之远 张展飞才从空中落下 结结实实地砸在地上 哇 紧跟着 一股血剑 就自张展飞口中 雕射而出 看到了吗 江太平淡淡地说道 这就是A级和F级的差距 张展飞的脸色 铁青无比 他竟然被江太平一脚踹飞 数米之远 而且还被打伤了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这还是江太平 有所留守的结果 否则 他这回已经落地成河 我要杀了你 偷袭未成 又被江太平一脚踹飞 张展飞瞬间失去理智 他嗷嗷叫着 就欲起身 你起来一下试试 江太平冷笑一声 他随手一挥 夺来的长枪 就暴尸而出 So 长剑转瞬极致 刺在张展飞两腿之间的地面上 这一幕 让张展飞控制不住 打了一个哆嗦 心头也升起一股 冰冷刺骨的寒意 若是长枪再往前一点点 他就要去大内府报到了 陡然的惊吓 让张展飞失控的理智 瞬间清醒 他满脸恐惧地看着江太平 这家伙明明是F级修行天赋 为何这么强大 五星F级修为 一道错愕声 自张展飞口中吐出 江太平的修为 竟然比他高了一心 现在才发现 你的反应还真够慢的 江太平撇了撇嘴 迈不朝张展飞走去 刚刚他还有些疑惑 张展飞竟然敢朝他动手 要知道 他的修为 经过抽奖万界系统演示后 也要比张展飞高出一心 而现在他明白了 这家伙根本就没注意他的修为 是高级气血单 肯定是高级气血单 否则 你不可能这么快晋升五星F级 张展飞语无伦次地说道 江太平没有解释 他走到张展飞身边 一脚踏在张展飞胸膛上 这不是你现在该考虑的问题 江太平冷声道 张展飞 就是想问问张展飞 为何要杀他 张展飞面色陡然一致 江太平的话 让他想起现在的局势 而现在确实不是考虑 江太平修为问题的时候 江太平 你最好放了我 否则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张展飞威胁道 嘖嘖 都被踩到了脚下 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江太平扎了扎嘴巴 继续道 不过也是 你还有后手等着往那 张展飞愣了愣 江太平怎么知道 他还有后手 江太平没在搭理张展飞 他看向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屋顶 淡淡地说道 张漫队长 这家伙都被我踩在了脚下 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 在确定张展飞来者不善时 江太平就一想到 来自屋顶的危险 很可能是张漫 张展飞被他踩在脚下 还敢威胁他 让他更加肯定了他的判断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张漫并非躲着不出来 而是被他的举动惊呆了 姐 救我 张展飞大声呼喊 江太平已经猜到张漫 他就没必要再藏着掖着 听到张展飞的呼救 张漫顿时从猛逼中回过神来 然后就自屋顶一跃而下 江太平 我还真是小看了你 张漫感叹一声 快步朝江太平冲来 是吗 江太平笑道 待会你会发现 你又小看了我 张漫有些不明白 江太平为何这么说 但他没有多想 他必须尽快解决江太平 不给江太平求援的机会 然后尽快离开这里 看到张漫不说话 江太平又道 张漫队长 这里只有我 苏队长不在这里 张漫依然没有回答 继续朝江太平冲去 眼下 江太平已经发现他们 绝对不能让江太平活着离开 否则江太平把此事告诉猎魔堂 他们就完了 而只要杀了江太平 就是死无对证 那时 即使江太平已将消息传出 也无济于事 因为没有证据 他就可以反咬一口 说江太平是受苏七七 只是诬陷他的 你不说也没关系 让我猜猜 江太平说道 因为我参加猎魔堂考核 让你和我脚下的家伙丢了颜面 因为你要和苏七七竞争大队长职位 想要杀了我 给苏七七扣一顶保护队友不利的帽子 张漫的双眸 微微一宁 这家伙 是他肚里的蛔虫吗 竟然把他的心思 猜得一点不差 江太平 你知道的越多 就越该死 张漫冷笑不已 脚下的步伐 丝毫未停 看来 我猜对了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你说的 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不会杀我一样 知道就好 今天你死定了 张漫冷声道 江太平没有再搭理张漫 他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瞄了一眼 自言自语 和九星一级相比 还有些差距啊 知道我的修为 还不赶紧束手就擒 这样说不定还能留个全室 张漫讥讽道 我的话还没说完 江太平摇了摇头 继续道 只是有些差距 并非就没有一战之力 张漫一阵愕然 这家伙 是不是抽带瓜子抽金了 五星F级和九星一级的差距 还想有一战之力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江太平并非是五星F级修为 而是八星E级修为 刚刚江太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是想看看 杀了八只一兽 他的修为提升了多少 如今 他的气血是816卡 跨入了八星E级进剑 杀 江太平抽出放在作战扶妖间 暗格里的软剑 然后双手握剑 右脚后撤一步 下一刻 一股无形的气势 自天地间汇聚而来 朝软剑上蜂拥而去 自他学会剑招两袖青蛇以来 还没动用过呢 现在正好拿张漫 试试剑招两袖青蛇的威力 看到江太平摆出攻击姿势 张漫撇了撇嘴 满脸讥讽 江太平 你这是嫌死得不够快啊 此时 他已经快冲到江太平身边 而只要等他冲到江太平身边 就可以一拳砸死江太平 无视我的话会付出代价的 江太平又叹了一口气 与此同时 一道轻鹤声自江太平心头响起 两袖青蛇 伴随着这道轻鹤声的响起 江太平双手握剑 猛然朝前斩去 只见一道青色的 匹帘自软剑上脱离 朝张漫暴尸而去 这一幕 让张漫的脸色猛然大变 众所周知 修为达到六星地级以上 才可以尽力外放 而江太平 只有五星F级修为 怎么可能尽力外放 但这个时候 显然不是想这事的时候 他也没有时间多想 抽出背在背上的长刀 张漫挥刀斩上青色匹帘 咔嚓 下一刻 一道清脆的破裂声 就陡然响起 那是张漫的长刀 被青色匹帘斩断发出的声音 紧跟着 青色匹帘转瞬至极 斩在张漫身上 直接撕裂张漫的作战符 在张漫身上 留下一道血淋淋的伤口 啊 一道惨叫声 自张漫口中吐出 他的脸颊上 充斥着浓浓的错愕 五星F级修为的江太平 竟然一击斩断他的长刀 还打伤了他 这怎么可能 不远处的张展飞 也被这一幕惊呆了 张漫是他的后手 他本以为张漫出手 就是手到擒来之势 却没想刚一交手 张漫就被江太平斩断武器 还被江太平给打伤了 不愧是李纯刚的成名绝技 这威力就是牛逼 江太平则很是激动 他的修为比张漫低一心 却凭借剑招两袖青蛇 一击斩断张漫的武器 还打伤了张漫 由此就可以看出 剑招两袖青蛇 威力不凡 你你不是五星F级修为 一道错愕声 自张漫口中吐出 现在才知道 已经晚了 江太平笑了笑 拎着软剑朝张漫走去 剑撞 张漫第一时间转身就跑 他不是江太平的对手 再留在这里 他会死的 至于张展飞 他都是尼菩萨过河 自身难保 哪还有心思理会张展飞的死活 至于跑了之后怎么办 现在他还不知道 但他知道 猎魔堂是回不去了 此时 张漫心里很是后悔 他不该招惹江太平 这个极其阴险的小隐蔽 但此时后悔已经晚了 这回他也陡然明白 江太平为何看到他 不紧不跑 还不寻求支援 为何说待会他会发现又小看了 为何说并非没有一战之力 又为何说 无视他的话会付出代价 这是对自身的实力有信心啊 但此时意识到这点 同样已经晚了 站在光里的 并非都是英雄也有败脸 江太平的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复杂 之前 赵丽娟明知不敌 还要阻拦异兽 让他先走 他还以为 猎魔堂的人都是满身正气之人 但现在 他陡然发现 任何地方都有败脸存在 就连以为名除害 守护一方安危为宗旨的夜行人 也不例外 留下吧 江太平长叹一声 再度挥剑斩向张骂 一道青色匹自软剑上脱离 朝张骂报事而去 刹那间 青色匹连就追上张骂 斩在柳骂的双腿之上 然后犹如切豆腐一般 直接斩断张骂的双腿 啊 一道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自张骂口中吐出 紧跟着 失去双腿的他 就接接迟迟摔在地上 老实待着 否则杀了你 江太平回头瞪了张展飞眼 迈步朝张骂走去 此时 张展飞已经被吓傻了 他没看错吧 强大如张骂 竟然被江太平 吓得狼狈逃窜 还被江太平 斩断了双腿 看着走来的江太平 惨叫不已的张骂 脸颊上满是恐惧 他很想逃走 但失去了双腿的他 如何逃 只能依靠双臂 朝后方挪去 别别杀我 我我知道错了 真的知道错了 不是我 是是张展飞 是他想杀了你 我是受了他的蛊惑 才来的 极度恐惧之下 张骂与吾伦次的求饶 还将使盆子 扣在张展飞头上 江太平没有回答 他的脸颊上 有着一抹犹豫 他有些犹豫 要不要杀了张骂 不过很快 他脸颊上的犹豫 就消失不见 继而被一抹坚定所替代 任何事情 都只有零次和无数次 不杀留着张骂 在暗算他吗 虽然他不具张骂的报复 但苏七七呢 苏七七可没有见蚊色霸气 未必能及时察觉 张骂的阴谋 苏是苏七七 被张骂暗算 有个什么好歹 他后悔都来不及了 还有 像张骂这种 为了争权夺势 不惜动用一切手段之人 留着也是一个祸害 下辈子做个好人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挥剑捅入张骂的心口 捏 张骂抬手指着江太平 那模样 似乎是想说些什么 但话还没说出口 就双眼一翻 去找阎王爷喝茶了 一剑解决张骂 江太平又朝张展飞走去 他已经杀了张骂 没必要留着张展飞的狗命 此时 张展飞已经从震惊中回过神来 看着走来的江太平 张展飞控制不住 朝后挪去 他的脸颊满是恐惧 脸色苍白无比 没有一丁点的血色 鸡布 江太平江哥 是我姐布 是张骂 只是我来杀你的 你别听他瞎说 是他蛊惑我的 真的我是受了他的蛊惑才来的 求求求你 饶我一命 把我当的屁放了吧 我保证再也不敢了 而且我 还会为你马首是瞻 张展飞吞吞吐吐 哆哆嗦的求饶 他有听到张骂诬陷他的话 也看到了江太平一剑捅死张骂 嘖嘖 他说是受了你的蛊惑 你说是受了他的蛊惑 你俩狗咬狗 可真是一丘之和啊 江太平感叹一声 一剑捅入张展飞心口 结束了张展飞的狗命 呼 江太平长舒一口气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复杂 自他获得抽奖万界系统以来 他杀过不少异解图 也杀过不少异兽 而且杀起来毫不手软 他从未想过有朝一日 他手上会沾染人类的鲜血 但今日他杀人了 而且一杀救就是两人 不过他丝毫都不后悔 因为若非他还有点实力 今日死的就是他了 而且为了以后的清静 为了苏七七的安危 他也没得选择 只能狠下心肠 送张骂和张展飞去跟阎王爷喝茶 站在原地沉默了片刻 江太平随手一挥 一条隐蛇尸体凭空浮现 掰开隐蛇大口 江太平将张展飞的尸体 拖到隐蛇口中 然后用力下暗隐蛇的嘴巴 让隐蛇锋利的牙齿 刺入张展飞身上的剑伤处 伪装成被隐蛇撕咬的模样 然后他又如法炮制 将张骂身上的剑伤 以及被长剑斩断的双腿 也伪装成被隐蛇撕咬的模样 他这么做 不是为了虐识泄愤 而是想遮掩剑伤的痕迹 把两人的死 算在异兽头上 此时 张骂和张展飞已死 两人都不知道 将太平打算将他们的死 算在异兽头上 若是他们知道的话 不知道他们会做何感想 要知道他们的打算 就是将将太平的死 算在异兽头上 算计别人 最终却算计了自己 这就是因果报应啊 人死万事休 不跟你们计较了 我这么做 不只是为了隐瞒 我的真正实力 也是给你们留点尊严 毕竟你张骂 也曾杀过不少异戒图 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不想 你们玷污夜行人的名声 将太平叹了一口气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思索 他在考虑 如何告诉别人 张骂和张展飞 被引蛇咬死之事 但还没等他想到好的办法 两道身影 就在前方的街道上出现 苏七七 赵丽娟 江太平愣了愣 这两女人怎么来了 F1 我听到你这边 有惨叫声响起 怎么回事 苏七七人还未到 声音就先一步传来 文言 江太平顿时恍然大悟 两人是被张骂 和张展飞的惨叫声吸引来的 很快 苏七七和赵丽娟 就赶了过来 看到地面上张骂 张展飞 和引蛇的尸体 苏七七和赵丽娟 同时一愣 这是怎么回事 苏七七看向江太平问道 赵丽娟的目光 随之转移到江太平身上 队长 我回来的时候 正好看到引蛇在撕咬张骂 然后我杀了引蛇 江太平顿了一下 遗憾道 若是我回来的早一点 他俩就不会被引蛇咬死了 文言 苏七七的俏脸上 浮现出一抹复杂 江太平离开 是为了救他 若是江太平没有离开 而是待在这里 张骂和张展飞 岂不是就不会死了 但下一刻 他突然意识到一丝不对 猎魔八队搜寻之地 距离江太平所在的街道 足有十数里之远 张骂和张展飞 不在他们的搜寻街道上待着 为何跑到江太平搜寻的街道上 难道是听到了我的球员 赶过来救我的 一个念头在苏七七脑海中闪过 但很快就又被他否定 俗话说 最了解自己的人 不是亲人 不是朋友 而是敌人和竞争对手 就如张骂很了解苏七七一样 苏七七也很了解张骂 张骂这人心胸狭窄 对他怨念颇深 来救他的可能性着实不大 还有 尔脉的有效距离是五千米 张骂和他相距甚远 不可能听到他的球员 就是退一步来说 张骂是来救他的 在他明确说出 异受修为的情况下 张骂为何带着只有 F级修为的张展飞 让张展飞来送死吗 这显然不可能 而且两人若是来救他的 遇到危险 为何没有出生球员 一条影蛇 两个人 张骂和张展飞 不应该连球员的机会都没有 看到苏七七眉头紧锁 一言不发 江太平心里有些打鼓 苏七七这妮子太聪明 会不会是想到了什么 赵丽君的脸颊上 则满是悲伤 那悲伤中 还有着一抹后怕 悲伤是因为张骂和张展飞的死 后怕因为他自己 他也曾遇到危险 若非江太平 犹如天神下凡一般 出现在他面前 将他从明毛手中救出 这回 因为他不可能完好无损地站在这里 江太平 这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自责 赵丽君安慰到 他所在的街道 和这里没多远距离 他没有听到张骂和张展飞的球员 就意味着 江太平也没听到 而江太平不知道 两人遇到危险 怎么能怪江太平回来的晚呢 嗯 下一刻 赵丽君也意识到了一丝不对 他疑惑到 苏队长 江太平 按理说他俩遇到危险 应该开口球员才对 而我距离这里没有多远 却没有听到 他们开口球员 你们说他俩 为何不开口球员呢 苏七七摇了摇头 他也在考虑这个问题 但他想不通 这俩家伙是来杀我的 怎么可能开口球员 江太平心里这么想着 嘴上却说道 不知道 我也没听到他们的球员 这是着实有些奇怪 赵丽君自言自语道 按理说 他们应该会球员的 为何不球员呢 苏七七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美眸陡然一宁 翘脸上也浮现出一谋寒意 在什么情况下 张骂和张展飞遇到危险 不会开口球员 只有一种情况 两人在座见不得的人士 不想让别人知道 再加上 这里是江太平搜寻的街道 他就想到了一种 不愿去想的可能 江太平很敏锐地察觉到了 苏七七的表情变化 这让他瞬间意识到 苏七七怕是想到了什么 他急忙转移话题 队长 他俩的尸体怎么办 苏七七看了看江太平 道 我给部长打电话 让他派人来为他俩收尸 好 江太平点了点头 又道 队长 刚刚我回来时 好像听到前面有动静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 若是有人问起 就说这条隐蛇是你杀的 话音落下 江太平就快不离开 不久前 他可是当着苏七七的面 暴露了实力 还把苏七七的差点炸毛 这回 苏七七正在考虑张曼 和张展飞之死 没有跟他算账 但以苏七七的暴脾气 不可能不跟他算账 所以还是趁着苏七七 没有跟他算账前 赶紧开溜为好 苏七七一阵愕然 这混蛋刚给他甩了一个锅 如今又甩锅给他 扑哧 赵丽娟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他想起了江太平 甩锅给苏七七 又昧着良心狂夸 把苏七七的差点炸毛之势 不过 下一刻他就又止住笑声 当着张曼和张展飞的尸体 这么笑 有些不太好 这混蛋又跑了 苏七七狠狠地 弯了离去的江太平一眼 他知道 江太平为何要跑 什么好像有动静 都是借口 真实原因是 怕他跟他算账 但他还得给秦湛打电话 让秦湛派人 苏七七把张曼和张展飞 被尹蛇咬死之势 简单说了一遍 又把斩杀尹蛇的锅背 在自己身上 就站在原地 等着秦湛过来 苏队长 你好像成了江太平的 专用背锅侠 赵丽娟强忍着笑意说道 苏七七翻了翻白眼 无奈道 摊上这么一个队员 我能有什么办法 苏队长 你这是得了便宜 还卖瓜呀 赵丽娟说道 若我是队长 我巴不得队里 有江太平这样的队员 而且 好像有点道理啊 像江太平这样强大的队员 谁不想要呢 就拿他自己来说 若非有江太平 前不久 扫荡一截图窝点时 他就已经栽了 还有今日 若非江太平快速赶到 一招斩杀八头一兽 他很难在八头一兽的追赶下 全身而退 甚至还有很大可能栽在那里 说起来 江太平已经救了他两次 看到苏七七不说话 赵丽娟问道 苏队长 是不是想到了江太平的好 嗨嗨 苏七七有些尴尬地咳嗽了几声 转移话题 部长说他亲自过来 为他俩收尸 你先别走 陪我一起 等着今晚之事 明日 我会原原本本地告诉部长 明白你放心吧 我可不会出卖我的救命恩人 赵丽娟说道 苏七七走到影蛇尸体旁看了看 翘脸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然后他又看向张曼和张展飞的尸体 目光闪烁不定 希望事情不是我想的那样 苏七七暗叹一声 但他却清楚 事实很可能就是 他想的那样 没多久时间 秦战就已赶到 看着张曼和张展飞的尸体 秦战的老脸上满是苦涩 拳头也紧紧攥了起来 身为夜行人久安分部部长 类似的是 他见过不少 按理说他应该习惯才对 但每当遇到这种事 他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沉默了片刻 秦战说道 七七 丽娟 我带他俩先回去了 好的 部长 苏七七应了一声 道 部长 任务结束 我去找你 麻烦你喊上堂主 我有事给你们说 B358 到时你也过去 好的 苏队长 赵丽娟直接答应下来 秦战点了点头 带着张曼和张展飞的尸体离开 目送秦战带着张曼和张展飞的尸体离开 赵丽娟和苏七七打了一声招呼 随之离开 苏七七则站在原地未动 直到赵丽娟走远 他高声道 尹蛇的尸体给你留在这了 他相信江太平就在周围藏着 能听到他的话语声 话音落下 苏七七就转身离开 不远处 一座房屋的屋顶上 趴着一个人 这个人正是江太平 他听到了苏七七的呼喊 但他没有立即起身 他有些担心 苏七七是想忽悠他过去 不过 很快他就发现 他想多了 苏七七是真的走了 并没有忽悠他的意思 从屋顶上跳下 江太平走到尹蛇尸体旁 将其收入系统仓库 那妮子不仅精明 还心细如发呀 江太平有些庆幸的拍了拍胸口 刚刚苏七七走到尹蛇尸体旁看了看 绝对是想看看 那条尹蛇 是不是刚刚杀的那条 所幸他取出的是 之前杀的那条尹蛇 否则就直接露线了 而他也知道 只是没有直接露线罢了 苏七七很明显 已经起了疑心 不过江太平丝毫都不担心 是张曼和张展飞跑到这里杀他 不是他主动杀张曼和张展飞 苏七七又已知道他隐藏了实力 即使事情暴露 也没什么关系 这会 江太平突然想起 他斩杀张曼和张展飞时 没有听到抽奖万界系统的提示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江太平瞭了一眼 他的气血还是816卡 没有变化 对此 江太平也不意外 张曼和张展飞不是一截图 也不是异兽 没有收获实属正常 接下来 江太平继续在街道上四处溜达 不知道是不是捣乱的异兽 被杀光了的缘故 直到天色放亮 江太平都没有再遇到一头异兽 也没有听到其他人的球员 早上六点时 苏七七的声音在耳脉中响起 搜寻任务结束 猎魔九队收队 诸位辛苦了 文言 江太平果断脱下作战符 然后取出帝皇居 骑着帝皇居就绝尘而去 他有些担心 苏七七过来堵他 而且 苏七七的法拉利 还在他家门口停着 苏七七肯定会过来 所以还是三十六级 走为上界 不得不说 江太平的担心是对的 苏七七宣布完收队 就跑来找江太平 但等到他赶到时 江太平已经跑远 他在街道上转了一圈 都没有找到江太平 这混蛋肯定溜浪 苏七七掏出手机 给江太平打电话 此时 江太平正在一家商店中 挑选头盔 帝皇居泰拉风 一路上吸引了 不知道多少人的目光 为了低调一些 他就决定买个头盔戴上 这样就没人知道 他是谁了 叮铃铃 叮铃铃铃 江太平的手机响起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是苏七七打来的 接还是不接 江太平有些纠结 他相信接通电话 等着他的 必定是苏七七的审问 但不接的话 又不太好 想了想 江太平在心里问道 抽奖万借系统 系统仓库 可以隔绝手机信号吗 可以隔绝手机信号 江太平目光陡然变亮 然后就接通了电话 紧跟着 苏七七的话语声 就自手机中传出 江太平 你在哪呢 队长 江太平 我问你在哪呢 队长 你怎么不说话 我怎么不说话了 我问你在哪呢 队长 你说话呀 难道是信号不好 江太平 我问你在哪呢 不你赶紧给我回分布 呀 我手机没电了 要关机了 说完 江太平轻轻点了一下挂断按钮 然后 将手机揣入口袋 紧跟着 手机就在口袋中消失不见 出现在系统仓库中 商店老板目瞪口呆地看着江太平 那模样仿若看见了天人 老板 我要这个头盔 江太平抬手 指了指一个头盔 帝皇居白金相见 那个头盔 也是白金相见 两者很相配 文言 商店老板 顿时从发愣中回过神来 他取下江太平指着的头盔 递给江太平 小兄弟 是不是你女朋友管得太严 商店老板八卦道 江太平有些无语 你问你女朋友喊队长啊 不过他懒得解释 随口应道 是啊 管得有些严 小兄弟高明 我今天学了一招 商店老板朝江太平 竖了数大拇指 江太平愣了愣 他这算不算教坏了小朋友不 教坏了大朋友 老板过奖了 江太平谦虚一声 付了款 就拿着头盔离开 嘟嘟嘟 听着手机里传来的挂断声 苏七七额头上满是黑线 神特么信号不好 神特么手机没电 竟然跟我玩这招 苏七七咬牙切齿 继续拨打江太平的电话 很快 手机中就响起一道 很好听的女声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苏七七瞬间傻眼 这混蛋竟然拉黑了他 不对 不是拉黑 拉黑应该是你拨打的电话 无法接通 而不是提示 不在服务区 但怎么会是不在服务区呢 我已经好久没听到 如此提示了 苏七七有些想不通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他暂时联系不上江太平了 江太平 你混蛋 完了 苏七七骂骂咧咧咧地朝法拉利走去 然后 驾驶法拉利朝夜行人久安分不赶去 他说过 任务结束 要去找秦湛 江太平可以溜走 他可不能食言 此时 江太平正在街道上走着 忙活了一晚上时间 他肚子都饿得咕咕乱叫 他想吃点热乎饭菜 填饱肚子 随便找了一家早餐店 江太平买了一杯豆浆 买了一些小笼包 就吃了起来 带着吃饱喝足 江太平又买了一杯豆浆 买了一些小笼包 丢入系统仓库 今日他要猎魔园 继续和狼腰打游击站 准备一些吃的 以备不食之需 离开早餐店 江太平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取出帝皇居 然后戴上头盔 骑着帝皇居朝猎魔园赶去 夜行人久安分部十八楼 部长办公室 办公室中坐着两人 这两人正是秦湛和曹山 部长 大清早 你让我赶紧过来 所谓何事 曹山好奇道 不是我有事 是七七有事 他让我喊你的 秦湛解释道 虽然他没说是什么事 但我能感觉到 他要说的是不简单 现在已经六点多 任务也已结束 算算时间 他应该快到了 曹山点了点头 没再多问 片刻后 一道敲门声响起 进来 秦湛说道 紧跟着 办公室的大门被人推开 素七七和赵丽娟走了进来 部长 堂主 素七七和赵丽娟同时开口 七七 丽娟 你们来了坐 秦湛招呼道 素七七和赵丽娟 在沙发上坐下 七七 有什么事 说吧 秦湛直入主题 苏七七问道 部长 你还记得前几日 猎魔园的事吗 这才几天时间 怎么可能不记得 当时你说 秦湛说了一半 突然停下 部长 我知道你不说事 不想让我难堪 我来说吧 苏七七说道 那天我说 在猎魔园 杀了近百只异兽之人的穿着 和江太平一模一样 部长怀疑 是我想找回面子 才那么说的 还说 面子不是那么挽回的 秦湛有些不解 自己让自己难堪吗 部长 当时我说的就是事实 没有丝毫挽回面子的想法 苏七七继续道 七七 不是我不想相信你 秦湛苦笑道 那小子只有F级修行天赋 而且 前一天 他还不是修行者 我实在无法相信 他能在一日时间内 斩杀近百只异兽 部长 你说的我能理解 其实 当时我也有些不信 苏七七画风陡然一转 但他若不是F级修行天赋 不是F级修为呢 这不可能 秦湛说道 那小子的修行天赋 是你亲自测试的 你不会拿这种事开玩笑 而且他的修为 也是有目共睹 确实是F级修为 这也是我不解的地方 苏七七叹了一口气 看向赵丽娟 道 B358 你先说说 江太平救你之事 好的 苏队长 赵丽娟应了一声 把他遇到明猫后求援 江太平火速赶到救他之事 详细讲了一遍 秦湛和曹山面面相去 十几秒时间赶到 压着七星一级的明猫打 明猫还碰不到江太平丝毫 一剑将明猫的身体捅个对穿 你确定不是在讲故事 你确定说的 不是C级修为之人 而是江太平 部长 唐主 你们是不是有些不敢相信 苏七七问道 秦湛和曹山同时点头 这是不说 他们不敢相信 随便换个人都不敢相信 但这就是事实 而且 这还不是最让人不敢相信的 苏七七又问道 你们应该有听说 我斩杀八只异兽之事吧 听说了 秦湛和曹山 又同时点头 但那八只异兽 不是我杀的 而是江太平杀的 苏七七把他求援 江太平火速赶到 一招斩杀八只异兽之事 详细讲了一遍 秦湛和曹山 目瞪口呆 一招斩杀八只异兽 其中还有一只能隐秘身影的影蛇 这怎么越说越离谱了 部长 唐主 虽然我没看到那一幕 但我相信 苏队长所说 就是事实 赵丽娟说道 你们都很了解苏队长 他的骨子里非常骄傲 若非逼不得已 他不不会开口求援 而他开口救援 就意味着那八头异兽 给他造成了很大的威胁 我所在的街道 和苏队长所在的街道相邻 从我听到他的求援 到我赶过去 没花多少时间 而就是这么短的时间 那八只异兽被屠戮一空 异兽的尸体 也被拖走了 说句有些不太好听的话 若是苏队长能做到此事 他何必开口求援 秦湛和曹山对视一眼 赵丽娟所说 很有道理 但此事 他们总感觉在听故事 而且还是很荒谬的那种故事 部长 唐主 我以我的声誉发誓 我所说都是真的 苏七七言肃道 部长 唐主 我也以我的声誉发誓 我所说 也是真的 赵丽娟随之开口 秦湛和曹山再度对视一眼 苏七七和赵丽娟都这么说 此事恐怕不会有假呀 稍加思索 秦湛问道 七七 我有些不明白 那小子为何要隐藏 我也不太清楚 但我有个猜测 苏七七说道 江太平那浑恩 那家伙很猥琐 很低调 他应该是不想遭到一界图惦记 我们都知道 一界图最喜欢杀的 就是天才 你所说有点道理 秦湛点了点头 又问道 我还有个不解 依照你们所说 那小子绝非F级修行天赋 也绝非F级修为 他是如何瞒过七彩式检测 和我们感应的 部长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 苏七七说道 不过想来 应该是有什么特殊手段 而且 那家伙的5G很是精妙 威力也很是强大 我怀疑 他怕是得到了什么机缘 秦湛再度点了点头 除了机缘 似乎没别的解释了 七七 那小子呢 喊他过来问问呗 曹山说道 堂主 那家伙任务一结束就溜了 苏七七黑着脸道 我给他打过电话 他装作听不到 还说手机没电 然后用不知道什么手段 把手机搞成了不在服务区 我现在都联系不上他 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不在服务区 秦湛愣了愣 他拿出手机 找到江泰平的手机号码 给江泰平打电话 很快 手机中就响起一道 很好听的女声 您好 宁波打的电话不在服务区 秦湛 曹山和赵丽娟一阵愕然 还真是不在服务区 七七 那小子为何要溜 秦湛不解道 应该是怕我审问他 苏七七尴尬道 那家伙未救我 在我面前暴露了真正实力 又接连甩锅给我 还昧着良心在耳脉里狂夸我 把我气得都快爆炸了 秦湛 曹山和赵丽娟面面相去 江泰平 这是被吓跑了呀 调查 苏七七愣了愣 疑惑道 调查什么 怀疑他加入猎魔堂 心怀不轨 我 秦湛想要说话 但话还没说出口 苏七七的话语声 就再度响起 部长 这不可能 苏七七断然说道 江泰平杀起一戒图和一兽 毫不手软 而且若非因为他 猎魔九队前几天就栽了 还有昨晚 他救了我和B358 怎么可能是心怀不轨之人 七七 你误会我的意思了 秦湛解释道 我不是怀疑他 加入猎魔堂 心怀不轨 而是说要不要调查一下他的履历 看看他的成长轨迹 说不定能搞清楚 我们心中的疑惑 呼 苏七七长松一口气 刚刚他还以为秦湛怀疑江泰平 加入猎魔堂 心怀不轨呢 想了想 他说道 部长 我觉得不用我调查过他的履历 在我邀请他加入猎魔堂前 他的履历很简单 而且还可以用悲惨二字来形容 悲惨 秦湛 曹山和赵丽娟同时一愣 嗯 悲惨 苏七七解释道 那家伙出生没多久就父母双亡 之后在孤儿院长大 16岁时 孤儿院以经费不足 他以长大为由 把他赶出孤儿院 之后 他每天都要打几份工 王后到晚上一两点 才勉强赚到上学和生活所需的费用 他住的地方是租的 而且还是平民区的地下室 如此经历 你们说悲惨吗 秦湛 曹山和赵丽娟面面相去 这经历确实够惨的 至于他有可能获得机缘之事 我觉得也无需调查 苏七七继续道 每个人都有秘密 我们也不例外 没必要揪着别人的秘密不放 而我们只需知道 江太平是猎魔堂 是夜行人的一员就足够了 你们也不用怀疑他的心性 虽然他的经历很悲惨 但他并非冷血之人 这一点从他火速救援 甚至为了救我和B358 不惜暴露一些真正实力 就可以看出 秦湛 曹山和赵丽娟 不约而同点了点头 苏七七所说 很有道理 七七 你知道你现在像什么吗 秦湛问道 什么像什么 苏七七有些不解 你现在就像一只 护独自的老母鸡 秦湛笑道 苏七七恍然大悟 他理直气壮道 什么护独自的老母鸡 多难听啊 江太平是我猎魔酒队的一员 我身为队长 理应护着他 是吗 秦湛调侃道 是谁把那小子 下的任务结束就溜了 还把手机搞成不在服务区 苏七七撬脸一红 谁让他总是忽悠我 还接连甩锅给我 能怪我吗 秦湛笑了笑 转移话题 继续隐藏 苏七七果断说道 暴露他对我们没有好处 但继续隐藏 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 虽然他很不爽 将太平甩锅给他 但他还是主动背锅 就是不想将太平暴露 我也是这么想的 那这事就这么定了 秦湛直接拍板决定 那小子的事 只有我们四个知道 不要对其他人提及 不过还是得把那小子 抓回来问一问 最起码知道 他的真正修为是什么 那我再联系他 等能联系到他时 就让他尽快回来一趟 苏七七说道 还是我来联系吧 秦湛调侃道 你都把那小子吓跑了 若是再把他吓跑 怎么办 苏七七有些尴尬 秦湛这话说的 好像他是吃人的母老虎一样 还有事吗 没有事就这样了 秦湛说道 苏七七犹豫了一下 扭头看向赵丽娟 见状 赵丽娟瞬间了然 苏七七这事还有事 但不好当着他的面说 部长 我没什么事了 我先回去 赵丽娟说道 好 赶紧回去休息吧 秦湛点了点头 目送赵丽娟离开 苏七七问道 部长 堂主 你们没有什么想问的吗 秦湛和曹山同时一论 他们不明白 苏七七为何这么问 稍加思索 秦湛问道 七七 你是不是还有什么事 部长 暂时没什么事 既然你们没什么想问的 我就回去休息了 苏七七说完就起身离开 走到门口时 他又突然停下 回头看向秦湛 道 部长 猎魔猿那次是你误会我了 我说的都是事实 没有挽回面子的想法 秦湛有些尴尬 苏七七这是跟他秋后算账呢 不过确实是他误会了苏七七 苏七七没再说什么 打开办公室的门走了出去 目送苏七七离去 曹山说道 部长 七七怕事还有事没说啊 我也是这么想的 秦湛说道 那丫头没说 就有没说的原因 等他想说时自然会说的 离开办公室 苏七七乘坐电梯 朝酒楼赶去 刚刚他问秦湛和曹山 是想看看 两人有没有从张卖和张展飞的尸体上 发现什么 但两人都没有疑问 就意味着两人应该没什么发现 来到酒楼 苏七七把已经休息的猎魔酒队成员 全部喊到了他的房间中 喊你们过来 是有事想问一下 苏七七说道 你们有没有向别人说起过 昨晚我们的搜寻安排 没有 猎魔酒队的队员纷纷摇头 有一名队员说道 队长 昨晚出任务时 我遇到了张卖 他有问起过 我们都在哪里搜寻 我想着 这事又不是什么大事 就随口说了一嘴 闻言 苏七七的目光微微一闪 猎魔酒队的搜寻安排 只有猎魔酒队的成员知道 他一直有些疑惑 张卖为何能准确找到 江太平所在的街道 而现在他明白了 嗯 我知道了 你们都赶紧回去休息吧 苏七七说道 猎魔酒队的队员都知道 苏七七把他们喊过来 问了这么一个问题 必定是有原因的 但苏七七没说 他们也没多问 一个个转身离开 回去休息 带着所有人离开 苏七七的眉眸中 陡然爆发出一抹灵力 张卖只死绝对有问题 这是不会就这么算了的 猎魔猿入口 一个身穿大黑长袍 带着口罩和墨镜的人走了过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江太平 猎魔猿的两名守卫 满脸古怪 这个喜欢玩进进出出游戏的家伙 又来了 江太平没有理会 满脸古怪的守卫 跆拳就轰在猎魔猿入口处的 巨大黑药石上 下一刻 黑药石上就爆发出四道橙色光柱 四星一击 守卫说道 最多深入一千三百米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这点一定要记住 江太平点了点头 就踏入黑色光幕 昨日他来猎魔猿时 是四星一击修为 若是暴露他的真实修为八星一击 就太过吓人 所以他让抽奖万界系统 将他的修为演示到四星一击 测试时也没有亲近用力 目送江太平进入猎魔猿 一名守卫问道 你说他多久会出来 我猜五分钟以内 另一名守卫说道 那我就猜五分钟以外 咱俩打个一毛钱的赌 闲着也是闲着 那就赌一把 此时 江太平已经进入猎魔猿 不知道两名守卫 拿他打了一毛钱的赌 若是他知道的话 肯定会很无语 我的身价 只值一毛钱吗 看了看周围 没有看到昨日那头猪腰 江太平就快速朝密林冲去 前进途中 江太平遇到了几头异兽 他顺手就给宰了 只是 他刚宰了四五头异兽 一道嘶吼声 就自森林深处响起 哦哦 那个两只脚的战虫又来了 你个蠢猪 都给你说了 一直在那盯着 你跑回来做什么 赶紧去给我宰了 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江太平的脸瞬间黑了 他才宰了四五头 F级修为的异兽 就被那头贼眉鼠眼的狼腰发现了 与此同时 江太平心头 也浮现出一股紧躁 那么的 肯定是那头猪来了 江太平按骂一声 遇见朝安全区飞去 等他回到安全区没多久 一头浑身血巴的猪腰 就从密林中跑出 朝他冲来 试试 能不能宰了这头猪腰 江太平目光微微一闪 昨晚他就想试试的 但又打消了念头 双手背在身后 江太平心神一动 一个有些古朴的剑侠 就在他左手中凭空出现 他右手掐绝 古朴剑侠瞬间打开 十二柄飞剑一一飞起 悬浮在他背后 去 一道轻鹤声在江太平心头响起 十二柄飞剑快速升空 朝狂奔来的猪腰抱势而去 嗖 嗖 嗖 十二柄飞剑 划破空气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刹那间飞至猪腰身边 继而刺入猪腰那硕大的身躯之中 但却没能穿透猪腰的身体 哦 一道惨叫声 自猪腰口中吐出 他脚下一个猎且摔倒在地 然后挣扎了几下就安静下来 与此同时 抽奖万界系统 那有些机械的话语声 在江太平脑海中响起 宿主斩杀一名敌人 获得三十六张低级抽奖卡 江太平有些惊喜 他竟然真的斩了那头 把他搞得狼狈不堪的猪腰 终于报仇血恨了 江太平长叹一声 但下一刻他脸颊上的惊喜 就消失不见 继而又浮现一抹郁闷 太俄十二飞剑 没能穿透猪腰的身体 不是因为太俄十二飞剑不够锋利 而是他太弱了 或者说他和猪腰之间的 修为差距实在太大 要知道 二星帝级修为的猪腰 至少有两千卡气血 而他只有八百多卡气血 如此之大的差距下 他能杀了猪腰 正是因为太俄十二飞剑足够锋利 回来 江太平随手一招 江太平遇见 就朝密林冲去 他要趁着狼腰没反应过来的这段时间 尽快猎杀异兽 提升修为 此时 孙林深处 狼腰那星红的眸子中 有着一抹疑惑 他已经派猪腰 去对付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为何还有能量消失 难道是 那头蠢猪被杀了 狼腰猛然扭头 看向江太平所在的方向 片刻后 一道怒吼声 自他口中吐出 那头蠢猪 怕是被杀了蠢猫 你的修为比蠢猪高 反应也比蠢猪敏捷 去看看怎么回事 喵 数百米开外 一只明猫叫了一声 就朝密林外窜去 蠢猫 那两只脚的战虫太狡猾 稍有不对 就会离开 小心点 如果杀不了他 就给我待在那里 紧紧盯着他 狼腰的怒吼声 再度响起 操 江太平忍不住破口大骂 他还没斩杀几只异兽呢 狼腰就已反应过来 一见捅死旁边的一头异兽 江太平没敢耽搁 第一时间 遇见朝安全区飞去 带他飞回安全区没多久 一只明猫 就自密林窜出 不过明猫并未靠近 而是待在密林边缘 紧紧盯着他 四星地级 江太平有些脑磕烫 他斩杀二星地级的猪腰 都有些艰难 而且还是借了偷袭之功 眼前这只明猫修为 比猪腰还高 又有防备 他想偷袭 都无法偷袭 在这种情况下 想要跨越大境界 斩杀明猫 绝非一世 但就这么退走的话 他又有些不甘心 几番思索 江太平就决定尝试一下 取出剑侠 江太平施展御剑术 十二柄飞剑 就朝明猫报事去 剑撞 明猫丝毫没有硬抗的想法 第一时间就躲了开来 老子的御剑术 可是会拐弯的 江太平冷笑一声 控制十二柄飞剑 继续追杀明猫 把明猫追得上窜下跳 几番逃窜 明猫似乎是意识到 这么逃下去不是办法 就退回密林之中 因为密林中树木的阻挡 江太平看不到明猫的身影 想继续御剑追杀 都无法继续 只能收回十二柄飞剑 马勒戈毕的 看你还敢来盯着小爷吗 江太平大骂一声 走出安全区 朝密林中走去 但还没等他走几步 明猫就自密林中走出 朝他扑来 还敢出来 江太平第一时间退回安全区 再度施展御剑术 追杀明猫 但十二柄小剑刚刚飞出 明猫就又退回密林之中 这一次 江太平没有立即走出安全区 他等了一会 就看到猫妖 又自密林中走出 但因为他待在安全区的缘故 明猫只是远远地盯着他 并未扑来 这特么是跟我号上了 江太平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踏出安全区 明猫就朝江太平扑来 明猫是四星地级修为 气血在四千卡以上 足足是江太平气血的五倍 如此巨大的差距 江太平不敢冒险 否则随便挨明猫一爪子 他都受不了 但不踏出安全区 明猫站在密林边缘 冰着江太平 他什么都做不了 左也不是 右也不是 再加上明猫不和他正面对战 此事让江太平 着实有些纠结 想了想 江太平挑衅道 蠢猫 小爷就在这站着 你过来 喵喵 明猫冲江太平吼了一声 但依然站在密林边缘 纹丝不动 江太平愣了愣 他好像听懂了明猫的意思 明猫再说 你当猫大人傻呀 你那里可是有禁止 只有那头蠢猪 才会过去 特么的 这是被一只猫给鄙视了 江太平满头黑线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明猫比那头猪聪明 激将是没用的 又想了想 江太平突然抬手拍了拍额头 他竟然把他最牛逼的能力给忘记了 欲见说 一道轻贺声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与此同时 软剑凭空浮现 悬浮在江太平面身前 他纵身一跃 踏上软剑 然后欲见飞出安全区的范围 蠢猫 小爷走出了安全区 你来咬我呀 江太平很是得意 刚刚他突然想到他 可是会飞 而明猫不会飞 只要他飞入空中 明猫实力强又如何 还不是只能干瞪眼 喵 明猫又冲江太平吼了一声 江太平又听懂了明猫的意思 明猫再说 两只脚的战虫 有本事你下来 猫大人保证不抓死你 蠢猫 激将法 是小爷玩剩下的东西 少在小爷面前搬门弄斧 哈哈小爷 要去宰你的同类了 江太平大笑着遇剑 朝秘鳞飞去 剑状 明猫顿时有些着急 但正如江太平想的那样 他不会飞 只能看着江太平肝瞪眼 很快 江太平就飞至蜜鳞上空 他低头看向地面 搜寻着异兽的踪影 前面说过 猎魔园中的树林 都是光秃秃的 连一片叶子都没有 也正是因此 江太平才能从上空 看到蜜鳞内的情景 很快 一只异兽 就进入他的视线 杀 江太平心神一动 太鹅十二飞剑的剑侠 在他手中凭空浮现 紧跟着 剑侠打开 一柄飞剑腾空而起 朝秘鳞中的异兽 暴射而去 飞剑转瞬极致 直接将那头异兽的脑袋瓜子 捅了个透明窟窿 江太平放声大笑 他找到了屠戮异兽 提升修为的办法了 但就在此时 明猫的嘶吼声 陡然响起 喵喵 将太平脸颊上的笑意 陡然一致 明猫在提醒秘鳞中的异兽 都赶紧藏起来 那么的 这蠢猫真比那头蠢猪聪明 江太平大骂一声 施展玉剑术 继续斩杀异兽 但还没等他斩杀几只异兽 就再也找不到异兽的踪影 稍加思索 江太平降低飞行高度 想要凭剑纹色霸气感应周围的情景 但一直降低到密林的树梢上 剑纹色霸气的 感知范围 依然到达表地面 哎 剑纹色霸气的 感知距离 还是太短了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剑纹色霸气的 感知距离是20米 而密林中的大树 磕磕都有几十米高 远远超出了 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距离 他也不是没想过 继续下落 但他想想还是算了 飞在空中 明猫不能把它怎么样 但他要是降直密林中 以明猫的灵活 完全可以攀爬到大树上攻击他 蠢猫 怎么回事 一道怒吼声 自密林深处传来 那是狼妖发出的 喵喵 喵喵明猫回应 什么 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前而会飞 小鹰 去宰了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狼妖的吼声 紧跟着响起 江太平的面色又是一致 他竟然忘了 有会飞的一兽 紧跟着 他就看到一只巨大的鹰妖 自密林中腾空而起 六星帝吉草 江太平大骂一声 急忙遇见 朝安全区飞去 但很快他就发现 鹰妖的飞行速度 比他快得多 依照眼下的局势 他还没飞回安全区 就会被鹰妖追上 帝皇居 出来 一道轻鹤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下一刻 帝皇居就在江太平脚下 凭空浮现 江太平收回软件 骑上帝皇居 全速朝安全区赶去 帝皇居的速度 比江太平遇见飞行快得多 顷刻间就拉开 和鹰妖之间的距离 呼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抬手擦了擦额头上的冷汗 所幸他有帝皇居 否则 今日就要栽在这里了 很快 江太平就返回安全区 鹰妖没有继续追赶 他口吐人言 两只脚的战虫 从此刻起 每时每刻 都会有妖在入口处盯着 你若是再赶来 看鹰大人不撕了你 江太平的嘴角 急剧抽搐几下 这特么 是断绝他打游击战的希望啊 你们给小爷等着 总有一天 我会将你们全部宰了 江太平黑着脸 撂下一句狠话 转身朝黑色光幕走去 地面上有明毛守着 天空中有鹰妖守着 他在想猎杀异兽 已经是不可能的 而无法猎杀异兽 就没必要再待在这里 离开猎魔园 江太平迈步朝前走去 超过五分钟了 我赢了 你给我一毛钱 一名守卫说道 我哪有一毛钱 先欠着 咱俩再赌一把 另一名守卫说道 咱还赌一毛钱的 就赌他什么时候再进猎魔园 江太平一阵恶然 你俩竟然拿我打赌 还只赌一毛钱 我说 你俩能玩大一点吗 一毛钱 你们好意思赌吗 我赌一块钱 今天我不会再来猎魔园 你们赌不赌 江太平美好气的 看着两名守卫 两名守卫不约而同 翻了翻白眼 你知道 什么叫做小赌一情 大赌伤身 强赌灰飞烟灭吗 还有 你今日进不进猎魔园 还不是你说了算 傻子才会跟你赌 看到两名守卫 没有和他打赌的意思 江太平转身就走 与此同时 他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思索 他在考虑 要不要回叶行人久安分部 江太平很纠简 在此之前 他打算躲几天 让苏七七平静一下 再个 他也不能一直将手机 丢在系统仓库 万一猎魔堂有任务呢 但这回回去又不太好 因为还没过去多少时间 苏七七的气 怕是还没消 他若是回去 很可能被苏七七审问 甚至还有可能 被苏七七劈头盖脸的臭骂一顿 唉 先看看今日的收获吧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一级 气血 九百三十六卡 早上是八百一十六卡 长了一百二十卡气血 才提升了一星 哥妈的 若非那只贼没鼠眼的狼妖捣乱 我的修为 早就踏入了地级 江太平有些郁闷 他又打开系统仓库 仓库中有五百二十张低级抽奖卡 其中五张低级抽奖卡 是之前剩下的 其余的是昨晚到现在 猎杀异兽的收获 抽奖万界系统 合成五张高级抽奖卡 两张中级抽奖卡 江太平说道 五张高级抽奖卡 和两张中级抽奖卡已合成 消耗五百二十张低级抽奖卡 抽奖万界系统 中级抽奖卡 两连抽 江太平又说道 开始抽奖 消耗两张中级抽奖卡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江太平满脸平静 他已经习惯了 谢谢参与四个字 抽奖万界系统 高级抽奖卡 五连抽 开始抽奖 消耗五张高级抽奖卡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叮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神福 已放入系统仓库 可用意念提取 叮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轩缘剑 已放入系统仓库 可用意念提取 谢谢参与 江太平愣了愣 今日竟然连中两次奖 而且还都是好东西 这运气简直爆棚啊 看了看周围 确认周围无人 也已走出猎魔猿守卫的视线 江太平心神一动 一把很是小巧的匕首 就在他手中凭空浮现 这把匕首 正是神符 他只比手掌长一点点 但却短小惊悍 剑锋上寒光闪闪 一看就不是凡物 这些威力必定大增 若是昨日遇到尹蛇时 有神符在手 绝对可以一剑斩断他的脑袋 江太平激动不已 脸颊上也满是灿烂的笑意 对于神符 他有所了解 神符是雪中电视剧中将尼的神兵 也是楚国的至宝 据说 神符是用陨石精髓打造而成 吹毛短发 削铁如泥 把玩了神符一回 江太平将神符收入系统仓库 紧跟着 一柄长剑 又在他手中凭空浮现 长剑长三尺有余 通体呈金黄色 剑身一面刻着日月星辰 另一面刻着山川草木 剑柄一面书写着 农耕续养之术 另一面书写着 四海一统之策 这就是上古第一神剑轩缘剑吗 有了轩缘剑 剑招一剑仙人贵 和两袖青蛇的威力 也必将大增 将太平哈拉子 都快流了出来 据说轩缘剑是众仙才守山之童 为皇帝所著 后又传于下雨 被称为圣道之剑 实在太牛逼了 将太平忍不住放声狂笑 自他得到抽奖万界系统到现在 也就几天时间 但就是这几天时间 他的人生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足足激动了好一会 将太平终于平静下来 他将轩缘剑收入系统仓库 脸色就搭了下来 他又想起了 回不回久安分布之势 唉 跑得了和尚 跑不了庙 早晚都得面对 逃避不是办法 还是坦然面对吧 将太平叹了一口气 将手机从系统仓库中取出 紧跟着 一道道信息提醒声 就接连不断地响起 将太平瞄了一眼 足足有好几十条信息 这些信息轻一色 都是提醒有人打过他的电话 其中有苏七七打来的电话 还有一个有些衍生的号码 而这个号码 打得比苏七七还要多 足足有三分之二的信息 都和个陌生号码有关 这是谁的电话号码 将太平皱了皱眉头 苏七七打他电话 是他预料中的事 但除了苏七七 还会有谁给他电话 而且 打得比苏七七还要多 难道是部长或者堂主的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他让苏七七背锅之事 苏七七不会告诉别人 但会不会告诉秦湛和曹山 就难说了 若是苏七七把帮他背锅之事 告诉秦湛和曹山 有陌生号码打他电话 还打了这么多电话 就可以解释通了 叮铃铃 叮铃铃 就在此时 江太平的手机响了起来 江太平看向手机 手机上显示的电话号码 正是给他打了很多电话的那个号码 稍加思索 江太平接通电话 紧跟着 手机中就传来秦湛的声音 小江啊 我是秦湛 打了你电话那么多次 总算是打通了 江太平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这个陌生号码 是秦湛的 他的判断是对的 苏七七把帮他背锅之事 告诉了秦湛 否则秦湛不会给他打这么多电话 部长 我手机没电了 充了会电 刚刚开机 江太平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 这样啊 秦湛没有拆穿江太平 他问道 小江 你现在在哪呢 江太平想了想 到 部长 我在家呢 昨晚一夜没睡 任务结束后 我去吃了点饭 原本是想回分部的 但想到离分部有些远 我就回家睡觉了 在家呀 秦湛说道 我找你有点事 是我去你家找你 还是你来分部一趟 部长 我去分部吧 江太平果断说道 他这回没在家 若是让秦湛去他家 岂不是就漏线了 好 那我在分部等你 你到了后直接来找我 秦湛说道 好的 部长 我这就过去 挂断电话 江太平取出帝皇居和头盔 就朝九安分部赶去 夜行人九安分部 十八楼 一道身影 自电梯中冲出 快步走向秦湛的办公室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是苏七七 看到秦湛办公室开着门 他直接走了进去 然后就寻找江太平的身影 但看遍整个办公室 他只看到了秦湛和曹山 没有看到江太平 部长 你不是说江太平马上来吗 他人呢 苏七七问道 七七 我说他马上来 又没说他已经来了 秦湛无语道 你看你急得那样 他这回在来的路上 坐下等吧 苏七七有些尴尬的 吐了吐小香舌 在沙发上坐下 七七 待会那小子来了 你可别把他给吓跑了 秦湛叮嘱道 哦 苏七七应了一声 秦湛没再说什么 和曹山 苏七七一起等着江太平赶来 大概过了十多分钟时间 江太平来到秦湛办公室门前 看到苏七七也在 江太平有些心虚 但来都来了 他就硬着头皮走了进去 部长 堂主 队长 江太平跟秦湛 曹山和苏七七打了一个招呼 小江来了坐 秦湛笑着说道 江太平在沙发上坐下 还特意离苏七七远一些 见状 苏七七没好气的说道 江太平 你都那么远干嘛 心虚啊 白叮嘱了 秦湛有些头疼 七七 忘记我给你怎么说的了 苏七七瞪了江太平一眼 没再说什么 小江啊 秦湛看向江太平 道 我听七七说 你救了他 还一招杀了八只异兽 是的 部长 江太平没有否认 苏七七已经卖了他 他再否认就没意思了 小江 能说说 你是如何发现那条隐蛇的吗 秦湛问道 部长 我感觉那里有危险 小心起见 就朝那里丢了一刀 没想到 正好命中隐蛇的脑袋 抱了他的头 江太平解释道 秦湛点了点头 前不久 猎魔酒队扫荡一戒图窝点时 江太平就表现过 对危险的恐怖感应 也正是江太平 提前感应到了危险 才避免猎魔酒队团灭的可怕后果 小江 能说说 你是如何一招 杀了八只异兽吗 秦湛又问道 江太平想了想 部长 只是飞刀丢得准一些罢了 秦湛和曹山一阵恶然 八只异兽 刀刀爆头 这能叫 只是丢得准一些 还有 八只异兽中 修为最低的 也有七星一击 这是你丢得准一些 就可以爆头的吗 苏七七也不例外 虽然他早就预料到 江太平不会说实话 但听到江太平如此说 他还是控制不住一阵恶然 嗨嗨 秦湛咳嗽了几声 刀 小江 一击一兽 可不是飞刀丢得准一些 就能爆头的 部长所说 很有道理 江太平点了点头 又到 还丢得快一些 他们没反应过来 秦湛和曹山又一阵恶然 这是快一些的问题吗 谁他们准一些 快一些 就能爆了一击一兽的脑袋 这会 他们算是看出来了 江太平这是想着办法搪塞他们呢 苏七七抬头看着天花板 努力不让自己的眼泪笑出来 此时 他深刻体验到了赵丽娟所说 他有了感同身受的伙伴 不过这一次 不是因为震惊 而是因为被江太平忽悠 只是想笑归想笑 他真的很想爆走江太平一顿 嗨嗨 秦湛又咳嗽几声 努力压下心头 爆走江太平的冲动 他没有继续追问刚刚的问题 而是换了一个问题 小江 你现在什么修为 昨天队长说 我是五星F级修为 我感觉我的气血又涨了一些 应该有六星F级修为吧 江太平没有说的太肯定 因为要确定自身的修为 是需要用黑钥匙测试的 小江 我问的是你的真正修为 秦湛提醒道 在江太平进来时 他就看出江太平是六星F级修为 但他相信 这只是江太平的表面修为 或者说是江太平 用手段演示后的修为 部长 我不明白的意思 我说的就是真实修为啊 江太平满脸疑惑 眼神很是清澈 秦湛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六星F级修为能一刀 爆了七星一级以上修为一兽的脑袋 你当脑子傻 还是觉得七星一级以上 修为一兽的脑袋 是豆腐扎做的 那么的 你昧着良心说瞎话 眼神竟然还那么清澈 秦湛扭头看了曹山一眼 发现曹山满脸无语 老脸通红 那模样显然是憋得不清 又扭头看了看苏七七 发现苏七七抬头看着天花板 翘脸也憋得通红无比 想了想 秦湛说道 七七 要不你说几句 苏七七愣了愣 不是不让他说话吗 怎么又让他说话了 部长 真让我说几句 苏七七问道 你不想说就算了 秦湛说道 不止曹山和苏七七 心里憋得慌 他心里也憋得慌 江太平把他们当傻子一样忽悠 他真想抱走江太平这小混蛋一顿 但碍于部长的身份 他不好动手 只能让苏七七来 想 当然想 苏七七生怕秦湛反悔 他瞪着江太平 江太平 铁一般的事实摆在眼前 你还搁着嘴硬呢 赶紧说 你的真实修为是什么 队长 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们也能感应到我的修为啊 江太平满脸委屈 苏七七有些抓狂 这混蛋是笃定 他们看不破他的伪装 铁了心要死扛到底呢 江太平 你信不信我揍你 苏七七恶狠狠地威胁道 队长 你揍我也提升不了我的修为啊 江太平委屈道 啊 苏七七炸毛了 他嗷嗷叫着 就朝江太平扑去 但还没等他 冲到江太平身边 就察觉到 一股无形的力道 束缚了他 然后又把他按回沙发上 他回头看向秦湛 不解道 部长 你干嘛拦着我 说是说 别动手动脚 秦湛瞪了苏七七一眼 又看向江太平 道 小江啊 别的没什么事 你昨天一夜未睡 必定累得不轻 赶紧回去休息吧 江太平愣了愣 他已经做好了 被严刑拷打的准备 怎么这就不审了 不过这对来说也是好事 随即就告辞一声 起身离开 但他走到门口时 秦湛的话语声又陡然响起 小江 等一下 江太平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秦湛 小江啊 我想跟你说几句话 秦湛说道 每个人都有秘密 夜行人不会强行探究别人的秘密 夜行人 也是你最为坚实的后盾 只要不是杀人放火之事 任何事 你都可以随时来找我 江太平愣了愣 他突然明白 秦湛为何只是 简单问了几句就不问了 七七 你也回去休息吧 秦湛又说道 说话间 他就放开了对苏七七的控制 苏七七随之起身 一个剑步 冲到江太平身边 然后抬手揪住江太平的耳朵 跟我走 苏七七恶狠狠地说了一声 就揪着江太平的耳朵 朝门外走去 目送苏七七和江太平离开 秦湛感叹道 这丫头 白叮嘱他了 部长 这里只有你我 别装了 曹山无语道 七七收拾那小子 不就是 你想看到的吗 老曹 你知道就行了 干嘛拆穿我 被曹山拆穿 秦湛也不尴尬 刚刚他让苏七七一起回去 就是想让苏七七 收拾江太平一顿 江太平那个小混蛋 把他当傻子一样忽悠 他真想抱走江太平一顿 但身为部长的他 碍于身份不好动手 只能借助苏七七之手 教训江太平一下 曹山没接话查 他问道 部长 那小子的事就这么算了 老曹 那小子加入夜行人 还没几天 可能信不过我们 秦湛说道 也有可能不是信不过我们 而是他的生活经历 让他养成了低调谨慎的性格 他摆明了不想说 再问下去 就有些强人所难了 况且 夜行人一向不问出身来历 只看星星 那小子杀起异兽和异节图 毫不手软 所以证明 他的星星没有问题 我们没必要救助他的秘密不放 曹山点了点头 担忧道 部长 我有些担心 七七做得过了 那丫头 看着温婉可人 实则性子极其火爆 有时候我都会想什么样的男人 才能降助那丫头 老曹 你多虑了 秦湛孝道 七七的的性子是火爆 但并非莽撞之人 他只是有些郁闷 那小子忽悠他 还昧着良心 拍他马屁把了 实则他还是很愿意帮那小子背锅的 若非如此 他岂会毫不犹豫地说 让那小子继续隐藏下去 所以 他顶多发泄一下心头的郁闷 不会做得太过分 更不会把那小子怎么样 曹山想了想 部长 听你这么一说 好像还真是这样 什么叫好像 本来就是如此 秦湛继续道 至于你说的 哪个男人能降助那丫头 我觉得 那小子就可以 部长 你确定你没开玩笑 曹山无语道 那小子 可是刚刚被七七揪着耳朵拽走啊 老曹 别被表象蒙蔽了双眼 秦湛说道 我曾亲眼目睹 那小子 压着一级修为的一截图打 一截图连他的衣角都碰不到 你也听赵立军说了 七星一级修为的名猫 都碰不到那小子的衣角 由此就可以看出 那小子的反应速度有多快 你觉得 那小子的反应速度如此之快 会被七七轻而易举 就揪住耳朵吗 曹山愣了愣 部长 你是说 那小子是故意被七七揪住耳朵的 是啊 秦湛感叹道 那小子面对我们 还敢嘴硬 可见心智很是坚毅 而且他还很聪明 他知道惹毛了七七 就故意让七七抓住他 让七七发泄一下 从而化解此事 照你这么说 这小子 就是一个小银币啊 曹山感叹一声 又道 但即使这样 也不能说明 那小子能享住七七 单单此事 确实还无法说明 但若是七七 对那小子很上心呢 秦湛问道 上心 曹山又是一愣 可见七七对那小子很上心吗 好像是有点 曹山点了点头 苏七七听说江太平要回来 可是冲着过来的 而且还愿意帮江太平背锅 甚至还处处护着江太平 这可不是队长护着队员可以解释的 自古美女爱英雄 因为被救成就一段佳话的 更是不在少数 秦湛感叹道 没人能享住 是因为没有遇到对的人 若是遇到对的人 钢铁都能化成绕纸柔 恶魔都能改邪归正 更别说 只是脾气火爆一点 就拿你来说 你的脾气 不比七七好不到哪里去 甚至还有些一根筋 但面对你家那位 还不是被呼来唤去 让往东不敢往西 让坐下不敢站着 曹山老脸一红 部长 咱们说七七呢 能别往我身上扯吗 我是用事实告诉你 你多虑了 秦湛说道 曹山有些尴尬 他转移话题 部长 你还别说 七七长得漂亮 修行天赋妖孽 那小子长得很帅 修行天赋必定也很妖孽 他俩站在一起 完全就是金铜玉女啊 这是你少掺和 别好心办了坏事 还是顺其自然为好 秦湛提醒道 部长 我就是这么一说 没想过掺和的 曹山摇了摇头 正如秦湛说的那样 苏七七没想过 把江泰平怎么样 甚至秦湛还想多了 刚进入电梯 苏七七就松开了江泰平的耳朵 江泰平有些诧异 就如秦湛所说 他故意让苏七七揪住耳朵 是想让苏七七发泄一下 化解此事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进入电梯 苏七七就松开了他的耳朵 而且还恢复了平静 队长 你不生气了 江泰平弱弱的问道 之前挺生气的 苏七七说道 但想通后就不生气了 江泰平长松一口气 他不解道 既然不生气了 为何还揪着我耳朵 演戏给部长和堂主看呗 苏七七解释道 你把部长和堂主 当傻子一样忽悠 他们碍于身份 不好意思揍你一顿 就想借我只手收拾你 我不得配合一下 让他们消消气 江泰平恍然大悟 他本以为他的演技挺好 现在看来 苏七七的演技 一点都不比他差 也就不长心胸宽广 否则揍不死你 苏七七白了江泰平一眼 又道 那些异兽尸体卖了吗 没呢 江泰平摇了摇头 任务结束 他就跑到猎魔园 然后又回来接受审问 还没来得及卖呢 在哪放着 你带我去 我帮你卖了 苏七七说道 啊 江泰平愣了愣 他自己会卖 何须苏七七帮忙 啊什么啊 苏七七没好气地说道 你把锅甩给我 你拿去卖不是漏馅了 队长 我没那么傻 江泰平有些无语 谨慎如他 怎么可能考虑不到这个问题 我知道你没那么傻 但我去卖 更妥当一些 苏七七说道 这倒也是 江泰平点了点头 他本想穿着大黑长袍 隐藏身份 去久安商会 卖掉异兽尸体 那样 虽然有可能引起一些人的怀疑 但没人知道 是他就行了 而由苏七七去卖 则连怀疑都不会有 赶紧说 异兽尸体在哪 苏七七催促道 在我家后方不远处的一个废弃工厂中 江泰平说道 他没法说 异兽尸体在系统仓库中 只能找了一个比较合适的地点 嗯 到地下车库了 走吧 苏七七说道 江泰平又是一愣 刚刚他都没发现 电梯没在酒楼停留 而苏七七带着他 直奔地下车库 显然是早就想好 要帮他卖了那些异兽尸体 进入地下车库 苏七七在一辆大卡车前停下 上车 苏七七招呼江泰平一声 就登上大卡车 江泰平有些诧异 苏七七连运输工具都准备好了 很贴心啊 登上大卡车 苏七七就驾车离开地下车库 朝江泰平的家中赶去 喂 有件事给你说一下 苏七七说道 你的事 只有我 部长 堂主 和B358知道 我们不会对外透露 你可以继续隐藏 别跟我辩解 否则会让我觉得 你在侮辱我的智商 队长 我有些困 睡一会到了 你喊我 江泰平没有辩解 也没有回应 直接转移了话题 苏七七满头黑线 这混蛋又睡觉 不过看在江泰平 没有跟他辩解的份上 他就没说什么 没多久时间 苏七七就开着大卡车 赶到江泰平家后方 不远处的废弃工厂大门口 喊醒江泰平 苏七七说道 在哪藏着呢 我和你一起去办 队长 你在这等着 我去就行 江泰平果断拒绝 然后不等苏七七说话 就跳下大卡车 朝废弃工厂走去 他还得把异兽尸体 从系统仓库取出 若是让苏七七跟着 岂不是露线了 苏七七没有多想 安静坐在大卡车中 只是他左等右等 等了足足十几分钟 也没见江泰平出来 什么情况 等得有些着急的苏七七 跳下大卡车 朝废弃工厂内走去 刚进入废弃工厂 他就看到 江泰平鬼鬼祟祟的 躲在一间厂房的窗户下 江 苏七七张口就喊 当话还没说出口 就看到江泰平 朝他做了一个晋升的手势 见状 苏七七急忙把 一道嘴边的话语咽了下去 他小心翼翼 朝江泰平走去 来到江泰平身边 苏七七小声问道 你干什么呢 你听听 好像是一节图讲座 江泰平说道 苏七七有点疑惑 什么一节图讲座 不过 他还是第一时间 竖起耳朵听了起来 厂房的隔音还挺好 他听得不是太清楚 但听到了几道慷慨激昂的话语 你们愿意陆入无为地活下去吗 你们愿意成为异兽的口粮吗 你们想成为修行者吗 加入我们吧 我们可以 让你们成为修行者 我们可以给你们提供 用不完的修行资源 我们还可以 让你们和异兽 成为好朋友 队长 像不像一节图讲座 江泰平低声问道 什么一节图讲座 分明是一节图 在蛊惑人加入呢 苏七七翻了翻白眼 前面几句 听起来很正常 但最后的一句话 听起来就有些不正常了 毕竟正经人 谁会和异兽做朋友 有带勾啊 江泰平暗叹一声 他前世的有些传销组织 就是办理各种讲座 以此来蛊惑他人加入的 一节图也以此手段 蛊惑他人加入 不就是一节图讲座吗 你对危险的感知 不是很强吗 苏七七问道 你有没有感应到 里面有危险 没有感知到危险 江泰平摇了摇头 凭借见纹色霸气的感知 他清楚看到 厂房中有几十号人 但有修为的 只有一人 而且还是F级修为 这点修为 还不够他和苏七七一巴掌拍的 那还磨蹭什么 冲进去阻止他们啊 苏七七说道 不再听听吗 江泰平说道 说不定能听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你想多了 苏七七解释道 这种人 我抓过一些 都是一节图的最底层 什么都不知道 就是退一步来说 他们知道一些东西 抓了他们审问一下 就全料了 好吧 江泰平叹了一口气 他第一次遇到这种事 没经验 走 跟我一起冲 苏七七说着 就朝厂房门口走去 江泰平随之跟上 来到厂房门口 苏七七抬脚 就踹向厂房的大铁门 碰 只听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厂房的大铁门 被苏七七一脚 直接踹开 紧跟着 苏七七就冲了进去 真暴力啊 江泰平的眼皮颤了颤 迈不跟上苏七七 夜行人办案 所有人举起双手 抱头蹲好 苏七七大声喝道 江泰平愣了愣 举起双手 还抱头蹲好 你这话说的 是不是有问题 郑慷慨激昂 蛊惑众人的那名异界徒 被吓了一大跳 听讲的众人 也被吓了一大跳 他们你看看我 我看看你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没听到我的话吗 苏七七又沉声喝道 夜行人办案 所有人举起双手 抱头蹲好 看到苏七七还没反应过来 江泰平不得不开口提醒 队长 你这话说的有问题 都举起双手了 还怎么抱头蹲好 苏七七翘脸一红 聪明如他 怎么会说出这种自相矛盾的话 你懂什么 苏七七红着脸辩解道 我是故意那么说的 让他们不知道 是举起双手好 还是抱头蹲下好 这样 他们就会忘了逃跑 明白吗 江泰平一阵恶然 你说的好有道理 若非你翘脸通红 我真有可能信了你的话 没有拆穿苏七七 江泰平夸奖道 队长 你真妞 可能是苏七七说的逃跑二字 提醒那名异界徒 他转身就朝窗户处跑去 你这是找死呢 江泰平撇了撇嘴 他随手一挥 一把匕首 就朝那名异界徒报尸而去 下一刻 匕首就追上那名异界徒 直接刺入他的后心 将他钉在了墙上 见状 苏七七差一道 你怎么杀了他 那家伙身上有一瘦的气息 是异界徒 江泰平解释了一句 又道 你不是说他屁都不知道吗 他又要跑 不杀了他 留着他过年吗 这道也是 苏七七点了点头 看向厂房内的众人 沉声道 都给我抱头蹲好 闻言 厂房内的众人急忙抱头蹲好 没一个人敢有所磨蹭 他们可是亲眼看到 江泰平宰的那名异界徒 可不想不 那名异界徒的后尘 做人不好吗 非要做异界徒 苏七七冷声道 看到了吗 那个人就是做异界徒的下场 众人静若寒蝉 一个个低着头 不敢吭声 有些胆小的人 还被吓得一屁股蹲坐在地 你去把他们绑了 苏七七看向江泰平 道 我去把车开进来 若是有人敢跑 直接宰了 好的 队长 江泰平应了一声 就走向众人 没有绳子可用 他就脱下众人的衣服 把衣服撕成布条 接在一起 然后将众人 当粽子一样捆了起来 此时 苏七七已经把大卡车 开了过来 你去取异兽尸体 我把他们拎到卡车边 苏七七说道 江泰平点了点头 取下同死异界徒的匕首 走出厂房 朝废弃工厂深处走去 苏七七则一手拎着一个人 把捆成粽子的众人 拎到大卡车前 这一次 苏七七没等多久 就看到江泰平 拖着石头异兽的尸体 走了出来 队长 这些家伙怎么办 江泰平问道 他们不是想和异兽做朋友吗 把他们和异兽装一起呗 苏七七说道 好嘞 江泰平应了一声 把石头异兽丢上大卡车 然后 将捆成粽子的众人 也丢上大卡车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 他们看到异兽的尸体 一个个被吓得脸色苍白 苏七七和江泰平 没有理会被吓得不轻的众人 开着大卡车朝 久安商会赶去 则则 江泰平 你可真是一员伏将啊 苏七七感叹道 为何这么说 江泰平有些不解 你想啊 苏七七解释道 你把异兽尸体藏在这里 来这里取异兽尸体时 正好遇到异界图蛊惑他人 这不就是伏将吗 好像还真是啊 江泰平愣了愣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古怪 若是苏七七知道 这里是他随口说的 恐怕会更加认为他是伏将吧 不过也不能说是随口一说 他说 这里是因为 这里比较适合藏一兽的尸体 给你点颜色 你还灿烂起来 苏七七白了江泰平一眼 江泰平有些无语 苏七七说 他是伏将 他顺口应了一声 怎么就是灿烂了 难不成要他反驳苏七七 说苏七七说错了 他不是伏将 唉 女人真难伺候 江泰平忍不住暗叹一声 难怪很多人说 女人浑身是嘴 不管什么事 都有他们说的 果然如此啊 快赶到久安商会时 苏七七给久安商会 打了一个电话 等他们赶到时 久安商会的工作人员 已在久安商会门前的广场上等着 你们上车看吧 苏七七说道 好的 苏队长 久安商会的工作人员 应了一声 就登上大卡车查看 片刻后 他又跳下大卡车 满脸古怪道 苏队长 我们不收人的 想什么呢 苏七七无语道 那些家伙 是我们取一兽尸体时抓到的 顺带一起带了过来 这样啊 工作人员恍然大悟 他说道 苏队长 两头七星一级 修为异兽 六头八星一级 修为异兽 两头九星一级 修为异兽 一共1800万 将太平的双眸 瞬间瞪打 十头异兽 竟然卖了1800万 平均一头180万 这也太值钱了吧 苏七七子毫不意外 这不是他第一次卖异兽尸体 买法拉利和高级气血丹的钱 就是卖异兽尸体赚来的 好 钱转我卡上 苏七七说道 苏队长稍等 工作人员应了一声 逃出手机 打了一个电话 很快 苏七七的手机 就收到了钱到账的消息 走了 苏七七招呼江太平一声 就登上大卡车 江太平随之上车 然后苏七七就驾车 开往旁边的夜行人 久安分部 回到久安分部 苏七七将抓来的众人 交给情报堂后 就把车开到地下车库 我把卖异兽尸体的钱转给你 苏七七说着 就掏出手机 把钱转给了江太平 看着信息中 那一连串的铃 江太平的哈喇子 都快流了出来 前几天 为了活着 他还累得跟狗一样 每天打三份工 忙活到深夜 这才几天时间 他就先后成为了百万富翁 千万富翁 队长 异兽这么值钱吗 江太平差一道 之前 他还想着 石头异兽尸体 能卖个几十万 就很不错了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竟然卖了一千八百万 足足是他预期的几十倍 要是不赚钱 我的钱是从哪来的 苏七七解释到 一级异兽的尸体 有几率提取到高级气血单 还可以提取一些 终极气血单和低级气血单 修为越高 提取的终极气血单 和低级气血单越多 若是不提取高级气血单 就可以提取更多的 终极气血单和低级气血单 这也是高级气血单稀缺的原因 所以 一级异兽尸体的价格 都是百万起步 江太平恍然大悟 他感叹道 一晚上没白忙活 咱也成千万富翁了 苏七七翻了三百眼 此刻的江太平 活脱脱一副爆发祸的嘴脸 他沉默了片刻 问道 江太平 张曼和张展飞是你杀的吧 江太平的目光微微一宁 不过很快就有恢复如常 他早就意识到 苏七七起了疑心 只是让他没想到的 苏七七竟然问得如此直接 队长 你怎么会认为是我杀的 江太平反问道 一点太多了 苏七七解释道 猎魔八队的搜寻地狱 和你搜寻的那条街道 相隔十数里之远 张曼和张展飞 为何会出现在你搜寻的街道上 我有想过他俩 是听到我的球员来救我的 但我觉得这种可能性不大 不是我以小心之心揣摩他 而是我有不少证据 第一点 张曼心胸狭窄 视我如仇敌 不太可能救我 第二点 张曼和我之间相距甚远 他不可能听到我的球员 第三点 就说 他是来救我的 从我球员到我赶到你那里 没有多少时间 他不可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跨越十数里距离 这就意味着他早就往你那里赶了 还有 在我明确说出 异受修为的情况下 他为何会带着张展飞 送死吗 第四点 若是他来救我的 遇到危险 为何不球员 一条影蛇 两个人 他俩不可能连球员的时间都没有 但事实上他俩却没有球员 我想来想去 只有一种解释 他俩在做见不得人的事 不敢球员 那时我就想到了一种可能 张曼和张展飞 是冲着你来的 只是当时我有些不解 猎魔酒队的搜寻安排 只有猎魔酒队的成员知道 张曼和张展飞 是如何准确找到你搜寻的街道 任务结束后 我询问了猎魔酒队的队员 有一位队员说出 任务前遇到了张曼 张曼询问过我们的搜寻安排 他想着 这不是什么事 就随口说了一下 这就解释了 张曼和张展飞 为何能准确找到你搜寻的街道 也证实了我的判断 他俩就是冲着你来的 而以你的实力 斩杀他们 绝非难事 江太平苦笑不已 苏七七这妮子 实在太聪明 明明什么都没看到 却凭一些蛛丝马迹 把事情判断的一点都不差 队长 还有一点你没有解释 咬死他们的影蛇 江太平说道 你这是在考我呢 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 道 我看过那条影蛇 不是你救我使斩杀的那条 但这点很好解释 在那之前 你斩杀过一条影蛇 对了 我都有些怀疑 你是故意问我 情报堂提供的情报中 有几只会隐秘身形的异兽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条影蛇 是我找你之前杀的吧 江太平一阵恶然 这妮子竟然连此事都想到了 太平 我敢肯定 叶魔堂考核时 你让他俩丢了颜面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原因 最重要的原因 是想给我扣一顶 保护队友不利的帽子 以此来竞争大队长的职位 这妮子 真是蹊跷玲珑心啊 难怪我的眼睛那么好 都瞒不过这妮子 江太平忍不住暗叹几声 太平 我明白 你是不想暴露实力 才把他们伪装成 被引蛇咬死的模样 但你这么做也是 在帮他俩隐瞒算计同事 暗杀同事的小人行径 苏七七顿了一下 冷声道 像他俩这种卑鄙无耻之人 没资格以战死之名 被世人禁养 他们也不配和那些战死的英雄 并列在一起 队长 人死万事休 别纠结那么多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他俩是被引蛇咬死的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我明白 苏七七点了点头 太平 夜行人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好的 像张曼这种人 只是个例 这种事也避免不了 希望你不要因此 对夜行人产生不好的看法 队长 我明白 江太平笑道 B358就挺不错 当时我去救他 他还拦着异兽 让我先走来着 闻言 苏七七顿时长松一口气 在此之前 他真有些担心 江太平会因为张曼之事 对夜行人产生不好的看法 现在看来是他多虑了 江太平的心智 远比他想象的成熟 太平 这事 我会给你一个交代 苏七七说道 队长 我好好的 要什么交代 江太平不解道 你不要是你的事 苏七七说道 但我的队员 只有我自己能欺负 别人谁都不行 江太平一阵恶然 什么叫我的队员 只有我自己能欺负 如果没有这句话 他会很感动的 但有了这句话 他想感动都感动不起来 暗杀我的队员 这事不能就这么算了 太平 我心意已决 你不用劝我 你也不用担心 我不会把此事闹得人尽皆知 你回去休息吧 苏七七说着 就打开车门 跳下大卡车 江太平有些脑壳疼 苏七七说得如此坚决 不是他想劝 就可以劝回来的 队长 你要干什么 江太平问道 我找不长讨要说法 苏七七头也不回地说道 唉 江太平又叹了一口气 他明白 苏七七这么做 是不想让他受了委屈 但他已经杀了张曼和张展飞 真不觉得自己有受委屈 稍加思索 他取出手机 给苏七七发了一个文件 此时 苏七七已经进入电梯 听到手机响起 苏七七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翘脸上浮现出一抹疑惑 江太平给他发信息 做什么 疑惑不解的他 打开信息 就看到 里面有一个音频文件 他打开文件放在耳边 认真听着 片刻后 他收起手机 放进兜里 这家伙还真够阴险的不 应该说真聪明 苏七七自言自语一句 走出电梯 直奔秦站的办公室 来到秦站办公室门口 苏七七没有敲门 直接推门走了进去 看到苏七七 坐在办公室中的秦站和曹山 均是一愣 以往苏七七来时都会敲门 怎么今日不敲门 直接走了进来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苏七七黑着脸 一副想要杀人的模样 这什么情况 七七 是不是那小子得罪你了 秦站问道 不是 苏七七沉声道 部长 我来是为江太平讨公道的 秦站和曹山同时一愣 江太平把他们当傻子一样忽悠 他们没找江太平的麻烦 都已经很不错了 苏七七竟然跑来为江太平讨公道 七七 你确定你没说错 秦站问道 我确定我没说错 苏七七点了点头 道 部长 唐主 昨晚猎魔九队的搜寻范围 在九安一中附近 猎魔八队的搜寻范围 在平安街一带 平安街距离九安一中有多远 秦站皱了皱眉头 早上他就觉得苏七七有事没说 如今苏七七怒气冲冲地跑来 还提及猎魔八队 他很敏锐地意识到了不对劲 老曹 猎魔八队是在平安街一带搜寻 秦站问道 搜寻之事是曹山安排的 他不清楚 猎魔小队的搜寻地狱 是的 部长 曹山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凝重 他也意识到了不对 得到曹山的肯定 秦站沉声道 七七 你继续说 部长 张曼和张展飞尸体所在的街道 是江太平搜寻的街道 苏七七说道 平安街和九安一中相距十数里之遥 你说张曼和张展飞为何善离职守 出现在江太平搜寻的街道上 秦站和曹山的面色陡然一致 那模样显然是想到了什么 七七 别卖关子 一口气说完 秦站严肃道 好 苏七七把给江太平说的话 又重复了一遍 都有些难看 他们不是傻子 苏七七所说 虽然只是推测 但却环环相扣 很可能就是真相 沉默了片刻 秦站说道 七七 你说的很有道理 我也很认可 你的判断 但这只是你的推测 和我的感觉 你有确切的证据吗 有 苏七七掏出手机 点开江太平发给他的音频文件 又放大了音量 紧跟着 一道道话语声 就自手机中传出 说 为何要偷袭我 还要杀了我 江太平 你最好放了我 否则 我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泽泽 都被踩到了脚下 竟然还敢口出狂言 不过也是 你还有后手等着我呢 张漫队长 这家伙 都被我踩在了脚下 你还要藏到什么时候 姐 救我 张漫队长 这里只有我 苏队长不在这里 你急什么呢 说说为何善离职手 跑到这里杀我呗 你不说也没关系 让我猜猜 因为我参加练魔堂考核 让你和我脚下的家伙 丢了颜面 因为你要和苏七七 竞争大队长职位 想要杀了我 给苏七七扣一顶 保护队友不利的帽子 江太平 你知道的越多 就越该死 看来 我猜对了 你说的 好像我什么都不知道 就不会杀我一样 知道就好 今天你死定了 是我姐不 是张漫 只是我来杀你的 你别听他瞎说 是他蛊惑我的 真的我是受了他的蛊惑才来的 求求求你 饶我一命 把我当个屁放了吧 我保证再也不敢了 而且我 还会为你马首是瞻 人死万事休 不跟你们计较了 我这么做 不只是为了隐瞒 我的真正实力 也是给你们留点尊严 毕竟你张漫 也曾杀过不少异界图 这是无法否认的事实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我不想 你们玷污夜行人的名声 伴随着音频的播放 秦湛和曹山的脸色 越来越难看 在此之前 他们都很认可苏七七的判断 但他们心中 还有着一线希望 也许事实 不是苏七七推测的那样 但音频中的对话 直接抹灭了他们心中 仅有的一丝希望 也坐实了张漫和张展飞 善离职守 想要暗杀江太平 给苏七七扣一顶保护队 有不利大帽子的事实 沉默了片刻 秦湛问道 秦湛 你想要什么功道 部长 昨晚的石头异兽 都是江太平杀的 他还救了我和B358 我说他立了大功 没问题吧 苏七七问道 没问题 秦湛点头 江太平立了大功 还被人算计 苏七七说道 所幸他实力很强 否则死的就不是张漫和张展飞 而是他了 他不想抹黑夜行人的声誉 没有和张漫张展飞计较 但我们能装作不知道吗 不能 秦湛再度点头 是啊 我们不能含了有功之人的心 所以 我要为他讨两个功道 苏七七说道 第一个功道 张漫和张展飞 不能以战死的名义下葬 更不能葬在夜园里 他没有那个资格 否则就是对夜园的侮辱 好 秦湛果断答应下来 夜园是专门安葬战死的夜行人的目的 原本他是打算将张漫和张展飞安葬在夜园里 但在确定张漫和张展飞暗杀江太平之事后 他就改变了主意 否则就如苏七七说的那样 是对夜园的侮辱 第二个功道 苏七七继续道 江太平立了功 又受了委屈 是不是给他一些补偿 我明白了 秦湛恍然大悟 七七 你是给那小子要好处呢 苏七七翘脸一红 纠正道 部长 不是要好处 是要补偿 好处和补偿不一样吗 秦湛问道 补偿就不一样了 少跟我扣字眼 秦湛没好气的瞪了苏七七一眼 道 补偿那小子 两颗高气气血丹 部长 江太平立了那么大的功 还差点被杀 才补偿两颗气血丹 苏七七质疑道 是他的命只值两颗气血丹 还是你太小夹子气 秦湛满头黑线 他黑着脸道 刚刚我说错了 你不是来给那小子要好处的 你是来敲诈我的五颗高级气血丹 再多没有了 苏七七想了想 成交 给你 赶紧滚 秦湛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瓶子 丢给苏七七 下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又说道 对了 给那小子带个消息 好嘞 部长 苏七七应了一声 就欲起身离开 但听到秦湛后面的话 他又坐回沙发上 部长 什么消息 刚刚南越省总部打来电话 说他们派的人已经出发 秦湛解释道 依照往日的情况来看 短则一天 长则两天 南越省所派之人就会赶来 你给那小子说一声 让他这两天别乱跑 等着接受考核 对了 告诉那小子 不用客气 放开手给我干 只要不打死就行 明白 部长 我会转告他的 苏七七应笑不已 俏脸上也满是期待 他明白秦湛的意思 江太平是他招进猎魔堂的 是秦湛亲自考核通过的 南越省总部要取消江太平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这不是打秦湛和他的脸吗 若是没有昨日搜寻异寿之事 得知南越省所派之人即将赶到 他肯定会有些担心 但现在 他一点都不担心 甚至还很是期待 他好想看看 南越省所派之人 见识到江太平的优秀后 会是什么表情 对了 部长 他们有说派谁过来吗 苏七七问道 没说 秦湛说道 我有问过此事 他们说 随便派个人过来 到了我们就知道了 随便派个人 苏七七撇了撇嘴 部长 这话你信 有点不信 秦湛说道 南越省总部那群家伙 都是墨守成规的老古董 他们不允许 《猎魔堂》中 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存在 应该不会随便派个人过来 部长 说不定 他们觉得那小子很菜 真的随便派个人过来呢 曹山说道 你说的有点道理 秦湛陡然一转 但那群老古董 一个个都非常谨慎 他们嘴边时常挂着一句话 战略上藐视敌人 战术上重视敌人 以他们的尿性 不太可能随便派个人过来 曹山点了点头 秦湛所说 不无道理 别想这事了 等人到了 就知道是谁了 秦湛说道 部长 还有事吗 没事我走了 苏七七问道 没事了 赶紧滚 秦湛没好气地说道 他又想起了 苏七七敲诈他的事 好嘞 部长 苏七七乐呵呵地起身离开 此行任务圆满完成 被秦湛骂一句 算个啥 离开秦湛的办公室 苏七七就乘坐电梯 赶往酒楼 来到酒楼 他静止走到江太平房间门口 然后抬手敲了敲门 很快 房门打开 江太平走了出来 队长 交代要来了 那是你也不看看谁出马 能要不来吗 苏七七傲娇道 队长 牛逼 江太平顺手拍了苏七七一个马屁 少拍马屁进去说 苏七七说着就走进江太平房间 在沙发上坐下 江太平关上房门 也在沙发上坐下 张曼和张展飞不以战死之名下葬 更不会葬入夜园 这是第一个交代 第二个交代 就是这玩意 说完 苏七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瓶子 递给江太平 接过瓶子 江太平脸颊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这是五颗高级气血丹 这个交代可还满意 苏七七问道 满意 太满意了 江太平果断点头 五颗高级气血丹可是一千万 他能不满意吗 看着江太平那副财迷模样 苏七七的翘脸上满是笑意 江太平这家伙很务实 他就知道 要其他交代 不如要一些实际一点的好处 队长 一千万卖你 江太平说道 苏七七陡然一愣 他无语道 江太平 你已经有两千多万了 还要卖 队长 这世上 谁会闲钱多呢 江太平反问道 苏七七皱了皱眉头 严肃道 江太平 你喜欢钱 我可以理解 若你真是F级修行天赋 你卖高级气血丹 我也可以理解 但你已经有了两千多万 你也不是F级修行天赋 对你来说 钱远远没有修为重要 明白吗 江太平苦笑不已 修为暴露 他再想以F级修行天赋 卖气血丹的理由 就行不通了 沉默了片刻 江太平问道 队长 你信我吗 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 你就一大忽悠 都差点把我忽悠瘸了 江太平有些脑壳疼 他时常忽悠苏七七的报应来了 队长 这次 我真不是忽悠你 江太平严肃道 气血丹对我无用 具体原因 我无法告诉你 我知道我这话违背了你的认知 但这就是事实 这也是我卖气血丹的真正原因 苏七七面露思索之色 江太平所说 确实违背了她的认识 但江太平说得很严肃 眼神也很清澈 不像是忽悠她的样子 可江太平的演技 又炉火纯青 她一时间都不知道 该不该相信 想了想 苏七七说道 想让我信你也不是不行 你得按我说的做 如何做 江太平问道 你发誓 苏七七说道 若你所说是忽悠我 没有小几步 这辈子都找不来老婆 江太平满头黑线 这你嘴也太狠了吧 虽然苏七七临时改口 但她又不傻 岂能不知道 苏七七没说完的话是什么 就是不说苏七七没说完的 这辈子都找不来老婆 也够狠了 队长 你这是不是太狠了 江太平黑着脸道 是有点狠 但不狠一点 我怎么知道 你有没有忽悠我 苏七七理直气壮道 还有 若是你没有忽悠我 狠不狠有区别吗 江太平想了想 苏七七所说 好像有点道理 再狠毒的誓言 也要应验才行 而她没有忽悠苏七七 何惧誓言狠毒 好 我爱你说的做 江太平说道 我江太平对天发誓 如果我刚刚说的话 是忽悠苏七七的 让我没有小记不对 让我这辈子都找不到老婆 苏七七愣了愣 这家伙还真敢发誓 你不会觉得 发誓就是玩玩吧 苏七七提醒道 我告诉你 誓言不是儿戏 会应验的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队长 我所说都是真的 怕什么应验 江太平无奈道 我已经按你说的做了 你就说要不要吧 我 苏七七背齿轻咬阴唇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看着苏七七 一副欲言又止的模样 江太平有些疑惑 之前 她卖高级气血丹时 苏七七可是毫不犹豫就要了 怎么这一次去吞吞吐吐 队长 要不要多简单的事 你磨蹭什么呢 江太平问道 我 苏七七依然吞吞吐吐吐 翘脸还有些发红 下一刻 江太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她又问道 队长 你该不会是没钱了吧 苏七七满脸尴尬的点了点头 她很想要高级气血丹 但她身上的钱不够 就有些不好意思开口 我还以为什么是呢 江太平无语道 不就是没钱了吗 给你 先欠着就是了 啊 苏七七愣了愣 她差一道 那可是一千万啊 一千万怎么了 江太平不以为一道 之前 你还说借我钱来着 那会恐怕你都不认为 我能通过南岳省总部考核 而你的情况 比我那会好多了 我有什么不敢让你欠的 苏七七又是一愣 在她的认知中 江太平就是一个财迷 但现在 她陡然意识到她错了 财迷能随随便便 就让人欠一千万吗 还有 江太平是一个知道感恩之人 清楚记得她的美一点好 别愣了 拿着吧 江太平不由分说地将瓶子塞到苏七七手中 苏七七有些犹豫 但最终还是没有拒绝 她想要高级气血单 不舍得江太平 把高级气血单卖给别人 我会尽快还你的 苏七七红着脸道 不着急 江太平说道 我身上有两千多万呢 一时半会用不到钱 苏七七没再说什么 还钱不是靠嘴上说说 是要看实际行动的 对了 太平 苏七七说道 我刚刚去找部长时 部长说南岳省总部打来电话 说他们派的人 这两天就到 让你这两天别乱跑 在分部等着接受南岳省总部之人的考核 部长还说 让你不用跟南岳省总部之人客气 放开手干 只要不打死就行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南岳省总部 想要取消他猎魔堂成员身份之事 把秦战气得不轻吗 否则秦战怎么会说出 不用客气 只要不打死就行这种话 队长 南岳省总部来人 什么修为 不知道 甚至连来人是谁都不知道 苏七七摇了摇头 道 南岳省总部说 随便派了个人过来 但我和部长都不认为 他们真的会随便派个人过来 所以 你可别大意 放心吧 队长 江太平笑道 我的字典里 就没有大一二字 那就好 苏七七叮嘱到 昨晚忙活了一晚上 眼都眉合一下 南岳省所派之人 随时都有可能赶来 你赶紧休息一下 养好精神 我也回去休息了 送走苏七七 江太平关上房门 回到卧室 不过他没有休息 而是盘西坐在床上 修炼剑纹色霸气 今日练魔员之行 让他意识到 剑纹色霸气的 感知范围 还是太小 南岳省所派之人 又随时可能赶来 他得抓紧时间 开发剑纹色霸气 若是能将剑纹色霸气的 感知范围扩大一些 不管是战斗 还是应对南岳省总部来人的考核 都可以更加从容一些 现在又是白天 这会睡觉 晚上就睡不着了 所以还是等晚上再睡吧 在江太平的修行中 时间也在悄然流逝 很快 时间就来到了晚上 此时 江太平依然沉浸在 开发剑纹色霸气中 咕噜 咕噜 一阵叫声 突然自江太平肚子中传出 紧跟着 江太平紧闭的双眸 就缓缓睁开 掏出手机瞄了一眼 江太平自言自语 已经晚上八点了 中午没吃饭 晚上也没吃饭 难怪肚子都发出了抗议 抬手揉了揉肚子 江太平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灿烂笑意 一日修行 剑纹色霸气的 赶制范围从二十米 增大到五十米 可谓是收获颇丰 现在已经天飞 南越省所派之人 及时赶来 也不会在这回考核 去吃点饭 填饱肚子 然后去猎魔园一趟 看看那只蠢猫和蠢鹰 有没有守在那里 若是没有的话 说不定今日能晋升地级 江太平一边说着 一边朝门外走去 来到一楼餐厅 江太平吃了点东西 就离开九安分部 朝猎魔园赶去 骑着帝皇居 江太平只花了十来分钟时间 就赶到了猎魔园 这还是江太平 没有启动帝皇居 飞行模式的情况 否则用的时间会更短 看到江太平大晚上跑了过来 猎魔园的守卫无语道 你不是说今天不来了吗 我说的是 要不要和我赌一把 可没说 我今天不来 江太平辩解了一句 又道 你们是不是 后悔没有和我打赌 猎魔园守卫 翻了翻白眼 我们要是和你打赌 你今天会来吗 就是退一步来说 我们就是和你打赌了 赌注只有一块钱 有什么好后悔的 江太平没再和两名守卫废话 跆拳就轰在猎魔园入口的黑药石上 然后不等守卫开口说话 就踏入黑色光幕 消失不见 猎魔园守卫也没有阻止的意思 他们已经叮嘱江太平两次 没必要再废话了 下一刻 江太平又自黑色光幕中走出 他的脸颊上满是郁闷 你怎么又出来了 猎魔园的守卫差一道 突然想回去睡觉了 江太平随口扯了一个理由 迈不朝前走去 猎魔园的守卫目瞪口呆 大晚上跑来 刚进去又跑出来 你是不是闲得蛋疼 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 江太平也不想出来 但他进入猎魔园 就看到鸣猫和鹰妖守在猎魔园出口处 无法猎杀异兽 提升修为的他不出来 还留在猎魔园过夜吗 特么的 还真在那盯着 猎魔园这条快速提升修为的路 怕是堵死了 奶奶个熊的 总有一天 我要灭了你们 江太平一边走 一边在心里破口大骂 走出猎魔园守卫的视线 江太平取出帝皇居 朝夜行人久安分部赶去 回到久安分部 江太平倒头就睡 然后一觉就睡到了天亮 而就在天亮时 一辆湛蓝色的兰博基尼 驶入夜行人久安分部 刺刺刺 伴随着一道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湛蓝色的兰博基尼 在夜行人久安分部门前的广场上停下 紧跟着 一个年约二十多岁的女子 自兰博基尼中走下 女子扎着马尾 身穿皮衣 背后背着一把长弓 看起来 有股英姿飒爽之感 抬头看了夜行人久安分部的高楼一眼 他从口袋中掏出手机 拨打电话 片刻后 电话就已接通 手机中响起秦湛的声音 我是秦湛 你哪位 秦部长好 女子说道 我是杨月 受南山省夜行人总部所派 前来考核F1 手机安静了 足足好一会 秦湛的声音才再度响起 稍等 我派人接你上来 不用了 秦部长 杨月说道 我觉得 久安分部门前的这片广场 是个挺好的考核之地 还请秦部长 让F1尽快过来 接受我的考核 我也好尽快回去覆面 电话那头 秦湛的脸色有些难看 杨月竟然要在 久安分部门前的广场上 考核江泰平 这是要当众让江泰平丢脸 给他和苏七七难堪呢 稍加思索 秦湛说道 好 我这就派人联系F1 让他过去 挂断电话 秦湛就给江泰平打电话 但在即将拨通号码的那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又把电话打给了苏七七 很快 电话就已接通 手机中传来苏七七的声音 部长 七七 南岳省总部所派之人是杨月 这回他正待在分部门前的广场上 他说 要在广场上考核那小子 秦湛说道 依照我的判断 那小子的修为 应该没有超过地级 若是我的判断没错的话 这次怕是麻烦了 你给那小子说清楚 然后尽快带他过去 杨月 苏七七愣了愣 声音猛然拔高 部长 这就是他们说的 随便派个人 他们怎么有脸这么说 他们绝对是故意的 我知道 秦湛苦笑道 但是已至此 已经无法改变 你让那小子小心点吧 苏七七安静了片刻 部长 我知道了 挂断电话 苏七七离开房间 走到江太平房间门口 抬手敲了敲房门 很快 房门打开 江太平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 太平 南岳省总部所派之人来了 苏七七苦笑道 来人不是一般人 这下怕是麻烦了 这么快就来了 江太平瞬间清醒 队长 你先进来 我洗漱一下再说 苏七七犹豫了一下 道 太平 来人在楼下等着呢 还是尽快下去吧 不着急 江太平说道 南山省总部铁了心 要取消我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我去得再快 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决定 何不先谅他一会 煞煞他的威风 好像是这么个礼啊 苏七七眨了眨眼睛 什么叫好像 就是这么个礼你先进来 我去洗漱 说完 江太平也不管苏七七同意与否 就跑到卫生间洗漱去了 苏七七关上房门 在客厅中的沙发上坐下 没多久时间 江太平就洗漱完毕 走了出来 队长 刚刚你说 那人不是一般人 他很牛逼 江太平问道 不是一般的牛逼 苏七七苦笑道 他叫杨月 号称南岳省年轻一代第一人 江太平一阵愕然 来人竟然是南岳省年轻一代第一人 这特么叫随便拍个人 胡有鬼呢 似乎是觉得江太平被吓到了 苏七七又说道 太平 你别被他的名头唬住了 他那名头并非是公认的 比如我 我就不认可他的名头 队长 你为啥不认可他的名头 江太平好奇道 我不服他 苏七七解释道 他比我早修行半远 也就比我早一周踏入地极 若是我和他同时修行 我的修为必定比他高 他有资格让我服吗 有道理 江太平点了点头 还有 他的修行天赋 在修为低时 很占便宜的 苏七七说道 一般来说 修为达到六星地极 才能尽力外放 实现远程攻击 但他是S级箭体 不是常见的箭 是弓箭的箭 一星F级 就可以远程攻击 正是因此 同境界的人中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 但这是天赋差别 不是实力差别 等修为踏入六星地极后 所有人都可以远程攻击 他未必还能做到 同境界无敌 有道理 江太平再度点了点头 不服归不服 你也别小看他 苏七七提醒道 那女人一周前踏入地极 按服用中级气血单来算 这会应该有1500卡气血 若是服用高级气血单的话 气血会更高 部长说他觉得 你的修为应该没有超过地级 我不知道他是如何判断的 但若是他说的没错 你恐怕不是那女人的对手 你可不要大意 一定要小心一点 江太平有些诧异 秦战竟然能判断出 他的修为不超过地级 不过他也就是诧异一下 并未多想 他有不为人知的抽奖万界系统 别人也可能有一些特殊手段 也有可能是秦战通过一些蛛丝马迹 判断出了他的修为 此事没什么好想的 还有一件事 苏七七尴尬道 这次怕是我连累了 你杨悦应该是主动请应来的 他真正的目标不是你 而是我 他会拼尽全力 不让你通过考核 以此来打我的脸 江太平眨了眨眼睛 队长 听你这意思 你和杨悦之间有恩怨啊 谈不上恩怨 无望之灾罢了 苏七七撬脸上浮现出一抹无奈 他继续道 这是以后再说吧 我们已经耽搁了有一会 响兵的女人都等着急了 我们赶紧下去吧 好 江太平很好奇 苏七七和杨悦之间有什么恩怨 但苏七七说 以后再说 那就以后再说 再个苏七七都没有追问他的秘密 他也不能追问苏七七的秘密 离开房间 江太平和苏七七乘坐电梯来到一楼 队长 我还没吃饭呢 你等我一下 我去拿几个包子 垫垫肚子 江太平说着 就走向餐厅 他拿了几个包子 和一杯豆浆 一边吃 一边朝九安分部外走去 你们快看 F1来了 江太平刚走出九安分部 就听到前方响起一道大喝声 他下意识寻声望去 然后就看到分部门前的广场上聚集了一大群人 紧跟着 一道道议论声 就接二连三的响起 跟着苏队长的那个吃着包子的家伙 就是传说中的F1 这小子这么久没出现 我还以为这小子被吓得不敢来了呢 我去 都快被取消猎魔堂成员身份了 竟然还有心情吃饭 这心可真够大的 可惜了 本以为这小子可以打破猎魔堂历史 现在看来 还是打破不了啊 听着众人的议论 江泰平有些无语 这时都不看好他 不过想想也是 连知道他实力的情战和苏七七都不看好他 更别说别人了 杨月儿也注意到了苏七七和江泰平 他盯着苏七七看了一会 目光转移到江泰平身上 你就是F1 正是 正吃着包子的江泰平 含糊不轻道 赶紧来接受我的考核 杨月儿催促道 不急 江泰平将口中的食物咽下 我刚起来 还没吃饭 等我吃完饭再接受你的考核 否则我怕你赢了 别人会说 你胜之不武 欺负一个饿着肚子的人 众人一阵恶然 你这话说的 好像很为杨月儿着想了 杨月儿则被狠狠地恶心了一下 他站在这里等了好一会 江泰平才慢悠悠地出现 他迫不及待地想立即进行考核 结果江泰平这么一说 他想拒绝都没法拒绝 否则等他赢了 恐怕真会有人说他胜之不武 欺负一个饿着肚子的人 我等着你吃完 杨月儿强坐平静道 江泰平没在搭理杨月儿 他也没有理会周围众人 那满是无语的目光 旁若无人的一口一个包子 然后呲溜溜喝一口豆浆 以免被噎着 这家伙真是神人啊 一道感叹声在广场上响起 在场的众人都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杨月儿可是南岳省总部派来考核之人 今日之事又关乎着江泰平 能否保住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江泰平不担心倒也罢了 竟然还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慢悠悠地吃着包子 喝着豆浆 这事可不是一般人能做出来的 当然 他们也知道感叹声中的神人不是包奖 而是嘲讽 喂 差不多可以了 苏七七低声道 你把他刺激的发狂 待会有你受的 队长 你不是说他会倾尽全力 不让我通过考核吗 江泰平不以为一道 难不成我刺激刺激他 他还能更倾尽全力不成 苏七七有些语色 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因为江泰平所说 很有道理 都已经倾尽全力了 还能更倾尽全力不成 一口将最后一个包子吞下 又把最后一口豆浆喝完 江泰平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餐巾纸 擦了擦嘴 又打了一个宝格 这才看向杨月 然后就发现 杨月恶狠狠地瞪着他 一副想要吃人的模样 你瞪着我干嘛 怕我觉得你言小吗 江泰平无语道 文言 众人都有些无语 你用话语挤兑人家 当着人家的面吃饭 倒也罢了 如今还出言挑衅 你这是生怕杨月 让你通过考核呀 苏七七子 有些不解 虽然他和江泰平认识还没几天 但他深知江泰平的低调 也很清楚 江泰平不是那种喜欢挑衅的人 怎么今日接二连三挑衅杨月呢 难道是想为我出口气 一个念头在苏七七脑海中闪过 除此之外 他实在想不到其他理由 来解释江泰平今日的反常 事实正如苏七七想的那样 江泰平一改往日的低调 接连不断地挑衅杨月 就是想为他出口气 若杨月只是冲着他来的 倒也罢了 毕竟上命难为 可以理解 江泰平就冲爆丝绸了 当然 这其中也有江泰平自己的不爽 他已经通过猎魔堂考核 却还要接受二次考核 凭什么 但他人轻言威 没有反对的权利 只能在考核时 发泄一下心头的不爽 杨月的脸色有些难看 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先是被江泰平挤兑 如今又被江泰平挑衅 他真想好好教训江泰平一顿 但想到接下来 有的是机会教训江泰平 他就压下了立即动手的念头 小子 你完了 杨月心里冷笑一声 冷着脸道 F1 可以接受考核了吗 可以 江泰平没在推诿 杨月没有立即开始考核 他看向苏七七 笑道 苏七七队长 为了避免有人胡搅蛮缠 还请你录下考核影像作为证据 麻烦你了哦 苏七七的俏脸 有些发黑 录下考核影像作为证据可以理解 但杨月不会不知道 江泰平是他招入猎魔堂的 却还要让他亲自录像 这不止是要恶心他 也是让他自己打自己脸呢 杨月 你别太过分了 苏七七冷声道 苏七七 你这话说的 我就有些无法理解了 杨月无辜道 我只是让你帮忙录下考核影像 作为证据罢了 怎么就过分了 你 苏七七想要说些什么 但话还没说出口 江泰平的话语声 就先一步响起 队长 他一个人来怪可怜的 你就帮他录一下吧 苏七七愣了 江泰平很聪明 他还和江泰平说过 他和杨月有恩怨 江泰平不应该看不出 杨月让他录像的目的才对 为何还要帮杨月说话呢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江泰平不可能帮杨月说话 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而且 江泰平可是一个小嬴臂 所以 江泰平如此说 很可能是憋着坏呢 好 我录 想到这里 苏七七就果断答应下来 然后掏出手机 开始录像 见状 杨月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音效 苏七七呀 苏七七 我亲自淘汰你 招来的人 还让你亲自录像为证 不知道 等我把你招来的人 逐出猎魔堂后 你会是什么表情 F1 考核现在开始 我先测试一下你的反应 杨月说着 就取下背在背后的长弓 苏七七的脸色 猛然大变 杨月要测试江泰平的反应 又取下背在背上的长弓 显然是要用长弓来测试 等等 苏七七质疑道 杨月 猎魔堂考核的测试 是在幻境中进行 即使被常见刺重 也只是有痛觉 不会出现伤亡事件 你如此测试不妥吧 苏七七 你放心 我保证舍不死他 杨月应笑道 我不同意 苏七七断然拒绝 但她的话还没说完 就被江泰平打断 队长 你能对我有点信心吗 苏七七皱了皱眉头 她不是对江泰平没信心 也不是忘了 江泰平反应速度很快 但这里可不是幻境 杨月又是抱着不轨目的而来 一旦江泰平重见 非死即杀 江泰平 她的测试可不是二系 苏七七严肃道 队长 我知道 江泰平笑道 若是别的考核 我可能还有些担心 但我最不怕的 就是剑了 苏七七没再劝说 江泰平都这么说了 她还能说什么 与此同时 她心头也有些古怪 她怎么感觉 江泰平说的是剑 而不是剑呢 苏七七 怎么说 你也是S级修行天赋 竟然还没有一个 S级修行天赋的家伙 有胆量 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 杨月尔嘲讽道 你懂个屁 江泰平直接对了回去 我队长是关心我 这和胆量无关 懂不懂 杨月尔面色陡然一致 她很想反驳 但江泰平所说 合情合理 一时间她都不知道 该如何反驳 憋屈不已的她 就冷声道 侧师开始 话音落下 她从背后的剑筒中 抽出一支剑 搭在长弓上 然后拉开弓弦 下一刻 剑士就暴尸而出 不过生气归生气 杨月尔只是想教训 江泰平一顿 没想到 要了江泰平的小命 所以 她这一剑 没有对准江泰平的要害部位 而是对准了江泰平的右小腿 So 长剑划破空气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朝江泰平的右小腿 急速射去 在场众人不约而同安静下来 他们都紧紧盯着江泰平 苏七七也不例外 她浑身紧绷 那模样 显然是做好了随时出手介入的准备 夜行人久安分部大楼18楼的窗户前 站着两道身影 这两道身影 是秦湛和曹山 他们也在关注着 杨月尔对江泰平的考核 江泰平的脸颊上 除了苏七七外 脑海中不约而同 升起同一个念头 这家伙该不会被吓傻了吧 否则为何一动不动 杨月尔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无语 据她所知 江泰平是不久前 九安分部猎魔堂考核 第一个通过之人 而且还是三观进阶满分通过的 她本以为江泰平 虽然修行天赋很差 但多少还是有点本事的 结果却让她大失所望 这家伙连她未尽全力的第一件 都躲不过 这也让她很是怀疑 九安分部猎魔堂的考核 有多简单 参加之人的能力有多差 否则像江泰平这么猜的人 怎么可能三观进阶满分 还是第一个通过 此时 杨月尔心头有些庆幸 索性她这一件 没有射向江泰平的要害部位 否则就要闹出人命了 那时 即使她是奉南岳省总部之命而来 怕是也不好收场 然而还没等那抹庆幸 在她心头绽放 她看向江泰平的目光 就陡然一宁 只见就在箭矢 即将射中江泰平右小腿的那一刻 江泰平抬起右腿 朝外侧跨了一步 就是这极其简单的一步 箭矢自她双腿之间快速穿过 连她的裤腿都没有碰到 这一幕 让在场的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本以为江泰平被吓傻了 却没想 江泰平只是抬下腿 就躲过了杨月尔这一件 苏七七则毫不意外 江泰平的反应速度极其之快 若是被杨月尔一箭射中 那才是稀罕事 杨月尔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诧异 她似乎有些小觑江泰平了呀 虽然刚刚那一件 她没有倾尽全力 但也用了五分十力 可不是谁都能躲过的 更别说像江泰平这样 轻松又简单地躲过 这就意味着 江泰平并非如她之前 想得那么不堪 So 杨月尔又射出一件 目标还是江泰平的右小腿 只不过这一件 她倾尽了全力 速度比之前那一件快了很多很多 但和之前一样 就在箭矢即将射中江泰平右小腿的那一刻 她台下腿又躲了过去 在场众人再度面面相去 又是最后关头台下腿就躲过了 若非他们清楚知道 杨月尔来自南山省总部 南山省总部不允许猎魔堂 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存在的话 恐怕他们都会怀疑 杨月尔和江泰平在演戏呢 杨月尔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凝重 俗话说 外行看热闹 内行看门道 在一些人外行人眼里 可能会觉得 江泰平是最后关头才躲过的 但她不这么认为 接连两剑都被江泰平在最后关头躲过 此事绝对不是巧合 还有 江泰平的表情太淡然了 那是胜券在握才会有的表情 这就意味着 江泰平不是在最后关头才躲过的 而是对自己有着超强的信心 不懈提前闪躲 故意等到最后关头才做出躲避动作 倒是有些小趣你了 接下来开始增加难度 你小心了 说话间 杨月尔从背后的剑筒中抽出两支剑 同时搭在弓弦上 嗖嗖 两只剑矢暴射而出 一左一右 同时射向江泰平的左右小腿 江泰平撇了撇嘴 杨月尔说增加难度 她还以为多难呢 结果就这 立正 江泰平大喝一声 分开的双腿并拢 下一刻 两只剑矢就从她的两腿旁边 急速飞过 剑撞 杨月尔又从背后的剑筒中抽出两支剑 再一次两剑齐发 这一次 她改变了射击角度 不再射向江泰平的小腿 向右转 江泰平又大喝一声 来了个九十度转铁 紧跟着 两只剑矢就自她双腿的两侧 急速飞过 在场众人又一次面面相去 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扑吃 苏七七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现在可是在口河 你喊什么立正 向右转 她敢肯定 江泰平绝对是故意的 这家伙实在太坏了 但为什么她 不仅不觉得江泰平坏 还觉得很开心呢 听到苏七七的笑声 江泰平看向苏七七 笑道 队长 帅不帅 开心不开心 帅 开心 苏七七朝江泰平 竖了数大拇指 翘脸上满是灿烂的笑意 此时她更加肯定 江泰平今日如此 反常是想为她出气呢 这让她心里很暖很暖 江泰平这家伙 虽然平日里总是忽悠她 但那都是小事 关键时候 还是靠得住的 而且对她也很好 不枉她处处护着 处处为江泰平着想 队长 接下来 还有更开心的 江泰平对着苏七七眨了眨眼睛 我很期待 苏七七点了点头 又叮嘱道 别大意 小心点 放心吧 队长 江泰平拍着胸脯保证道 苏七七没再多说什么 她扭头看向杨月 然后就发现 杨月的脸色有些难看 这让她心里更爽了 让你想尽办法 让我难看 现在遭报应了吧 F1 我不会再留手了 杨月黑着脸道 原本被江泰平 接连躲过四季攻击 她就感觉有些严命无光 江泰平还故意耍帅 苏七七还笑了出来 这让她心里顿时更为不爽 一剑又一剑朝江泰平射去 仅仅片刻时间 她就接连射出了六剑 每一剑 她都倾尽了全力 没有丝毫保留 而且这一次 她不只射向江泰平的双腿 还射向江泰平的尖头和双臂 江泰平微不可查地 撇了撇嘴 不再留手就有用了 在剑文色霸气的感知和预判下 不要说只是区区六剑 就是翻一辈十二剑 她也有信心轻松躲过 不被剑使伤到丝毫 只是就那么躲过的话 显得有些没气势 她得想个有气势的姿势 想了想 江泰平的双眸 陡然变亮 开合跳 江泰平大喝一声 双腿同时朝外侧跨去 双臂也同时上举 随着双腿的大幅度跨开 她的肩头向下落了一些 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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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刻 六只剑使就自她肩头上空 双臂腋下 两腿内部急速穿过 围观的众人 被这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 那可是六只剑使 就这么被江泰平躲了过去 这一次 就连苏七七也面露震惊之色 不止苏七七 站在九安分布大楼 十八楼的秦站和曹山 也震惊了 他们知道 江泰平的反应速度很快 但根本没想到 江泰平的反应速度 竟然如此之快 要知道 六只剑使 可是射向不同的身体部位 想要像江泰平这样轻松躲过 必须在刹那间 判断出六只剑使的前进轨迹 并同时调整对应的身体部位 才可以 这已经不是反应块可以形容的 应该用恐怖二字来形容 才更为合适 杨月儿也被这一幕震惊了 平日里 他没少用这招 对付异兽和异解图 基本上没有失手过 在用出这一招的时候 他坚信 可以伤到江泰平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江泰平竟然又一次用 极其简单的动作躲了过去 而且还有余力开口嘲讽他 此时 他终于意识到 他不是有些小触江泰平 而是大大小触了江泰平 他还意识到 江泰平能在测试反应的关卡中 取得满分成绩 不是九安分布 猎魔堂的考核太过简单 也不是参加 猎魔堂考核之人的实力太菜 而是江泰平 有获得满分的实力 队长 帅不帅 江泰平问道 帅呆了 苏七七毫不吝啬自己的赞美 有眼光 江泰平朝苏七七竖了竖大拇指 又看向杨月儿 道 你不留手 也就这样吗 苏七七一阵恶然 你这是夸我呢 还是夸你呢 不过还没等他多想 杨月儿的话语声 就陡然响起 你别得意 杨月儿黑着脸道 这还不是我最厉害的手段 苏七七的注意力 瞬间被吸引过来 他看向杨月儿 沉声道 杨月儿 江泰平躲过你的连射六箭 已经可以通过反应这一关了吧 杨月儿没有立即回答 他有些纠结 按理说 江泰平躲过他的连射六箭 确实已经可以通过 反应这一关的考核 但就这么让江泰平通过的话 他丢掉的面子 如何找回来 队长 无妨 江泰平冲苏七七摇了摇头 又看向杨月儿 道 杨月儿的脸更黑了 江泰平用他说过的话嘲讽他呢 不过江泰平如此说 正合他意 最起码 他不用纠结了 似乎是怕苏七七再阻止 杨月儿快速说道 最后一招 接下算你通过 话音落下 杨月儿就抽剑连射 一剑又一剑 接连射向江泰平 这一次 江泰平没有站在原地 他迈步迎向暴射而来的剑矢 在剑文色霸气的感知和预判下 每一只剑的行径轨迹 都清晰可见 侧身 江泰平的动作 躲过一只又一只暴射而来的剑矢 每一只剑矢都是 擦着他的身边一闪而过 但却没有伤到他分毫 而且他步伐从容 脸颊上满是淡定 都给人一股闲停信步的感觉 很快 江泰平就接连躲过了九剑 杨月儿也气喘吁吁的停了下来 显然连射九剑 已经是他的极限 广场上的众人 又一次被震惊的目瞪口呆 杨月儿连射九剑 中间没有丝毫停顿 箭矢的速度也极其之快 却被江泰平以极其简单的动作 犹如闲停信步一般轻松躲过 这尼玛是人类可以拥有的反应速度吗 你刚刚说最后一招 应该是你最强大的一招 江泰平的话语声响起 还保证射不死我 就这点水平 你能射死我 杨月儿的脸色更加难看 他很想反驳 却又一次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喂 我已经通过你的测试 我说 你不会反悔吧 江泰平又说道 你别得意 杨月儿黑着脸道 江泰平调侃道 刚刚是谁说让我别得意 他还有更厉害的招式来着 结果不还是被我躲了过去 你是不长记性 还是复读机啊 杨月儿面色陡然一致 这家伙又逮住机会嘲讽他 只是江泰平所说就是事实 他想反驳都无法反驳 憋屈不已的他只能转移话题 开始实战测试 等等 江泰平质疑道 实战就没必要了吧 怎么就没必要了 杨月儿反问道 你想啊 你的本事都在剑上 江泰平解释道 刚刚测试反应时 你的剑都被我躲了开来 实战的话 你肯定还要用剑 最终的结果不还是被我躲过 你觉得有实战的必要吗 在场众人都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江泰平所说 很有道理 苏七七则恍然大悟 这回他陡然明白 江泰平为何说他最不怕剑了 弓箭是远程攻击 在江泰平那恐怖的反应速度下 弓箭的威力根本发挥不出来 甚至可以说 江泰平那恐怖的反应 天生克制使用弓箭之人 杨月皱了皱眉头 他也觉得江泰平所说不无道理 但他总不能就这么让江泰平通过实战测试吧 再个 就这么让江泰平通过实战测试的话 且不说他刚刚丢掉的颜面 无法找回 他回去后 也无法给南岳省总部一个交代 要知道 他是主动请鹰前来测试江泰平的 南岳省总部也叮嘱过他 猎魔堂不允许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存在 一定要取消江泰平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他也信誓旦旦的保证过 一定圆满完成任务 想了想 杨月儿说道 F一 实战时 你不能像刚才那样闪躲 江泰平一阵恶然 还可以这么操作吗 喂 你说这话不脸红吗 江泰平无语道 躲闪是实力的一部分 凭什么实战时不让我躲闪 难不成你斩杀翼兽 或者一界图石 也让他们不要躲闪 站在那里 给你当靶子吗 哈哈 在场众人不约而同大笑起来 在此之前 他们不看好江泰平 还等着看江泰平笑话 不是他们对江泰平有什么意见 而是这方世界强者至上 实力为尊 他们也不觉得 江泰平有加入猎魔堂的资格 但刚刚的反应测试 他们亲眼目睹了江泰平那恐怖的反应速度 这让他们都自叹不如 甚至还对江泰平产生了一丝敬佩 然后他们心态就发生了变化 再加上杨月儿是外来之人 如今杨月儿吃扁 他们不由自主就笑了出来 杨月儿俏脸有些发红 他不是不知道 他的要求有些无理取闹 但经历过刚刚的反应测试 他很清楚 若是江泰平一直躲闪 他射中江泰平的可能性 微乎其微 那是他不仅无法找回 刚刚丢掉的颜面 也无法给南岳省总部一个交代 又想了想 杨月儿辩解道 我不否认躲闪是实力的一部分 但面对异兽和异解图时 你能用躲闪杀他们吗 显然不能 所以光会躲闪没用的 还得有战斗力才行 在场众人的目光不约而同 转移到江泰平身上 江泰平所说很有道理 杨月儿所说也很有道理 他们想看看 江泰平会如何说 你所说有点道理 江泰平点了点头 又道 但你是一星地级修为 队长说 你的气血应该有15600卡 而我只有九星F级修为 气血只有90多卡 你和我实战 是不是太欺负人 是的 江泰平把他的表面修为 提升到了九星F级 他也看出了杨月儿的修为 一星地级 气血1600多卡 但他不能直接说出来 就借用了苏七七的名义 而苏七七 确实和他说过此事 我可以只动用九星F级的气血 杨月儿说道 你这么说 我就信啊 江泰平质疑道 万一待会 你输得太惨 一时没忍住 动用了全部气血 我这小身板 可经不住你一巴掌拍的 那时 我就是找人说理 都晚了 杨月儿撇了撇嘴 实战他会输 还输得太惨 你想的是不是有点多了 但他这么说 显然无法说服江泰平 稍加思索 他看向九安分部大楼的18楼 高声道 秦部长 你应该修炼过 封印气血之术 还请封印我一部分气血 只保留九星F级的气血 好 一道回应声 自18楼中响起 紧跟着 秦湛就带着曹山自18楼飞下 部长 堂主 在场的众人 纷纷和秦湛 曹山打招呼 秦湛点了点头 脉步走到杨月儿身边 抬手在杨月儿身上连点几下 然后 看向江泰平 道 小江 我已经将他的修为 封印到九星F级的极限 别忘我的话 明白 部长 江泰平朝秦湛眨眨了眨眼睛 在场众人都有些好奇 听秦湛这意思 给江泰平说过什么 他们很好奇 秦湛给江泰平说了什么 但没人敢问 苏七七则满脸坏笑 别人不知道 秦湛给江泰平说过什么 他可是非常清楚的 秦湛在提醒江泰平 不用跟杨月儿客气 放开手干呢 若是杨月儿 没有让秦湛封印修为 江泰平想收拾杨月儿 绝非一事 但现在杨月儿的修为 被封印到九星F级 江泰平收拾杨月儿 即使谈不上易如反掌 也绝非难事 至于杨月儿 让江泰平放弃躲闪 他根本就不担心 江泰平的强大 可不只是躲闪 若是杨月儿以为 让江泰平放弃躲闪 就可以稳操胜券 那就大错特错了 只是他有些担心 面对杨月儿这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江泰平能下得去手吗 F1 我的修为 已被秦部长封印到九星F级 你可不能再躲闪了 杨月儿说道 放心吧 再躲闪一次 算我输 江泰平笑道 好 那就开始吧 杨月儿 一副迫不及待的模样 等一下 江泰平说道 我的武器没拿 在房间中放着 你不会连武器都不让我用吧 怎么可能 杨月儿断然否定 他大气道 你赶紧回去拿 我等着 好嘞 江泰平应了一声 转身朝九安分部大楼走去 回到房间 江泰平随手一翻 太额十二飞剑的剑侠和神符 就在他手掌中凭空浮现 他的武器都在系统仓库存放着 当着在场那么多人的面 无法取出 只能找个借口回来 再从系统仓库中取出 稍加思索 江泰平将太额十二飞剑 从剑侠中取出 连同神符一起装进口袋 然后将剑侠收回系统仓库 就离开房间 朝楼下走去 拿着剑侠太过明显 还是装进口袋里比较好 看到江泰平两手空空的出来 在场的众人都有些不解 江泰平不是说 回去拿武器吗 怎么两手空空的 杨月儿也有些不解 他问道 F1 你的武器呢 在身上装着呢 江泰平没有过多解释 他催促道 开始吧 杨月儿皱了皱眉头 他没有看到江泰平的武器 但江泰平却说 在身上装着 江泰平的武器是什么 不过 他也就是这么想了一下 并未多想 他已经答应 让江泰平动用武器 若是江泰平不动用 那就怪不得他了 小心了 杨月儿提醒江泰平一声 就搭攻射箭 So 箭矢滑破空气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朝江泰平暴射而去 这一次 杨月儿没有再射向江泰平的双腿 而是射向了江泰平的脑袋 之前 他担心一不小心 闹出人命事故 没敢射向江泰平的要害部位 但现在 秦战就站在旁边 以秦战的实力 关键时刻救下江泰平 绝非难事 没什么好估计的 如同之前一样 面对暴射而来的箭矢 江泰平纹丝不动地站在原地 这一幕 让杨月儿皱了皱眉头 江泰平不是说不躲闪吗 为何还站着不动 不止杨月儿不解 在场的众人也很是不解 就连苏七七 秦战和曹山都不例外 不过很快他们就明白 江泰平不是不动 而是还没到动的时候 就在见识 欺敬江泰平身边一米范围时 江泰平动了 只见他插在口袋中的右手 闪电般抽搐 挡在他脸前不远处 他手中握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 这把匕首正是神佛 江泰平没有动用权力 只动用了对应九星F级的气血之力 杨月儿的修为被封印到九星F级 他若是动用过多实力 岂不是有些圣之不武 下一刻 剑矢就设在神佛锋利的剑刃上 叮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钢铁交鸣声响起 剑矢被神佛从剑间处破开 一分为二 紧跟着 分成两半的剑矢 自江泰平脸颊的两侧一闪而过 江泰平的脸颊上满是淡然 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 这 在场众人被这一幕震惊的目瞪口呆 这操作简直牛逼克拉斯啊 杨月儿的俏脸上也满是震惊 江泰平手中的匕首竟然能破开他的剑 这得有多锋利啊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神佛可是楚国至宝 吹毛短发 削铁如泥 能破开他的剑就是很正常的事 没什么好稀奇的 和众人不同的是 杨月儿震惊的同时也有些肉疼 他的剑都是特意找人打造的 每一支剑都价值不菲 却被江泰平毁了一支 但这回显然不是心疼和震惊的时候 他搭弓射箭 又一支剑朝江泰平爆射而去 这一次 杨月儿没有再射向江泰平的脑袋 而是射向江泰平的心口 江泰平没有像之前那样 等到剑矢欺近他身边一米范围时再动手 他提前动了 只见他手握神符朝爆射而来的剑矢斩斩去 叮 又是一道清脆的钢铁交鸣声响起 神符精准无比的斩在剑矢的剑尖上 又一次将剑矢一分为二 紧跟着 被分成两半的剑矢就自江泰平腰身两侧一闪而过 好精准的眼力和判断力 我去 这家伙的眼睛是装了显微镜吗 这操作实在太牛逼了 一道道惊呼声接二连三的响起 这些惊呼声出自围观的众人之口 剑矢的剑尖可是很小的 江泰平能在剑矢急速飞行下 精准无别的斩在剑尖上 所以看出江泰平的眼力和判断力极其精准 杨月儿的翘脸上满是肉腾 他改变射击角度 是考虑到胸膛比脑袋宽得多 他射向江泰平的心口 就可以避免被江泰平用同样的方法破开他的剑 但现在他陡然意识到他的想法有些天真了 喂 你能别之防御吗 杨月儿黑着脸道 江泰平有些无语 刚刚不让他躲闪 现在又让他别之防御 你怎么这么多事呢 我说你的事是不是太多了 江泰平无语道 没有规定说战斗时不能防御吧 是没有这样规定的 杨月儿辩解道 但你只防御有什么用 能杀死一兽和一截图吗 江泰平满头黑线 李氏这么个脸 但他只是防御了两次 没打算一直防御下去啊 泰平 他在心疼他的剑呢 苏七七咯咯笑道 我听说 他的剑都是找人精心打造而成 每一柄都价值不菲 你接连破坏他两只剑 恐怕他这回正心疼得要死呢 江泰平眨了眨眼睛 他怎么感觉 苏七七这么说 不是解释 而是提醒他 做点什么呢 想了想 江泰平说道 我明白了 队长 苏七七丢给江泰平一个 你真聪明的眼神 没再多说什么 杨玉尔倒是没有多想 因为苏七七所说 就是事实 喂 你听到了吗 不能一直防御 杨玉尔说道 我 江泰平想要说话 但话还没说出口 苏七七的话语声 就先一步响起 江泰平 别耍帅了 你那样很吓人的 是 队长 江泰平果断答应 他也没打算 一直防御下去 呼 杨玉尔长松一口气 江泰平不再防御 他精心打造的剑 就不会再被破坏了 只是他有些疑惑 他和苏七七不对付 苏七七为何要帮他说话 难道是担心那家伙的安危 嗯 肯定是这样 毕竟那家伙那么操作 一旦失误 就会被重伤 杨玉尔暗自思索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苏七七可不是在帮他说话 而且还在算计他呢 再来 杨玉尔娇和一声 再一次大弓射箭 就在此时 他看到江泰平 拿着匕首的右手 放进了口袋中 什么情况 杨玉尔有些不解 他不明白 江泰平将匕首 揣进口袋做什么 不过他没有多想 拉开弓弦 一只箭矢 就朝江泰平爆射而去 江泰平随之而动 他插在口袋中的右手 闪电般抽出 然后随手一挥 一柄短剑 就爆射而出 下一刻 短剑的剑尖 和剑矢的剑尖 就撞在一起 在实力相同的情况下 拼的已经不是实力 而是武器的锋利 杨玉尔的剑 虽然是精心打造而成 但岂能和太厄十二飞剑相比 所以 在两者相撞的那一刻 结果已经注定 叮 伴随着一道清脆的钢铁 焦鸣声响起 短剑犹如切豆腐一般 直接将剑尸从中破开 将剑尸劈成两半 完了吗 当然没有 短剑去世不减 继续朝杨玉尔飞去 被劈成两半的剑尸 则朝两侧飞去 杨玉尔没想到 江泰平竟然又一次 破开他的剑 以至于没有丝毫准备 而等他反应过来时 短剑已经近在眼前 他想闪躲 都没有闪躲的时间 完了 一个念头 在杨玉尔脑海中闪过 赖宾短剑 连他的剑都能破开 可见有多么锋利 而他可不认为 他的脑袋 能比剑尸的剑尖还要坚硬 若是被短剑刺中 他的脑袋瓜子 绝对会被捅出一个透明窟窿 站在一边的擒战 抬手就朝短剑抓去 不管怎么说 杨玉尔都是南山省总部的人 他可以让江泰平 偶然转向 自杨玉尔边一闪过 紧跟着 一缕绣发随之飘落 那是被短剑划断的 秦战愣了愣 他扭头看向江泰平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疑惑 短剑绝对不会自己转向 所以只有一个解释 是江泰平让短剑转向的 但他有些不明白 江泰平是如何做到 让急速飞行的短剑转向的 不过下一刻 他就恍然大悟 猎魔堂考核时 江泰平曾展现过 控制长剑的能力 应该是江泰平在紧要关头 控制短剑改变了方向 这才避免了杨玉尔的脑袋瓜子 被短剑冻穿的可怕后果 事实也如秦战响的那样 正是江泰平在关键时刻 用预剑术改变了短剑的飞行轨迹 之前测试反应时 杨玉尔没有射向他的要害部位 杨玉尔又非敌人 只是南山省总部派来考核之人 他岂会要了杨玉尔的小命 围观的众人 一个个目瞪口袋 在江泰平答应放弃防御时 他们也以为江泰平 无法再破开杨玉尔的剑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江泰平随手甩出一把飞刀 竟然又精准无比的 破开杨玉尔的剑 这准头也太准了吧 呼 杨玉尔长松一口气 他的翘脸上满是后怕 刚刚他都感觉他的一只脚 已经踏入鬼门关中 阎王爷也正在朝他挥手致意呢 在众人的震惊中 江泰平随手一招 还在飞行的短剑倒飞而回 落在他手中 在猎魔堂考核时 他已经暴露过 可以控制常见的能力 也不怕再暴露一下 喂 这次我没有防御哦 江泰平看向杨玉尔 笑眯眯地说道 若非现在是测试 这回你已经去阎王爷那里报道了 还要再来吗 你别的 杨玉尔说了一半 突然停下 他想起了之前这么说 被江泰平嘲讽之事 他又改口道 刚刚是我大意了 接下来 我不会再大意的 那再来 江泰平问道 再来 杨玉尔红着脸 应了一声 他没有再一剑一剑地射 而是两剑齐射 他倒要看看 两剑齐射 江泰平还能不能破开他的剑 然后他就看到了 只见江泰平插在口袋里的右手 闪电般探出 然后随手一挥 两柄短剑就暴尸而出 叮叮 伴随着两道清脆的钢铁交鸣声响起 两柄短剑精准无比地 撞在急速飞来的两支剑的剑尖之上 然后又如切豆腐一般 将两支剑一分为二 这一次 不等短剑飞至杨玉尔面前 江泰平就施展御剑术 收回了短剑 杨玉尔的俏脸有些难看 这还没多久时间 被江泰平破坏的剑 已高达六支之多 但不甘心的他 没有放弃 一剑又一剑 接连不断射向江泰平 还来 江泰平有些无语 他已经破坏了杨玉尔六支剑 这逆子竟然还不罢休 这是不想要那些剑了吗 不过杨玉尔不放弃 他也没有跟杨玉尔客气 收 收 收 江泰平右手连辉 一柄柄短剑 自他手中暴射而出 下一刻 一道道清脆的钢铁交铭声 就接连响起 叮 叮 叮 每一道清脆的钢铁交铭声响起 就意味着 一支剑被一柄短剑从中破开 短短片刻时间 被江泰平破坏的剑 就从六支暴涨到十五支 是的 刚刚那一轮连射 杨玉尔足足射出了九支剑 看到接连九剑 击负江泰平没有多少短剑 却没想江泰平的短剑也不少 这就导致 他又损失了九支剑 你是如何做到的 杨玉尔忍不住问道 自他出道以来 遇到的对手 大多都是以闪躲 来应对他射出的剑 也有人用攻击 来打偏他射出的剑 像江泰平这样 针尖对卖盲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遇到 很简单 只是丢得准一些罢了 江泰平谦虚道 围观的众人和杨玉尔 一阵恶然 你那只是丢得准一些吗 一共射出十五支剑 被你破坏了十五支 这完全就是百发百中啊 苏七七抬头望天 这家伙又开始低调了 还继续吗 江泰平转移话题 接连破坏了杨玉尔十五支剑 他都有些不好意思 继续破坏了 继续 杨玉尔咬牙切齿 他将长弓背在身后 大踏步朝江泰平冲去 江泰平身上有不少短剑 而且还带回收的 可以循环使用 但他的剑 却无法及时回收 而且被破坏一支 就少一支 再这么下去 他就无剑可用了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接连被江泰平破坏十五支剑 让他认清了一个事实 那就是 他的弓箭 对江泰平无用 所以 他果断放弃了弓箭 要和江泰平贴身肉搏 这是要近战 看着冲来的杨玉尔 江泰平瞬间洞悉了对方的意图 这让他心中有些唏嘘 被毁了十五支剑 这妮子终于反应过来了 不过话再说回来 他能理解杨玉尔的迟钝 杨玉尔依靠剑术所向披靡 必定已经养成 依靠剑术战斗的习惯 在这种情况下 不彻底绝望 杨玉尔怎么可能 轻易改变战斗方式 太平 杨玉尔要和你近战 苏七七的提醒声 陡然响起 队长 不经过我的同意 可不是他想近战就可以近战的 江泰平回复道 苏七七愣了愣 人家想和你近战 怎么还得经过你同意 对此 他着实有些不解 不过下一刻 他就明白了 这倒不是他想通了 而是江泰平有了动作 只见江泰平随手一挥 一柄短剑 就朝杨玉尔报事儿去 杨玉尔第一时间闪断 想要躲开报事儿来的短剑 但短剑仿佛长了眼睛一般 在他躲闪的那一刻 随之转向 而且 转移的方向 正是他躲闪的方向 什么情况 杨玉尔有点猛 他不明白 江泰平甩出的短剑 为何会突然转向 不过他很清楚 此时不是多想的时候 所以 他顾不得多想 再度改变方向 但在他改变方向的那一刻 短剑又随之转向 转移的方向 依然是他躲闪的方向 不甘心的杨玉尔几番尝试 结果都一如之前 无奈之下 他只能放弃前进 以S型路线 疯狂暴退 以此来拖延短剑前进的速度 给他争取撤退的时间 也企图摆脱短剑的追踪 直至杨玉尔和江平安之间的距离 超过五十米 他才堪堪躲过了短剑的追踪 围观的众人 又一次被震惊的目瞪口袋 这特么什么情况 怎么感觉短剑跟长了眼睛一样 若非他们清楚知道 短剑是死物 不可能长眼睛的话 恐怕他们都会怀疑 短剑真的长了眼睛 毕竟短剑随着杨玉尔的转向而转向 看起来确实像是长了眼睛 苏七七则恍然大悟 他明白了 江太平为何说没有经过他的同意 不是杨玉尔想进战就可以进战的 在江太平那精妙的空剑之术下 杨玉尔根本无法靠近 而无法靠近又如何进战 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还是太小啊 江太平按探一声 他能让短剑随着杨玉尔的转向而转向 依靠的正是剑纹色霸气的感知和预判 但杨玉尔退出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 他就无法再预判杨玉尔的躲闪动作 若非如此 杨玉尔不可能躲过短剑的攻击 就在此时 一道惊呼声就突然响起 你们快看 短剑又朝杨玉尔飞来了 众人下意识寻声望去 然后就看到短剑自杨玉尔背后暴尸而来 杨玉尔也听到了惊呼声 他顾不得多想 也顾不得回头去看 第一时间朝右侧跨出一大步 下一刻 短剑就自他原来的位置呼啸而过 呼 杨玉尔长松一口气 翘脸上也浮现出一抹庆幸 所幸他的反应足够快 否则这一战 他已经输了 但还没等他这口气松完 就看到飞至前方的短剑猛然掉头 再度朝他暴尸而去 操 这一幕让杨玉尔忍不住抱了粗口 他第一时间就疯狂暴退 接下来 诡异的一幕出现了 杨玉尔四处乱窜 在他身后有一柄短剑 穷追不舍 一出人和短剑的追逐站 就此拉开了序幕 这什么情况 F1甩出的短剑怎么能不断转向 有人忍不住问道 应该是他能控制短剑的缘故 有人解释道 我听说 他参加猎魔堂考核时 正式控制了所有常见 才在测试反应关卡 获得了满分 在场的众人恍然大悟 他们或多或少都听说过 江泰平参加猎魔堂考核时的情景 几番追追 杨玉尔被短剑追得气喘吁吁 额头上满是大汗 绣发也有些凌乱 看起来着实有些狼狈 丝毫没有之前的英姿萨爽和从容 此时 杨玉尔也意识到了不对 再这么追逐下去 他会被泪瘫的 想到这里 他就大吼道 F1 你让短剑追着我有意思吗 我觉得挺有意思啊 江泰平应了一声 又看向苏七七问道 队长 你觉得有意思吗 我也觉得挺有意思 苏七七果断点头 他可不能当着在场这么多人的面 拆江泰平的台 况且 看到杨玉尔被短剑追得那么狼狈 他确实感觉挺有意思的 杨玉尔的面色陡然一致 他黑着脸道 有什么意思 他又伤不到我 那可不一定 江泰平坏笑道 你觉得 再这么追逐下去 你会不会被泪瘫 而等你泪瘫了 跑不动了 你觉得能伤到你吗 杨玉尔的面色又陡然一致 这个问题需要问吗 显然不需要 他激将道 F1 泪瘫 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 和我堂堂正正的打一场 你说的好像我现在不是和你堂堂正正的打一样 江泰平撇了撇嘴 话锋陡然一转 不过 你说的也有点道理 把你泪瘫再取胜 说起来 确实好像有点没本事 泰平 他在激将你呢 你别上他的当 苏七七紧跟着开口 能将他泪瘫也是本事 要不泪瘫的 怎么是他 不是你呢 队长 你说的我知道 但我想让他没话说 江泰平笑了笑 他抬手连挥 一柄柄短剑暴尸而出 下一刻 追杀杨玉尔的短剑就不再是一柄 而是足足九柄 九柄短剑对着杨玉尔围追堵截 短短片刻间就将杨玉尔困在原地 不敢动弹 此时 东 南 西 北 东南 东北 西南 西北八个方向 皆有一柄短剑 悬浮在杨玉尔身边 甚至在杨玉尔的头顶上方 还悬浮着一柄短剑 如此情景 杨玉尔可谓是上天无路 入地无门 跑啊 你继续跑啊 江泰笑坏笑道 这丫头竟然敢激将他 真以为他没有办法困住他吗 杨玉尔欲哭无泪 九柄短剑封死了他的所有退路 他如何跑 我都不用武器了 你竟然还用武器 算什么本事 杨玉尔黑着脸激将道 有本事你别用武器 咱俩堂堂正正地打一场 广场上的众人 均很是无语地看着杨玉尔 你不用武器 就让江泰平也别用武器 这话 你怎么说得出口 苏七七则坏笑不已 杨玉尔这是被逼劫了呀 否则怎么会说出 如此蛮不讲理的话 而能将杨玉尔逼成这样 同龄人中 还没人能做到 最起码 南山省是这样 否则杨玉尔也不会博得 南山省年轻一代第一人的美誉 喂 你的要求是不是太多了 江泰平无语道 之前你不让我闪躲 然后又不让我防御 如今连武器都不让我用了 待会你是不是要我 站在那里不动 让你打呀 杨玉尔很是尴尬 他也不想这样的 他也知道这么做有些过分 但他给南山省总部保证过 一定要取消 江泰平列魔堂成员的身份 可如今 他处处落入下风 想取消江泰平列魔堂成员身份 都没有理由 他只能想尽办法 限制江泰平 然后战胜江泰平 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 我都不用武器了 你还用武器 好意思吗 杨玉尔硬着头皮辩解道 你不用武器 是你自己不用的 又不是我不让你用的 江泰平反驳道 更何况 你用武器有用吗 你还敢用武器吗 杨玉尔还想辩解 却不知道该如何辩解 因为江泰平所说 就是事实 是他自己意识到 武器对江泰平无用 也不想再让江泰平 破坏他的剑 这才放弃使用武器的 你可以继续用武器 江泰平又说道 我保证 不把你的剑全部毁了 杨玉尔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什么保证 不把他的剑全部毁了 他会信 甚至他敢保证 若是他继续用武器 江泰平绝对 会把他的剑全部毁了 你是不是不敢 不知道该如何辩解的杨玉尔 又激将道 又给我玩激将的把戏 江泰平叹了一口气 话锋陡然一转 不过你都这么说了 若是我不同意的话 岂不是会让别人觉得 我怕了你 话音落下 江泰平随手一招 困住杨玉尔的酒柄短剑 就倒飞而回 落在他手中 太平 他在找理由 取消你猎魔堂成员的身份呢 苏七七提醒道 队长 我知道 江泰平将酒柄短剑放入口袋 继续道 考核进行到现在这个地步 南山省总部的人 只要不瞎 就不会再嚷嚷着 取消我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广场上的众人 都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杨玉尔可是头顶 南山省年轻一代第一人的称号 连杨玉尔 都被江泰平逼成了蛮不讲理之人 南山省总部的人 怎么好意思在嚷嚷着 取消江泰平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当然 也不排除 有些没守成规的老古董 非要装眼瞎 江泰平又说道 所以 我要彻底堵住那些没守成规的老古董的嘴 不给他们囊囊着 取消我猎魔堂成员身份的借口 让他们想装眼瞎 都无法装 F1 好样的 F1 我挺你 F1 你这话说得实在霸气 我听得都有些热血澎湃 围观众人 纷纷声援江泰平 征服了他们 苏七七没有再劝说什么 一是因为江泰平所说 很有道理 二是因为江泰平敢那么说 显然是信心十足 他没必要继续劝说 队长 录像落好了 那可是证据 省得某些人胡搅蛮缠 江泰平提醒道 放心吧 都录着呢 苏七七点了点头 又道 但刚刚这一段 是不是掐了比较好 不用掐 江泰平摇了摇头 看向羊叶 道 我不动用武器 来吧 他知道 苏七七在担心他的话 会引起南山省总部 那些没守成规的老古董的不满 但他敢这么说 就不怕那些没守成规的老古董知道 杨月儿的俏脸 青红交加 之前 他让苏七七录像 是为了恶心苏七七 也是为了避免 他取消江泰平列摩唐成员身份时 秦战 苏七七与他胡搅蛮缠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 最终的结果 不禁恶心了他自己 还成了南山省总部之人 无法胡搅蛮缠 取消江泰平列摩唐成员身份的证据 这可真是自己搬起石头 砸了自己的脚 此时 杨月儿都有些纠结 要不要继续考核江泰平 正如江泰平说的那样 考核进行到现在这个地步 只要南山省总部的人 不装眼下 不胡搅蛮缠 是不可能再嚷嚷着 取消江泰平列摩唐成员的身份 只是就这么结束的话 他又有些不甘心 他可是 头顶着南山省年轻一代第一人的称号 竟然不能 把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家伙怎么样 而且压制修为后 还被追得很是狼狈 更被困得不敢动弹 此行无法给南山省总部一个交代 倒也罢了 丢人丢成这样 他不要脸啊 还有 江泰平可是毁了他足足十五之剑 给他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他不做江泰平一顿 实在咽不下心中的那股恶气 这些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他已经说了 让江泰平别动用武器 江泰平也已答应 若是这回 他又放弃的话 岂不是有些言而无信 甚至还会让人觉得 他怕了江泰平 看到杨月儿不说话 还站在原地不动 江泰平催促道 喂 我已经答应不动用武器 你还磨蹭什么呢 文言 杨月儿顿时不再纠结 他要抱走江泰平一顿 除出心头的恶气 而且抱走江泰平一顿 他回去后 也好交代一些 脸上也不至于那么无光 至于会不会输给江泰平 他从未想过 江泰平加入夜行人不久 能有多少战斗经验 而他加入夜行人的几月时间 可是经历了不少和异界图 异兽的战斗 其中不乏弓箭用完后的近身肉搏 说是战斗经验丰富 都不为过 他不认为 江泰平能在近身肉搏中战胜他 打定主意 杨月儿就不再犹豫 动 杨月儿抬脚在地上重重一踏 就朝江泰平冲去 江泰平也没磨蹭 他大踏步朝杨月儿迎了上去 F1 加油 围观众人 纷纷为江泰平加油鼓气 苏七七则有些担忧 杨月儿可是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江泰平能下得去手吗 在众人的加油声中 很快 江泰平和杨月儿就遇到一起 杨月儿挥拳就朝江泰平砸去 江泰平毅然不惧地挥拳迎上 那模样显然是要和杨月儿硬碰硬 若是杨月儿没有让秦战将他的修为封印到九星F级 江泰平不会和杨月儿硬碰硬 否则就他那点修为 还不够杨月儿一拳砸的 但杨月儿的修为被封印到九星F级 硬碰硬有何不敢 而他也没有动用超出九星F级的气血 否则就有些圣之不武了 碰 下一刻 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就陡然响起 那是江泰平和杨月儿的拳头碰撞在一起 发出的声音 紧跟着 两人不约而同朝后退了一步 然后又同时挥拳轰向对方 接下来 一道道沉闷的撞击声接连响起 短短没多久时间 江泰平和杨月儿就对轰了数十拳 每一次对轰 两人都是势均力敌 谁都没有占到一丝便宜 不过江泰平的脸颊上满是平静 杨月儿的撬脸上 有着一抹着急 他有些小觑江泰平了 江泰平的近身战斗经验 远比他想象的丰富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他 数次改变攻击角度 想要击中江泰平 从而让胜利的天平朝他倾斜 但江泰平仿佛知道他要做什么一样 总能提前一步做出应对 这就导致 他数次改变角度的攻击都无功而返 而且若非他的反应比较快 差点就被江泰平抓住机会 反江泰一军 碰 又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江泰平和杨月儿 又不约而同后退一步 就在此时 江泰平突然说道 不和你玩了 杨月儿有些疑惑 他不明白江泰平为何这么说 但这回显然不是想此事的时候 他就没有多想 挥拳再度朝江泰平砸去 江泰平也像之前那样 挥拳迎上 但就在两人的拳头 即将撞在一起的那一刻 江泰平的拳头陡然变向 错过杨月儿的拳头 继而化拳为爪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住杨月儿的手腕 紧跟着 江泰平的右脚 朝前跨出一步 然后猛然转身 一个过肩摔 杨月儿就控制不住飞起 自江泰平的头顶飞过 朝地面砸去 砰 伴随着一道沉闷的撞击声响起 杨月儿结结实实砸在地上 啊 紧跟着 一道痛呼声 就自杨月儿口中吐出 围观众人的眼皮 控制不住颤了颤 他们不是杨月儿 不知道摔在地上的杨月儿 疼不疼 但他们看着都很疼啊 苏七七则面露差一致色 刚刚江泰平和杨月儿 一直硬碰硬 他还认为 江泰平不舍得 对杨月儿这个娇滴滴的 大姑娘下狠手 否则以江泰平那恐怖的反应 怎么可能找不到 收拾杨月儿的机会 但现在他发现 他错了 江泰平不是舍不得下狠手 而且下起狠手 丝毫都不客气 这家伙真不知道连香惜玉啊 难怪把我忽悠的 差点都瘸了 苏七七暗叹一声 所幸苏七七是暗叹 否则被江泰平听到的话 肯定会非常无语 是谁提醒他 破坏杨月儿见识的 是谁叮嘱他 不用客气 只要不打死就行的 如今 他不过是摔了杨月儿一下 又说他不知道连香惜玉 女人啊 真是难伺候 而且浑身是嘴 总有他们说的 江泰平没有趁势攻击 他看向杨月儿 到 认输吧 不可能 杨月儿断然拒绝 他一个要子翻身站了起来 他真不想把杨月儿收拾得太惨 但这女人不认输 还主动送上门来 不把这女人打服了 如何堵住南岳省总部 那些没守成规的老古董的嘴 碰 江泰平一个过肩摔 又把杨月儿摔在地上 不服气的杨月儿再度站起 又挥拳砸向江泰平 但紧跟着 又被江泰平一个过肩摔 摔在地上 接连被江泰平摔了三次 杨月儿被摔猛了 他明明已经很小心了 怎么还是被江泰平抓住胳膊 顺利完成了过肩摔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在 见纹色霸气的感知和预判下 他的动作在江泰平眼中 根本无所遁形 江泰平想完成过肩摔 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事 这也是江泰平 刚刚为何 说不跟他玩了的原因所在 真惨 围观众人眼皮抽搐 脸颊上 也有着一抹古怪 接连三次 将一个娇滴滴的大姑娘 摔在地上 这是人做的事吗 还有 江泰平收拾杨月儿 都给他们一股 大人收拾三岁小孩的感觉 江泰平很是轻松 杨月儿却毫无还手之力 这家伙太不知道连香西域了 苏七七又暗叹一声 但他心中这么感叹 翘脸上 却满是灿烂的笑意 看着杨月儿 被江泰平接连收拾 真爽啊 认输吧 你不是我的对手 江泰平又说道 杨月儿背痴很咬嘴唇 翘脸上满是痛楚和纠结 痛楚是因为 接连被江泰平摔了三次 他真的很疼啊 纠结则是因为 他不想认输 但接连三次 被江泰平轻松摔倒在地 让他意识到 他真不是江泰平的对手 若是再不认输 吃亏的只会是他 几番纠结 杨月儿还是决定认输 毕竟明知不是对手 还要坚持再战 那就是自己找虐了 哼 若非我被封印了修为 你绝对不是我的对手 杨月儿黑着脸道 你说得很对 江泰平点了点头 话锋陡然一转 但我只修行了几日时间 而你却修行了几月时间 几天和几月的差距 你好意思这么说吗 哼 你就是多修行一段时间 又如何 杨月儿撇了撇嘴 不屑道 你是F级修行天赋 九星F级修为 已经到头了 不是你多修行一段时间 就可以继续提升的 文言 在场的众人均是一愣 然后他们的脸颊上 就浮现出一抹遗憾 刚刚看着江泰平收拾杨月儿 他们一时间都忘了 江泰平的修行天赋 恐怖的反应速度 极其精准的眼力 百发百中的飞刀绝技 还有一手隔空控制飞刀的能力 就连近战经验都很是不俗 这种人若是修行天赋高一点 未来不可限量 但江泰平只有F级修行天赋 他的成就正如杨月儿说的那样 已经到头了 江泰平愣了愣 紧跟着 他的脸色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阴沉下来 双拳也紧紧攥了起来 看到江泰平的表情 广场上的众人都微微叹了一口气 江泰平的表情如此变化 显然是因为杨月儿的话 戳中了他的痛点 苏七七则有些想笑 这家伙又开始飙演技了 若非他清楚知道 江泰平不是九星F级修为 恐怕他也会认为 杨月儿真的刺中了江泰平的痛点 但此时显然不能拆江泰平的台 他就强忍着 没有笑出声来 啊给我破 一道充满不甘的怒吼声 自江泰平口中吐出 在场的众人有些猛 什么给我破 破什么 但还没等他们多想 就看到江泰平又是一愣 然后猛然转身 看向苏七七 道 队长 我感觉我的气血有了一些增长 你看看 我是不是跨过了F级 苏七七很无语 你自己演戏就成了 还要拉上我一起演 这不是让我为难吗 不过无语归无语 他表面上没露丝毫 而且第一时间就朝江泰平看去 紧跟着 他就惊喜道 太太平 你跨过了F级 你晋升一级了 秦湛和曹山忍不住翻了翻白眼 这俩人一对戏惊 广场上的众人愣了愣 他们下意识朝江泰平看去 然后不少人就愕然发现 江泰平的修为真的跨过F级 晋升到了一级 卧槽 真的晋升了一级 不是说F级修行天赋的顶点 就是九星F级吗 怎么能晋升一级 真是一级 难道吼一吼 就能打破天赋的上限 一道道充满错愕的话语声 接二连三的在广场上响起 众人的脸颊上 都充斥着浓浓的不可思议 众所周知 F级修行天赋之人 最高能将修为提升到九星F级 但江泰平却打破了他们的认知 以F级修行天赋 晋升了一级 这无疑是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杨月的俏脸上也满是错愕 他似乎是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揉了揉眼睛再度望去 但看到的一如之前 江泰平的修为真的提升到了一级 江泰平大笑道 九星F级不是我的尽头 我的修为提升到一级了 之前 他将表面修为提升到九星F级境界 为的就是眼下这一刻 不过他这么做 不是为了装逼 也不是为了打杨月的脸 而是为了断绝南山省总部 以他只有F级修行天赋 修为最高能提升到九星F级 为有耍赖皮的可能 刚刚他还想着 如何找个理由 将表面修为提升到一级呢 却没想杨月主动提及 九星F级修为是他的极限 这无疑是给了他一个好机会 然后他就抓住机会表演一番 将表面修为提升到了一级 至于他很是不甘的大吼一声 总不能平平淡淡 就将修为提升到一级吧 那也太假了 而他大吼 是受了得到抽奖万界系统时的启发 当时 他就是很不甘的大吼一声 抽奖万界系统就随之出现 杨月的脸色煞是难看 他还是有些无法接受 将太平的修为提升到一级之事 但这是他亲自感应到的 就是摆在眼前的事实 由不得他不信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他刚说将太平的九星F级修为 已经到头 将太平的修为就晋升到一级 此事真的有些打脸啊 哼 晋升到一级又如何 杨月黑着脸道 就你那F级修行天赋 还能晋升D级不成 那还真不一定 九星F级已经是我的极限 但我打破了极限 踏入了一级 你能保证以后 我一定无法晋升D级 我 杨月下意识就想保证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他不认为F级修行天赋的江太平 能踏入一级 但江太平却踏入了一级 他如何保证江太平以后 一定无法踏入D级 秦部长 他真是F级修行天赋 杨月问道 在场众人不约而同看向秦战 他们也觉得 江太平的修行天赋不是F级 毕竟有史以来 还从未有F级修行天赋之人 踏入一级的先例 秦战很郁闷 他不认为江太平的修行天赋 只有F级 但这回显然不能这么说 而且他上报的资料就是如此 这回改口的话 岂不是说他上报的资料是假的 这小混蛋 你们演戏就成了 还搞得我陪着你们一起演戏 秦战暗骂一声 道 他的修行天赋是七七测试的 确实是F级修行天赋 我要求重新测试他的修行天赋 杨月严肃道 你这是怀疑我 苏七七的话语声紧跟着响起 我也不想怀疑 杨月说道 但F级修行天赋 无法踏入一级 是众人皆知的事实 他怎么可能打破这个事实 以F级修行天赋 晋升一级 所以我不得不怀疑 你的测试出错了 好 那就再测试一次 苏七七没再阻止 因为 他知道他阻止不了 话音落下 苏七七转身朝江太平眨了眨眼 那模样 显然是在提醒江太平 唉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原本他还想着将修行天赋也提升到一级 彻底堵住南岳省总部那些没守成规的老古董的嘴 但这回他陡然意识到他不能这么做 否则就会让苏七七背上测试出错的锅 而为了不让苏七七背上测试出错的锅 他只能继续顶着F级修行天赋的名头 看到苏七七答应 秦战随之说道 那就再测一次 杨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七彩石 递给江太平 这块七彩石是南山省总部交给他的 为的就是再测试一下江太平的修行天赋 江太平没有磨蹭 他接过七彩石 用力钻金 下一刻 七彩石上就爆发出一道赤色光芒 在那赤色光芒中 有一柄小剑静静悬浮着 这一幕让在场的众人和杨月都一脸猛逼 赤色光芒代表着F级修行天赋 这岂不是说江太平真的只有F级修行天赋 但F级修行天赋怎么可能将修为提升到一级 苏七七则目光微闪 他总觉得这一次测试的情况和上一次测试的情况有些不同 但一时间他却想不明白到底是哪里不同 到底是哪里不对呢 苏七七仔细回想上一次给江太平测试修行天赋时的情景 片刻后 他的双眸陡然变亮 他知道是哪里不对了 上一次给江太平测试时 七彩石先是爆发出璀璨的七彩光芒 紧跟着七彩光芒融合在一起 才化为一道赤色光芒 但这一次测试 七彩石却是直接爆发出赤色光芒 我早该意识到的 若是早点意识到 也不会被那家伙忽悠的差点瘸了 这家伙的修行天赋绝对不是F级 苏七七有些懊恼 有些震惊 他给不少人测试过修行天赋 也看过不少人测试修行天赋的情景 无一例外的 是有修行天赋之人的测试结果都是一道光芒 像江太平第一次测试时那样爆发出七彩光芒的情况 从未出现过 他不知道七彩石爆发出七彩光芒意味着什么 但他很肯定江太平用手段迷惑了七彩石的检测 也很肯定江太平的修行天赋不是F级 确定了这点 苏七七狠狠弯了江太平一眼 这混蛋把他忽悠得好惨 察觉到苏七七瞪来的目光 江太平有些无语 你闯我眨眼睛 不就是想让我继续顶着F级修行天赋的名头吗 如今我按照你说的做了 为何还要瞪我 然而他不知道的 苏七七瞪他是因为发现了不对 这怎么可能 杨月儿喃喃自语 他还是有些无法接受江太平以F级修行天赋 晋升一级之事 有什么不可能的 江太平说道 万事没有绝对 F级修行天赋 只是基本上不可能晋升一级 又不是一定不能晋升一级 说不定我就是那个例外 广场上的众人愣了愣 江太平所说 好像有点道理 而且除此之外 好像没有其他理由能解释 江太平为何能以F级修行天赋踏入一级 喂 我通过考核了吧 江太平又问道 杨月儿咬了咬阴唇 他很想否认 但却无法否认 没有理会江太平 他看向秦战 道 秦部长 还请解开我身上的封印 好 秦战点了点头 然后抬手在杨月儿身上点了几下 解除封印 哼 杨月儿冷哼一声 他狠狠地瞪了江太平一眼 拂袖离去 杨月儿 慢走不送 苏七七咯咯咯笑道 对了 待会我把录像发给部长 让部长发给南山省总部 杨月儿脚下一个裂前 差点摔倒在地 你想发就发 杨月儿回头瞪了苏七七一眼 快步走到兰博基尼前 然后驾车离开 目送杨月儿离去 秦战看向江太平 道 小江 好样的 没给我丢脸 都是部长教育的好 江太平谦虚道 你小子少拍我马屁 秦战笑骂了一句 看向广场上的众人 道 都散了 该忙什么 忙什么去 文言 广场上的众人顿时纷纷散去 秦战也没停留 他也没有询问江太平的意思 直接和曹山一起转身离开 太平 我们走 苏七七喊了江太平一声 也朝夜行人九安分部大楼走去 江太平随之跟上 来到九楼 苏七七把江太平拉到他的房间 然后又把门关上 队长 有事 江太平问道 有点事 坐下说 苏七七拉着江太平在沙发上坐下 他问道 别人测试修行天赋时 七彩时都是爆发一道光芒 你第一次测试时 七彩时却爆发出七彩光芒 这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啊 江太平果断摇头 他如此说 并非是忽悠苏七七 而是他确实不知道怎么回事 不过他心中隐隐有一个猜想 上一次测试时 他是在测试开始后 才让抽奖万界系统 掩饰他的修行天赋 而这一次测试 他先让抽奖万界系统 掩饰他的修行天赋后 再测试的 可能就是如此 才造成测试时出现的清景不同 而七彩时爆发出七彩光芒 很可能和神级修行天赋吞噬有关 或者说 七彩时爆发出七彩光芒 代表着拥有神级修行天赋 真不知道 苏七七追问道 真不知道 江太平目光清澈 苏七七撇了撇嘴 这家伙又开始忽悠他了 不过这一次 他只是怀疑 并不肯定 因为他没听说过 有谁测试修行天赋时 爆发出七彩光芒 夜行人的史料上 也没有类似的记载 江太平有可能是真的不知道 队长 你和杨月儿有什么恩怨啊 江太平转移话题 谈不上恩怨 只是无妄之灾罢了 苏七七解释道 杨月儿也是九安市人 他比我带了几岁 也曾在九安义中读书 那时他上高三 我上高一 我俩根本就不认识 他喜欢高三的一个学长 但那个学长不喜欢他 却喜欢我 这让他心里很不爽 就想尽办法找我的麻烦 然后 我俩就认识了 那你喜欢那个学长吗 江太平八卦道 要是喜欢的话 那还是无妄之灾吗 苏七七苦笑道 我不喜欢那个学长 甚至若非杨月儿找我麻烦 我连那个学长是谁都不知道 你说 我这不是人在家中做 或从天上来吗 我给杨月儿说过此事 但他不信 还要找我麻烦 然后就惹毛了我 之后 我处处和他作对 直到他毕业后 离开久安一中 此事才消停下来 但我和他之间的恩怨 也因此结下了 之后 他加入夜行人 我也加入夜行人 然后他就又开始找我麻烦 不过杨月儿那人 只是有些无理取闹 心肠并不坏的 江太平点了点头 苏七七和杨月儿结怨 确实有些无妄之灾 而他也很认同 苏七七对杨月儿的看法 杨月儿不像张曼 心思歹毒 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他只是有些无理取闹 就在此时 苏七七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道 部长打来的 说完 他就接通了电话 紧跟着 手机中就传来秦湛的声音 七七 有件很重要的事 给你说一下 你提前有点心理准备 听秦湛说 有很重要的事 苏七七的翘脸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严肃 部长 你说 七七 最近几天 魔窟那边传来消息 秦湛说道 魔窟中的异兽 有些不安分 很可能会在近段时间发起进攻 依据夜行人的规定 修为达到地级以后 就得进入魔窟试炼 你要有个心理准备 队长 自我加入夜行人开始 就时刻准备着 苏七七毫不犹豫地说道 好 你有心理准备就行 秦湛说道 把刚刚的录像发我一份 我给南山省总部发过去 狠狠地恶心 震惊他们一下 别的没什么事 挂了 挂断电话 苏七七将刚刚的录像 给秦湛发了过去 看到苏七七放下手机 江太平好奇道 队长 你说 自加入夜行人开始 就时刻准备着 部长找你 是不是有什么任务啊 不是有任务 是关于魔窟的事 苏七七没有隐瞒 他解释道 部长说 魔窟那边传来消息 异兽最近有些不安分 很可能会在近段时间 发起进攻 依据夜行人的规定 修为达到地级以后 就得进入魔窟试炼 他提前给我说一下 让我有个心理准备 文言 江太平的双眸 陡然变亮 一戒图被擒战一通狠杀 被吓得不敢再作妖 导致他没有一截图可杀 猎魔猿因为狼腰的捣乱 他进入猎魔猿 提升修为之路 也被毒死 如今他正愁着 无处提升修为呢 若是能进入魔窟试炼 还担心 没有异兽可杀吗 还担心无法提升修为吗 队长 你进入魔窟试炼时 带着我呗 江太平说道 这事可不是我想带着你 就可以带着你的 苏七七说道 你没听到我刚刚所说吗 修为达到地级 才能进入魔窟试炼 队长 我听到了 要不怎么说 让你带着我呢 若是我的修为达到了地级 何须你带着 我自己 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进去 江太平说道 苏七七眨了眨眼睛 这么说 你的修为 确实没有达到地级 没有 江太平有些郁闷 心里也恨得牙痒痒 若非那头贼眉鼠眼的狼腰捣乱 他的修为 早就踏入了地级 那样的话 何须让苏七七 带他进入魔窟 又何须为进入魔窟 跟苏七七说好话 那不行 苏七七断然拒绝 夜行人规定 只有修为达到地级 才能进入魔窟试炼 而且还是必须进入魔窟试炼 你的修为不到地级 我不能违规 带你进入魔窟 夜行人还不允许 F级修行天赋之人 加入猎魔堂呢 但我不还是加入了 江太平劝说道 队长 你可不能像南山省总部 那些老古董一样 没守成规啊 苏七七愣了 虽然江太平 不是F级修行天赋 但江太平确实是以F级修行天赋 加入猎魔堂的 如今 他拿夜行人修为达到地级 才能进入魔窟的规定说是 好像确实有些没守成规 想了想 苏七七说道 这不一样的 加入猎魔堂会有风险 但风险并不大 还是可控的 而进入魔窟的风险就大了 唯有修为达到地级 才可以有一些自保之力 队长 我的修为虽然没有达到地级 但我的战斗力 可未必没有达到地级 就拿张卖来说 他可是九星一级修为 还不是被我轻松收拾了 还有羊叶 他可是一星地级修为 今日测试反应时 他能拿我怎么样吗 对了 我的反应可是很快的 我对危险的感应 也极其灵敏 说句有些之大的话 论自保之力 你未必能比得过我 若是你带着我 别的暂且不说 单单我能提前发现危险 就可以让你的生存能力 大大提升 江太平绞尽脑汁想着理由 企图说服苏七七 苏七七没有立即拒绝 因为江太平所说 还是很有道理的 又想了想 苏七七说道 太平 你所说 还是很有道理的 但能不能带你进入魔窟试炼 不是我说了算 得部长同意才行 要不我们这回去找部长说说此事 江太平有些异动 但他想了想 又打消了这个念头 队长 现在只是有一兽 发起攻击的迹象 还没发起攻击呢 等他们发起攻击 可以进入魔窟试炼 再给部长说吧 江太平说道 这是为何 提前说不好吗 苏七七有些不解 江太平犹豫了一下 道 队长 接下来我说的话 你不能给别人说 好 我保证不给别人说 苏七七果断保证 他心里也有些小窃喜 江太平这么说 显然是要给他说一些秘密 而江太平 愿意把他的秘密告诉他 岂不是对他的信任 队长 我是九星一级修为 距离地级 已经不远了 江太平说道 说不定 我可以再进入魔窟前 晋升地级 那时就没必要多废话 你和部长也不用承担违规定 让我进入魔窟的风险 这倒也是 那就等异兽发起进攻再说吧 苏七七点了点头 心里很是震惊 江太平用板砖狂拍一截图时 他感应过江太平身上的气血波动 但那时 他没有感应到江太平身上有气血波动 而一截图对江太平没有防备 也证实了 他的感应没错 这就意味着 那回江太平 还是一个普通人 而那回距离现在还没几天时间 江太平的修为竟然提升到九星一级 短短几天时间 江修为提升到九星一级 这是何等恐怖的修炼速度 震惊归震惊 苏七七没有趁机询问 江太平的修行速度 为何那么快 也没有趁机询问 江太平的修行天赋 到底是什么级别 这倒不是他不好奇 而是他不想让江太平为难 再个江太平 已经向他吐露部分秘密 有了这个开头 江太平早晚会说出更多秘密 他没必要追问 只需耐心等待就行 队长 你今天有事吗 江太平转移话题 没什么事 你有事吗 苏七七问道 嗯 有点事 江太平说道 我一直想买套房子 如今南山省总部想取消我 猎魔堂成员身份之事以解决 我也有了钱 是时候去买套房子了 你陪我一起去呗 走吧 苏七七毫不意外 也果断答应下来 他很清楚 江太平对买房的执念 在看过江太平家里的环境后 他也很理解 江太平对买房的执念 再加上今日江太平通过杨悦的考核 成功保住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他就想到江太平所说之事 很可能和买房有关 事实证明 他的判断一点都不错 话音落下 苏七七就起身朝门外走去 江太平随之跟上 乘坐电梯来到地下车库 苏七七就驾车 载着江太平离开九安分部 太平 你想买什么样的房子 苏七七问道 队长 坦白说 我还真没想过此事 江太平苦笑道 在加入夜行人之前 我一天打好几份工 才勉强混个温饱 哪敢想买房之事 加入夜行人后 一直忙着提升修为 也没心思想买房的事 这样啊 苏七七想了想 道 我带你去各个楼盘看看 然后你好好考虑一下再决定 那就麻烦队长了 江太平客气道 你小子还跟我客气上了 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 又道 对了 以后在分部外没出任务时 或者只有我俩没别人时 别喊我队长 喊我七七就行 好的 队长 江太平说道 还喊我队长 苏七七瞪着江太平 那个七七 我喊队长喊顺口了 一时没改过来 江太平尴尬道 这还差不多 苏七七没有揪着这个问题不放 他又说道 我先带你去分部附近的楼盘看看 那些楼盘距离分部很近 有什么事 也可以及时赶到分部 好的 江太平应了一声 好奇道 对了 七七 你家在哪里啊 我家在平安街 苏七七解释道 平安街啊 江太平疑惑道 平安街是老街道了 那里都是落地房 房子有些老旧 设施和安保也比不上小区 为何不搬到小区居住呢 不舍得呗 苏七七解释道 我父母在那里住了几十年 周围都是几十年的街坊邻居 平日里串串门 聊聊天 下下棋 笔住在小区里自在 他们就不愿搬到小区中 这道也是换成我 我也不愿意搬 江太平点了点头 到林夜花园了 苏七七介绍道 这个小区建好有一年多了 都是县房 而且还是精准修 说完 苏七七就停车开门下车 江太平随之下车 来到林夜花园寿楼部 一名穿着职业套装的女子 就迎了上来 欢迎光临夜花园寿楼部 女子热情道 帅哥 美女 你们想看什么样的户型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们这都有什么样的户型 江太平问道 有两室两厅一位 三室两厅一位 三室两厅两位 四室两厅两位的户型 不管是哪个户型 都是南北通透 采光通风条件都非常出色 女子介绍道 江太平想了想 道 带我们去看看 两室两厅一位的户型吧 好的 我们林夜花园都是县房 我带你们去县房看看 女子说着就朝前走去 江太平和苏七七随之跟上 很快 两人就在女子的带领下 来到一套房子内 帅哥 美女 女子介绍道 我们的房子都是精装修 采光和通风条件都非常出色 而且家具家电一应俱全 拎包即可入住 若是对家电和家具不满意 还可以调换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我们林夜花园 距离夜行人久安分部很近 若是有什么问题 夜行人久安分部的人 分分钟就可以赶来 安全方面绝对没问题 江太平恍然大悟 之前她还有些疑惑 这小区为何叫林夜花园 搞了半天 是因为靠近夜行人久安分部 两位买房是结婚用的吗 女子问道 江太平和苏七七 被闹了一个大红脸 他们只有18岁 而且还在上学 结什么婚啊 江太平想要解释 但看到苏七七没有解释的意思 就把一道嘴边的话语咽了下去 这套房子面积多大 多前一方 江太平问道 帅哥 两室两厅一味的户型面积 都是88平 女子解释道 每平方的价格在五万到五万五之间 楼层不同 价格不同 全款支付 所有手续办下来 在四百五十万到五百万之间 江太平一阵恶然 一方至少要五万 一套至少四百五十万 这也太贵了吧 似乎是知道江太平在想什么 女子又说道 帅哥 我们林夜花园的房价 要比其他小区的房价贵一些 但我们林夜花园是久安市最安全的小区 而安全可是无价的 江太平微不可查的 撇了撇嘴 女子口中的安全 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很有吸引力 因为她就是夜行人的一员 若是小区中出什么事 她肯定是冲在最前面的 而她自己保护自己 却还要为保护买单 这特么不是冤大头吗 小区环境挺不错 户型也挺好 就是价格太贵了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看向苏七七 道 七七 我们再去别的地方看看吧 好 苏七七点了点头 两人就朝门外走去 离开林夜花园 苏七七又带着江太平 去其他楼盘看房 两人花了一天时间 把久安分部周围的十数个楼盘 都看了一遍 每一次江太平 都要求看最小的户型 而看了一圈 江太平恶然发现 久安分部周围楼盘的房价都不低 最少的也要三万多一瓶 一套下来也得三百多万 而且 所有楼盘的一个卖点 都是距离夜行人久安分部比较近 安全方面比较好 对此 不止江太平无语 苏七七也很是无语 身为夜行人的他们职责 就是为民除害 守护久安市的安危 结果 他们还要为他们的守护买单 这特么叫个什么事 太平 你不愿为自己的守护买单 我可以理解 苏七七疑惑道 但我不明白的 是你不是没钱 而且 足足有两千多万 所有户型都可以任你挑选 为何每到一个楼盘 你都是只看最小户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江太平解释道 我不像你 父母都健在 而我父母双亡 孤家寡人一个 买一个小一点的房子 就够住了 要那么大的房子做什么 话是这么说 苏七七反驳道 但你现在是一个人 以后结婚生子 就不是一个人了 结婚生子 两室两厅也够住了 江太平说道 怎么就够住了 苏七七又反驳道 万一 你以后有两个孩子 还一男一女 两个卧室如何够住 而且 你也得留一个房间备用吧 否则 你岳父岳母来了 住哪里 江太平一阵恶然 虽然 你这话说的有点道理 但考虑的 是不是太长远了 七七 你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江太平忍不住感叹道 苏七七翘脸一红 他辩解道 什么深谋远虑 我说的就是事实 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江太平说道 易兽入侵 易戒图作祟 局势混乱 动荡不安 若是哪一天 易兽突破魔窟 房子被毁 我找谁说理去 而买个小一点的 就是被毁了 也不会太心疼 还说我深谋远虑呢 你比我更深谋远虑 苏七七鄙试道 江太平有些尴尬的 挠了挠脑袋瓜子 我说的也是事实啊 你说的不是事实 只能说是担忧 而且 你还忽略了一点 苏七七说道 若是易兽突破魔窟 占领我们的家园 你有再多钱 又有什么用 顶多就是质量 比较好的纸罢了 用来擦屁股 都觉得个得慌 江太平愣了愣 他只想着房屋被毁 买个小一点的房子 就可以少损失一些 却忽略了 若是他的担忧真的出现 钱就不再是钱了 只是一张质量 比较好的纸 七七 照你这么说 我该把钱换成黄金啊 江太平感叹道 你换成黄金 也没用 苏七七说道 若是易兽突破魔窟 占领我们的家园 你该考虑的 能不能活下去 那时连活下去都成问题 要黄金有什么用 而且易兽可不稀罕黄金 江太平又是一愣 苏七七所说 不无道理啊 黄金不是硬通货 那你觉得 什么才是硬通货 江太平问道 苏七七想了想 道 气血丹气血丹 能提升修为 不仅对我们人类有用 对易兽也有用 现在的世道 黄金不是硬通货 气血丹才是硬通货 有道理 江太平点了点头 果断说道 那不买房了 咋又不买了 苏七七不解道 我现在有地方住 买房不是急需的 江太平解释道 还有 不买房就不用担心 易兽突破魔窟 毁了我的房子 而且 我还要把钱换成气血丹 这样 即使易兽突破魔窟 我的钱 也不会有任何损失 苏七七一阵目瞪口呆 你特么说的好有道理 只是我陪你看了一天的房 腿都快跑戏了 如今你又告诉我不买了 你这是溜我呢 不对 用溜这个字 容易让人产生意义 还是耍我比较好 队长 这回天已经黑了 我们回去吧 江太平又说道 苏七七翻了翻白眼 这一天算是白跑了 你这家伙 可真是深谋远虑啊 不对 不应该说是深谋远虑 应该是启人忧天 苏七七深深叹了一口气 驾车朝九安分不敢去 队长 我这不叫启人忧天 我这叫居安四危 江太平有些尴尬的辩解 苏七七又翻了翻白眼 懒得搭理江太平 这个启人忧天的家伙 江太平也没再说什么 他暗自决定 明天就把身上的钱 换成硬通货气血单 回到九安分部 两人在餐厅吃了点东西 就各回个家 回到房间 江太平没有立即休息 他掏出手机 订了一个闹钟 就开始开发见闻色霸气 在江太平的修行中 时间也在悄然流逝 很快 时间就来到夜里十二点 此时 江太平之前定下的闹钟响了起来 江太平紧闭的双眸 随之睁开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就把闹钟关上 睡觉明天继续修炼 江太平自言自语一句 就躺在床上开始睡觉 刚刚他定一个闹钟 就是为了避免沉浸在修行中 忘了时间 以至于修行得太晚 导致第二天因为没有休息好 而精神违靡 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 还在呼呼大睡的江太平 被手机铃声吵醒 谁啊 这么早打电话扰人轻梦 江太平嘟囔了一句 拿起放在床头的手机瞄了一眼 电话是他同桌陈轩打来的 然后他就接通了电话 紧跟着 手机中就传来 陈轩很是伤心的声音 江太平 我的偶像没了 江太平有点猛 什么你的偶像没了 你的偶像没了 给我说什么 他没好气的说道 你那么多偶像 每天都要增加几个 没了就没了呗 救的不去 新的不来 等明天你就会有新的偶像 不伤心啊 不是啦 陈轩说道 我现在的偶像 只有蜘蛛侠 但我的偶像没了 江太平更猛了 蜘蛛侠不就是他吗 他活得好好的 怎么就没了呢 你特么周老子 江太平下意识 就破口大骂 但话还没说完 就意识到不对 他又改口道 陈轩 你给我说清楚 什么叫你的偶像没了 我给你发个视频 你看看就知道了 陈轩回复道 挂断电话没没多久 江太平的手机 就收到一条视频 他点开视频看了一眼 然后就蹭的一下 坐了起来 视频中一个身穿 蜘蛛侠衣服的人 正拎着大刀 狂砍一个人 把那人砍得血肉模糊 而那人身穿 九安义中的校服 应该是九安义中的学生 这特么不是给我扣黑锅布 给我扣水盆子吗 一道怒吼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他的脸色 也变得煞事难看 他很肯定 视频中穿着蜘蛛侠衣服的人 不是他 而且 那人穿的蜘蛛侠衣服 一看就是冒牌货 别的不说 单单衣服上戴拉索 就可以证明此事 强行压下心头的怒火 江太平给陈轩打电话 很快 电话就已接通 江太平沉声问道 陈轩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在哪里发生的 今天早上 就在学校东边的一个小巷中 陈轩伤心道 在我心中 蜘蛛侠就是正义的化身 现在却变成了恶魔的化身 陈轩 我说 你小子平日里挺聪明 怎么智慧眼瞎了 江太平美好气地说道 睁大你的狗眼 好好看看 那人是不是蜘蛛侠 啊 陈轩惊叫一声 紧张道 江太平 你是说 那人不是蜘蛛侠 不是 江太平提醒道 你不是有蜘蛛侠的照片吗 你和视频里的那人对比一下 你见过蜘蛛侠 拎着大刀吗 还有 蜘蛛侠的衣服 是没有拉锁的 连这一点都没看出 你还好意思说 蜘蛛侠是你偶像 我真为蜘蛛侠不值 嘟嘟嘟 江太平话还没说完 电话就已挂断 显然陈轩急着 去对比了 我特么 老子好不容易 昧着良心夸自己一下 你特么竟然挂我电话 江太平满头黑线 他翻身下床 简单洗漱了一下 就朝门外冲去 刚冲出门外 江太平就遇到了苏七七 太平 苏七七想要说话 但话还没说出口 江太平的话语声 就先一步响起 队长 我有点急事出去一下 江太平一边说着 一边朝电梯跑去 速度极其之快 苏七七愣了愣 他也有急事啊 下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低头看了看手机里 蜘蛛侠砍人的视频 然后猛然转身 看向电梯处 但此时 江太平已经进入电梯 电梯也已开始下行 这家伙急成那样 会不会是因为 蜘蛛侠砍人之事 一个念头 在苏七七脑海中闪过 然后他也朝电梯冲去 与此同时 他给江太平打电话 但电话一直没人接 来到一楼 江太平快步走出九安分部 然后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取出帝皇居和头盔 就骑着帝皇居 全速朝九安义中赶去 只花了几分钟时间 江太平就赶到了 九安义中附近 他找了一个无人的地方 把帝皇居 收回系统仓库 然后又从系统仓库中 取出一套九安义中的校服穿上 就在九安义中 东边的胡同中溜达起来 抽奖万界系统 把我身上的气血波动 全遮掩了 江太平很愤怒 但他并没有被愤怒冲昏头脑 他急着赶到这里 又换上校服 是想把冒充蜘蛛侠之人找出来 或者调出来 所以他得把自己伪装成普通人 以免冒充蜘蛛侠之人 察觉到他身上的气血波动 而不敢出现 与此同时 剑纹色霸气全力施展 地毯是搜索周围的异兽气息 冒充蜘蛛侠的那人 对九安义中的学生下手 必定是一截图 而一截图身上都有异兽的气息 经过昨晚的修炼 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 已经增加到七十米 如此距离 足以让他自胡同中走过 就可以确定 这个胡同周围 有没有异兽的气息 那么的 竟然敢冒充老子作恶 竟然敢往老子头上扣使盆子 你最好祈祷 别让老子找到你 否则老子非把你打出屎来 江太平很生气 此时 他想的 不是在了冒充蜘蛛侠之人 提升修为 获得抽奖卡 而是要为蜘蛛侠证明 否则蜘蛛侠的名头被玷污 他以后还如何以蜘蛛侠的面目形式 接连走过几条胡同 江太平都没发现 周围有异兽的气息 对此 江太平毫不气馁 今日他就是不吃不喝不睡 也要把冒充他的人揪出来 又经过一条胡同时 江太平在胡同中 看到了一处血迹 江太平下意识 就想掏出手机对比一下 看看这里 是不是就是视频中的暗发地 但他摸遍了全身都没有找到手机 然后就想起他急着出来 把手机丢在了床上 仔细回想一下 江太平看向周围 他记得视频中 胡同周围的墙壁上 写着几个大字 很快 他就在周围墙壁上 找到了几个大字 也确定了 这里就是视频中的暗发现场 就在此时 一道交贺声 突然自他身后响起 前面的人站住 要知道他在废弃工厂 遇到异界土古惑人加入时 苏七七就是这么喊的 还有 这声音听起来有些耳熟 好像在哪里听过 江太平下意识回头看去 然后就看到一名 身穿夜行人作战服的人冲了过来 B358 江太平恍然大悟 难怪他觉得声音有些耳熟 F1 赵丽娟也是一愣 他疑惑道 F1 你怎么在这里 我听闻这里出事了 就过来看看 江太平随口解释了一下 问道 B358 你怎么在这里 我得到命令来这里调查的 赵丽娟解释道 这样啊 江太平又问道 你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 我刚刚赶到这里 赵丽娟反问道 你有什么收获吗 没有 我也刚刚赶到这里 江太平摇了摇头 他看了看赵丽娟 吴雨道 你穿成这样赶来 就跟个大灯泡似的 那败类看到你必定会躲起来 还如何调查 赵丽娟愣了愣 江太平所说 好像很有道理啊 是我疏忽了 赵丽娟尬道 我这就回车上换下衣服 话音落下 赵丽娟就转身离开 目送赵丽娟离去 江太平继续在胡同中搜索 在走到胡同镜头时 他陡然一愣 然后猛然转身 看向旁边的房屋 就在刚刚 一股异兽气息 出现在剑纹色 霸气的感知中 那股气息 就在他旁边的房屋里 而且凭借剑纹色霸气 他还察觉到 那股气息的主人 还穿着冒牌的蜘蛛侠衣服 终于找到你了 江太平的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狠力 敢冒充老子作恶 今天老子一定要把你打出屎来 不过他没有立即冲进房屋 而是站在门口面露思索 在剑纹色霸气的感知中 房屋中不只有冒充他的一解图 还有一对中年夫妻 若他就这么冲进出 很可能导致一解图狗急跳墙 杀了那对中年夫妻 这么的杀了人 不赶紧跑 还挟持别人 让别人老婆给你做饭 这心可真够大的 不过这样也好 若是你跑了 我如何找到你 江太平暗骂不已 凭借剑纹色霸气的感应 他清楚看到冒充蜘蛛侠的 那名一解图 正挟持着房屋里的中年人 而中年人的老婆 正哆哆嗦嗦地 在厨房里做饭 都被挟持了 怎么可能还有心情做饭 所以只有一种解释 是一解图 让中年人老婆做饭的 站在门口想了片刻 江太平的双眸 陡然变亮 他想到办法了 碰碰碰 江太平抬手敲了敲房门 大声喊道 属 神 我家没鸡蛋了 我妈让我来你家 借几个鸡蛋先用一下 等买了后就还你们 房屋中 穿着帽牌蜘蛛侠衣服的 一解图 陡然一愣 他低声道 什么情况 没没鸡蛋了 来借鸡蛋的 中年人哆哆嗦嗦道 一解图皱了皱眉头 压着中年人 朝门口走去 此时 江太平的声音再度响起 属 你赶紧开门啊 我还急着去上学呢 别吭声 否则杀了你 一解图威胁中年人一声 压着中年人走到门口 他透过大门的猫眼 朝外看了看 外面的人看起来也就十七八岁 还穿着九安一中的校服 他也没有感应到外面的人身上 有气血波动 呼 一解图掌松一口气 他有些卑躬蛇影话 他又压着中年人 回到客厅 看向正在厨房做饭的中年妇人 低声道 拿几个鸡蛋给他 让他赶紧滚蛋 我警告你 别说话 也别想跑 否则我杀你男人 中年妇人满脸恐惧地点了点头 他拿了几个鸡蛋 颤颤巍巍地朝门口走去 打开房门 中年妇人顿时一愣 怎么又一个蜘蛛侠 是的 江太平已经穿上了蜘蛛侠的衣服 凭借见纹色霸气的感应 一解图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而在一解图观察后退回客厅 中年妇人拿着鸡蛋走来时 他就穿上了蜘蛛侠的衣服 神 多谢了 等我妈买了鸡蛋就还你 江太平笑着说道 说话间 他随手一挥 神符就自他手掌间暴射而出 与此同时 他自中年妇人身边挤过 朝客厅中急速跑去 刹那间 神符就飞至客厅当中 紧跟着 神符陡然转向 直奔一戒图 拎着大刀的右手而去 一戒图已经确定过 江太平是学生 还确定过 江太平身上没有气血波动 就是一个普通人 他已经放松了戒备 再加上 为了避免被江太平看到 他躲在客厅中 根本没有看到 江太平的小动作 以至于神符朝他抱射而来时 他才察觉到不对 但此时已经晚了 他还没来得及做出反应 神符就已刺在他 右手手腕之上 然后一穿而过 在他右手手腕上 留下了一个透明窟窿 啊 一道惨叫声 自一戒图口中吐出 手腕被刺穿 引发的剧烈疼痛 让他无法在握紧手中拎着的大刀 紧跟着 大刀就自他手中脱落 掉落在地 发出一道清脆的声响 听到一戒图的惨叫 和大刀掉落在地发出的声响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虽然凭借剑纹色霸气的感应 他很清楚 一戒图所在的位置 预剑术 也可以控制短剑 改变方向杀敌 但这是他第一次如此操作 生怕出现什么差错 索性他的担心 就是多余的 神符精准 无比刺穿了一戒图的手腕 也迫使一戒图 丢掉了手中的大刀 松气归松气 江太平没有丝毫耽搁 他一个剑步 就冲入客厅之中 然后一把将中年人拽到了身后 直到此时 江太平悬着的心 才放了下来 刚刚他没有攻击一戒图的要害部位 而是攻击一戒图的手腕 是为了避免一戒图慌乱之下 伤到中年人 如今中年人被他挡在身后 一戒图再想伤到中年人 已经不可能了 中年人满脸猛逼 怎么又来了一个蜘蛛侠 大叔 你去客厅外面 江太平说道 话音落下 他随手一招 刺在墙壁上的神符 就倒飞而回 落入他手中 闻言 中年人顿时从猛逼中回过神来 他急忙朝客厅外走去 老李 这是啥情况 怎么又来一个蜘蛛侠 中年妇人不解道 我也不知道啊 中年人摇了摇头 道 但这个蜘蛛侠 好像是来救我们的 此时 一戒图也看到了江太平 他惊恐道 蜘蛛侠 马勒格靶子的 竟然敢冒充老子 给老子扣使盆子 江太平大骂一声 又道 说吧 你想怎么死 听到一戒图和江太平的对话 中年人和中年妇人 顿时恍然大悟 挟持他们的那个蜘蛛侠 是假的 后面来的这个蜘蛛侠 才是真的 他们也明白了 真蜘蛛侠不是来戒鸡蛋的 而是发现了 假蜘蛛侠藏在他们家里 以戒鸡蛋为名 让他们开门 然后抓捕假蜘蛛侠 一戒图目光闪烁 蜘蛛侠杀了他四名同伴 其中一名同伴的修为 丝毫不弱于他 如今 他又被蜘蛛侠所伤 一身战斗力 至少去了三城 强行对战 怕是只有死路一条 跑 一戒图暗呼一声 就朝门口冲去 马勒格靶子的 给老子扣了屎盆子 还想跑 区区三星一级修为 你跑得了吗 江太平冷笑不已 他低垂的右手 闪电般抬起 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抓住想要从他身边 挤过的一戒图的胳膊 然后一个过肩摔 就将一戒图摔在客厅外面 紧跟着 他一个剑步冲出客厅 一脚踏在一戒图的胸口之上 大叔 大婶 你们去客厅待着 江太平说道 好的 好的 中年人和中年妇人 应了一声 急忙跑回客厅 然后紧紧盯着两个蜘蛛侠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 出现在房屋门外 这道身影不是别人 正式换了衣服的赵丽娟 她换完衣服 就跑过来找江太平 却没看到江太平的身影 然后听到这里有动静 就急忙赶了过来 看着房屋院落内的情景 赵丽娟瞬间猛逼 不是说杀人的是蜘蛛侠吗 怎么出现了两个蜘蛛侠 而且一个蜘蛛侠 还踩着另一个蜘蛛侠的胸膛 看到赵丽娟 江太平有些头疼 这妮子怎么跑来了 想了想 她压低声音道 喂 没看到危险吗 赶紧走 我 赵丽娟想要解释 但话到嘴边突然意识到不对 她可是夜行人 而且是奉命来抓捕蜘蛛侠的 有必要给蜘蛛侠解释吗 抓捕蜘蛛侠 给蜘蛛侠解释 赵丽娟自己把自己绕得有点猛 她甩了甩脑袋瓜子 抽出背在背上的大刀 沉声喝道 你俩都别动 给我抱头蹲好 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江太平满头黑线 这妮子竟然让她抱头蹲好 不过很快她就反应过来 赵丽娟还不知道 有人冒充蜘蛛侠呢 夜行人 江太平装傻道 是 赵丽娟没有否认 哦 那就不是敌人 江太平说道 我是蜘蛛侠 被我踩在脚下的这家伙 是假的 他冒充我 残杀无辜学生 客厅里的大叔和大婶 可以为我作证 对对对 我们可以作证 中年人说道 躺在地上的那个 是假蜘蛛侠 刚刚他还挟持了我们 是蜘蛛侠救了我们 你可不能冤枉蜘蛛侠呀 赵丽娟恍然大悟 难怪有两个蜘蛛侠 他就说嘛 蜘蛛侠可是杀了四名异解徒 怎么会突然残杀无辜学生 搞了半天 是有人冒充蜘蛛侠捣乱呢 那个蜘蛛侠 赵丽娟犹豫了一下 道 我奉命来捉拿残杀学生之人 你看这事 这家伙冒充我 给我扣使盆子 我不能就这么 把它交给你 但等我审问完 并揍他一顿出出气后 可以把它交给你 你意下如何 江太平问道 可以 赵丽娟直接答应下来 他要的 只是抓住残杀学生之人 躺在地上那家伙 冒充蜘蛛侠 给蜘蛛侠扣使盆子 蜘蛛侠揍他一顿出出气 就是应有之事 江太平看向一截图 他想了想 一把撕开一截图身上的冒牌蜘蛛侠衣服 然后 一名裹子脸的中年人 就出现在他视线中 说 为何冒充我 江太平质问道 一截图脸色苍白 闭口不言 被蜘蛛侠当场抓住 他就知道 他死定了 如今又有夜行人出现 他就更死定了 横竖都是一个死 还不如沉默不言 恶心一下蜘蛛侠 看到一截图不说话 江太平冷声道 这是给我装哑巴呢 话音落下 江太平抬脚就踩向一截图的右腿 咔嚓 只听一道清脆的断裂声响起 一截图的右腿 被江太平直接踩断 啊 紧跟着 一道杀猪般的惨叫声 就自一截图口中吐出 江太平的眼眸中满是平静 没有一丝一毫的波动 一截图是人类的叛徒 一兽的走狗 人人得而诸之 更别说他脚下的这名一截图 还以极其残忍的手段 虐杀学生 如此恶劣行径 就是处以千刀万剐的急行都不为过 只是踩断一条腿 根本不算什么 说不说 江太平问道 一截图嗷嗷惨叫 没有大理江太平 江太平也不废话 抬脚又踩向一截图的左腿 咔嚓 又一道清脆的断裂声响起 一截图的左腿 硬声断裂 有种就别说话 继续给我装哑巴 江太平淡淡地说道 现在才踩断你的两只 还有三只 咱们慢慢玩 中年夫妻和赵丽娟都有些猛 人不是只有四只吗 这都踩断了两只 还剩下两只 哪来的三只 你是不是算错了 但如此简单的数学题 小学生都不会算错 按理说 你也不应该算错才对 一截图也有些猛 他同样不明白 江太平为何说还有三只 江太平可 不管一截图猛不猛 他也没有询问的意思 抬脚就朝一截图的胳膊踩去 咔嚓 又一道清脆的断裂声响起 一截图的右胳膊 也被江太平一脚踩断 还有两只 江太平淡淡地说了一句 抬脚朝一截图的左胳膊踩去 一截图的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惊恐 他张口就欲说话 但此时已经晚了 只听咔嚓一声脆响 他的左臂也硬声断裂 还有最后一只 说话间 江太平抬脚 就朝一截图两腿之间踩去 见状 中年夫妻和赵丽娟 顿时恍然大悟 不是江太平算错了 而是真有第五只啊 此时 一截图也明白了 江太平说的第五只在哪里 他的脸色 瞬间变得苍白无比 我说 一截图快速说道 但话还没说完就戛然而止 他那苍白的脸颊 紧紧皱了起来 身体也控制不住 朝一期卷缩 然后双眼一番 晕了过去 中年夫妻和赵丽娟的眼皮 控制不住颤抖了几下 刚刚他们仿若 听到了鸡飞蛋打的声音 不过他们丝毫都不觉得 蜘蛛侠这么做 有何不妥 因为和一截图冒充 蜘蛛侠虐杀学生的 恶劣行径相比 蜘蛛侠踩断一截图的五只 真的不算什么 甚至可以说 这是一截图的报应 晕了 江太平随手一翻 一把匕首在他手中浮现 然后用匕首戳了戳 一截图的人中学 紧跟着 一截图就从昏迷中醒来 啊 在一截图醒来的那一刻 他就控制不住惨叫起来 四肢被打断 还鸡飞蛋打 他真的很疼啊 你可以继续装哑巴 江太平淡淡地说道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这这么做 是不是太过分了 一截图嘶吼道 呵呵 江太平气急返校 强行压抑在心中的愤怒 瞬间爆发 你冒充老子用大刀 虐杀学生的时候 可曾想过 杀人不过头点地 你残杀无辜学生的时候 可曾想过 你做的是否过分 老子告诉你 审问你不是目的 折磨你才是老子的目的 你是不是以为 踩断你的五支就完了 不这只是开始 接下来 老子要让你体验一下 什么叫做千刀万剐 老子要把你世家 那名学生身上的伤害 百倍千倍地讨回来 老子还要让一截图知道 残杀人类会付出什么代价 江太平怒吼不已 话音落下 他挥动匕首 就朝一截图的脸颊滑去 但就在匕首 即将滑到一截图脸颊上的那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又突然停下 然后单手提起一截图 朝门外走去 江太平很生气 从来没有这么生气过 虽然一截图没有说 为何要冒充他 但用脚趾头 想想都知道其中的原因 无非是他杀了四名一截图 一截图想栽赃陷害他罢了 这就意味 那名学生是受了他的牵连 才被一截图虐杀 这让他心里很是愧疚 也正是因此 他心中的愤怒 机遇滔天 单单杀了一截图 根本无法平息 他心中熊熊燃烧的怒火 所以他才用残忍的手段 折磨一截图 以此来发泄他心中 那机遇滔天的怒火 蜘蛛侠 你要干什么 赵丽娟问道 在这里折磨他 没人能看到 起不到什么作用 我要杀鸡儆猴 让一截图知道 冒充我残杀人类 会付出怎样的代价 江太平解释一句 提着一截图走出门外 下一刻 一缕蛛丝 自他手掌中暴射而出 站在前方不远处的一座高楼上 他借助蛛丝 在高楼间穿行 快速朝前赶去 赵丽娟随之跟了出去 但他无法像江太平那样 在高楼间飞跃 只能在地面上狂追 很快 就有人注意到了 在高楼间飞跃的江太平 你们快看 是蜘蛛侠 看什么看 蜘蛛侠 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还不赶紧跑 蜘蛛侠杀了好几名异界图 怎么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你还不知道呢 今天早上 蜘蛛侠虐杀了一名学生 不可能蜘蛛侠是正义的化身 怎么可能虐杀学生 我也有些奇怪 但这就是事实 视频都在网上传开了 你们看蜘蛛侠手里提着一个人 那人也穿着蜘蛛侠的衣服 还真是啊 但蜘蛛侠不是只有一个吗 怎么会有两个 难道是有人冒充蜘蛛侠 我明白了 视频中虐杀学生的那个蜘蛛侠 是假的 真蜘蛛侠得知此事后 就将假蜘蛛侠揪了出来 我们赶紧追上去看看 将太平所过之处 类似的对话声 接二连三地响起 不得不说三个臭皮匠 顶个诸葛亮这句话 还是很有道理的 众人一番争执 就把事情的真相 推测个八九不离十 然后一群又一群人 朝江太平前进的方向涌去 在蜂拥的人群中 有一辆火红色的法拉利 苏七七正坐在其中 打不通江太平的电话 苏七七想着 江太平很可能是去处理 蜘蛛侠杀人之事 就驾车赶了过来 然后就看到了 在高楼间飞跃的蜘蛛侠 江太平一路前行 来到位于一座高楼上的信号塔上 他用蛛丝 将一截图吊在信号塔上 然后静静坐着 这回人还不够多 他要等人多一点再动手 没多久时间 高楼周围就围满了人群 他们抬头看着 坐在信号塔上的蜘蛛侠 还有那个吊在信号塔上的假蜘蛛侠 这倒不是他们不想涌向高楼 而是高楼被夜行人戒严 他们根本上不去 高楼楼顶也站着不少人 这些人都是夜行人久安分部的人 赵丽娟 苏七七都在 就连秦战和曹山得到消息 也赶了过来 他们只是看着 坐在信号塔上的蜘蛛侠 什么都没有说 江太平早就注意到 赶来的苏七七 秦战等人 但秦战等人不说话 他也没有说话的想法 以免被苏七七等人发现端倪 看破身份 低头朝下方看了看 再看到下方聚集了密密麻麻的人群后 江太平站了起来 诸位 江太平挤着嗓子高声道 残杀学生的是掉在信号塔上的这个人渣 他是一截图 冒充我想要栽赃于我 我将它揪了出来 不用怀疑我的话 你们对比一下 我们身上的衣服 就会发现不同 我的衣服任何地方都没有拉锁 但这人渣身上的衣服 却有拉锁 还有 会喷射蛛丝的 才是蜘蛛侠 其余的都是冒牌货 在此 我郑重声明 蜘蛛侠只会替天行道 不会残害任何无辜之人 以后再发生类似之事 都是冒牌货所为 和我无关 江太平如此说 除了为他证明外 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断绝一截图 冒充他行凶杀人的可能 这样就不会有无辜之人 因他而惨死 今日 我把这个人渣挂在这里 是我觉得 杀了他太过便宜 江太平继续道 我已经打断了他的武之 但这还不够 我还要将他千刀万剐 让所有一截图知道 冒充我行凶杀人 是什么后果 话音落下 江太平挥动匕首 就朝一截图的脸颊滑去 他挥动匕首的速度不快不慢 一刀接着一刀 很有节奏 每一刀落下 就有一片薄如蝉翼的肉片 自一截图的脸颊上飘落下 一刀 两刀 与此同时 一刀刀技术生 也自将太平口中吐出 伴随着的 还有一截图 凄厉无比的惨叫声 秦战 苏七七等 站在高楼楼顶之人 可以清楚看到 江太平的动作 也可以清楚看到 匕首自一截图脸颊上 划过的情景 甚至他们还可以看到 自一截图脸颊上 飘落下的 薄如蝉翼的肉片 站在高楼周围的人 只能隐约看到 江太平的动作 但他们可以清楚听到 一截图那 犹如杀猪般的 凄厉惨叫声 对此 他们不仅不觉得恐惧 还觉得大快人心 因为在他们看来 这种残杀无辜的 一截图 就该被千刀万剐 凌迟处死 伴随着江太平一刀 又一刀 划在一截图的脸颊上 很快 一截图的脸颊 就变得血肉模糊 江太平的双眸中 满是平静 他犹如在雕刻 一件艺术品一样 稳定又有耐心 十五刀 十六刀 江太平的声音 接连不断地响起 在江太平 喊到第三十刀时 惨叫的一截图 突然没了声息 他又晕过去了 江太平没有停顿 继续对一截图 执行千刀万剐的酷刑 没多久时间 一截图就从昏迷中醒来 他被疼醒了 但又过了没多久时间 他又一次被疼得昏迷过去 接下来 面露纠结之色 那模样 似乎是纠结 要不要阻止江太平 片刻后 他开口道 蜘蛛侠 差不多可以了吧 差不多可以了 江太平愣了愣 他低头看向说话的青年 道 你给我说说 为何可以了 青年解释道 我知道 像他这种残杀学生的人渣 千刀万剐都不为过 但你这么做 会激怒一截图 让他们杀更多人的 呵呵 江太平笑了一声 反问道 我不激怒他们 他们就不会残杀无辜吗 他们会 但最起码 不会杀太多的人 青年辩解道 那我们就看着他们 今天杀一个 明天杀一个 江太平追问道 当然不能 青年果断否认 但你的做法 就是这样的 江太平说道 我知道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但你的做法 不仅不会让一截图害怕 甚至还会助长 一截图的嚣张气焰 反正被抓住 只是死别质疑我的话 在一截图背叛人类的那一刻 他们就已经知道 被抓住的后果 单单一个死 会让他们害怕吗 这 青年一时间 有些哑口无言 明知被抓住的后果是死 想死 但绝对不会让人胆怯 一截图背叛了人类 是异兽的走狗 他们已经丧失了人性 江太平继续道 对待这种垃圾 我们不能温柔以待 要以杀指杀 以暴制暴 要用更狠的手段杀回去 唯有把他们杀怕了 杀胆怯了 他们才不敢随意为非作歹 青年面露思索之色 苏七七 赵丽娟等夜行人 也面露思索之色 他们都在认真考虑江太平说的话 秦战则微不可查地点了点头 江太平这话 简直说到了他的心坎上 前几天 秦部长曾大肆清扫一截图 说句实话 我很不爽 江太平又说道 因为被秦部长这么一搞 一截图被吓得都龟缩起来 导致我没有一截图可杀了 但不得不承认的是 被秦部长这么一搞 这几天 一截图消停了很多 这就是以杀指杀 以暴制暴 将一截图杀怕了 杀胆怯了的结果 秦战满头黑线 你能一口气把话说完吗 搞得他差点都以为自己做错了 苏七七 赵丽娟等人都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那模样 显然是很认可江太平所说 青年面露羞愧之色 他尴尬道 对不起 是我说错了 无妨 毕竟你的出发点是好的 只不过想错了而已 江太平不以为意地摇了摇头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今日他的一番话 日后造就了不知道多少 让一截图和异兽 闻风丧胆的杀神 甚至他的话 还成了夜行人的治理名言 江太平没再多说什么 继续对一截图施展千刀万剐的酷刑 一截图再一次被疼得死去活来 但最后彻底没了声息 他承受不住死了 江太平很清楚 一截图已经死了 因为在一截图死去的那一刻 他就得到了抽奖万剑系统的提醒 但他没有罢手的意思 继续对一截图施展千刀万剐的酷刑 他要让一截图知道落在他手中 死法是最简单的事 甚至死了也要被折磨 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江太平滑下了千刀的最后一刀 此时一截图已经变得血肉模糊 不只是脸上 身上 胳膊上 腿上也是如此 残忍吗 很残忍 不是一般的残忍 江太平也很清楚这点 但为了避免一截图冒充他伤害更多的人 他没得选择 只能这么做 折磨一截图不是他的目的 杀鸡儆猴 警告一截图才是他的目的 千刀 一刀不多 一刀不少 江太平高声喝道 一截图的渣渣们 想报复就冲我来 若是敢对其他人下手 你最好祈祷 别让我找到你 否则我会让你们生不如死 这个人渣 就是你们的前车之剑 话音落下 江太平没再停留 他借助蛛丝 朝远处荡去 蜘蛛侠 能不能加入夜行人 勤战邀请道 蜘蛛侠对待一截图的做法 实在太合他的心意 他很想把蜘蛛侠 招入夜行人中 然而 他不知道的 蜘蛛侠早已加入夜行人 而且还是他的手下 情不长得好意 我心灵了 但我这人显散惯了 更喜欢自由行动 江太平的声音 自远方传来 片刻间 他就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中 蜘蛛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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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道道欢呼声 在高楼周围响起 这些欢呼声 出自围观的众人之口 他们丝毫不觉得 蜘蛛侠对一截图千刀万剐 有些残忍 甚至还觉得很是解气 不止高楼这脸 有人开启了直播 将江太平千刀万剐 一截图的情景 在网上现场直播 虽然因为距离遥远的缘故 画面不是很清晰 但依然引起了 不知道多少人的围观 直播间中的弹幕 更是刷得飞起 按理说 江太平的手段如此残忍 应该有人声讨才对 但99.99%的弹幕 都是支持或者夸赞蜘蛛侠的 究其原因 正是因为 人们对异界图深恶痛绝 而剩余的不足0.1%的弹幕 是异界图发出的 但在汹涌的弹幕流中 他们那点发声 连一点浪花都没翻起 就直接被淹没了 甚至还有无数网友在质问 你们不支持蜘蛛侠 是不是一截图 久安一中 本该是上课时间 但所有学生都在欢声鼓舞 老师们也魄力不在上课 任由众多学生折腾 不为别的 只为蜘蛛侠的所作所为 真的很解气啊 我是混蛋 我是罪人 我特没眼瞎了 高三九班 陈轩自言自语 脸颊上满是自责 他竟然怀疑蜘蛛侠的人品 甚至还将蜘蛛侠 当成恶魔的化身 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陈轩 我早跟你说了 蜘蛛侠是正义的化身 不是杀人不眨眼的魔头 你还不信 现在被打脸了吧 有人嘲讽道 你说得很对 我确实被打脸了 陈轩说道 但我被打得开心 打得高兴 从今日起 我就是蜘蛛侠的脑残粉 谁要敢在我面前 说一句蜘蛛侠的坏话 我绝对跟他没完 和众人的欢欣鼓舞不同的是 作为当事人的江太平 来到了一家酒吧中 他一个人坐在卡座上 独自喝着闷酒 咕咚咕咚咕咚 江太平一大口 一大口地喝着啤酒 没多久时间 桌子上就多了几个空酒瓶 虽然他找到了 冒充他残杀学生的一截图 还将一截图折磨至死 为那个残死的学生报了仇 但那个学生是因他而死 他心里还是有些无法释怀 这才跑到酒吧喝酒姐们 这也是他长这么大 第一次来酒吧 江太平的年龄不大 但长得很帅气 着实有一些招风引蝶的资本 再加上他一个人坐在这里 很快就吸引了一些大姐姐的注意 一个披着大波浪发 涂着烈焰红唇 穿着有些露骨的三十来岁的女子 盯着江太平看了一会 就端着酒杯走了过来 小弟弟 一个人啊 女子问道 江太平的眼眸中浮现出一抹警惕 他扭头看了女子一眼 就又收回目光 女子身上没有气血波动 也没有异兽的气息 就是一个普通人 嗯 一个人 江太平回应道 小弟弟 一个人多寂寞 要不姐姐陪你喝一杯 女子又问道 没兴趣 江太平断然拒绝 女子愣了愣 那模样 似乎是没想到 江太平会拒绝的如此干脆利索 带得回过神来 有些不死心的他又说道 小弟弟 一个人来酒吧 还不停地喝着闷酒 必定是有心事 姐姐很善解人意的 要不你给姐姐说说 没兴趣 江太平再度断然拒绝 女子皱了皱眉头 他经常出入酒吧 还是第一次遇到 如此不解风情的小奶狗 但眼前的这个小奶狗 挠得他心痒痒 就这么放弃 着实有些不甘心 小弟弟 一个人憋着 会憋出病的 你给姐姐说说 姐姐帮你排解一下 然后再陪你乐呵乐呵 必定会让你的心情 豁然开朗 女子诱惑到 你听不懂我的话 江太平扭头看向女子 漆黑的眼眸中 满是不爽 这会 他正烦着呢 这女人在他明年拒绝下 依然死缠烂打 让他原本就烦闷的心情 顿时更为烦闷 感受到江太平看来的目光 女子控制不住 打了一个寒战 江太平那目光 着实有些甚人 让他心头控制不住 就升起一股 被猛虎盯着的感觉 不想说就不说呗 凶什么凶 女子囊囊了一句 满脸遗憾地转身离开 接下来 又有几个女人 盯上了江太平 但均被江太平断然拒绝 不知道是不是江太平的男肯 激起了酒吧中一些女人的兴趣 他们仿佛商量好了一般 接二连三地搭讪江太平 但无一例外的是 这些女人尽数都吃了闭门羹 江太平则被那些女人 搞得不厌其烦 烦闷不已的她 就想离开 但就在此时 一道调侃声 在不远处响起 泽泽 还挺招人喜欢的 就是有些不解风情 江太平愣了愣 那声音 好像是苏七七的声音 她下意识寻声望去 只见不远处的一个卡座上 苏七七正笑眯眯地看着她 江太平有些尴尬 有些诧异 这妮子 怎么跑来了 看到江太平注意到了她 苏七七就迈步走了过来 喝一杯 苏七七扬了羊手里的酒杯 见状 刚刚被江太平拒绝的那些女人们 均是一副幸灾乐祸的表情 那个小奶狗 就是一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 你以为你年轻长得好看 就有用吗 但下一刻 他们就看到江太平点了点头 这让他们脸颊上的幸灾乐祸 陡然凝固 那只小奶狗 不是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吗 怎么这回突然开了窍 七七 你什么时候来的 江太平疑惑道 来了有一会了 苏七七解释道 但某人只顾着喝酒 都没注意到我的存在 闻言 注意着江太平的那些女人 顿时恍然大悟 原来是认识啊 他们就说嘛 一个不解风情的榆木疙瘩 怎么会突然开窍呢 然后明知道 调不到江太平这只小奶狗的他们 就一哄而散 各自寻找新目标去了 江太平有些尴尬 他又问道 你怎么跑来这里了 我听说 某人在这里喝闷酒 救了 赶过来 苏七七解释了一下 又道 这家酒吧 是我们一个同事开的 他看到你在这里一个人喝闷酒 就打电话告诉我了 闻言 江太平顿时恍然大悟 难怪苏七七会找到这里 喂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为何不接 苏七七问道 早上走得急 手机丢在房间了 江太平解释道 我说呢 我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 都不接 苏七七点了点头 又道 太平 那是不是你的错 你不用自责的 江太平愣了愣 这是知道他是蜘蛛侠了 但他改变了声音 秦战都没听出来 苏七七应该也听不出来才对 七七 你在说什么呢 什么自责不自责的 江太平装傻道 你这家伙还给我装吗 苏七七美好气地说道 若是没有今日之事 我还真无法肯定 但你早上走得那么着急 之前也没有现身 如今还一个人跑到这里喝闷酒 我就确定了 别再否认了 否则就是在侮辱我的智商 我也不会把此事告诉别人的 江太平很郁闷 苏七七这妮子太精明 一点蛛丝马迹 就会成为暴露的导火索 苏七七看了看周围 再看到无人注意他们这里后 又低声道 太平 你不杀那些异截图 当时就会死更多的人 所以 这是真不是你的错 七七 我知道 但我心里还是很愧疚 江太平苦笑道 我明白你的想法 但我们必须继续下去 苏七七说道 唯有将异截图赶尽杀绝 唯有将异兽驱逐出我们的家园 类似的事情才不会再度发生 我们的家园才会重新变得安静相合 江太平点了点头 是啊 想要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 只有一种选择 那就是杀光异截图 将异兽驱逐出他们的家园 就在此时 苏七七的手机响了起来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是秦湛打来的 然后就接通电话 紧跟着 手机中就传来 秦湛有些严肃的话语声 七七 魔窟出事了 赶紧回来 魔窟出事了 苏七七陡然一愣 他快速说道 部长 我这就赶回去 挂断电话 苏七七看向江太平 到 太平 我们得赶紧回去 好 江太平没有多问 起身就跟着苏七七一起离开 离开酒吧 苏七七驾车 载着江太平朝 九安分部急速驶去 此时 江太平才问道 七七 怎么了 魔窟出事了 部长 让我赶紧回去 苏七七解释道 文言 江太平的脸颊上 顿时浮现出一抹凝重 那凝重中 还有着一抹激动 他没进入过魔窟 没见过异兽入侵 是怎样的情景 但他听苏七七说起过 每一次异兽入侵 都是一场浩劫 不知道多少夜行人 会因此而陨落 这一次 想必也不会例外 激动 则是因为一截图消停 猎魔猿之路被堵死 他已经无法快速提升修为 而异兽入侵 对他来说 无疑是一个提升修为的绝佳机会 只不过 这个机会并不美好 而且还很残忍 太平 你知道九安分部 为何没有多少地级 修为以上之人吗 苏七七突然问道 江太平想了想 都进入魔窟了 是啊 苏七七说道 依据夜行人的规定 修为达到地级以后 必须进入魔窟试炼 但这只是一个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 一部分人在试炼中战死了 而那些通过试炼之人 此生就只剩下一个使命 尽可能提升自身修为 为下一次异兽入侵做准备 正是因此 平日里 他们都沉浸在苦修中 若非有大事发生 他们都不会现身 江太平恍然大悟 难怪九安分部地级 修为以上之人 都没有几个 太平 我跟你说 这些是想让你知道 修为晋升地级后的责任 也是想让你知道 进入魔窟有多么危险 你确定 这一次就要进入魔窟吗 苏七七问道 我确定 江太平回答得毫不犹豫 一受入侵 是他快速提升修为的大好机会 他不可能错过的 好 那我就不劝你了 苏七七又问道 你的修为晋升地级了吗 江太平心神移动 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净剑 一级 气血 九百七十卡 九百七十卡气血 江太平有些郁闷 只差三十卡气血 他的修为 就可以踏入地级 三十卡气血 对他来说 也就是斩杀两个一级修为的一截图 或者四五头一级修为的异兽 如此数量 说起来着实不算多 但没有一截图可杀 无法进入猎魔园 斩杀异兽 这看似不多的数量 对他来说 却如天剑一般 想跨越 都无法跨越 此事真的让人很无奈啊 没有得到江太平的回复 苏七七扭头看来 太平 问你话呢 还没有踏入地级 但差的不多了 江太平苦笑道 苏七七点了点头 没再多言 江太平也没再多说什么 他又打开系统仓库 仓库中有六十六张低级抽奖卡 这些抽奖卡 是他在废弃工厂斩杀的 那名F级修为的一截图 和今日斩杀冒充他的那名一截图的收获 抽奖万戒系统 合成六张终极抽奖卡 江太平在心里说道 抽奖卡放着就是摆设 有了就要用 万一能得到什么好东西呢 六张终极抽奖卡已合成 消耗六十张低级抽奖卡 抽奖万戒系统 终极抽奖卡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叮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剑招一剑开天门 一股信息涌入江太平脑海 那是剑招一剑开天门的修炼之法 江太平很惊喜 他的感觉是对的 有了剑招一剑仙人柜和两袖青蛇 剑招一剑开天门还会远吗 这不 他就抽奖得到了剑招一剑开天门 只是他心头的惊喜还未绽放 就又被抽奖万戒系统泼了一盆冷水 接下来的三次抽奖都是四个字 谢谢参与 不过对此 江太平并不失望 六张终极抽奖卡底不上一张高级抽奖卡 能抽到剑招一剑开天门 已经很不错了 这回还没有赶到九安分部 又不用他开车 闲着也是闲着 江太平就开始揣摩剑招一剑开天门 而等他将剑招一剑开天门揣摩明白 正好赶到了九安分部 太平 到了 苏七七说着就开门下车 江太平随之下车 来到一楼大厅 江太平就看到 大厅中聚集着密密麻麻的人群 其中有一些人 他有些眼熟 那些人都是九安分部的人 还有一些人 他很是眼神 他很肯定在此之前 从未见过这些人 而这些人的身上 一个个都弥漫着肃杀之气 那模样 显然是在尸山血海中摸爬滚打过 这些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 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地级以上修为 应该就是苏七七所说的 进入过魔窟 经历过异兽入侵洗礼后 闭关修行的那些人 秦战 曹山等九安分部的高层也在 他们的脸颊上都满是严肃 在苏七七和江太平赶来后 还有一些人陆陆续续的赶来 秦战抬手看了看万表 看向在场的众人 道 时间差不多了 诸位都是经历过魔窟洗礼的人 我也就不废话了出发 分批次进入魔窟 是 部长 不少人齐声应道 话音落下 刚刚开口回应的那些人 就依次朝电梯走去 请撞我人足 一道大鹤声自秦战口中吐出 请撞我人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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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厅中的众人阵笛高呼 一声接着一声 接连不断 听着众人的高呼声 江太平控制不住 就有些热血沸腾 他看向秦战 严肃道 部长 我请求参战 秦战愣了愣 那模样 似乎是没想到 江太平会这么说 不过他没有立即拒绝 而是说道 给我一个理由 我的反应速度很快 更重要的是 我对危险的感应 很失敏锐 江太平说道 秦战想了想 扭头看向苏七七 七七 你怎么想 可以 苏七七言简一概 他已经答应了江太平 自然不会在这个时候 拆江太平的台 但就在此时 地面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什么情况 大厅中的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不明白 地面为何突然剧烈晃动起来 江太平脑海中 则升起一个念头 这是地震了 但紧跟着他就看到 秦战面色猛然大变 迈步就朝大厅外冲去 见状 江太平第一时间跟了上去 苏七七等其他人 也随之跟上 来到外面 江太平一眼就看到 东方的天空中 有一股黑色的龙卷风 那股黑色龙卷风 距离九安分部有些距离 但却可以清楚听到 龙卷风的乌叶丝鸣声 部长 这是什么情况 江太平忍不住问道 妖气冲天 那是新魔窟即将出现的征兆 勤战满脸民众的解释 文言 江太平 苏七七等在场之人的脸色 都猛然大变 每一个新魔窟出现 都意味着一场生灵涂炭 眼下又正值异兽入侵 九安魔窟之时 两剑棘手之势 连媚而来 这可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传持又欲打头疯啊 部长 怎么办 曹山问道 没得选择 只能分出一些人手 两线作战了 秦战凝重道 曹山眉头紧锁 九安分部的人手 单单应对异兽的入侵 就有些捉惊见诅 若是再分出一部分人手 两线作战 很可能会顾此失彼 那时等待九安市的 必将是一场灾难 但正如秦战说的那样 他们没得选择 只能这么做 因为不管是异兽入侵 还是即将出现的新魔窟 都不能不管 老曹 预定进入魔窟之人 按原计划 进入魔窟 绕集分部的剩余所有人手 立即赶往即将出现的新魔窟 通知南山省总部 让他们尽快派出人手支援 七七 太平 你俩不要进入魔窟 先对付即将出现的新魔窟 我先一步赶过去 看看能不能阻止新魔窟现实 秦战快速说道 话音落下 他就腾空而起 朝黑色龙卷风飞去 曹山则第一时间着手 召集九安分部剩余人手 以及通知南山省总部之事 江太平想要跟上秦战 却发现 苏七七傻傻地愣在原地 队长 你发什么愣呢 江太平喊道 太太平 苏七七紧张道 龙卷风出现的位置 好好像在平安街 什么 江太平的脸色又一次猛然大变 苏七七的家 就在平安街呀 队长 那你还磨蹭什么 赶紧走啊 文言 苏七七顿时反应过来 他脉步就朝停在不远处的法拉利冲去 江太平随之跟上 不过他没有跑向苏七七的法拉利 而是跑向旁边的另一辆车 太平 你往哪跑呢 我的车在这里 苏七七喊道 队长 你那车太慢了你过来 我载着你去 江太平说道 苏七七有些猛 当初 他不惜花费几百万买法拉利 不是为了装逼炫富 而是因为法拉利加速快 速度快 有什么事可以尽管赶到 今日江太平竟然说 法拉利太慢了 不过 出于对江太平的信任 他没有多想 第一时间 就朝江太平冲去 冲过旁边不远处的那辆车 苏七七就发现 江太平骑在一辆白金相间 造型炫酷掉炸天的摩托上 他诧意道 太平 你这摩托 能比我的法拉利快 队长 赶紧上车 待会你就知道了 江太平催促道 若是其他时候 他不会暴露帝皇居的存在 但救人如救火 耽误不得 而且 苏七七的父母 还在平安街的家里 他必须尽快赶过去 苏七七没再磨蹭 第一时间 跨坐在帝皇居上 队长 报警我 江太平提醒苏七七一声 帝皇居就随之而动 苏七七俏脸一红 这家伙竟然让他报警他 但还没等他多想 就因为帝皇居的猛然加速 控制不住朝后仰去 他下意识 抱住江太平的腰 这才避免 被甩下帝皇居 然后他就看到 街道两边的建筑 以极其之快的速度 朝后退去 而且 后退的速度 还越来越快 苏七七愣住了 这加速 有一秒破百吧 这速度 有二三百公里 每小时了吧 而且还不是极限 速度 还在快速提升 这是什么摩托 加速竟然这么快 速度竟然也这么快 太平 你这摩托 苏七七很是好奇 但话还没说完 他就看到 前方的道路 和街道两边的建筑 变低了 而且还越来越低 卧槽 苏七七忍不住 抱了粗口 不是前方的道路 和街道两边的建筑 变低了 而是他和江太平 飞了起来 是的 江太平 启动了帝皇居的 飞行模式 街道上有不少车流 他无法将帝皇居的速度 提到最快 苏七七的父母 和平安街的居民 有危在旦夕 他已经顾不得隐藏 也顾不得开启 帝皇居的飞行模式 会不会惊世骇俗 此刻 苏七七撬脸上 充斥着浓浓的震惊 江太平这摩托 不仅加速极其之快 速度极其之快 还特么会飞 这回他终于明白 江太平为何说 他的法拉力太慢了 和一辆加速一秒破百 速度高达三四百公里 每小时还没到极限 而且会飞的摩托相比 他的法拉力确实太慢了 而且还弱爆了 太平 你这摩托怎么会飞 苏七七忍不住问道 七七 这回没时间给你解释 等事情结束后再说吧 江太平没有解释 一是因为这会不是解释的时候 二是因为 他不知道该如何解释 哦 苏七七没在追问 他紧紧抱着江太平的腰 美眸中满是好奇 恐怖的修炼速度 对危机的超强感应 还能喷射蛛丝 借助蛛丝 在高楼之间如履平地 如今又搞出一辆会飞的摩托 这家伙身上的秘密 实在太多了 多的他都想把江太平解剖了 看看江太平体内 都有什么东西 不过 他也就是这么一想 并没有真把江太平解剖了的想法 这回 他也突然明白 江太平为何总是忽悠他 不是江太平想忽悠他 而是江太平的秘密 太过惊世骇俗 若是被一些心怀不轨之人知道 恐怕真有人会忍不住 把江太平 当成小白叔解剖了 在帝皇居的全速飞行下 仅仅用了不到两分钟的时间 江太平就载着苏七七 赶到龙卷风附近 而此时现一步赶来的秦战 还没赶到呢 紧跟着 江太平和苏七七的脸色 就变得煞声难看 平安街上 一股足有两米粗细的漆黑龙卷风 拔地而起 朝天空中不断延伸 龙卷风不大 但破坏力却极其之大 龙卷风周围 方圆数十米范围内的房屋 近数倒塌 街道上硬化的路面 近数被先飞 露出了土黄色的泥土 数不清的混泥土 石块被龙卷风卷飞 继而抛向远方 砸在更远处的建筑上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还有不少人被龙卷风卷飞 有的随龙卷风飞舞 有的则被龙卷风抛向远方 周围的地面上 还有着不少血迹 显然已经有人伤亡了 完了 一个念头 在苏七七脑海中闪过 他紧紧盯着龙卷风周围倒塌的房屋 其中有一座房屋 正是他的家 江太平有注意到 苏七七的异常 但这回没有时间询问 也没有时间悲伤 他快速说道 七七 我送你下去 我去救人 说话间 江太平就驾驶帝皇居 朝地面冲去 太平 我和你一起救人 苏七七说道 七七 还得有人照看被救之人 江太平不容质疑道 按我说的做小心点 苏七七没再坚持 因为江太平所说很有道理 然后在帝皇居飞至地面时 果断跳下 太平 龙卷风周围的吸力很大 你小心一点 苏七七叮嘱道 我会的 江太平应了一声 就驾驶帝皇居腾空而起 冲向被龙卷风抛飞的那些人 他没有去管 随着龙卷风飞舞的那些人 那些人虽然很危险 但被抛飞的人更危险 一旦从空中落下 砸在地上 侥幸存活的几率 微乎其微 与此同时 见纹色霸气全力施展 时刻注意着 周围被抛飞的石块 混凝土等等 帝皇居的速度很快 犹如一道金光 在被抛飞的石块 混泥土中急速穿梭 片刻后 帝皇居又飞至苏七七面前 此时 江太平手中 多了两个伤痕累累的中年人 两人已经昏死过去 苏七七第一时间接过两人 将两人放在地上 不行 一来一回 太耽误时间了 江太平暗叹一声 他心神一动 蜘蛛侠的衣服 就瞬间穿在身上 这一幕 让苏七七陡然一愣 这是一秒穿衣 大便活人吗 江太平顾不得苏七七的震惊 他驾驶着帝皇居 再度冲向天空 这一次 帝皇居所化的金光 在天空中 来回穿梭了好几圈 才返回苏七七面前 此时 江太平双手中提着蛛丝 蛛丝上捆绑了足足十多人 将十多人 丢在苏七七面前 江太平扭头看向漆黑龙卷风 周围被抛飞的人 都已被他救下 只剩下随着龙卷风飞舞的那些人了 马德 拼了 江太平咬了咬牙 再度驾驶帝皇居朝龙卷风冲去 太平 小心 苏七七大声叮嘱 他的翘脸上满是紧张和担心 龙卷风周围不比其他地方 那里有着很大的犀利 他不知道江太平能不能抵抗住犀利 若是无法抵抗的话 连江太平也得被吸入其中 除此之外 还有一点原因 江太平救回的这些人 都是他家周围的街坊邻居 但他的父母却不在其中 他不知道他父母在哪里 也不知道他父母是否还活着 很快 江太平就驾驶帝皇居飞至龙卷风周围 然后沿着龙卷风旋转起来 他没敢靠得太近 以免被龙卷风吸入其中 与此同时 他一边躲避着周围杂乱无章的石块和混凝土 一边紧紧盯着随龙卷风飞舞的那些人 寻找着救人的机会 所幸他有件纹色霸气 周围的一切动静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否则就这么出现在龙卷风周围 想要躲过那些杂乱无章的石块和混凝土 就是不可能的事 那样的话 他就不是来救人的 而是来送死的 一缕缕珠丝自将太平手中暴射而出 精准无比地缠绕住那些随龙卷风飞舞之人 为了对抗龙卷风的犀利 也为了避免和龙卷风犀利对抗重伤到那些人 江太平用珠丝将那些人缠了数十圈 然后凭借着珠丝的坚韧 强行将那些人拽出龙卷风的范围 伴随着一个又一个人被江太平救下 随着龙卷风飞舞的人数也越来越少 但伴随着被救下的人越来越多 龙卷风给帝皇居造成的犀利也越来越大 因为被救下之人增大了帝皇居承受犀利的面积 而面积越大 犀利就越大 这也导致围绕着龙卷风飞行的帝皇居 慢慢朝龙卷风靠近 除此之外 因为人数的增多 躲避周围杂乱无章的混泥土和石块 也变得更加艰难 看到帝皇居所化的金光逐渐朝龙卷风靠近 苏七七的心都悬在了喉咙眼处 江太平也注意到了帝皇居再朝龙卷风靠近 他也知道他得尽快离开 但龙卷风中还有一人未救 而多耽搁一会 那人就少一分生还的可能 So 一缕珠丝自将太平手掌中暴射而出 精准无比地缠绕在那人身上 给我过来 一道怒吼声自将太平口中吐出 他握着珠丝的右手猛然发力 直接将那人拽出龙卷风的范围 紧跟着 他就驾驶帝皇居调转方向 全速朝地面冲去 伴随着帝皇居的加速 他朝龙卷风靠近的趋势 戛然而止 紧跟着 帝皇居慢慢脱离龙卷风的犀利 朝地面飞去 这一幕让苏七七悬着的心稍稍放下一线 刚刚他真有些担心 江太平被龙卷风的犀利扯入龙卷风中 所幸他的担心没有出现 否则那时不仅江太平救下的人得死 就连江太平也得死 刹那间 江太平就驾驶帝皇居 冲到苏七七面前 将蛛丝中的人放在地面上 江太平紧张道 七七 龙卷风周围已经没人了 这些人中有伯父和伯母吗 有有的太平 谢谢 苏七七重重地点了点头 喜极而泣 江太平将人放在地面时 他就在找他的父母 所幸这一次 他找到了 呼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刚刚他着实有些担心 苏七七的父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 那样的话 必将给苏七七造成很严重的打击 所幸他的担心没有出现 就在此时 江太平看到一道身影 自远方报射而来 杀 江太平心神一动 蜘蛛侠的衣服凭空消失不见 虽然因为距离遥远的缘故 他看不到来人是谁 但久安是能遇空飞行的 除了秦战外 没别人了 再加上秦战要赶来这里 来人不是秦战 还能是谁 七七 部长来了 待会别透露 我就是蜘蛛侠啊 江太平低声道 苏七七撬脸上浮现出一抹古怪 今早秦战可是邀请蜘蛛侠 加入夜行人 被江太平断然拒绝 若是让秦战知道 江太平就是蜘蛛侠的话 他很怀疑 恼羞成怒的秦战 会不会把江太平暴揍一顿 纸包不住火 你打算隐藏到什么时候 苏七七问道 能隐藏一天是一天吗 江太平无奈道 他不是不知道 纸包不住火 他也不想 总是藏着掖着 但树大招风 枪打出头鸟 可不只是说说 再个不管是蜘蛛侠的衣服 还是帝皇居 能力都有些惊世骇俗 一旦暴露 很可能引起心怀不轨之人的觊觎 为了避免这种不必要的麻烦 他只能尽可能地隐藏自己 猥琐发育 不过 等他成长到 可以独当一面时 就无需再藏着掖着了 苏七七能理解江太平的无奈 这家伙身上的秘密 实在太多了 连他都忍不住 想要把江太平解剖了一探究竟 更别说别人了 你这摩托不挪走吗 苏七七问道 我也想挪走 但不能挪走吧 江太平苦笑道 若是把地摩托挪走 如何解释 我们这么快赶到这里 这倒也是 苏七七点了点头 没再询问什么 他心中的好奇太多了 三言两语 根本问不完 而且他问了 江太平也未必会说 所以还是不要自己 给自己找不痛快 等着江太平主动坦白为好 很快 报事而来的那道身影 就一赶了过来 正如江太平说的那样 来人正式勤战 看到江太平和苏七七 秦战陡然一愣 这两家伙竟然比他先一步赶到 不知道 江太平和苏七七 跟秦战打了一声招呼 秦战诧意道 你俩怎么敢来的 骑摩托来的 江太平抬手 指了指停在一边的帝皇居 秦战扭头看向帝皇居 老脸上满是猛逼 这是哪家公司生产的摩托 也太炫酷了吧 这还不是重点 重点是你骑摩托 能比我飞得还快 盯着帝皇居看了一会 秦战又看向江太平 老脸上满是狐疑 苏七七的坐驾是法拉利 那这辆摩托应该就是江太平的 来的路上 他曾看到一道金光 自他身边不远处一闪而过 那道金光前进的方向 正是龙卷风所在的方向 这让他不得不怀疑 那道金光 就是江太平的这辆摩托 但他有些想不通的是 摩托怎么会飞呢 感受到秦战那充满狐疑的目光 江太平急忙转移话题 部长 我们赶来后 把能救的人都救了 但却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龙卷风 你知道如何解决吗 闻言 秦战顿时从思索中回过神来 眼下星魔窟即将出世 可不是考虑摩托会不会飞的时候 刷 秦战抬起拳头 就朝前轰出 一道拳影 自他拳头上脱离而出 朝龙卷风的底部 暴射而去 轰隆 下一刻 一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就陡然响起 那是拳影轰在龙卷风底部发出的声音 紧跟着 泥土纷飞 烟尘四起 就被龙卷风卷入空中 此时 一个直径 足有十数米的深坑 出现在江太平的视线中 死 江太平控制不住 倒吸了一口冷气 一拳将地面轰出一个直径十数米的大坑 C级强者的实力 实在是恐怖 秦战则皱了皱眉头 他抬起拳头 一拳又一拳 朝龙卷风底部轰去 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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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 一道道震耳欲聋的轰鸣声 接连不断地响起 足足轰了数十拳 秦战才停了下来 麻烦了 秦战叹息一声 老脸上满是凝重 不着 阻止不了吗 苏七七问道 想要阻止星魔窟现世 只有两种可能 秦战苦笑道 第一种可能是先一步发现异兽之星 摧毁异兽之星 不给他汲取我们这方世界能量 开辟空间的机会 第二种 可能是在异兽之星开辟空间时 趁着空间不稳 摧毁他开辟的空间 现在这种情况 就是第二种情况 异兽之星正在开辟空间 久安市将出现第二座魔窟 一场浩劫也要来了 江太平和苏七七的脸颊上 也浮现出一抹凝重 一座魔窟就牵制了久安分布的所有人手 再出现一抹魔窟 久安分布拿什么应对 部长 异兽之星是什么 江太平问道 异兽之星是异兽的根基 其有两个作用 秦战解释道 第一个作用是开辟空间 第二个作用是只要异兽之星存在 就可以源源不断地产生新的异兽 也正是因此 我们称其为异兽之星 江太平点了点头 又问道 部长 异兽之星为何会出现在我们这方世界 还是出现在地底 第一颗异兽之星为何出现 到现在还不清楚 秦战解释道 其余的异兽之星都是异兽或者异节图放置在地底的 这点从我们在魔窟周围发现地下通道 或者挖掘过的痕迹 就可以证明 至于为何把异兽之星放在地底 是因为异兽之星在地面上会产生异象 还会散发异兽气息 地面能隔绝异兽之星产生的异象和散发的异兽气息 这样就可以避免被我们先一步发现 摧毁异兽之星 唉 前几天 久安市出现多头异兽 我就感觉有些不对 为此 我还把久安市地毯市搜索一遍 却没有什么发现 若是那会发现的话 也不会有即将到来的这场浩劫了 部长 这不是你的错 苏七七安慰道 地面隔绝了异兽之星产生的异象和散发的异兽气息 除非将久安市掘第三尺 否则在异兽之星开辟空间前 很难被发现的 是啊 部长 这不是你的错 江太平随之安慰 他又问道 部长 异兽之星为何能源源不断产生新的异兽 这一点还不是太清楚 不过有一个猜测 秦湛解释道 异兽之星应该蕴含着某种我们不知道的能量 而那种能量是异兽诞生的源泉 否则也不会毁了异兽之星 就不再有新的异兽诞生 部长 你说的只是猜测 还是有一些证据作为支撑 江太平追问道 猎魔园中就放置有异兽之星 我们曾做过实验 若是将异兽之星取走 猎魔园中的异兽就会越杀越少 但若是将异兽之星放置在猎魔园中 我们杀再多异兽 也只是当时减少 过一段时间 猎魔园中就会有新的异兽出现 江太平和苏七七军事一愣 猎魔园中竟然有异兽之星 部长 把异兽之星放在猎魔园 就不担心他开辟空间吗? 苏七七问道 我们敢把异兽之星放置在猎魔园 怎么会不考虑此事? 放置在猎魔园的异兽之星 都是封印过的 它无法再汲取 我们这方世界的能量 也无法开辟空间的 秦战说道 而且 为了防止有异兽 打破异兽之星的封印 也为了避免猎魔园中 出现超出掌控的异兽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都会清扫 猎魔园中的高阶异兽 苏七七有些尴尬的 吐了吐小香蛇 他瞬间就想到的问题 夜行人那么多人 怎么可能想不到呢? 部长 有异兽之星的情况下 猎魔园中的异兽 是无限制增长 还是增长到一定程度 就不再增长 江太平又问道 增长到一定程度 就不再增长 而且 若是猎魔园中 出现高阶异兽 异兽的数量 还会有所减少 我们也是基于这点 来判断猎魔园中 有没有高阶异兽出现 秦战说道 此事这么多年 从未出错过 所以可以肯定的是 异兽之星中 那种能诞生异兽的能量 是有限的 不过那种能量 会随着异兽之星 汲取的能量增多而增多 江太平的目光 微微一闪 在被猎魔园中 那头贼眉鼠眼的狼腰盯上后 他就觉得 事情有些蹊跷 之后 他询问苏七七 确定猎魔园身处的异兽 不会轻易违背规则后 就怀疑 他是因为伤到了异兽的根基 才会被那头贼眉鼠眼的狼腰 犹如防贼一样防着 但这些只是他的猜测 而秦湛所说 无疑是印证了他的猜测 部长 若是异兽之星的能量减少 他开辟的空间 会不会崩溃 江太平问道 我们也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秦湛说道 依据我们的判断 若是异兽之星的能量减少 他开辟的空间 未必会崩毁 但必定 无法继续开辟空间 也无法诞生更多的异兽 但这只是我们的判断 至今为止 我们还没有找到 减少异兽之星能量之法 这也导致 我们无法摧毁魔窟 只能和魔窟形成拉锯战 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异兽之星 不断汲取我们这方世界的能量 壮大魔窟的同时 增加异兽的实力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古怪 夜行人至今都没有找到 减少异兽之星能量的办法 而他穿越而来 获得抽奖万界系统 还能吞噬异兽的能量 这是绝对不是巧合 则则 我来到这里 竟然是为了拯救这方世界的 江太平暗自感叹 太平 你在想什么呢 苏七七问道 没想什么啊 江太平果断否认 他总不能说他在自恋臭美吧 苏七七满脸狐疑的 看了看江太平 这家伙刚刚满脸古怪 怎么可能没想什么 不过这会不是争辩此事的时候 他就没有拆穿江太平 不着 我们现在怎么办 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新魔窟现世吧 苏七七问道 已经无法阻止新魔窟现世了 秦战苦笑道 如今 我们只能期望着我们 能阻止异兽走出魔窟 称道南山省总部派A级强者过来 镇压这座魔窟 否则 秦战没有把话说完 但江太平和苏七七都明白 秦战没有说完的话是什么 若是他们无法称道南山省总部派A级强者过来 久安世必将生灵涂炭 不过 你们也不用太过担心 秦战又说道 刚刚现世的魔窟诞生异兽的顺序 是从低级到高级 唯有低级异兽的数量达到一定程度 才会有更高级别的异兽诞生 所以 短时间内 我们不用担心 有高阶异兽出现 而A级强者的速度是很快的 我们未必 就无法撑到南山省总部所派之人赶到 江太平和苏七七 稍稍松了一口气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 不过 秦战嘴上这么说 脸颊上却满是浓重 显然情况没有他说的那么乐观 部长 我们有杀入过魔窟 抢走异兽之星吗 江太平问道 有杀入过魔窟 但没有抢走过异兽之星 秦战说道 异兽之星成功开辟空间后 就如寻常的石块一样 而且还能收敛散发的异兽气息 万表感应不到 他诞生的异兽也是随即出现 想找都找不到他 江太平有些诧异 异兽之星竟然如此狡猾 想了想 他提议道 部长 这回异兽之星不是正在开辟空间吗 我们赶紧进入魔窟找到他 然后抢走他呗 现在进不去的 秦战摇了摇头 道 外面的龙卷风威力不大 但里面的龙卷风威力极其之强 而且空间很是混乱 A级强者进入都没有多少生还的可能 更别说我们了 江太平皱了皱眉头 那我们就只能等着 只能等着 秦战苦笑道 等异兽之星开辟完空间 龙卷风消失不见 我们才能进入魔窟 真憋屈啊 江太平很郁闷 秦战和苏琪七身有同感的点了点头 他们也觉得很憋屈 但再憋屈也没什么办法 他们只能耐心等着异兽之星 开辟完空间再进入 也等着曹山召集九安分部的剩余人手赶来 大概过了一二十分钟的时间 一辆辆汽车从远方急速赶来 这些车辆中坐着的 都是九安分部的剩余人手 与此同时 龙卷风也有了减弱的趋势 这也意味着 异兽之星开辟空间已到了尾声 刺刺刺 伴随着一道道刺耳的摩擦声响起 急迟而来的车辆 纷纷在距离龙卷风百米开外的地方停下 这倒不是他们不想停得再近一些 而是前方的路已经损毁 车辆无法前进 紧跟着 曹山等九安分部之人就自车辆中走出 朝龙卷风锁在处快速跑来 部长 我带领一部分人手 先一步赶了过来 剩余的人都在赶来的路上 曹山说道 蓝山省总部那边也已得到消息 他们说会立即派出A级强者前来镇压魔窟 而且还下达命令 让我们无论如何 也要阻止异兽走出魔窟 我知道了 秦战点了点头 抬手指着被江泰平救下的数十人 道 老曹 这些人都已受伤昏迷 赶紧派几个人将他们送去医院治疗 是 部长 曹山应了一声 就安排人手将江泰平救出的数十人抬上车 苏七七的翘脸上满是担忧 但他只是目送父母被抬到车上 并没有离开的意思 七七 你父母也受伤了 你去医院陪着他们吧 秦战说道 部长 我留在这里 苏七七摇了摇头 道 医院那边有医生和护士照顾 我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 分部内人手短缺 我留在这里 还能杀几头异兽 静一下自己的微薄之力 秦战没再开口劝说 苏七七的语气很是坚定 不是他劝说几句就有用的 再个 正如苏七七说的那样 久安分部人手短缺 多一个人就可以多杀几头异兽 而多杀几头异兽 就可以多几分撑到南山省总部所派之人感到的可能 目送几人开车 将苏七七父母等人拉走 曹山问道 部长 无法阻止新魔窟现世吗 我已经尝试过了 阻止不了 秦战摇了摇头 道 龙卷风很快就会消失 大家都做好拼死战斗的准备吧 时刻准备着 曹山 将太平等人齐声应道 秦战看了看 已经减弱不少的龙卷风 吩咐道 老曹 待会你带人守在魔窟入口处 不能让一头异兽逃出魔窟 其余人随我身入魔窟斩杀异兽 是 部长 曹山 将太平等人又齐声应道 诸位 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能不能保住久安市 就看我们的了 秦战继续道 久安市中有我们的亲人朋友 还有无数居民 我们必须拼尽全力 阻止异兽踏出魔窟 也必须拼尽全力 撑到南山省所派之人赶来所以 拜托诸位了 清尽全力 不负所托 曹山率先开口 清尽全力 不负所托 将太平 苏七七等久安分部之人 紧跟着开口 秦战没再多说什么 他紧紧盯着逐渐减弱的龙卷风 脸颊上满是凝重 曹山 江太平等人 也看向逐渐减弱的龙卷风 他们的脸颊上 也满是凝重 和所有人不同的是 江太平的脸颊上 除了凝重外 还有着一抹激动 快速提升修为的机会来了 不知道这一次 他的修为能提升到什么地步 在众人的注视下 龙卷风逐渐减弱 迟至消失不见 在龙卷风彻底消失的那一刻 秦战的大喝声 就随之响起 诸位 随我一起进入魔窟 话音落下 秦战率先跳入龙卷风 形成的大洞中 江太平 曹山 苏七七等人 随之跟上 龙卷风形成的大洞足 有百米之身 如此高度 就这么直接跳下去 修为低一些的人 即使没被摔死 也会被摔个半身不随 但秦战敢让众人 就这么往下跳 自然不是让众人送死的 位于最下方的他 身体一震 一股无形气静 就弥马出 那无形气静 拖着江太平 苏七七等人 给众人一股脚踏实地 仿若坐着电梯 往下方降落的感觉 很快 秦战 江太平等人 就降落至大洞底部 大洞底部非常大 直径 足有上千米之宽 在大洞的一边 有一片巨大的黑色光幕 那是进入异兽之星 所开辟空间的入口 走 秦战大手一挥 就朝黑色光幕冲去 江太平 曹山 苏七七等人 随之跟上 但还没等他们 冲到黑色光幕前 一头头一兽 不说 挥拳就朝刚刚 冲出黑色光幕的异兽 轰去 苏七七等人 因为尽力无法外放 只能随着秦战 继续冲向黑色光幕 江太平 则随手一翻 太俄十二飞剑的剑侠 就在他手中 凭空浮现 大敌当前 他已经顾不得再藏桌了 下一刻 剑侠打开 太俄十二飞剑腾空而起 朝冲出黑色光幕的异兽 暴射而去 与此同时 太俄十二飞剑的剑侠 又在他手中 刚刚诞生的异兽 都是F级修为 岂能挡住秦战和曹山的攻击 但凡被两人攻击 轰重的异兽 进阶被轰成了渣渣 墨绿色的血液见射而出 顷刻间 就将黑色光幕前方的地面 染成了墨绿色 嗖 嗖 嗖 下一刻 太俄十二飞剑随之赶到 仿若有一只无形的大手 操控着太俄十二飞剑 他们在黑色光幕前来回穿梭 一剑一个 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疯狂屠戮着 刚刚冲出黑色光幕的异兽 与此同时 抽奖万界系统的提示音 也接连不断在江太平脑海中响起 郑玉继续出手的秦战和曹山 被这一幕震惊了 一时间都忘了继续出手攻击 久安分布之人 也是满脸的错愕 紧跟着 他们不约而同 扭头看向江太平 虽然刚刚他们的注意力 都在黑色光幕上 没人注意到江太平的出手 但他们都知道 江太平有一手操控飞刀的绝技 所以他们瞬间就想到了江太平 只是这特么能称之为飞刀绝技 哪种飞刀绝技 能同时远距离操控这么多飞刀 而且还带拐弯的 苏七七则有些诧异的 看了江太平一眼 这家伙竟然不低调了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江太平是喜欢低调 但需要出手的时候 江太平从未犹豫过 就如搜寻异兽时 江太平救下赵丽娟和他一样 感受到秦战等人看来的目光 江太平善善道 大家看着我做什么 赶紧冲啊 秦战 曹山 苏七七等人不约而同翻了翻白眼 你说我们看着你做什么 你个大忽悠 你小子没在藏桌 我很欣慰 秦战说道 曹山 苏七七等人都明白 秦战为何这么说 平日里低调藏桌 无伤大雅 也造成不了什么影响 但关键时刻 可不是低调藏桌的时候 否则就是这大局于不顾了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脸颊上有着一抹尴尬 且不说现在的局势很危险 不是藏桌的时候 单单眼下 是他提升修为的大好机会 他就不可能继续藏桌 否则如何提升修为 只不过 这是没法说出来 他就只是笑笑不说话 秦战也没有在说什么 脉步就朝黑色光幕冲去 曹山 苏七七等人随之跟上 秦战和曹山都没有在出手 这倒不是他们不想出手 而是根本无需他们出手 太厄十二飞剑 在黑色光幕前来回穿梭 但凡有一兽 走出黑色光幕 就会被太厄十二飞剑 瞬间斩杀 没有一只异兽 能走出黑色光幕一米范围 很快 秦战 江太平 曹山 苏七七等一行人 就冲至黑色光幕前 你们先在这里等着 秦战吩咐道 我先进去清扫异兽 等没有异兽走出 你们再进入 曹山 苏七七等人点了点头 没有多言 江太平则说道 部长 我和你一起进去吧 秦战下意识就想拒绝 但看到黑色光幕前 来回穿梭的太厄十二飞剑 他又将一道喉咙边的话语 咽了下去 江太平斩杀异兽的速度极其之快 若是有江太平帮忙 就可以快一点 将魔窟出口处的异兽清扫一空 从而尽快让曹山等人 踏入魔窟 好 跟在我后面 小心一点 魔窟中的异兽 可是很多的 秦战叮嘱道 部长 我会的 江太平点了点头 走 秦战没再耽搁 迈步踏入黑色光幕 将太平随之跟上 与此同时 他随手一招 太厄十二飞剑倒飞而回 落在他手中 踏入黑色光幕 江太平面色就陡然一致 只见诺大的空间中 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异兽 那数量看着 就让人有些头皮发麻 背后直冒寒气 此时 江太平突然明白 为何魔窟刚刚现实 诞生的异兽修为都不高 秦战还满脸凝重 这异兽 哪里只是很多 分明是多得不像话呀 俗话说 蚂蚁多了 也能咬死相 面对如此之多的异兽 量变引发质变 在死战不退的情况下 已经不是修为 高就有用的 别说秦战 只有C级修为 就是秦战是B级修为 也不敢有丝毫轻视 小江 磨蹭什么呢 赶紧动手 秦战大声喝道 闻言 江太平顿时从发愣中 回过神来 杀 江太平大喝一声 太厄十二飞剑爆射而出 疯狂涂入着周围的异兽 此时 江太平那漆黑的双眸中 充斥着绿油油的光芒 脸颊上 也满是激动和兴奋 异兽太多了 若是能将这么多异兽全部斩杀 哪怕都只是F级修为的异兽 他的修为 也可以暴涨一大截 但也正是因为异兽太多了 他和秦战 刚刚将周围的异兽屠露一空 后面的异兽就蜂拥而来 瞬间就已挤满 刚刚被他们清空的范围 如此接连不断 周而复始 再这么下去 不是办法 江太平皱了皱眉头 异兽太多了 而且 一个个汗不畏死的 朝魔窟出口冲来 他们想要清空魔窟 出口附近的地狱 给曹山 苏七七等人 腾出进来的空间 几乎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 江太平一边控制 太俄十二飞剑斩杀异兽 一边皱眉思索 片刻后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扭头看向周围 魔窟出口周围的土墙 成道八字形 朝远方延伸而去 越远离出口宽度越宽 而他周围的宽度 只有十数米 再往前一些 也就不到二十米的宽度 下一刻 他的双眸陡然变亮 他想到办法了 部长 退到我这里 江太平大声喝道 闻言 秦湛有些不解 他不明白 江太平为何让他退回来 但他没有多想 也没有犹豫 第一时间 就朝江太平这边后退 部长 清空飞剑后面的异兽 说话间 江太平心神一动 在异兽中来回穿梭的 太俄十二飞剑就腾空而起 然后在十数米开外的地方 排成一字形 继而成一字形 来回急速穿梭 太俄十二飞剑穿梭的速度 闪电横跨在前方十数米开外一样 刹那间 十数米开外的地方 就被太俄十二飞剑 清空出一条一字形的真空地带 但凡靠近的异兽 皆被太俄十二飞剑斩杀 无一只异兽 能跨过太俄十二飞剑组成的一字剑阵 这也使得更远处的异兽 被死死拦在十数米开外的地方 剑状 秦湛瞬间明白了江太平的想法 江太平用飞剑组成一字剑阵 将异兽阻拦在十数米开外的地方 不让异兽靠近魔窟出口 从而给曹山 苏七七等人腾出进来的空间 意识到这点 秦湛很庆幸答应江太平的要求 带江太平一起进来 否则单凭他一人之力 面对如此之多的异兽 想要给曹山 苏七七等人腾出进来的空间 绝非一事 刷 秦湛没有磨蹭 他抬手朝前拍出 一巴掌又一巴掌 接连不断 短短片刻时间 魔窟出口十数米范围内的异兽 就被他清扫一空 部长 我拦着异兽 不让他们靠近 江太平快速说道 你去通知堂主队长他们 让他们赶紧进来 好 秦湛应了一声 就转身朝魔窟外走出 看到秦湛出来 等在魔窟外的曹山 苏七七等人军事一愣 他们不明白 出来的为何是秦湛 而不是江太平 部长 江太平呢 苏七七问道 他在阻拦异兽 也已给你们腾出落脚之地 我们赶紧进去吧 秦湛有些尴尬的解释 身为部长的他 没在阻拦异兽 却让江太平阻拦 此事让他着实有些汗眼 曹山 苏七七等人一阵恶然 为何是江太平在阻拦异兽 而不是秦湛 看到曹山 苏七七等人一个个满脸猛逼 秦湛就意识到众人在想什么 不过这会不是解释的时候 他快速说道 我知道你们在疑惑什么 你们进去看看 就知道了 都别磨蹭了 赶紧随我进入魔窟 话音落下 秦湛就转身踏入黑色光幕 曹山 苏七七等人一个个满头雾水的跟了上去 进入魔窟 曹山 苏七七等人顿时一阵目瞪口呆 只见江太平一人站在魔窟出口处 在江太平前方不远处 有一道银子的闪电 疯狂屠鹿着想要冲过来的翼兽 死死把翼兽阻拦在十数米开外的地方 这一幕让他们陡然明白 为何出去通知他们的是秦湛 而不是江太平 都别愣着了 赶紧动手 斩杀翼兽 秦湛提醒到 一旦低级翼兽达到一定的数量 就会有高等级翼兽诞生 我们必须尽可能快地斩杀翼兽 不给翼兽之星诞生更高等级翼兽的机会 话音落下 秦湛就抬手接连朝前拍出 一道道巨大的掌影 自他手掌上脱离而出 拍像被一字见证阻拦的众多翼兽 每一道掌影落下 就有一大片翼兽 被拍成渣渣 闻言 苏七七等人顿时从惊恶中反应过来 然后就朝翼兽冲去 曹山则站在魔窟出口 以防有漏网之鱼冲出魔窟 不过他也没有闲着 如同擒战一样 一掌又一掌 拍像被一字见证阻拦的翼兽 苏七七等人往前冲了几步后 又不约而同停下 然后一个个大眼瞪小眼 一副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模样 见状 擒战催促道 你们磨蹭什么呢 赶紧斩杀翼兽啊 不着 我们也想赶紧斩杀翼兽 但没法杀呀 苏七七苦笑道 所有翼兽都被拦在那里 我们又无法远程攻击 如何杀 擒战顿时恍然大悟 他能远程攻击 一时间都忘了苏七七等人的修为 还没达到六星地级 无法做到尽力外放 而无法尽力外放 翼兽又被江太平用一字剑阵拦着 苏七七等人想杀都没法杀 你们来到剑阵前 一字排开 斩杀翼兽 然后逐步推进 江太平的话语声紧跟着响起 等你们排好队后 我就解除剑阵队了 你们最好分为两队 轮流出手 这样能有一些休息的时间 若是可以的话 江太平很想一个人将这些翼兽全部杀了 这样他的修为就可以有更大的提升 但这会显然不能这么做 正如秦湛说的那样 他们必须抓紧时间 尽可能快地斩杀翼兽 不给翼兽之星诞生更高等级翼兽的机会 否则有更高等级的翼兽诞生 他们应对起来就会更加艰难 文言 苏七七等人的双眸陡然变亮 然后就快步跑到一字剑阵旁边 还如江太平说的那样 自发地分成了两队 轮流出手 斩杀翼兽 看到苏七七等人战好队形 江太平就收回太厄十二飞剑 部长 堂主 你们注意点 别打到我 江太平提醒秦湛和曹山一声 就朝排着队的苏七七等人跑去 秦湛和曹山都有些猛 他们在斩杀翼兽 怎么会打到江太平呢 不过下一刻 他们就明白了 这剑跑到苏七七等人身边的江太平纵身一跃 就自苏七七等人的头顶跳过 与此同时 太厄十二飞剑爆射而出 瞬间就清空了前方一大片异兽 下一刻 江太平就落在太厄十二飞剑清空的地狱中 紧跟着 太厄十二飞剑围绕着江太平急速旋转 斩杀那些想要靠近的异兽 在太厄十二飞剑的急速旋转下 无一只异兽能靠近江太平身边 太平 你这么做太危险了 苏七七大声喊道 队长 没事的 江太平说道 别忘了 我对危险的感应可是极其敏锐 若是察觉到危险 我会第一时间退回来的 苏七七没再劝说 他叮嘱道 那你小心点 放心吧 队长 不会有事的 江太平又看向秦湛和曹山 叮嘱道 部长 唐主 我这小身板可承受不住你们的一巴掌 若是我没死在异兽手里 却死在你们手里 就太冤枉了 秦湛和曹山满头黑线 他们又不是瞎子 岂会攻击江太平 赶紧杀你的异兽去 秦湛没好气的说道 扑痴 哈哈 苏七七等人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你都提醒了一遍 至于再提醒第二遍吗 原本很是压抑的气氛 被江太平这么一搞 瞬间就变得轻松了很多 江太平没再多言 他大踏步朝前冲去 太俄十二飞剑随之而动 紧紧围绕在江太平周围 收割着想要靠近的异兽的生命 伴随着江太平的前进 太俄十二飞剑的旋转范围不断变大 要知道范围越大 单位时间内斩杀的异兽就越多 不过太俄十二飞剑的旋转范围 没有无限增大 在达到直径十米范围时 就停止增长 这倒不是江太平 不想继续增大太俄十二飞剑的旋转范围 而是以他目前的实力 在扩大范围就无法及时斩杀 想要靠近的异兽 若是有异兽突破太俄十二飞剑形成的封锁 他就得分心应对突破封锁的异兽 那样的话 不仅耽误时间 还会打乱他的节奏 更会降低他斩杀异兽的效率 与此同时 剑纹色霸气全力施展 时刻注意着周围的动静 江太平刚刚说不会有事 不只是安慰苏七七 也是有把握的 凭借剑纹色霸气的感应 他能清楚感应到周围异兽的修为 若是有超出他能对付的异兽出现 他第一时间就可以察觉 然后就可以及时抽身 躲避危险 江太平所过之处 周围的异兽 皆被急速旋转的太俄十二飞剑斩杀 这也导致江太平所过之处 留下了满地的异兽尸体 看着江太平在密密麻麻的异兽中 犹如无人之境一般 横冲直撞 秦湛和曹山两人都被震惊得不轻 他们不是第一次进入魔窟 但像江太平这样 冲入密密麻麻的异兽中 疯狂屠戮异兽的情况 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小子都给我一种 为斩杀异兽而生的感觉 这特么完全就是一台 行走的杀戮机器啊 秦湛忍不住感叹道 为斩杀异兽而生 这句话说的实在太恰当了 甚至若非他们清楚知道 这领我哭 他们都会觉得 江太平来这里是游玩的 因为江太平杀起异兽 实在太简单了 诸位 F1都如此勇猛 我们可不能落后杀啊 秦湛大声喝道 苏七七等人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之前 你喊江太平 要么喊小江 要么喊太平 要么喊全民 如今却以序列号F1 称呼江太平 这绝对不是口误 而是故意以江太平的序列号 刺激他们 要知道他们的序列号 最低都是字母 一开头这老家伙 实在太坏了 事实正如苏七七等人想的那样 秦湛这回提起江太平的序列号 就是为了刺激苏七七等人 而他的刺激也非常有效 苏七七等人 一个个都卯足了劲 杀得更起劲了 毕竟他们的修行天赋 都比江太平要高 最起码 明面上是这样 虽然他们无法像江太平那样 横冲直撞 但他们也不可能落后太多 否则岂不是让人笑话 伴随着苏七七等人的发力 前方的异兽 顿时被众人屠露一空 然后他们就借机朝前推进 以此让更多的人 参与到斩杀异兽中 没多久时间 苏七七等人 就朝前 推进了十数米的距离 此时 他们所在位置的宽度 已经达到五十米之宽 苏七七等人 没有再度朝前推进 这倒不是他们不能 而是人手有限 再往前推进 就无法形成 两对轮流出手的局面 那样就会导致有异兽 突破他们的封锁 江太平则依然在异兽群中 横冲直撞 疯狂涂入着周围异兽 闲暇之余 他还召唤出 抽奖万界系统 美滋滋地盯着看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一级 气血 1568卡 从进入魔窟到现在 还没过去多久时间 江太平的气血 就从970卡 涨到1568卡 足足涨了将近600卡 说是暴涨都不为过 这还是因为 异兽都是低星F级修为 每斩杀一只异兽 只能强制吸收一卡气血的缘故 若非如此 江太平的气血 会增长得更多 不过1568卡 只是现在的数值罢了 伴随着一头又一头异兽 被江太平斩杀 他气血的数值 每时每刻都在发生着变化 看着接连跳动的气血数值 江太平的脸颊上 满是灿烂的笑意 爽 实在太爽了 以前觉得 在猎魔猿提升修为就够快了 现在看来是我孤落寡闻了 还是在魔窟提升修为快啊 江太平忍不住扎了扎嘴巴 在猎魔猿斩杀异兽提升修为时 他还得四处寻找异兽 但在这里 举目望去 周围都是异兽 根本不用寻找 他只需控制太鹅十二飞剑 横冲直撞就可以了 依照这速度 今日 破进入二星地级 绝非难逝 甚至还有可能 破进入三星地级 四星地级 江太平在心里放声大笑 他继续如推土机一般 到处横冲直撞 哪里异兽多 就往哪里跑 哪里异兽多 江太平突然一愣 周围不都是异兽吗 他为何要往异兽多的地方跑 看了看周围 江太平顿时意识到一丝不对 周围的异兽 没有之前那么拥挤了 甚至有些地方 还变得有些稀松 这就意味着异兽之星 诞生异兽的速度降低了 是无法立即诞生异兽 还是异兽之星 察觉到能量减少 不愿再诞生异兽了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对此 他有些无法肯定 毕竟 他对异兽之星 不是很了解 甚至还是今天第一次听说 稍加思索 江太平看向秦湛问道 部长 你知道异兽之星诞生 F级修为的异兽 需要多少时间吗 秦湛不知道江太平 为何突然问起此事 但他还是如实说道 这个无法确定 但依据经验判断 异兽之星开辟完空间 才会诞生异兽 而刚当现实的魔窟中 就有这么多 F级修为的异兽 可见 异兽之星诞生 F级异兽的速度极其之快 江太平皱了皱眉头 若秦湛所说属实 恐怕是异兽之星 察觉到能量减少 不愿再诞生异兽了 小江 你为何问起此事 秦湛询问道 部长 你有没有发现 异兽数量和之前相抵 少了很多吗 江太平反问道 闻言 秦湛顿时一愣 他看了看周围 恶然发现 异兽的数量和之前相抵 确实少了很多 而他刚刚只顾着 尽快斩杀异兽 就没有注意到此事 部长 其他新出现的魔窟 有出现没杀多久 异兽数量就减少的情况吗 江太平又问道 秦湛想了想 倒 没有我经历过三次新魔窟现实 每一次都是拼死阻拦 杀得筋疲力尽 直到A级强者赶到 镇压魔窟 才宣告结束 不是恐怕 而是异兽之星 真的不愿再诞生异兽了 江太平暗叹一声 虽然这只是他的推测 但依据秦湛所说 他很肯定 他的推测是对的 必须抓紧时间 斩杀更多异兽了 江太平目光微微一闪 就朝异兽更多的地方冲去 异兽之星不再诞生新的异兽 现在的异兽 就杀一只少一只 他必须抓紧时间 尽可能地斩杀异兽 提升他的修为 擒眨眉头紧锁 他也想到了 异兽之星不再诞生新的异兽 但他不明白的是 异兽之星 为何不再诞生新的异兽 对此 他百思不得其解 这倒不是 他脑袋瓜子笨 而是夜行人 一直在寻找 减少异兽之星能量的办法 但这么多年都没有找到 他一时间根本不会往这方面想 伴随着杀戮的继续 异兽数量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快速减少着 这也让江太平更加肯定 异兽之星察觉到能量减少 不愿再诞生新的异兽 此时 江太平有些郁闷 异兽之星不再诞生新的异兽 所剩的异兽又没有多少 他想借此机会 踏入三星地极 买至四星地极的想法 怕是要泡汤了 甚至能不能踏入二星地极 都不一定 看了看周围所剩无几的异兽 江太平稍加犹豫 一道大吼声 就自他口中吐出 你们都别杀了 让我来 听到江太平的大喝声 秦战 曹山 苏七七等人军事一乐 他们不明白 江太平为何让他们别杀了 苏七七率先反应过来 他大声喝道 听他的 我们都别杀了 他不知道江太平为何这么说 但他相信江太平这么说 必定是有原因的 还是队长好啊 江太平忍不住暗叹一声 不过他这么做 除了斩杀异兽 能提升修为 获得抽奖卡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 其他人斩杀异兽 没什么用 或者说 其他人无法吞噬异兽之心的能量 但他能吞噬异兽之心的能量 从而阻止异兽之心 继续开辟空间 诞生更多异兽 这可谓是一举两得 众人面面相去 然后不约而同看向秦战 那模样 显然是等着秦战下达命令 停手 我们只阻拦 留着给小江煞 秦战果断说道 他也不明白 江泰平为何那么说 但苏七七也这么说 肯定是有着他不知道的原因 不过他心头 应有一个猜测 江泰平那么说 应该是斩杀异兽 能得到好处 否则谁杀都是杀 为何要亲自杀呢 还有 江泰平是他的人 今天江泰平又立了大功 异兽数量也变少 无需担心 有高阶异兽诞生 没必要违背江泰平的意思 让江泰平心里不痛快 听到秦战的命令 众人果断改变打法 只阻拦异兽 却不斩杀异兽 江泰平没再让太阿十二飞剑 围绕着他旋转 异兽数量变少 这么做 已经无法将杀敌效率最大化 所以他果断改变打法 让太阿十二飞剑四散而出 追杀异兽 伴随着江泰平 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屠戮异兽 异兽的数量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减少着 秦战紧紧盯着江泰平 眼眸中有着一抹思索 下一刻 他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你为何要让我们听那小子的 秦战低声问道 部长 江泰平不是无地放始之人 他那么说肯定是有原因的 只不过 我们不知道罢了 但江泰平是自己人 为何不听他的呢 苏七七解释道 秦战愣了愣 他还以为苏七七知道原因呢 现在看来 苏七七也不知道 对了 七七 那小子承认猎魔猿之事了吗 秦战又问道 没有不是 应该是我没有再问过此事 但可以肯定的是 那日屠露了近百只异兽之人 99.99% 就是他 苏七七没有把话说得很绝对 他给自己留了 0.01%的转环余地 不过都99.99%了 这和绝对也没什么区别 秦战点了点头 眼眸中有着一抹想掩饰 却无法掩饰的激动 刚刚他想到了 猎魔猿的狼腰违背规则 走出活动范围之事 当时他就觉得 事情有些不对劲 只是那回他想不明白 到底是哪里不对劲 今日 刚刚现世的这座魔窟 又出现反常情况 他就想到了一种可能 也许他刚刚所说 一点都不错 江太平真是为了猎杀异兽而胜 或者说 江太平有减少异兽之心能量的能力 唯有如此 才能解释 猎魔猿的狼腰 为何不惜违背规则 也要走出活动范围 也才能解释 当当现世的这座魔窟 为何情况有些反常 部长 你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苏七七问道 没有 我突然想起此事就问了一下 秦战果断否认 他如此说 并非是信不过苏七七 而是这是太重要了 越少人知道越好 否则一旦消息走漏 异兽和异界图 绝对会不惜一切代价 针对江太平 苏七七满脸狐疑地看了看秦战 他总觉得 秦战有什么事瞒着他 但秦战不说 他也没什么办法 而他也没有继续追问的想法 因为秦战不想告诉他 问了也是白问 此刻 秦战的心头很是激动 也很是庆幸 激动是因为 和异兽争斗这么多年 夜行人无时不刻都在寻找 减少异兽之心能量的办法 但却一直没能找到 是让他们都有些绝望 毕竟无法减少异兽之心的能量 就无法阻止异兽之心 继续开辟空间 也无法阻止异兽之心 诞生更多的异兽 这也导致 想要摧毁魔窟 变得越发艰难 如今 他终于看到了摧毁魔窟 将异兽赶尽杀绝的胜利曙光 庆幸 则是因为他看在苏七七的面子上 让江太平参加了裂魔堂考核 也不顾裂魔堂的潜规则 让江太平加入裂魔堂 否则他就将一个 可能改变局势之人 拒之门外 那时 他必将成为夜行人 龙国 乃至整个世界的罪人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他多虑了 即使他以F级修行天赋 无法参加裂魔堂考核为由 将江太平拒之门外 江太平也会提升修行天赋 继续参加裂魔堂考核的 没多久时间 江太平就将剩余的异兽 屠戮一空 至此 原本被异兽充斥的诺大空间 变得空荡荡的 江太平召唤出抽奖万界系统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地级 气血 2066卡 2066卡堪堪达到二星地级 大目标没有完成 但总算是完成了一个小目标 江太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秦战 曹山 苏七七等人则长松一口气 他们的脸颊上都充斥着浓浓的激动 在得知有新魔窟现实时 他们都认为一场浩劫即将来临 甚至 他们都做好了战死的准备 但让他们没想到的是 这场浩劫 没伤一兵一卒 就轻松化解了 然而所有人中只有秦战知道 这场浩劫 能如此轻松地化解 都是江太平的功劳 否则 他们就是拼死抵抗 累得筋疲力尽 也未必能撑到南山省总部所派之人赶来 诸位 危机暂时解除 但也只是暂时解除 秦战说道 有一兽之星在 这里早晚都会形成新的魔窟 为了避免此事发生 接下来 大家还要寻找一兽之星 争取找到一兽之星 毁了这座魔窟 只是他嘴上这么说 心里却苦笑不已 因为想要在已形成的魔窟中 找到一兽之星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否则这么多年 夜行人也不会没有摧毁 一座已成形的魔窟 是 部长 曹山 江太平 苏七七等人 齐声应道 众人的脸颊上 都充斥着浓浓的兴奋 今日 他们已经化解一场浩劫 若是能找到一兽之星 他们就可以再摧毁一座魔窟 而此事想想 就让人激动不已 和所有人不同的是 曹山 江太平 和苏七七 没有那么乐观 他们对异兽之星 都有所了解 清楚知道 想要找到异兽之星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部长 异兽之星是什么 如何寻找异兽之星 有人问到 异兽之星 是异兽诞生的能量源泉 异兽之星 和寻常的石块差不多 肉眼无法分辨 但有可能也有例外 你们注意 脚下的地面 有没有什么异常 在用腕表感应地面上 是否有异兽的气息 若是有异常或者腕表 感应到异兽的气息 很可能就是异兽之星 分散寻找 注意着周围 以免有异兽突然出现 勤战没有过多解释 以免打击众人的积极性 是 部长 众人应了一声 就四散开来 寻找异兽之星 老曹 你带几个人守在出口 以免有异兽突然出现 闯出魔窟 勤战吩咐道 是 部长 曹山应了一声 看向江太平 道 小江 你和我一起守在魔窟出口吧 堂主 我还是寻找异兽之星吧 江太平果断摇头 他明白 但拥有剑文色 霸气的他 搜寻异兽之星 比别人更为方便快捷 岂能和曹山 一起守在魔窟出口 被江太平拒绝 曹山也没抢求 他带了几个人 就朝魔窟出口走去 秦战看向江太平 他张了张嘴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什么都没有说 这里是魔窟 不是说话的地方 还是等出去再说吧 江太平 则打量着魔窟的情景 之前 他只顾着斩杀异兽 都没有好好打量这座魔窟 因为刚刚成形的缘故 这座魔窟的范围不是很大 但范围也不小 宽度越往里越宽 最宽处足有上千米 长度则有两三千米之多 至于高度 抬头望去 就如外界的天空一样 一望无际 而且空中还悬挂着一轮太阳 但这轮太阳 不是外界的火红色 而是墨绿色的 也正是因为 这轮墨绿色太阳的存在 魔窟位于地底百米之深 却一点都不暗 而且如同白昼一样敞亮 只不过 周围都充斥着淡淡的绿色光芒 不长 魔窟位于地底百米处 怎么会有天空存在 将太平问道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菩提 勤战解释道 小江 异兽之心开辟的空间 严格来说 不能称之为空间 而该称之为一方世界 只不过这方世界刚刚成形 范围并不大罢了 若是你有机会 进入那些时间久远的魔窟 就会发现 那些魔窟一望无际 而且 有山有水 有花有草 有陆地 有海洋 有森林 看起来就和我们的世界 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异兽之心开辟的世界 不像我们的世界 那么绚丽多彩 而是一片枯败 毫无生机 就如猎魔园里的情景一样 将太平恍然大悟 这里竟然是一方世界 难怪天空那么高 还有太阳存在 走到旁边的土墙处 他抬手摸了摸 恶然发现 看着凹凸不平的土墙 竟然极其光滑 他又用飞剑戳了戳土墙 又恶然发现 土墙竟然极其坚硬 连飞剑都戳不进去 小江 那里看着是墙壁 实则并非是墙壁 而是异兽之心 开辟出的 这方世界的边缘 其坚硬程度 连S级强者 都难以伤其分毫 秦战说道 江太平有些尴尬 之前他还认为 旁边的土墙 是地底的泥土呢 此时 魔窟出口的黑色光幕 突然一阵闪烁 紧跟着 一大群人 就出现在魔窟内 这些人 都是久安分布的人 看到魔窟中一片祥和 连一只异兽的影子 都没有 这些人均是一愣 不是说新魔窟县市 是一场浩劫吗 为何如此安静 不过看到地面上 那满地的异兽尸体 他们瞬间 就意识到 不是这里安静 而是这里的异兽 都被杀完了 才会这么安静 堂主 这什么情况 有人忍不住问道 异兽都被杀完了呗 曹山没有过多解释 他把寻找异兽之心的方法 告知众人 就催促众人 赶紧去寻找异兽之心 众人面面相去 他们隐隐感觉到 他们错过了一出 非常精彩的好戏 不过这会不是 多想的时候 他们就四散开来 寻找异兽之心 江泰平也没再耽搁 开始寻找异兽之心 不过和其他人的 仔细搜索不同的是 他在魔窟内快速走着 凭借见纹色霸气的感应 他只需走过 就可以判断出 方圆70米范围内 是否有异兽的气息 是否有异常存在 根本无需像其他人那样 仔细搜索 花了一两个小时的时间 江泰平把整个魔窟逛了一遍 但他什么都没有发现 稍加思索 江泰平又开始走动 这一次 他没有再感应周围地面上 有没有异兽气息和异常存在 而是将剑纹色霸气伸入地底 感应地底 有没有异兽气息和异常存在 又花了一两个小时 江泰平又把整个魔窟逛了一遍 但他依然没有什么发现 想了想 江泰平看向秦战问道 部长 异兽之心会移动吗 不会 秦战说道 夜行人做过实验 将异兽之心放置在地底 在周围设置封印 来判断异兽之心会不会自主移动 但过了很久 异兽之心还是待在原来的地方 江泰平皱了皱眉头 刚刚他突然想到 若是异兽之心会移动 想要找到异兽之心就难了 毕竟异兽之心可以转移到他搜索过的位置 以此来躲避他的搜索 但异兽之心不会移动 他又将整座魔窟地毯式搜索了两遍 为何找不到呢 是异兽之心隐藏在地底深处 超出了剑纹色霸气的感应范围 还是异兽之心隐匿异异兽气息的能力太强 能躲过剑纹色霸气的感应 但不管是哪种原因 都意味着他想要找到异兽之心怕是难了 不对 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搜寻 江泰平猛然抬头看向曹山等人所在的方向 看到江泰平看向他们 曹山等人都有些猛 你不赶紧去寻找异兽之心 盯着我们看什么 但还没等他们开口询问 就看到江泰平朝他们走来 刚刚江泰平突然想到还有一个地方没有搜寻 那就是魔窟出口周围 这倒不是他忘了此事 而是他觉得异兽之心不会藏在魔窟出口周围 毕竟魔窟出口是人类进入魔窟的必经之地 不是一个合适的藏身之所 但将魔窟地毯式搜寻两遍 都没有找到异兽之心 他觉得还是将魔窟出口周围搜寻一遍为好 万一异兽之心反其道而行之 就藏在魔窟出口周围呢 看到江泰平走向魔窟出口 情战思索了一下 迈不跟了上去 苏七七说江泰平不是无地放屎之人 不管做什么事都有原因 再加上江泰平问的问题很是尖锐 他就有些怀疑江泰平是不是发现了什么 曹山等人满脸古怪 江泰平看他们倒也罢了 怎么还朝他们走了过来 小江 你是不是改变主意 想和我一起守着魔窟出口 曹山调侃道 不是 江泰平摇了摇头 开始用剑纹色霸器搜索魔窟出口周围 此时江泰平有些紧张 若是在魔窟出口周围也找不到异兽之心的踪迹 他们想找到异兽之心 毁了这座魔窟就难了 那时 他们怕是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座魔窟逐渐壮大 片刻后 江泰平的双眸陡然变亮 凭借剑纹色霸色 他清楚感应到地底二十米左右的地方 有一块巴掌大小 看起来和寻常石头没什么两样的石头 散发着微弱的异兽气息 能散发异兽气息的除了异兽异解图外 也就异兽之心了 那块巴掌大小的石头显然不是异兽 也不是异解图 这就意味着那块石头很可能就是异兽之心 终于找到你了 江泰平心里很是激动 但他并没有被激动冲昏头脑 稍加思索 他看向秦湛 道 不着 让所有人离开魔窟 他有些担心取走异兽之心 这方世界就会崩溃 那样的话 众人很可能会随着这方世界的崩溃而陨落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还是让所有人离开魔窟为好 好 秦湛没有多问 果断答应下来 他看向正在搜寻异兽之心的众人 道 苏七七等人都有些不解 他们不明白秦湛为何让他们停止搜寻异兽之心 离开魔窟 但这是秦湛的命令 他们都没有耽搁 纷纷朝魔窟出口赶来 然后离开魔窟 苏七七本想依照秦湛的命令离开魔窟 但看到江泰平站着不动 他又停了下来 七七 你磨蹭什么呢 赶紧走啊 秦湛催促道 部长 太平不走 我也不走 苏七七说道 秦湛有些无语 什么叫江泰平不走 你也不走 江泰平留在这里是有原因的 你留在这里做什么 部长 让队长留下吧 江泰平说道 他了解苏七七 这妮子有时候就是一根筋 不是想劝就可以劝的 再个 他们就站在魔窟出口 若是有情况发生 完全可以立即离开魔窟 听江泰平这么说 秦湛就没再劝说苏七七离开 带着所有人离开 魔窟中 只剩下江泰平 苏七七 秦湛和曹山四人 老曹 你出去照顾着那些小家伙 秦湛说道 曹山有些郁闷 他隐隐感觉到 江泰平应该是 找到了异兽之心 他想留在这里看看 但秦湛所说很有道理 外面的那些小家伙 修为都不高 若是发生什么事 确实需要有人照看着 好的 部长 曹山满脸郁闷地应了一声 就走出魔窟 小江 是找到异兽之心了吗 秦湛问道 应该是找到了 江泰平没有把话说得太肯定 万一那块石头 不是异兽之心 他说得太肯定 岂不是就打脸了 秦湛的脸颊上 浮现出一抹激动 刚刚江泰平 让他吩咐所有人 离开魔窟时 他就想到 江泰平很可能 找到了异兽之心 否则江泰平 为何要让众人放弃 寻找异兽之心 离开魔窟呢 而他也明白 江泰平为何要让众人离开 这是担心 取走异兽之心 导致这方世界崩溃 杀 江泰平心神一动 手中的太阿十二飞剑 就腾空而起 然后朝地面暴尸而去 这方世界的边缘 很是坚硬 但地面却如外界的地面一样松软 太阿十二飞剑 又极其锋利 刺入地面 就如刺豆腐一般 很是轻松 很快 太阿十二飞剑 就将地面挖出一个深洞 到达那块散发着 异兽气息的巴掌大小的石头附近 然后拖着那块石头飞了出来 杀 江泰平抬手抓住 黑不溜秋的石头 又收起太阿十二飞剑 他盯着黑不溜秋的石头看了看 除了有异兽气息外 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 他又看了看周围 好像也没什么动静 不着 这块石头上有异兽的气息 他是不是异兽之心 江泰平问道 这个还不知道 秦湛说道 但是不是异兽之心很好验证 把他带出魔窟就知道了 那就带出去看看呗 江泰平说着 就朝魔窟外走去 等等 秦湛喊住江泰平 提醒道 小江 若这块石头不是异兽之心 倒也罢了 若他若真是异兽之心 就这么带出去 消息又泄露的话 你知道会是什么后果吗 文言 江泰平陡然一愣 然后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后怕 他只顾着验证 是不是异兽之心 却忽略了 他找到异兽之心的消息泄露后 引发什么样后果 可以想象的是 一旦消息泄露 他必将成为异界图和异兽攻击的目标 小江 这回还不是你暴露的时候 我来背这个锅吧 秦湛又说道 那就多谢部长了 江泰平没有跟秦湛客气 将手中黑不溜秋的石头 交给秦湛 小胳膊小腿的他 经不起异兽和异界图的折腾 还是让秦湛这条大粗腿来抗吧 小江 你不用感谢我 我这么做 不单单是为了你 更是为了整个人类 走吧 我们出去 秦湛摇了摇头 脉步朝魔窟外走去 将太平和苏七七随之跟上 走出魔窟 将太平和苏七七的目光不约而同 落在秦湛手中的黑不溜秋石头上 紧跟着 他们就看到 那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爆发出璀璨的墨绿色光芒 与此同时 黑不溜秋的石头 一颗墨绿色的心脏 曹山等人都待在魔窟外的大洞中 他们看到秦湛 江太平和苏七七出来 下意识就想要询问 但话还没说出口 就被秦湛手上 黑不溜秋石头的变化所吸引 这只真的是异兽之心 秦湛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狂喜 苏七七 曹山等人的脸颊上 也面露狂喜之色 竟然真的找到了异兽之心 而失去了异兽之心 就意味着刚刚出现的这座魔窟废了 江太平倒是没有那么激动 因为他早就预料到 他找到的就是异兽之心 我们既然摧毁一座 已经成形的魔窟 这可是夜行人历史上 从未出现过的事 我们创造了历史 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情战放声大笑 激动的不能自已 在此之前 夜行人从未摧毁过任何一座 已经成形的魔窟 而此事就是无数夜行人心头的痛 如今摧毁第一座魔窟 摧毁第二座魔窟还会远吗 这一刻 他真的看到了摧毁魔窟 把异兽赶赶出家园的胜利曙光 苏七七 曹山等人也激动不已 他们都知道摧毁一座魔窟 意味着什么 杀 下一刻 秦战的目光就转移到江太平身上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这回江太平还不能暴露 然后他就又赶紧收回目光 此时此刻 秦战的心头满是震惊和不解 在此之前 他没有从黑不溜秋的石头上 发现什么异常 腕表也没有任何反应 而且 异兽之心 可是藏在地底很深的地方 江太平是如何发现的 不过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江太平在他心中的地位 直线上升 瞬间 就超过了所有人 是的 就是所有人 包括他自己 也在这一刻 他暗自发誓 无论如何 都要保护好江太平的安全 因为江太平是人类摧毁魔窟 把异兽赶出家园的希望 诸位 这是我们第一次 在成行的魔窟中 找到异兽之心 若是此事传出 必定会引起一截图和异兽的警惕 秦战严肃道 所以我找到异兽之心之事 侵人和朋友 若是有谁敢泄露 以背叛夜行人处置 虽然他已经帮江太平背下 找到异兽之心的锅 但此事有不少疑点 根本经不起仔细推敲 小心起见 他才叮嘱在场的所有人 而且还把此事上升到 背叛夜行人的高度 是 部长 众人齐声应道 其中就属江太平的声音 最为洪亮 曹山心头有些古怪 你确定是你找到了异兽之心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秦战这么做 并非是在抢攻 而是在保护江太平 和曹山一起守在魔窟出口的几人 也有些疑惑 他们有听到江太平 让秦战命令所有人离开魔窟的话 不过秦战这么说了 他们就没有多想 秦战没再多言 他抬手对着异兽之心 打了几个手印 异兽之心上 爆发出的璀璨墨绿色光芒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消失不见 最终 变为一块黑不溜秋的石头 不过不是之前的不规则形状 而是星星 部长 这是第一次 在成行的魔窟中 取走异兽之心 我们要不要进去看看异兽之心 取走后 魔窟中会有什么变化 曹山问道 我也在考虑此事 但此事有些危险 秦战说道 若是异兽之心被取走后 魔窟崩毁 我们进去后 怕事就出不来了 曹山点了点头 秦战的担忧不无道理 就在此时 一道身影 从大洞上方快速坠下 秦战第一时间注意到落下之人 在看清来人的模样后 他面露古怪之色 我们刚刚解决了这座魔窟 你就赶到 你这来的也太是时候了吧 江太平也注意到了来人 来人是一位老人 满头白发 身穿白色长袍 看起来有股先锋倒骨之感 下一刻 他的双眸就微微一眯 来人竟然是A级修为 这让他瞬间明白 来人就是南山省总部派来的 镇压魔窟的那名A级强者 太平 他是南山省总部副部长李天行 苏七七低声说道 李部长 秦战喊道 李天行点了点头 他看了看幽黑光目前的异兽尸体 又看了看周围站着的众人 不解道 秦战 你们不进入魔窟杀敌 站在这里做什么 李部长 我们以杀光魔窟中的异兽 还找到了异兽之心 秦战傲然道 你说啥 你再说一遍 李天行陡然一愣 那模样显然不是没听清秦战的话 而是有些怀疑他听错了 秦战没有说话 直接亮出了手中的异兽之心 没有什么话语 比异兽之心更有说服力了 看着秦战手中的异兽之心 李天行瞬间呆若目击 身为南山省总部的副部长 还是A级强者 他自然不是没眼力之人 所以他瞬间就看出 秦战手中的心形石头 就是异兽之心 而且他还感应到了 异兽之心上的封印 怎么可能 一道错恶声 自李天行口中吐出 黑色光幕前有异兽尸体 就意味着这座魔窟已经成形 而叶行人有史以来 还从未在成形的魔窟中 找到异兽之心 秦战是如何做到的 李部长 你不敢相信 也得相信 因为这就是事实 秦战得意道 李天行瞪了秦战一眼 他不是不知道 这就是事实 只是一时间 有些无法接受罢了 那个 秦战转移话题 李部长 现在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摆在我们面前 什么事 李天行问道 这可是我们第一次 从成形的魔窟中 找到异兽之心 而我们还不知道 把异兽之心带领魔窟后 魔窟中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秦战说道 李天行恍然大悟 此事确实重要 但进去看看 不就知道了 李部长 话是这么说 秦战说道 但万一魔窟崩毁 我们这小胳膊小腿的 进去怕事就出不来了 李天行满头黑线 虽然秦战没有明说 但那意思很明显 是想要让他进去看看 而他马不停蹄地赶来 是为了镇压魔窟 可不是给秦战当马前卒的 只是话再说回来 异兽之心 都被秦战带了出来 还镇压什么魔窟 而且秦战所说不无道理 若是魔窟崩毁 以秦战的实力 还真可能出不来 你小子行啊 都敢指派我了 李天行美好气地说道 李部长 我哪敢啊 秦战辩解道 我只是想着 能者多劳罢了 你小子都敢威胁我 还有你不敢的 李天行讥讽道 前段时间 他打电话 要求秦战 取消江太平列魔堂成员的身份 被秦战断然拒绝 然后他又以命令施压秦战 却被秦战以辞职为有反威胁 逼得他不得不退了一步 被李天行拆穿 秦战也不尴尬 他说道 李部长 这会不是说此事的时候 还请李部长进入魔窟一探 为夜行人获得新的情报 李天行额头上的黑线 更加浓郁几分 秦战这混蛋 又用夜行人的大意威胁他 你小子给我等着 待会再跟你算账 李天行瞪了秦战一眼 迈步朝黑色光幕走去 然后踏入黑色光幕之中 身为A级强者的他 有进入魔窟一探 并全身而退的底气 秦战也是清楚这点 才会让李天行进入魔窟 否则他不会让李天行冒险的 要知道 一名A级强者 可是非常重要 若是因为获得情报而陨落 那就亏大发了 目送李天行进入魔窟 秦战 江太平等人都安静地等着 片刻后 李天行就自魔窟中走出 李部长 里面怎么样了 秦战问道 你的担心还是很有道理的 李天行说道 魔窟正在崩毁 里面就如天崩地陷了一般 空间也极其不稳定 以招纳情况来看 再过一会 这座魔窟就彻底毁了 他好了 秦战 曹山 江太平 苏七七等人都很是激动 不止因为他们毁了一座魔窟 更是因为他们度过了一场浩劫 秦战 你是如何找到异兽之心的 李天行问道 李部长 此事可能就是一个巧合 秦战说道 这颗异兽之心可能有些胆小 看我们杀得快 就不敢再诞生异兽 而且这个异兽之心 还有些粗心 掩饰得不够细致 被我找到了 江太平满脸平静 苏七七眨了眨眼睛 秦战也是一个大忽悠 昧着良心说瞎话 都不带脸红的 胆小 粗心 李天行满头黑线 这混蛋 把他当傻子一样忽悠呢 刚刚进入魔窟时 他一眼就看到 魔窟出口处 有一个很深的洞 那洞看起来 像是利人挖出来的 绝非天然形成 这就意味着 那个深洞 很可能是寻找异兽之心时挖掘的 他有注意过 那个洞的深度 少说也有十几米之深 异兽之心藏得那么深 你告诉异兽之心 有些粗心 忽悠鬼呢 李部长 你说魔窟崩毁后 这片黑色光幕 会不会消失不见 秦湛转移话题 在此之前 又没有这样的先例 你问我 我问谁去 再说 要不了多久 这座魔窟就会崩毁 等等看看不就知道了 李天行瞪了秦湛一眼 他没有当场拆穿秦湛的谎言 这倒不是他想给秦湛留点面子 而是秦湛撒谎 让他突然意识到 在成形的魔窟中 找到异兽之心 这是太过重要 当着周围这么多人的面 还是不要追问为好 李部长所说 很有道理 那我们就等等看看 秦湛说道 李天行没再说什么 静静地看着黑色光幕 秦湛 江太平等人的目光 也转移到黑色光幕上 大概过了几分钟时间 黑色光幕突然急速闪烁了几下 就轰然爆裂 紧跟着 一面土墙就出现在众人的视线中 李天行 秦湛和江太平三人不约而同 走到土墙边 抬手摸了摸 然后就发现 这面土墙有些潮湿 有些刮手 而且还不是很坚硬 确实是土墙无疑 这座魔窟消失了 我们成功摧毁了一座成形的魔窟 秦湛高声道 嗷嗷嗷 众人嗷嗷大叫 高声欢呼 他们的脸颊上都充斥着浓浓的激动 虽然在秦湛找到异兽之心时 他们就已知道 这座魔窟要被他们摧毁了 但真当结果尘埃落定时 他们还是控制不住 激动不已 李天行也很是激动 因为这是夜行人 有史以来毁掉的第一座成形的魔窟 而有了毁掉这座魔窟的经验 毁掉第二座 第三座魔窟 还会远吗 这一刻 他也看到了摧毁魔窟 把异兽赶出家园的希望 秦湛 我去九安分部等你 快点回去 李天行叮嘱秦湛一声 就腾空而起 对于李天行所说 秦湛毫不意外 这可是夜行人毁掉的第一座成形魔窟 李天行怎么可能不问清楚就离开 老曹 你把人带回去 我先走一步 秦湛说道 好的 部长 曹山回应道 小江 七七 你俩跟我走一趟 说完 秦湛一手抓住江太平 一手抓住苏七七 就腾空而起 飞出大洞 秦湛把江太平和苏七七 丢在地面上 待人长距离飞行 挺累的 你俩还是骑摩托回去吧 然后去我办公室 找我 好的 部长 江太平应了一声 就骑着帝皇居 载着苏七七离开 目送江太平 载着苏七七离开 秦湛悄悄跟了上去 他让江太平骑摩托离开 是想看看 来世看到的金光 是不是江太平的摩托 但他跟了一路 江太平都是骑着摩托 在地面上前进 不过他倒是发现了一点 江太平那辆摩托的速度 不是一般的快 太平 部长好像在后面跟着 苏七七低声道 我也发现了 江太平无语道 部长嘴上说着 带人飞行太累 让我们骑摩托离开 实则是怀疑我 这辆摩托会飞 想偷偷看一看 他可真够阴险的 苏七七撇了撇嘴 翘脸上满是无语 你都很是阴险 好意思说 秦湛阴险吗 这完全就是乌鸦笑珠黑呀 带着两人回到九安分部 秦湛已经在门口等着 然后两人就跟随秦湛 进入九安分部大楼 乘坐电梯朝十八楼赶去 来到九安分部十八楼 李天行已经等在这里 看到秦湛带着江太平和苏七七 李天行有些不解 秦湛不会不知道 他在这里等着的目的 为何还带着两个小娃娃过来 秦湛 这个小娃娃是谁 李天行抬手指了指江太平 他没有问苏七七是谁 要知道苏七七可是南山省 乃至整个龙国都为数不多的S级修行天赋的天才 身为南山省副部长的他 怎么可能不认识 秦湛有些诧异 你要取消江太平列魔堂成员的身份 杨月又在江太平手中吃扁 狼狈返回 你竟然不认识江太平 此事着实有些说不通啊 想了想 秦湛反问道 李部长 杨月是不是还没有回去呢 李天行不知道秦湛为何提起杨月 但他还是如实说道 还没呢 我说呢 秦湛恍然大悟 他就说嘛 杨月在江太平手中吃扁 李天行应该认识江太平才对 但杨月还没有回去 李天行不认识江太平 就可以解释得通了 李天行是南山省总部副部长 身居要职 平日里有很多事情要忙 不记得江太平这个名面上 只有S级修行天赋的小虾米 还是可以理解的 什么你说我说 我问你话呢 李天行美好气地说道 李部长 别着急嘛 秦湛英笑道 这两天我有些忙 都忘记把一个非常有趣的视频发给你 不过 你来了 就不用发了 正好请你好好欣赏一下 话音落下 秦湛就掏出手机 打开一段视频 放在李天行面前 这段视频 正是苏七七录下的杨月 考核江太平的视频 李天行皱了皱眉头 秦湛笑得太阴险了 他用脚趾头 想想 都秦湛所说的视频 绝非有趣 他下意识看向手机中的视频 然后就猛然扭头看向江太平 你就是那个 以F级修行天赋 假如猎魔堂的小娃娃 江太平张口就欲回答 但话还没说出口 秦湛的话语声就先一步响起 没错 他就是那个 你想要剥夺猎魔堂成员身份的 F级修行天赋的小家伙 对了 他叫江太平 你要记住这个名字哦 哦是我多言了 因为根本无需我提醒 很快你就会记住他的名字 而且一辈子都忘不了 江太平目光微微一闪 想要取消他猎魔堂成员身份之人 就是眼前这个老家伙 李天行愣了愣 秦湛既然说他会记住江太平的名字 还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这是脑袋瓜子 抽筋了 还是嘴瓢了 秦湛 他已经被取消猎魔堂成员身份 为何还在这里 李天行质问道 秦湛没有解释 他坏笑道 李部长 你看完视频就明白了 文言 李天行心头陡然浮现出一股不好的预感 他没再追问 低头看向视频 伴随着视频的播放 一抹震惊在李天行的老脸上浮现 而且越发浓郁 等视频播放完毕 李天行的老脸上除了震惊外 还有着浓浓的不敢置信 李部长 知道他为何现在还在这里了吧 秦湛坏笑道 嘖嘖 某人还是大意了 竟然随便派了一个人 若非如此 说不定不会被小江收拾得落花流水 狼狈离开 李天行老脸一红 他哪里只是随便派个人 当初他那么说 是想给秦湛一个大大的惊喜 却没想连羊院都在了 而他给秦湛准备的惊喜 没惊喜到秦湛 却惊喜了他自己 还有 秦湛很清楚 他派羊院过来 不是随便派个人 却故意这么说 还说派其他人来 也许不会那么狼狈 这是拐弯抹角地嘲讽他呢 此刻 尴尬无比的李天行 很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但遗憾的是 地面上没有地方让他钻 强忍着心头的尴尬 李天行问道 小娃娃 你怎么能以F级修行天赋 晋升一级 我也不知道啊 江太平眼神清澈道 当时我很生气 忍不住就发出一声怒吼 然后 我的气血就有所增长 修为就踏入一级了 李天行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若是怒吼一声 就可以突破修行天赋的限制 还会有那么多人 被卡在某个境界 迟迟无法突破吗 你真当老子是三岁小孩 那么好忽悠吗 秦湛和苏七七憋着笑 让你想要取消 江太平烈魔堂成员的身份 遭到应了吧 嗨嗨 秦湛咳嗽几声 强行压下心中的笑意 然后对着李天行 又扔下一颗重磅炸弹 对了 李部长 还有一件事 今日找到异兽之星的不是我 而是小江 但为了避免此事传出 异界图和异兽 针对小江 我就把这事揽了下来 对外宣称 是我找到了异兽之星 李天行被这颗重磅炸弹 直接炸得呆若目击 找到异兽之星的不是秦湛 而是江太平 他很想怀疑秦湛的话 但他知道秦湛不会 拿着是开玩笑的 这个时候 他突然明白 秦湛为何说 很快 他就会记住江太平这个名字 江太平做到了无数夜行人 做不到的事 可谓开创了历史的先河 他能记不住吗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江太平能找到一颗异兽之星 谁敢保证 江太平找不到第二颗异兽之星 那时 江太平就是夜行人 挨至整个龙国的大功臣 唉 索性我没有听从你的命令 取消小江烈魔堂成员的身份 秦湛感叹道 否则今日就不是摧毁 那座刚刚现世的魔窟 以后久安市 也要多出一座魔窟咯 甚至还不知道 什么时候夜行人 才能摧毁一座成形的魔窟 李天行的嘴角 再度急剧抽出了几下 秦湛这是把他的伤口扒开了 再网上撒一把盐啊 但他却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毕竟秦湛所说都是事实 你小子还没完美了了 休脑不已的李天行 恶狠狠地蹬着秦湛 他无法反驳秦湛 但他可以随便找个借口 抱走秦湛一顿 秦湛果断闭嘴 做人得见好就收 否则被李天行 当着江太平和苏七七的 面抱走一顿 不仅他身为部长的威严 没了 还得白白挨一顿揍 想说里都没出说里 看到秦湛变老实 李天行问道 知道这事的人多吗 不多 秦湛说道 怀疑的可能有几个 确切知道的都在这里了 李天行点了点头 严肃道 找到异兽之心 这是太过重要 从此刻起 这是已被列为绝密档案 你立即下达命令 任何人都不得泄露此事 否则就以背叛夜行人处置 已经下达了 秦湛顿了一下 感叹道 李部长 你这反应有些骂 当当你当着那么多人的面 问我如何找到异兽之心 害得我浪费不少脑细胞 才想到一个有些别角的理由 李天行一阵恶然 你忽悠我 你还有理了 不过仔细想想 秦湛忽悠他 确实挺有理的 没接秦湛的话查 李天行问道 刚刚你说 异兽之心可能有些胆小 被你们杀的 不敢再诞生新的异兽 这事还是第一次出现 你觉得 真是异兽之心胆小吗 我也不太肯定 但除了这一点 没其他解释了 秦湛脸不红气不喘地说道 他向李天行透露 将太平找到异兽之心一事 一是因为 此事就是事实 二是因为他想让李天行 重视江太平 但江太平 能减少异兽之心能量之事 只是他的推测 虽然他很肯定 他的推测是对的 但没有证实之前 还是不要说出来为好 李天行点了点头 没有再问 他有想过 异兽之心 不敢再诞生新的异兽 会不会是因为 异兽之心能量减少的缘故 但很快 他又否定了这个想法 究其原因 异兽之心能量的办法 李天行又看向江太平 和蔼道 小江啊 能说说 你是如何找到异兽之心的吗 江太平微不可查地 撇了撇嘴 之前是谁想要取消 他猎魔堂成员身份来着 这会给他装和蔼了 不过他也就是这么一想 并没有因为此事 就记恨李天行 毕竟这方世界 就是如此现实 没点本事 没点能力 谁在乎你啊 我对异兽的气息比较敏感 相隔很远就可以感应到 江太平编了一个理由 不过他说的也是大实话 他没有说出剑文色霸气罢了 李天行点了点头 没有怀疑 异兽之心藏得很深 还能隐秘散发的异兽气息 唯有对异兽气息很敏感 才能找到 藏在地底深处的异兽之心 除此之外 没其他可能了 他刚刚那么问是想看看 江太平找到异兽之心的办法 能不能借鉴一下 但江太平自身对异兽气息很敏感 就不是他想借鉴 就可以借鉴的 别的没什么事了 我那边还有事要忙 就不在这久留了 李天行说着就起身离开 朝办公室外走去 李部长 等一下 江太平喊住李天行 李部长 久安魔窟的异兽正在捣乱 你知道吗 知道 秦战汇报过此事 李天行点了点头 那你既然来了 为何不帮忙镇压一下 江太平不解道 小江 不是我不帮忙镇压 而是我不能出手 李天行解释道 龙国内有很多魔窟 这些魔窟看似毫无关联 实则彼此之间是有联系的 若是我出现在久安魔窟 我镇守的魔窟 很快就会得到消息 那是我镇守的魔窟 很可能会趁机捣乱 而没有我作证 会出大事的 这样啊 江太平恍然大悟 他又问道 那我们刚刚摧毁一座魔窟 其他魔窟会知道吗 有可能 但可能性不大 李天行说道 你们摧毁的那座魔窟 刚刚成形 还很弱小 未必有联系其他魔窟的能力 再跟其他魔窟 就是知道了 也没什么关系的 怎么没关系了 甚至还有很大关系 江太平无声的呐喊 别人不知道 他有吞噬异兽之星能量的能力 异兽之星会不知道吗 若是异兽之星将这个消息传出 他进入魔窟后 绝对会成为异兽的重点打击目标 不过话再说回来 他的担心有些多余 因为当时斩杀异兽的 并非只有他一人 而是很多人 异兽之星能感应到能量减少 但未必能肯定 吞噬能量之人 就是他 走了 李天行说着 就快步走出办公室 然后从18楼的窗户飞了出去 那么的 快尴尬死我了 一道叹息声 自李天行口中吐出 他想要取消江泰平 猎魔堂成员的身份 为此 他不惜派杨月儿过来 却没想 杨月儿不仅栽在江泰平手中 还被江泰平收拾得 很是狼狈 这是倒也罢了 江泰平竟然还有找到 异兽之星的能力 这让他的老脸 往哪里放啊 不过尴尬归尴尬 他心中还是很激动的 在此之前 夜行人数次杀入魔窟 却苦于找不到异兽之星 而无法摧毁魔窟 如今 有了江泰平这个 可以找到异兽之星的小娃娃 还怕摧毁不了魔窟吗 得想办法验证一下 那个小娃娃 找到异兽之星一事 是不是巧合 若是不是巧合 说不定就可以吹响 反攻魔窟的号角 又一道喃喃自语声 自李天行口中吐出 他回头看了 久安分部的大楼 一眼就急速离开 目送李天行离去 秦战坏笑道 这老东西走得这么快 必定是尴尬挨快饭了 江泰平和苏七七对视一眼 他们也是这么想的 七七 我有点口渴 但我这里没水了 你去给我搬桶水来 秦战说道 好的 部长 苏七七应了一声 就转身朝门外走去 他知道秦战让他搬水不是目的 找个借口之开 他才是目的 目送苏七七离开 秦战问道 小江 你是不是能减少异兽之星的能量 江泰平毫不意外 在秦战之开苏七七时 他就意识到秦战怕是要问此事 这倒不是他知道秦战的想法 而是在魔窟时 他又听到秦战询问苏七七列魔源之事 那时他就意识到秦战 怕是想到了什么 部长 我也不是太肯定 但应该是这样 江泰平如实说道 秦战愣了愣 他都做好了江泰平死鸭子嘴硬的准备 却没想 江泰平这么爽快就承认了 你小子这是转心了 秦战差一道 部长 不是我转心了 而是否认 没有意义 江泰平说道 你都已经确定 我有减少异兽之星能量的能力 此事又很是重要 我若是否认 你必定会用你掌握的证据揭穿我 明知如此 何必否认呢 再个 我隐瞒的目的是不想在我成长起来 前辈易寿或者一截图钉上 而你不会泄露我的秘密 又处处维护我对你 我也没有否认的必要 秦战恍然大悟 与此同时 他心里也很欣慰 这小子 还是知道好坏的 你那方法 别人能用吗 秦战七代道 不能 江泰平摇了摇头 部长 我明白你的想法 若是有用的话 我会毫不犹豫地说出来 但真不是我必肘自贞 而是我的方法 别人真用不了 他能吞噬异兽之心的能量 靠的是神级修行天赋吞噬 而天赋这种东西 可不是别人 想有就可以有的 秦战点了点头 江泰平说得很坦诚 绝对不是在忽悠他 部长 还有事吗 江泰平说道 若是没事的话 我想进入九安魔库 等七七回来 你俩一起去吧 秦战说道 有你和他一起 我也放心一些 你小子也小心一点 不过 你小子那么猥琐 我倒是不怎么担心 江泰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秦战这是夸他呢 还是损他呢 就在此时 办公室的门就被人推开 苏七七提着一桶水走了进来 将水桶放在饮水机上 苏七七问道 部长 还有事吗 没事的话 我们就去九安魔库了 你俩还真是一德行 都急着去魔库 秦战调侃了苏七七和江泰平一下 又到 今日化解一场浩劫 还摧毁一座已经成型的魔库 所有参与之人都计大功 救了不少人 奖励你两颗高级气血丹 说完 秦战就取出两颗高级气血丹 丢给苏七七 苏七七赶紧伸手接住 他的俏脸有些发红 人都是江泰平救的 他不过是站在旁边保护那些人罢了 不过高级气血丹 可是稀缺物品 哪有不要之理 秦战又看向江泰平 道 太平 今日能化解一场浩劫 还能摧毁一座已经成型的魔窟 你功不可没奖励你十颗高级气血丹 说完 秦战又取出十颗高级气血丹 装在一个浴瓶里 丢给江泰平 江泰平随手接住 然后揣进口袋 去吧 多小心一点 秦战说道 是 不照 江泰平和苏七七应了一声 转身朝办公室外走去 就在江泰平走出办公室的那一刻 抽奖万界系统的声音突然在他脑海中响起 宿主 异兽之星是系统升级的必需品 建议你要回来 江泰平愣了愣 系统还可以升级 不过 很快他就反应过来 前世他看过的小说中 就有很多系统升级的案例 抽奖万界系统 系统升级后会增加什么功能 江泰平在心里问道 暂时不知 但升级后就知道了 江泰平有些无语 你就是抽奖万界系统 竟然不知道 升级后会增加什么功能 抽奖万界系统 系统升级都需要什么必需品 江泰平又在心里问道 暂时不知 但触发时就知道了 比如异兽之星 在你得到异兽之星时 我就知道它是系统升级的必需品 江泰平更无语了 你不知道 系统升级后增加什么功能 倒也罢了 竟然连升级需要什么物品 都不知道 队长 等一下 我还有点事 江泰平喊住苏七七 转身朝办公室内走去 看到江泰平又跑回来 秦战问道 小江 有事 部长 确实有点事 江泰平点了点头 问道 异兽之星对分布有用吗 有点用处 可以用来做做研究 也可以用来建立猎魔源 秦战解释了一下 问道 你小子问这是做什么 部长 异兽之星对我有大用 能不能给我 江泰平没有墨借 虽然他不知道 抽奖万界系统升级后 能增加什么功能 但可以肯定的是 功能必定更加强大 所以 在得知抽奖万界系统 可以升级时 他就果断决定 必须升级 可以 秦战稍加思索 就答应下来 他叮嘱道 小江 虽然异兽之星 被我封印了 但一定要保存好 否则一旦丢失 他再突破封印的话 就会再度形成新的魔窟 部长 你放心吧 保证丢不了 江泰平保证到 他可是有系统仓库 把异兽之星 放在系统仓库 会丢吗 秦战取出异兽之星 交给江泰平 他没有询问 异兽之星 对江泰平有什么用 因为江泰平没说 就是不方便说 他若是追问 就是自己给自己找不痛款 多谢部长 江泰平接过异兽之星 就转身离开 他将异兽之星 揣入口袋 然后再神不知鬼不觉地 收入系统仓库 进入电梯 苏七七 按下负九层按钮 七七 给你没钱 可以继续欠着 江泰平掏出 装着十颗高级气血丹的玉瓶 递给苏七七 苏七七陡然一愣 不过他没跟江泰平客气 直接接了过来 欠一千万也是欠 欠三千万还是欠 他已经欠了江泰平一千万 不差再多欠江泰平两千万 反正狮子多了不养 欠债多了不慌 慢慢还呗 太平 算上这十颗高级气血丹 我已经欠你三千万 苏七七说道 我欠你这么多钱 你就不怕我还不上吗 堂堂S级 修行天赋的天才 区区三千万 至于还不上吗 江泰平反问道 那要是真还不上呢 苏七七追问道 三千万 他倒是不担心 还不上 但江泰平 获得高级气血丹的速度太快了 他怕他越欠越多呀 真还不上 那还不简单啊 江泰平顺口说道 卖身抵债呗 苏七七翘脸一红 这家伙竟然让他卖身抵债 江泰平也意识到 他说的话有些不妥 又急忙说道 七七 我就是随口这么一说 没有让你卖身抵债的想法 你别多想啊 苏七七红着脸 没有搭理江泰平 此时 电梯正好到了副九层 叮 电梯门打开 一片辽阔的空地 出现在江泰平和苏七七的视线中 这片空地的地面有些发黄 但却并非是土黄色 而且看起来 还让人有些压抑 不管是江泰平 还是苏七七 都是第一次进入九安魔库 两人的注意力 瞬间就被那片辽阔的空地所吸引 走出电梯 江泰平看了看周围 在这片辽阔的空地边缘 有着一排排简易房屋 应该是镇守在这里的夜行人的住所 他又抬头看了看头顶上方 上方并非如魔窟中 那样是一望无际的天空 而且高度只有十来米 顶部闪烁着银白色的金属色泽 应该是由钢铁铸成的 上面还悬挂着不少灯泡 把整片空地照耀的 如同白昼一样敞亮 太平 你知道这里的地面 为何有些发黄吗 苏七七突然问道 不知道 江泰平摇了摇头 我听部长说起过 苏七七说道 这片空地曾经发生了数场大战 又不知道多少夜行人和异兽陨落于此 人类的血色是红色的 异兽的血液是墨绿色的 两者掺和在一起 就变成了黄色 久而久之 这片空地的地面就被染成了黄色 之后 我们把战场推进到九安魔窟内 这里就没再发生过大战 但这片被浸染的土地 却再也变不回原来的颜色 而这片空地 就是我之前给你说过的修罗场 江泰平心头陡然一阵 这片空地的地面呈黄色 竟然是血液染成的 难怪看起来就让人有些压抑 走吧 入魔窟 苏七七迈步朝修罗场对面走去 那里有一片黑色光幕 而那片黑色光幕 就是九安魔窟的入口 江泰平随之跟上 她问道 七七 负一层是地下停车场 负九层是九安魔窟的入口 中间的七层是做什么的 什么都没有 苏七七解释道 其实地下只有负一层和负九层 其他楼层的按钮都是摆设 而负九层唯有部长开通进入权限 我们才能进入 否则是进不来的 江泰平有些无语 负二层到负八层的电梯按钮 竟然只是摆设 害得她白好奇一场 对了 太平 你的修为踏入地极了吗 苏七七问道 已经踏入了 江泰平点了点头 苏七七有些差眼 上午时 她曾问过江泰平的修为 那时还没到地极呢 从上午到现在 他们一直在忙活新出现的魔窟之势 江泰平根本没有时间修行 怎么修为就 窜到地极了呢 然而 她不知道的是 江泰平的修为 不是靠修行增长的 而是靠斩杀异兽 和异界图增长的 而且 江泰平的修为 还不是出入地极 而是二星地极 诧异归诧异 苏七七并未多问 她说道 太平 既然你的修为达到了地极 就别演示成一星一极 否则不仅容易让人不解 还显得有些鹤立鸡群 这倒也是 江泰平点了点头 就吩咐抽奖万界系统 将她的修为 演示到一星地极 苏七七满脸古怪的 看了江泰平一眼 她没看到江泰平有什么动作 怎么就突然察觉不到 江泰平的修为了 这家伙身上的秘密 实在太多了 苏七七暗叹一声 继续朝九安魔窟入口走去 在两人快走到魔窟入口时 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突然 自旁边的简易房屋中走出 江泰平第一时间注意到了老人 可眼前这位老人也是C级修为 而且修为比秦湛还要高 看到老人 苏七七恭敬道 老不照 七七 你这丫头也晋升地级了 老人感叹一声 看向江泰平 道 你就是江泰平吗 是的 前辈 江泰平询问道 前辈 你认识我 第一次见到 老人笑着说道 不过秦小子给我说起过你 刚刚还打电话告诉我 你和七七要进入魔窟走吧 我陪你们一起进去 江泰平愣了愣 进入魔窟 还有老人陪着吗 似乎是知道江泰平的疑惑 苏七七解释道 太平 他是我们久安分部上 一任部长丁国栋 老部长卸任后 就一直待在这里镇守魔窟 基本上不会离开 每一次有新人进入魔窟 老部长都会为新人护道一次 以免新人因为出入魔窟 没有经验 而遇到危险 我们是第一次进入魔窟 所以 老部长要陪我一起进去 文言 江泰平顿时恍然大悟 心头也肃然起敬 老部长好 江泰平尊敬道 江小子 我觉得你挺好的 为何秦小子说你很猥琐 丁国栋不解道 江泰平满头黑线 秦站在抹黑他的名声 老部长 苏七七笑道 这家伙平日里确实挺猥琐的 也不能说是猥琐 说是低调更合适一些 但遇到事情时 他是真赶上 而且一点都不猥琐 江泰平在心里狠狠地 给苏七七点了一个赞 苏七七这话说得实在太好了 成功洗刷了他的猥琐之名 否则他的名声就被秦站毁了 这样啊 丁国栋点了点头 道 低调好啊 低调才能活得更长久走吧 话音落下 丁国栋就朝黑色光幕走去 江泰平和苏七七随之跟上 踏入九岸魔窟 一座高约五米的城墙 就出现在他的视线中 在城墙的后方 是密密麻麻的简易房屋 显然有不少人夜行人居住在这里 有不少小家伙住在这里 时刻监督着异兽的动静 丁国栋解释了一句 又道 走带你们去城墙上看看 话音落下 丁国栋就抓住江泰平和苏七七 飞上城墙 下一刻 江泰平和苏七七 就看到前方树里开外的地方 正爆发着一场大战 数不清的人类和异兽混杂在一起 厮杀不断 那里的地面格外的黄 显然类似的大战 已经爆发了不知道多少次 看看正在爆发的大战 又看看那发黄的地面 再回头看看 城墙后方的简易房屋 江泰平不由自主挺直了胸膛 脸颊上 也浮现出一抹尊敬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这些呆在魔库中 不为世人所知 拼死抵抗异兽的人 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 丁国栋很敏锐地 察觉到了江泰平的变化 他问道 江小子 有何感受 老部长 感受很多 江泰平说道 但最重要的一点感受是 谁说站在光里的 才算英雄 丁国栋愣了愣 然后他那有些浑浊的双眸 陡然爆发出一阵金光 好一句 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 这句话说得实在太好了 江泰平被丁国栋夸奖的 有些不好意思 因为这句话 是他借用前世的一句歌词 老部长 七七交给你照顾了 我自己一个人就行 说完 江泰平就跳下城墙 朝树里开外的战场冲去 与此同时 太阿十二飞剑 在他手掌中凭空浮现 剑文色霸气 也随之施展 是的 就是太阿十二飞剑 而不是剑侠 几次动用太阿十二飞剑 江泰平发现 将太阿十二飞剑 放在剑侠中 着实有些麻烦 然后他就将太阿十二飞剑 直接存放在系统仓库中 这样不管是收 还是取 都方便多了 而且还不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 看到江泰平跳下城墙 苏七七紧跟着就跳下城墙 朝战场冲去 这两小家伙都这么着急吗 丁国洞一阵愕然 急忙跟了上去 秦战可是叮嘱过他 无论如何 都要照顾好两人 绝对不能让两人 有个什么闪失 江泰平的速度很快 数理距离 很快就已被他跨远 杀 一道怒吼声 自江泰平口中吐出 下一刻 太阿十二飞剑 就暴射而出 分别杀向十二头一星地 及修为的异兽 在剑文色霸气的感应下 异兽的修为 在他眼中一览无余 他没有去找修为更高的异兽 因为杀起来有些麻烦 无法将杀伤效果最大化 他也没有去找修为低的异兽 除了斩杀修为低的异兽 收获不大外 还是一个原因 那就是 相对来说 修为低的异兽 对人均地级 修为的夜行人 威胁不是很大 此时 他也终于明白 为何修为达到地级 才能踏入魔窟 异兽的数量 足足是人类的好几倍 而且 地级修为的异兽 不在少数 在这种情况下 修为不到地级 根本没有自保之力 稍有不慎 就会陨落于此 嗖 嗖 嗖 太鹅十二飞剑 划破空气 带着刺耳的破空声 转瞬间 就飞至各自目标前 然后犹如刺豆腐一般 以极其刁钻的角度 轻而易举 又精准无比的刺入 各自目标的脑袋中 瞬间 十二头一星地级修为的异兽 就被太鹅十二飞剑 轻松收割了生命 终于杀地级 如同喝水吃饭 那么简单了 江太平有些兴奋 曾几何时 一头二星地级 修为的猪妖 都把他逼得很是狼狈 但如今 他的修为 踏入二星地级 再加上太鹅十二飞剑的锋利 斩杀一星地级修为的异兽 就和砍瓜切菜 没什么区别 完全就是手到擒来之势 若是让他在对上那头猪妖 他有信心 只需一剑 就能斩掉猪妖的脑袋 兴奋归兴奋 江太平没有丝毫耽搁 他随手一挥 太鹅十二飞剑 就随之转向 杀向下一个目标 这一幕 让丁国洞一阵愕然 那可是十二头一星地级修为的异兽 就这么瞬间被斩杀了 难怪秦小子 如此看重江小子 这小子 是一颗好苗子 一道感叹声 自丁国洞口中吐出 虽然他不知道 江太平的修行天赋 是何等级 秦战也没有给他说过此事 但单凭江太平那首 干脆利落的飞剑杀敌之术 就足以让秦战很是重视 然而他不知道的 秦战重视江太平 不只是因为江太平 杀起异兽 干脆利落 更是因为江太平 能减少异兽之心的能量 还能找到异兽之心 是人类摧毁魔库的希望 在江太平冲到战场边缘没多久 苏七七紧跟着 冲到战场边缘 不过他没有像江太平那样 游走在战场边缘 而是直接冲入战场之中 如同江太平一样 苏七七也没有去找那些修为高的异兽 而是盯上了高兴一级修为的异兽 究其原因 正是因为这么做 能将杀敌效率最大化 碰碰碰 苏七七抬起玉拳接连砸去 他的一双玉拳看似娇小柔弱 但却如铁锤一般 拥有着超强的爆发力 每一拳都能将一头异兽 砸得倒飞而出 甚至还能将异兽 直接当场轰杀 苏七七的反应速度也很快 战斗经验也很丰富 身处异兽包围圈的他 总能在第一时间做出正确应对 躲避异兽攻击的同时 并发起零力反击 之前 江太平说 将苏七七交给丁国洞照顾 但他嘴上这么说 并没有只顾着杀敌 而不管苏七七 他一直将苏七七拢 罩在剑文色霸气的感应范围内 这样 他就可以随时留意着 苏七七周围的情景 若是有危险出现 他也可以在第一时间出手介入 这妮子竟然这么暴敛 这妮子 又是什么修行天赋 为何不动用武器呢 看到苏七七的战斗情景 江太平心头有些诧异 他不是没见过 苏七七战斗时的情景 但之前的战斗 因为敌人少 以及实力弱的缘故 根本看不出什么 这也导致这回 他才陡然发现 苏七七的战斗方式 竟然如此暴力 不止江太平诧异 丁国洞也有些诧异 夜行人中的女孩子不熟 但像苏七七这么暴力的战斗方式 着实不多见 七七这丫头 也是一颗好苗子 又一道感叹声 自丁国洞口中吐出 他知道苏七七是S级修行天赋 但修行天赋 只是代表着修行速度的快慢 和修行之路的长短 代表不了最终能达到的高度 也代表不了一个人的心性 所以 单单有修行天赋 算不上好苗子 修行天赋高 又敢打敢拼 才能称之为好苗子 但修行时却畏畏缩缩 不敢上前 这种人 也就是空有修行天赋罢了 绝对称不上好苗子 冲入战场中的苏七七道士 不怎么引人注意 但游走在战场边缘 疯狂收割着异兽生命的江太平 很快就吸引了异兽的注意 究其原因 正是因为江太平斩杀异兽的速度 实在太快了 哦 一道嘶吼声 自战场中陡然响起 紧跟着 一头异兽就脱离战场 朝江太平狂奔来 江太平第一时间注意到 朝他狂奔而来的异兽 那是一头足有两米来高 浑身充满黄褐色斑点的豹腰 特么的 江太平忍不住暗骂一声 豹腰十六星帝极修为 气血足足是他的三倍之多 这特么不是欺负人吗 不过他站在原地未动 没有退走的意思 丁国栋就在旁边帮他掠阵 豹腰来找他 麻烦纯粹 就是找死 就是退一步来说 即使没有丁国栋 在旁边掠阵 他也毫不畏惧 大不了暴露玉剑术飞入空中 豹腰又不会飞 能把他怎么样 随手一招 江太平想要召回太阿十二飞剑 从豹腰身后发起攻击 但就在此时 一道大鹤声陡然响起 畜生 你的对手是我 伴随着这道大鹤声的响起 一名中年人自战场中冲出 拦住豹腰的去路 小兄弟 我拦着这畜生 你放手去杀 中年人大笑道 好嘞 江太平应了一声 刚刚掉头的太阿十二飞剑再度掉头 杀入战场之中 看到豹腰被拦着 一道嘶吼声再度自战场中响起 紧跟着 又一头异兽自战场中冲出 但他刚冲出战场 就被一人拦住去路 接下来 异兽的嘶吼声接连不断的响起 每一道嘶吼声落下 就有一头异兽冲出战场 那模样 显然是铁了心 要杀江太平 但无一例外的是 每一头异兽脱离战场 都会有人第一时间拦住异兽的去路 不让他们去找江太平的麻烦 显然 不止异兽注意到了江太平 夜行人同样注意到了江太平 而他们拦着异兽的原因一模一样 那就是 不让异兽打扰江太平 让江太平放开手屠戮一兽 看到冲来的异兽 进阶被阻拦 江太平心里有些感动 苏七七说得很对 夜行人中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很好的 像张骂那种 一门心思争权夺势 为此不惜残杀同事 不惜动用任何手段的败类 只是个例 杀 一道怒吼声 自将太平口中吐出 太俄十二飞剑的速度陡然暴涨 他们犹如一道道荧光 在战场中来回穿梭 荧光所过之处 一头又一头异兽 被太俄十二飞剑洞穿 飞死即杀 江太平没有在指定着 一星地级修为的异兽 所有二星地级修为以下的异兽 都是他的攻击目标 他也没有在盯着异兽的脑袋 而是哪个部位方便攻击 就攻击哪个部位 他知道 这么做 会降低他的杀敌效率 降低他的收获 因为不攻击重点部位 是无法一击斩杀异兽的 但这回他要的不是斩杀异兽 而是重伤异兽 在这里战斗的不止他一人 还有很多夜行人 他多打伤一头异兽 异兽一方的实力就会降低一些 这样不仅可以减少夜行人的伤亡 也可以让夜行人杀起来更方便一些 此时 江太平追求的 已经不是他个人的杀敌效率 而是所有夜行人的杀敌效率 那么多夜行人帮他拦下 想要找他麻烦的异兽 为的只是让他放开手去杀 他必须用斩杀更多异兽来回报 否则如何对得起那么多夜行人的出手阻拦 丁国栋很敏锐地注意到了江太平的变化 他很是欣慰地点了点头 之前的江太平只顾着自己斩杀异兽 只是他个人的杀敌效率很高 但现在的江太平却是帮着所有人斩杀异兽 让很多夜行人的杀敌效率都有所提升 这就是战争的洗脸 唯有经历过战争 才会深刻明白袍泽的真谛 战场中的很多夜行人 更是亲身体验到了江太平的变化 甚至有些人还落入了下风 但伴随着他们的对手被江太平打伤 胜利的天平顿时朝他们这边倾斜 小兄弟 好样的 有人忍不住为江太平大声喝彩 小兄弟 好样的 紧跟着 一道整齐华裔的喝彩声就在战场中炸响 那是很多夜行人不约而同发出的喝彩声 一时间夜行人气势大胜 所有人都嗷嗷大叫着杀向周围的异兽 异兽的嘶吼声还在接连不断的响起 一头又一头异兽想要冲向江太平 却被一个又一个夜行人死死拦住 伴随着越来越多的异兽冲向江太平 冲过来的异兽修为也有所降低 从六星地级降低到五星地级 再从五星地级降低到四星地级 这一点不难理解 修为越高的异兽数量越少 那些高修为的异兽被夜行人拦住 异兽没得可派 只能派修为低一些的异兽过来 又一头异兽朝江太平冲来 那是一头两米来高的狼腰 四星地级将太平目光微微一闪 他看向想要阻拦狼腰的夜行人 高声道 别拦着那畜生 放他过来 想要拦住狼腰的夜行人 愣了愣 江太平只有一星地级修为 为何要让他放四星地级修为的狼腰过去 而就在他发愣间 狼腰已经冲出战场 朝江太平狂辈来 这么的 我收拾不了六星地级的畜生 还收拾不了 你这头四星地级的畜生吗 江太平狂笑不已 进入九安魔窟时 他是二星地级修为 而进入九安魔窟到现在 陨落在他手中的 异兽少说 也有上百头 他清楚感觉到 他的实力增长了很多 虽然他没有召唤出 抽奖万界系统 查看他现在的修为 具体是什么 但依据往日的经验 每斩杀一头异兽 他大概能吸收1%的气血 单凭陨落在他手中的异兽数量 就可以肯定 他的修为 已经踏入三星地级境界 三星地级和四星地级 只有一个小境界的差距 如此差距 也许别人很难跨远 但江太平 未必就无法跨远 抬手放在腰间 紧跟着 他就从腰间 抽出一把金黄色的长剑 这把金黄色的长剑 正是圣道之剑轩缘剑 自他得到轩缘剑后 还未动用过 今日是第一次动用 马德 在猎魔园中 被那头狼腰欺负 今日又有一头狼腰 想要欺负我 正好心仇旧恨一起算 顺带拿你祭剑 江太平冷冷盯着 狂奔而来的狼腰 握着轩缘剑的右手 缓缓后撤 丁国栋的身体 瞬间紧绷 他紧紧盯着江太平 做好了随时束手的准备 虽然他相信 江太平敢让四星地级 修为的狼腰过来 就有着对应的底气 但他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否则江太平 有个什么好歹 他如何给秦湛交代 伴随着江太平 握着轩缘剑的右手后撤 一股无形的气势 自天地间蜂拥而来 朝轩缘剑上急速汇聚 一剑仙人跪 一道轻鹤声 在江太平心头响起 与此同时 他后撤地握着轩缘剑的右手 猛然朝前刺出 下一刻 轩缘剑就暴射而出 速度极其之快 肉眼都无法捕捉轩缘剑的轨迹 不知道是不是感受到了 轩缘剑的凌厉气势 狂奔而来的狼腰脚步陡然一掷 然后就朝一侧闪躲 但轩缘剑的速度太快了 他刚刚跃起 轩缘剑就已静在眼前 So 轩缘剑刺在狼腰脑袋上 直接洞穿他的脑袋 在他脑袋上留下一个透明窟窿 紧跟着 轩缘剑倒飞而回 落在江太平手中 与此同时 狼腰犹如死狗一般 从空中落下 结结实实砸在地上 这一刻 魔窟中的喧闹气氛陡然安静 不管是夜行人 还是异兽 都面露震惊之色 那可是四星地级的狼腰 就这么被一星地级的江太平一剑斩了 不过那么安静 很快就被一道道充满震惊的 欢呼声所打破 小兄弟 牛逼 卧槽 一剑斩了四星地级的狼腰 这特么不是假的吧 给力 太特么给力了 这特么怎么回事 我是不是眼花了 这些充满震惊的欢呼声 出自众多夜行人之口 刚刚想要阻拦狼腰的那名夜行人 则恍然大悟 难怪江太平要让他放狼腰过去 这是有信心斩了狼腰啊 这家伙 苏七七美眸中满是惊叹 他看不透那头狼腰的修为 但他能知道那头狼腰比他强大很多 而就是比他强大很多的狼腰 就被那么被江太平一剑斩了 这让他心中有些唏嘘 前不久还是普通人 他随手就可以收拾的家伙 转眼间已经超过了他 成为比他更强更耀眼的存在 不过他心里没有一丝一毫的妒忌 相反还为江太平感到开心 这小子 丁国栋也被江太平那一剑震惊的不轻 他护到了不知道多少年轻人 但像江太平这么优秀之人 还是第一次遇到 一兽的嘶吼声再度响起 这一次 不止一头一兽想要脱离战场 而是足足四头 进阶都是四星帝集繡微 几名夜行人想要出手阻拦 但还没能他们有所动作 一道大鹤声就陡然响起 放他们过来 这道大鹤声出自江太平之口 一头狼腰给轩辕剑祭剑 着实有些手 他不介意再多来几头 听到江太平的大鹤声 那几名夜行人都果断放弃阻拦 任由四头四星帝集繡微的一兽 朝江太平狂奔去 直指苍天 一股无形的气势 再度自天地间蜂拥而来 朝轩轩剑上急速汇聚 两袖青蛇 又一道轻鹤声 在江太平心头响起 他双手握着轩轩剑 凌空斩下 四道青色匹帘 自轩轩剑上 同时暴射而出 斩向狂奔而来的四头四星帝 及修为的异兽 青色匹帘的速度很快 刹那间 就降临在四头异兽身边 杀杀杀 只见四道青色匹帘 在四头异兽身边 来回闪烁 犹如切豆腐一般 短短片刻时间 就将四头异兽 大写八块 留下了一地的残肢断壁 魔窟中喧闹气氛 又一次安静下来 他们看到了什么 四头四星帝 及修为的异兽 就那么被江太平 犹如砍瓜切菜一般 一箭斩了 卧槽 紧跟着 一道如出一彻的惊叹声 陡然乍响 这道惊叹声 出自众多夜行人之口 包括苏七七和丁国栋 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他们心头的震惊 只能用卧槽二字 来表达他们的震惊 这也不是他们都没有文化 而是他们都震惊到了极致 江太平单手提着轩辕剑 剑尖指地 奥立在战场之外 他那漆黑的双眸 紧紧盯着战场中的一只熊妖 那只熊妖 是九星帝极修为 之前的嘶吼声 就是那头熊妖发出的 紧跟着一道怒吼声 就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来啊 你再派畜生过来啊 看老子不斩了他们 熊妖那犹如同龄一般的双眸 也紧紧盯着江太平 下一刻他口吐人言 两只脚的战虫 若非有人拦着熊大人 熊大人绝对撕了你 切 江太平撇了撇嘴 傲然道 老子要是和你一样修为 甚至修为比你弱一些 给你十颗雄心豹子胆 你敢在老子面前这么说吗 熊妖的双眸陡然一宁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反驳 你给老子等着 要不了多久 老子就能一箭斩了你 江太平继续道 熊妖瞬间被弃了个半死 那只两只脚的战虫 竟然敢挑衅他 两只脚的战虫 熊大人要撕了你 熊妖怒吼一声 就朝江太平冲去 但还没等他冲出几步 就被一名中年人拦住去路 他讥讽道 畜生 你跑什么 你的对手是我 被中年人拦住 熊妖气得浑身直发抖 却没什么办法 就在此时 一道大鹤声突然在战场中响起 兄弟们 小兄弟都如此勇猛 我们能落后吗 一道整齐华裔的回应声 紧跟着在魔窟中乍响 不能 那还磨蹭什么 杀呀 把这群想要入侵我们家园的畜生 杀光宰尽 之前大鹤声再度响起 兄弟们 杀光这群畜生 马勒哥把子的 老子宰了你这头畜生 畜生 哪里跑 给爷站住 让爷宰了你 众多夜行人 嗷嗷大叫着 杀向周围的异兽 一个个气势如虹 此时 夜行人的气势再度大涨 而异兽的气势 则变得有些唯靡 江太平没再挑衅熊妖 继续控制太阿十二飞剑 收割着异兽的生命 但就在此时 他猛然扭头 朝苏七七所在的方向看去 凭借剑纹色霸气的感应 他察觉到 一股异兽气息 正在朝苏七七靠近 但剑纹色霸气营造的画面中 却没有和那股气息相对应的异兽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江太平的双眸 微微一觅 剑纹色霸气 能感应到异兽气息 却无法营造出影像 除了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没其他解释了 而且 这种感觉和搜寻异兽那一晚 遇到引蛇时的感觉一模一样 找死 一道冷哼声 自将太平口中吐出 他随手一挥 神符就自他手掌间暴射而出 杀向苏七七所在的方向 下一刻 神符就定在苏七七右侧一米开外的地方 听到旁边传来的声响 苏七七被吓了一大跳 他下意识望去 然后就看到旁边不远处的地面上 钉着一把精致小巧的短剑 紧跟着 一只猪一般大的灰色老鼠 在他视线中凭空出现 灰色老鼠的脑袋上 有一个透明窟窿 显然是 那把精致小巧的短剑留下的 引鼠 一道惊呼声 自苏七七口中吐出 他的翘脸上 也浮现出一抹后怕 如同引蛇一样 引鼠也能隐秘在阴影之中 引鼠那硕大的脑袋朝向他 距离他又只有一米之远 显然是冲着他来的 嗖 嗖 嗖 苏七七还没来得及多想 一道道破空声 又陡然在他耳边响起 他又下意识望去 然后就看到太阿十二飞剑 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飞到他身边 正在围绕着他旋转 以他为中心 方圆数米范围内的翼兽 也已被太阿十二飞剑 屠露一空 太平 苏七七猛然回头 朝江太平看去 他没有见过地面上 那把精致小巧的短剑 但太阿十二飞剑 他可是见过的 所以看到太阿十二飞剑的那一刻 他就瞬间意识到 是江太平在帮他 也瞬间意识到 地面上那精致小巧的短剑 也是江太平的 丁国栋也猛然扭头 看向江太平 他的老脸上 有着一抹后怕 还有着一抹疑惑 他一直注意着苏七七 却没发现 偷偷靠近苏七七的影鼠 所幸 江太平及时发现 并斩了影鼠 否则遭到影鼠偷袭的苏七七 有个什么好歹 他如何跟情战交代 只是他不明白的是 江太平是如何发现影鼠的 看到苏七七看来 江太平提醒道 队长 别分信 斩杀影鼠后 他看到苏七七有些分心 周围的异兽 又趁机扑向苏七七 就急忙控制太阿十二飞剑杀过来 将苏七七周围的异兽 屠戮一空 知道了 苏七七甜甜一笑 心里很暖很暖 之前 江太平说 让丁国栋照顾他 他还以为江太平只顾杀敌 不会管他 但现在 他陡然意识到他错了 江太平不仅没有不管他 相反还一直留意着他 否则怎么可能及时斩杀 想要偷袭他的影鼠 又将他周围的异兽 屠戮一空 江太平没有再说什么 他收回神符 又控制太阿十二飞剑杀入战场 此时 他没有再只顾着 打伤战场中的异兽 还在留意着战场中的情景 出现在苏七七身边的异兽 给他提了一个醒 战场中肯定还有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很快 他就发现 战场中一些正在战斗的夜行人 好端端的 却突然受伤倒地 那模样 显然是遭到了 能隐秘身形异兽的偷袭 谁宰了那些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江太平暗叹一声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神出鬼没 防不胜防 其他人又不像他能先一步发现 若是任由那些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偷袭下去 必定会给夜行人 造成不小的伤亡 只是那些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距离他有些远 超出了剑纹色霸气的感知范围 他察觉不到 但战场中有很多高星帝级异兽 而且异兽很明显已经盯上他 若是他敢冲入战场 可以想象的是 不知道有多少异兽会拼了命的杀他 稍加思索 江太平看向丁国洞 道 老不着 带我在战场飞一圈呗 丁国洞有些猛 他不明白江太平为何替此要求 江小子 我不能轻易出手的 丁国洞说道 若是我出手 C级异兽会随之出手 而且异兽都是疯子 动起手来 有时都不管会不会伤到其他异兽 那时叶行人的伤亡就会大大增加 江太平愣了愣 还有这样的潜规则 难怪丁国洞只是站在这里 没有出手的意思 只是那些能隐秘身形的异兽必须解决 否则叶行人的伤亡也不会小 想了想 江太平又道 老不着 只是带着我在战场飞一圈 不用你动手的 丁国洞有些不解 江小子 为何要让我带你在战场飞一圈 老不着 我想找出那些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江太平如实说道 那些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给叶行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若是能找出他们 叶行人的伤亡就会小一些 文言 丁国洞的双眸陡然变亮 他不是不知道 那些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给叶行人造成了很大的伤亡 他也不是不想解决那些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但他没有解决办法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走 丁国洞果断答应下来 然后抓住江太平 就腾空而起 若是没有刚刚江太平斩杀影鼠之事 他肯定会怀疑江太平的话 但江太平斩杀影鼠之事 已经证明江太平能发现那些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如今有机会找出那些 能隐秘身形的异兽 减少叶行人的伤亡 为何不呢 至于带着江太平 在战场飞一圈 算不算动手 他只是在战场飞一圈而已 根本没出手 好不好 有丁国洞在身边 江太平丝毫都不担心 有异兽能伤到他 他集中精神 全利用剑纹色霸气 感应着战场中的情景 与此同时 太俄十二飞剑 接连不断杀向战场中 战场中的夜行人 有些猛 他们不明白 丁国洞带着江太平 在战场中飞什么 还有 为何江太平的太俄十二飞剑 都杀向没有异兽的地方 不过很快他们就明白了 只见太俄十二飞剑的 每一剑落下 就有一头异兽 凭空出现 那些异兽 要么被当场诛杀 要么被太俄十二飞剑所伤 露出身形 先斩了那些 能隐匿身形的畜生 江太平大声喝道 闻言 众多夜行人一拥而上 疯狂攻击那些 被江太平所伤 而露出身形的一手 但紧跟着 一道怒吼声 就自魔窟深处传来 丁国洞 你这是要参战吗 伴随着这道怒吼声的响起 一头足有四米来高的斑斓猛虎 自魔窟深处腾空而起 然后报尸而来 江小子 那蠢猫发现了 赶紧杀 丁国洞叮嘱江太平一声 他一边继续在战场上空飞行 一边吼道 蠢猫 老子可没有参战 不过是站得累了 在战场上溜带一圈罢了 丁国洞 你当虎大人瞎吗 虎妖怒吼道 你手中拎着的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在做什么 蠢猫 你管他做什么干嘛 丁国洞理直气壮地回复 反正老子没有出手 就不代表老子有参战 此时 虎妖已经赶来 不过他并未靠近 而是悬浮在战场深处 丁国洞 有些小聪明的 不太好呼耀 反正我没有出手 丁国洞又理智气壮地说道 你要是不服气 也可以带着你的手下 在战场飞一圈 只要你不出手 我保证什么都不说 也不会阻止 虎妖愣了愣 丁国洞所说 好像有些道理 只是丁国洞带着江太平 在战场上溜达 是让江太平 找出能隐秘身影的异兽 他带着手下 在战场溜达 有什么用 人类又不会隐秘身形 丁国洞 立即退出战场 否则就是你参战 虎妖咆哮道 跟我虎脚蛮缠 还威胁我 丁国洞瞬间勃然大怒 蠢猫 说不过 老子就跟老子撒泼耍赖 你当老子是被吓大的吗 不服来战 看老子如何斩了你 江太平一阵恶然 您老这道打一耙的手段 玩得贼溜啊 晚辈实在是甘拜下风 丁国洞 你当虎大人傻吗 虎妖讥讽道 虎大人年轻力胜 才不和你这个一只脚 已经踏入棺材板的 两只脚的战虫死磕 否则 你跟虎大人玩同归于尽 虎大人多吃亏啊 江太平又一阵恶然 你这不敢站的理由 也找得很清新脱索 不敢就给老子闭嘴 少在这逼一逼琐琐 丁国洞冷声道 你给虎大人等着 早晚撕了你 虎妖撂下一句狠话 又道 都给我撤 伴随着虎妖的一声令下 战场中的众多异兽 纷纷撤退 与此同时 他们也把陨落在战场中的 异兽尸体叼走了 众多夜行人都没有阻拦 他们随之撤退 也把陨落的夜行人尸体 抱了回来 见状 江太平不解道 老不着 异兽的尸体很有用 为何不抢下来 江小子 我也想啊 但我们也有陨落之人 丁国洞苦笑道 像这种没有奋出胜负的大战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 各自带走各自陨落之人 只有那种一边倒的战斗 我们才能抢夺异兽尸体 江太平恍然大悟 看着被异兽叼走的异兽尸体 江太平的心都在滴血 这一战他至少斩杀上百头异兽 而且绝大多数都是地级修为 一级修为的异兽尸体 都百万起步 地级修为的异兽尸体 必定更贵 他都感觉他损失好几个亿 不过他也就是心疼罢了 没有质疑丁国洞所说的不成文规定 甚至还可以理解 因为和一些财物相比 让战死的夜行人 夜落归根 才更为重要 很快 混杂在一起的夜行人和异兽 就变成精卫分明的两个阵营 此时 一道道欢呼声接连不断的响起 这些欢呼声 出自众多夜行人之口 他们又一次击退了异兽的入侵 是的 就是又一次 此次不是他们第一次击退入侵的异兽 甚至他们都不知道 这是第几次 不过很快 欢呼声就又逐渐平息 所有人都默默看向 摆放在一起的夜行人尸体 他们的脸颊上都满是悲伤 这一战又陨落了不少夜行人 而这些人 昨天还和他们一起修行打闹 送英雄回家 一道充满压抑的话语声 自丁国洞口中吐出 是 老不上 众多夜行人应了一声 就两人抬着一具尸体 朝魔窟外走去 江太平回头看了魔窟一眼 漆黑的眼眸中 有着一抹遗憾 他不是在遗憾 无法再提升修为 而是在遗憾 没有在周围找到异兽之心 刚刚战斗时 他有留意过周围有没有异兽之心 但遗憾的是他没有找到 他也不是没想过 深入魔窟 寻找异兽之心 但此事也就能想想罢了 因为异兽不会放他深入魔窟 他也没有深入魔窟的实力 离开魔窟 目送众多夜行人 抬着诸多夜行人的尸体 进入电梯 江太平问道 老不着 九安魔窟中最高修为的异兽 是C级吗 丁国洞点了点头 道 是的 九安魔窟行程 只有数十年时间 时间有些短 再加上不停的战斗 异兽之心 还会产生更高等级的异兽 其实不止九安魔窟如此 最近上百年形成的魔窟 都是如此 每隔一段时间 我们就会主动发起攻击 这么作为的不是挑起战争 而是减少异兽数量 不给异兽之心积累能量 诞生更高等级异兽的机会 那些时间久远的魔窟 也是这样 若非如此 我们绝对称不到现在 可以说 我们能称到现在 不被异兽占领我们的家园 是无数夜行人用生命换来的 江太平心头有些沉重 在加入夜行人前 他知道异兽的存在 但并没有把异兽当回事 但此时他陡然明白 他能不把异兽当回事 不是异兽不可怕 而是无数夜行人用生命 在阻拦异兽 老不照 那些时间久远的魔窟 最高修位的异兽 适合等级 江太平又问道 S级 丁国洞满脸凝重 不过很快就又放松下来 江小子 七丫头 有些事还不是你们能接触的 不用想那么多 今天你们都累得不轻 赶紧回去休息吧 好的 老不照 江太平和苏七七应了一声 就朝电梯走去 赶到酒楼 两人愕然发现 此时天色已经黑了下来 回到房间 江太平倒头就睡 今天忙活了整整一天时间 着实累得不轻 今晚好好休息一晚上 养好精神 明日再去猎魔园溜达溜达 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 江太平在闹钟声中悠悠醒来 揉了揉有些惺忽的睡眼 江太平起身靠在床头上 召唤出抽奖万戒系统 昨日在九安魔窟中 杀了不少异兽 他想看看 他现在具体是什么修为 顺带再看看 他收获了多少抽奖卡 然后好好抽一波奖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地级 气血 四千一百六十八卡 四千一百六十八卡 江太平的双眸瞬间瞪大 脸颊上也浮现出一抹惊喜 昨日在新出现的魔窟中 他想着 他的修为 说不定能跨入三星地级 甚至四星地级 结果因为异兽之星 不再诞生异兽而夭折 最终 只完成修为跨入二星地级的小目标 然而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大目标竟然在九安魔窟中完成了 还是魔窟中提升修为快啊 嘖嘖 一日连跨四星 神级修行天赋吞噬 果然牛逼 江太平扎了扎嘴巴 又打开系统仓库 仓库中有10318张低级抽奖卡 其中八张低级抽奖卡是之前剩下的 剩余10310张抽奖卡是昨日的收获 杀了那么多异兽 还摧毁了一座魔窟 也不说奖励我一张超级抽奖卡 江太平感叹一声 脸颊上又浮现出一抹激动 自他获得抽奖万戒系统以来 还从未获得过这么多抽奖卡 这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10318张低级抽奖卡 可以兑换103张高级抽奖卡 他确实可以好好抽一波奖 抽奖万戒系统 兑换103张高级抽奖卡 江太平的脸颊上满是期待 足足130张高级抽奖卡 就是运气再不好 也可以中几次奖的 不知道他能得到什么好东西 宿主 以满足系统升级条件 一颗异兽之星和1万张低级抽奖卡 你确定兑换103张高级抽奖卡 而不是升级系统 江太平脸颊上的期待 陡然一致 我都已经做好了 好好抽一波奖的准备 你竟然给我说这话 不过 下一刻他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狂喜 系统升级后 必定会增加更多功能 能升级系统 当然是升级系统了 至于抽奖 以后有的是机会 而且他的装备和5G也够用了 不急于这一时 抽奖万戒系统 立即升级系统 江太平果断说道 系统升级需要一定的时间 短则一日 长则三日 升级期间 系统无法使用 系统升级中 江太平愣住了 不是秒升级吗 怎么需要那么长时间 还有 怎么升级期间还无法使用系统 从发愣中回过神来 江太平尝试召唤抽奖万戒系统 但根本召唤不出来 他又尝试打开系统仓库 也无法打开 莽撞了 江太平抬手拍了拍额头 欲哭无泪 他不该激动之下 立即升级抽奖万戒系统 而是应该问清楚在升级 那样的话 他就可以把太阿十二飞剑 薛元剑 神符 帝皇居 蜘蛛侠的衣服等武器和装备取出来 现在好了 他的所有装备和武器都在系统仓库中 就连猎魔堂配备的软件 耳麦 万表 作战符 以及他从异界徒手中抢来的匕首 都放在系统仓库中 以至于 他现在连一把顺手的武器都没有 这可真是辛辛苦苦几十年 一夜回到解放前啊 剑纹色霸气等武器可以用吧 一个念头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他急忙尝试了一下 然后就长松一口气 剑纹色霸气等武器都可以用 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 否则他就真的截然一身了 不过想想也是 剑纹色霸气等武器都是他学会的东西 不可能因为无法使用抽奖万戒系统 就无法使用的 还说今日去猎魔园呢 现在去不成了 不过也好 正好趁系统升级的这段时间好好修炼一些 剑纹色霸气 七十米的感知范围还是太小 最起码也得提升到百米之上 江太平叹了一口气 没有太厄十二飞剑 帝皇居等武器装备 去猎魔园纯属就是浪费好时间 先吃点饭填饱肚子 然后回来修炼剑纹色霸气 江太平自言自语一句 起身朝卫生间走去 他简单洗漱了一下就走出门外 去一楼餐厅吃饭 只是他刚赶到餐厅 手机就响了起来 掏出手机瞄了一眼 是苏七七打来的 随即接通电话 太平 我敲你房间的门没动静 你没在房间吗 队长 你要是早敲两分钟 我还在房间呢 啊 你现在在哪呢 在一楼餐厅吃饭呢 哦 部长让我喊你 去他那里一趟 好 我拿几个包子就上去 挂断电话 江太平拿了几个包子 又拿了一杯豆浆 乘坐电梯 朝十八楼赶去 等他赶到秦站的办公室 苏七七已经到了 看到江太平 秦站招呼道 小江 你来了 部长 你这么早找我过来 是有事吗 江太平问道 有点事 秦站说道 昨晚老部长给我说了 你和七七在九安魔窟中的表现 他老人家把你和七七 都狠狠夸奖了一顿 尤其是你小子 那是赞不绝口 老部长说 昨日能那么快打退异兽的进攻 你小子功不可没 他让我一定要好好奖励你 我想了想 决定再奖励你十颗高级气血丹 说完 秦站就从口袋中掏出一个玉瓶 递给江太平 江太平接过玉瓶 揣入口袋 谦虚道 老部长谬赞了 你小子还跟我谦虚上了 秦站笑骂一句 又严肃道 小江 有件事 我得提醒你一下 九安魔窟中的异兽 很可能已经盯上你了 以后再入魔窟 一定要小心再小心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部长 我明白 江太平点了点头 昨天 九安魔窟中的异兽 可是铁了心要杀他 其中的原因 除了他斩杀异兽的速度比较快外 很可能还有他吞噬异兽之星 部分能量的缘故 甚至说不定 异兽之星已经发现了他 而后者 才是秦站提醒他的重点 还有一件事 秦站又说道 你和七七都上高三 马上就要高考了 你们可有什么想法 高考 江太平愣了愣 在没有得到抽奖万界系统之前 他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那时 他想考一个好大学 然后找份好工作 多赚一点钱 但得到抽奖万界系统后 他就把这个想法抛之脑后了 有什么工作 能比成为夜行人好 又有什么工作 能比成为夜行人更赚钱 要知道 他加入夜行人的才没多长时间 就赚了足足五千万部队 加上刚刚得到的十颗高级气血单 他已经赚了足足七千万 这还不算昨日被异兽叼走的那些异兽尸体 若是算上那些尸体 他现在已经是亿万富翁 而且还是身价好几个亿的亿万富翁 部长 我想去明珠大学 苏七七说道 江太平有些不减 龙国最好的大学 是明珠大学和京都大学 寻常人想去明珠大学 还可以理解 而且很能理解 但苏七七身为夜行人 又是S级修行天赋 去什么明珠大学 队长 你去明珠大学做什么 江太平疑惑道 小江 你加入夜行人没多久 可能还不知道 秦湛解释道 这些年夜行人 一直着手在各个大学建立五科学院 但因为人手和资源不足 只在几所名校中设立了五科学院 其中就有明珠大学 江太平恍然大悟 苏七七是想去明珠大学的五科学院啊 部长 去五科学院有什么好处 江太平询问道 好处还是很多的 其中最大的一点好处就是资源倾斜 秦湛解释道 五科学院中集中了龙国强大的五技和心法 这些五技和心法 在学院外是很难得到的 但在五科学院中却比较容易获得 还有气血丹 就拿高级气血丹来说 在夜行人中要立大功才能得到 但在五科学院中可以用积分换取 获取要比在夜行人中简单一些 江太平有些无语 不管是气血丹 还是五技心法 对他来说都没用 所以秦湛所说的好处 对别人可能有莫大的吸引力 但对他来说却毫无吸引力 没有其他好处了 江太平问道 秦湛也有些无语 这好处还少吗 江太平没法说出气血丹 五技心法对他无用之势 一时间都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秦湛不知道气血丹对江太平无用 苏七七可是知道的 他想了想 道 明珠魔窟是荣国最大的魔窟 连京都魔窟都略有不如 江太平双眸陡然变亮 最大的魔窟意味着什么 一兽多 一兽强 若是能进入明珠魔窟 他就不用再换地方 可以一直快速升级 部长 我也去明珠大学 江太平果断说道 秦湛一阵恶然 我给你说了那么多好处 你还嫌少 苏七七说明珠魔窟 是龙国最大的魔窟 你就果断做出决定 要去明珠大学 这是不是太好战了 不过他就是这么一想 并未多想 明珠大学都不是谁想去就能去的 更别说明珠大学的五科学院了 秦湛说道 夜行人建立五科学院 是为了培养储备干部 和夜行人招人有所不同 夜行人只看修行天赋 再加上五科学院比较少 想要考五科学院的人又很多 竞争压力不是一般的大 明珠大学五科学院 作为所有五科学院中的佼佼者 竞争压力会更大 这么给你们说吧 去年明珠大学五科学院的录取标准是 A级修行天赋 20岁以下 踏入D级境界 高考分数 在650分以上 江太平的嘴角 急剧抽出了几下 A级修行天赋 20岁以下 踏入D级境界 他现在就已满足 但高考分数在650分以上 这就有些难为他了 我不担心气气 秦湛没好气地说道 但你小子 着实让人很担心别的不说 单单你继续顶着F级修行天赋的名头 连报考明珠大学五科学院的资格都没有 还有 我打听过你的成绩 依照你老师所说 平日里 你的成绩在550分左右徘徊 距离明珠大学五科学院要求的650分以上 相差了足足100分 现在距离高考 又已没多少时间 想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提升100分 其中的难度 不用我多说 你自己都很清楚吧 江太平很郁闷 在短时间内提升100分 那叫难度吗 那叫难如登天 太平 你别气馁 苏七七说道 我尽快给你总结出一份考点 你抓紧时间好好复习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我 未必就没有机会考上明珠大学五科学院 小江 你给我说句实话 你的修行天赋有A级吗 秦湛紧跟着问道 有 江太平点了点头 对于江太平的回答 秦湛毫不意外 因为他早有预料 别的不说 单单江太平那一手空剑术 他就没听说 哪个A级健体的人有做到过 修行天赋够了 你的修为也已踏入地级 年龄也符合 只剩下高考成绩 秦湛说道 这段时间你别乱跑了 让七七好好给你辅导一下 说不定真能考上明珠大学五科学院 那时我久安分布一部双明珠大学 我也可以自豪一下 江太平苦笑不已 你俩是太乐观 还是安慰我呢 虽然有苏七七这个学霸的辅导 但那也是临时抱佛脚 想要在短时间内提升100分 即使算不上难如登天 也和难如登天没啥区别 阿亚历山大呀 江太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这回他都有些后悔 为何平日里没好好学习呢 若非如此 他和苏七七一样是学霸 这会何至于感觉压力山大 别的没什么事 你们该忙什么 就忙什么去吧 秦湛下达了逐客令 江太平和苏七七点了点头 就转身离开 进入电梯 苏七七说道 太平 有件事想请你帮个忙 什么事 江太平问道 昨天晚上我去医院看我爸妈 给他们说是你救了他们 苏七七说道 他们得知此事后 非要让我带你过去 想要当面感谢你 我也答应他们了 你能不能陪我去一趟医院 当然可以啊 江太平毫不犹豫答应下来 我也正想去看看伯父 伯母 咱们现在就去呗 好 苏七七开心道 太平 骑你的摩托 去吧 你的摩托快一些 咱们可以早点回来 然后我抓紧时间 给你总结考点 队长 不急于这一时 还是开你的车去吧 江太平摇了摇头 帝皇居存放在系统仓库 抽奖万界系统升级期间 又无法动用 想取都取不出来 行 苏七七没有坚持 九安市人民医院 距离九安分部没多远 开她的车去 来回也多耽误不了多少时间 来到地下车库 苏七七就驾车 载着江太平 朝九安市人民医院赶去 七七 给你没钱 继续欠着 江太平从口袋中 掏出装着高级气血单的玉瓶 递给苏七七 这一次 苏七七没有立即接过玉瓶 她犹豫了一下 道 太平 你不是说 要把钱换成气血单吗 高级气血单 又是稀缺货 你为何不留着呢 话是这么说 江太平说道 但你也说了 高级气血单 是稀缺货 放在那里 不是抱殿天物吗 苏七七心中很暖很暖 她已经没钱了 而且还欠江太平三千万 但江太平 依然把高级气血单卖给她 却不卖给别人 这是放在那里浪费的问题吗 这是想帮她尽快提升修为呢 苏七七没在末迹 结果江太平递来的玉萍 然后深深叹了一口气 之前 她就有些担心 欠江太平的钱会越欠越多 现在看来 她的担心一点都不多余 这不欠的三千万 还一分没还 又多了两千万的债 七七 叹什么气呢 江太平不解道 太平 算上这瓶高级气血单 我已经欠你五千万了 苏七七苦笑道 五千万着实不少 但我还是有信心还清的 只是这五千万 是几天时间内欠下的 我怕以后会越欠越多 那时小孩都还不清啊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好像还真是这样 没关系的 江太平不以为意道 七七 你还很年轻 以后有的是时间还钱 短时间内无法还清 那就慢慢还 反正有一辈子呢 急什么 苏七七翘脸一红 江太平 这是要让她还一辈子吗 这话和卖身抵债 有什么区别 害羞不已的她 急忙转移话题 太平 你那摩托 为何会飞啊 江太平有些头疼 她不知道 如何给苏七七解释 因为苏七七根本不知道 帝皇居是什么玩意 我不知道如何给你解释 可以不说吗 可以你就当我没问 苏七七果断点头 心里有些小借鞋 虽然江太平没有跟她解释 但江太平说得很坦诚 没有像以往那样忽悠她 江太平长松一口气 她已经感受过 忽悠人引发的恶果 不想再忽悠人 所幸苏七七没有追问 否则无法解释的她 只能浪费一些脑细胞 想个借口 忽悠苏七七了 接下来 两人都没再说什么 没多久时间 苏七七就驾车赶到 九安市人民医院 来医院看望病人 空手有些不太好 江太平就不顾苏七七的强烈反对 在医院旁边的超市里 买了一个果栏 然后跟随苏七七朝病房走去 进入病房 江太平就看到病房中的两张病床上 躺着一男一女两名中年人 爸 妈 太平来了 苏七七喊了一声 又介绍道 太平 我爸苏正国 我妈赵清禾 闻言 苏正国和赵清禾立马坐了起来 两人的目光不约而同 转移到江太平身上 见状 江太平急忙说道 伯父 伯母 你们有伤在身 赶紧躺下 没事的 只是一些轻伤 过几天就可以出院了 苏正国说道 小江 你救了我们 我们都还没有感谢你就让你跑一趟 这已经让我们有些过意不去 你还给我们买东西 伯父 且不说我是夜行人的一员 救人是我的分内之士 江太平说道 单单七七是我队长 您老就是我长辈 我救你们不是应该的吗 你们千万别把这事放在心上 也别说什么感谢的话 否则就太见外了 好好好 那我就不说感谢的话了 苏正国又说道 小江啊 我听七七说 你是个哥 我也就七七一个女儿 若是你不介意的话 以后 我家就是你家 没事了 常去家里做做 吃顿家常便饭什么的 好的 伯父 将太平果断答应下来 他好了 苏正国和赵清禾都开心不已 下一刻 赵清禾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他苦笑道 老苏 我还想着等我出院后 立即邀请小江去家里做做 却忘了 我们的房子已经被毁了 文言 苏正国脸颊上的开心 陡然一宁 他只顾着开心 也忘了此事 爸 妈 没事的 苏七七安慰道 等你们出院后 再把房子盖起来就是了 不过 我还是建议 直接去买一套 平安街是老街道 安保措施不是太好 你们住在那里 我有些不放心 苏正国和赵清禾对视一眼 两人都有些犹豫 若是没有昨日之事 他们依然会坚持住在平安街 但昨日之事 把他们吓得不轻 这也导致他们的想法有了动摇 稍加思索 苏正国说道 七七 让我们考虑考虑 再说此事吧 好的 苏七七点了点头 赵清禾偷偷打量着江泰平 一副丈母娘看女婿的表情 这小伙长得很帅 年龄又和苏七七一样 而且很有本事 着实是女婿的绝佳人选 只是他不知道 江泰平有女朋友没有 想了想 赵清禾问道 小江 你那么帅 还那么有本事 有女朋友了吧 江泰平被赵清禾夸得有些不好意思 他尴尬道 伯母 我没有女朋友的 真的吗 赵清禾的双眸 陡然变亮 真的没有 江泰平说道 伯母 你要是不信的话 可以问七七 妈 我没见过 她和哪个女孩在一起 不过她确实挺招人喜欢的 苏七七紧跟着开口 她想起了江泰平在酒吧 被不少大姐姐搭讪之事 江泰平被苏七七的话 闹了一个大红脸 她也想起了 在酒吧被不少大姐姐搭讪之事 赵清禾则双眸变得更亮 她笑着说道 小江 我听七七说你 和她认识还没多久 但也有几天时间了 你觉得 我家七七怎么样 苏七七的俏脸 瞬间变得飞红无比 那模样显然是明白 赵清禾在打什么算盘 伯母 七七很好的 江泰平倒是没有多想 她如实说道 不仅人长得漂亮 性格也很好 我加入夜行人的这段时间 七七可是没少照顾我 赵清禾的双眸更亮了 就如夜空中明亮的星辰一般 小江 昨晚七七说起你眉飞色舞 满脸笑意 可见她对你挺有好感 我听你的意思 也不讨厌七七 要不你俩处处看 赵清禾期待到 啊 江泰平瞬间呆若目击 这回她陡然反应过来 赵清禾为何问她 有没有女朋友 这是看上她了呀 妈 你说什么呢 苏七七耳根子都红了 你看上江泰平倒也罢了 但你能不能 不要说得如此直白 很羞人的 你这丫头 我说什么话了 我还不是为了你好 赵清禾没好气地说道 你已经老大不小 是时候谈恋爱了 像小江这种青年才俊 打着灯笼都找不到 若是错过 有你个臭丫头后悔的 七七 我觉得 你妈说得很有道理 苏正国紧跟着开口 你们还说 苏七七红着脸道 我和太平还有事 我们先走了 改天再来看你们 说完 苏七七就拽着满脸猛逼的江泰平 朝门外走去 这会 害羞又尴尬的她 都想找个地方钻进去 若是再在这里待下去 还不知道 苏正国和赵清禾 会说出什么话 所以还是赶紧溜走为好 被苏七七一拉 江泰平顿时从发愣中反应过来 伯父 伯母 我改天再来看你们 江泰平话还没说完 就被苏七七拉出病房 目送江泰平 被苏七七拉走 苏国栋问道 老婆 我们是不是有些操之过急了 不急能行吗 赵清禾说道 小江那么优秀 长得又那么帅 肯定非常招女孩子喜欢 若是晚一点 小江被那个姑娘勾搭跑了 不说我们 七七那丫头 肯定会后悔的 这倒也是 苏国栋深有同感地点了点头 这丫头也不知道 害羞个什么劲 我话还没说完就把小江拉跑了 若非如此 说不定 今天我就有了成龙快叙 赵清禾很是惋惜地叹了一口气 昨晚苏七七给他们说了很多江泰平的事 说是三句话 不离江泰平都不为过 他们又是过来人 一眼就看出 苏七七对江泰平有好感 但苏七七自己却没意识到 而他们非要让苏七七带江泰平过来一趟 除了想当面感谢江泰平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就是帮苏七七捅破那层窗户纸 不是说女追男隔层沙吗 苏七七长得很漂亮 修行天赋又很好 只要把那层窗户纸捅破了 拿下江泰平绝非难事 但遗憾的是苏七七太害羞 导致他们的一番苦心付诸东流 出了病房 苏七七就松开江泰平 红着脸快步朝前走去 一副没脸见人的模样 江泰平也被赵清禾搞得有些尴尬 但看到苏七七害羞成那样 他顿时就不尴尬了 离开医院 苏七七驾车载着江泰平朝九安分部赶去 一路上 苏七七红着脸不说话 江泰平倒是想说话 却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一直到九安分部地下停车场 两人愣是一句话都没说 到了 苏七七终于开口 太平 那个我妈喜欢乱掺和 你别多想啊 江泰平眨了眨眼睛 只有你妈掺和了吗 你爸好像也掺和了 那个我回去 给你总结考点 苏七七又说了一句 就急忙开门下车 快不朝电梯走去 江泰平随之下车 但还没等他走到电梯前 电梯门就已经合上 都害羞这么久了 还在害羞呢 江泰平叹了一口气 以往苏七七都会等着他进入电梯 但今日不仅不等他 还迫不及待地关上电梯 显然是还在害羞 或者说 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 站在电梯门前想了想 江泰平转身朝地下车库外走去 离开地下车库 江泰平静止走出九安分部 朝旁边不远处的林叶花园走去 是的 江泰平打算买房 不过不是他住 而是为了让苏七七的父母出院后 有个落脚的地方 苏七七家被毁 苏七七又欠他五千万 九安分部周围的楼盘房价又很高 苏七七哪有钱买房啊 而他身上的钱都没处用 还是帮苏七七一把吧 来到林叶花园寿楼部 之前接待过江泰平的那名女子 就迎了上来 帅哥 欢迎光临林叶花园寿楼部 你今日过来是决定要买了吗 女子问道 他如此说 显然是认出了江泰平 打算买一套 江泰平说道 不过 不要两室两厅的 我要四室两厅的 女子很是惊喜 四室两厅的价格 可比两室两厅的价格高多了 他的抽成也会变得更多 他很是热情地说道 帅哥 我这就带你去看看 不着急 江泰平摇了摇头 问道 价格可以优惠一点吗 帅哥 我们楼盘的价格都是最低价的 女子说道 想了想 江泰平又问道 夜行人来这里买房 可以优惠吗 这个倒是可以 女子说道 夜行人住在我们小区 能大大提升我们小区的安全性 所以 针对夜行人 我们小区推出了一系列的优惠政策帅哥 你是夜行人吗 是的 江泰平从口袋中掏出他的证件 递给女子 他心头有些庆幸 还好没有把证件放在系统仓库 否则这回想拿都拿不出来 接过证件 女子瞄了一眼 然后就陡然一愣 他犹豫了片刻 道 帅哥 你这证件不行 我的证件怎么就不行了 江泰平有些不解 女子又犹豫了片刻 道 帅哥 恕我直言 你这证件假的吧 假的 江泰平一阵恶然 他的证件可是久安分布发放的 怎么就成假的了 你说清楚 我的证件怎么就是假的了 江泰平无语道 帅哥 虽然我不是夜行人 但我对夜行人还是有些了解的 女子解释道 据我所知 夜行人猎魔堂最低都是一级修行天赋 他们的序列号最低都是字母一开头的 你这F开头的序列号还是F1 不是假的 难道还是真的 不过话再说回来 你这证件做得倒是挺逼真的 若非我清楚知道 猎魔堂从不招收F级修行天赋之人 恐怕 我都会以为是真的 江泰平恍然大悟 看了一口气 低调是件好事 但太过低调有时候也不是好事 就拿此刻来说 若非她的序列号是F1 岂会出现这档子是 你说得很对 但那是以前 江泰平问道 前不久的猎魔堂考核 有听说吗 有听说 女子点了点头 我就是参加那次猎魔堂考核 成为猎魔堂议员的 江泰平如实说道 我是有史以来第一个以F级修行天赋加入猎魔堂的 所以我的序列号是F1 我的证件也是货真价实的证件 扑哧 但是女子忍不住笑了出来 我说的都是实话 你笑什么 江泰平有些不解 帅哥 吹牛逼不犯法 但也得实际一些 女子无语道 虽然你解释的合情合理 但猎魔堂从不招收F级修行天赋之人 会为你破例 不要说这话 我不相信 稍微对猎魔堂有所了解的人都不会相信的 江泰平有些头疼 她说的就是大实话 这女人怎么就不信呢 不过话再说回来 她也可以理解 女子为何不信 不要说女子了 苏七七给她办理入职手续时 连办理入职手续的张姐看到她的资料时 都一副不敢置信 仿若见了鬼的模样 你不信 我可以理解 但请你想一下 江泰平说道 这里距离久安分不很近 若我是冒充的 很容易被拆穿 而且就如你说的那样 序列F1很容易引人怀疑 若我是冒充的 为何不冒充的真一线 女子没有立即回答 因为江泰平所说 还是很有道理的 她想了想 道 你说的有点道理 但万一你是为了装逼呢 江泰平满头黑线 神特么的装逼 你这脑回路是怎么长的 你可真会想啊 江泰平长叹一生 我若是为了装逼 把序列号弄成字母S开头 不好吗 而F开头的序列号 不被人鄙视 就很不错了 有什么可装逼的 怎么就不能装逼了 女子反驳道 打破猎魔堂历史 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 以F级修行天赋 加入猎魔堂的人 抢占F级第一个序列号 这不都是装逼吗 江泰平瞬间被女子打败 她自我感觉 辩论思维还是很清晰的 但和女子这种脑回路亲戚的人 却沟通不了 得我还是找个人证明我的身份吧 江泰平叹了一口气 掏出手机 给秦湛打电话 很快 电话就已接通 手机中传来秦湛的声音 小江 有事吗 不找 有点事 江泰平尴尬道 我想在林业花园买套房 他们说 对夜行人有优惠 我拿出证件 想要证明我的身份 他们却怀疑 我的证件是假的 你给我证明一下呗 让你小子低调 遭报应了吧 秦湛哈哈大笑 若非你小子 非要装F级 哪会出现这档子事 部长 我已经发现了 你就别嘲讽我了 江泰平苦笑道 好了 不嘲讽你小子了 你把免提打开 我给他说 好嘞 部长 江泰平应了一声 就打开免提 然后道 部长 免提已经打开了 秦湛的话语声紧跟着响起 我是久安分部部长秦湛 站在你面前的那小子 确实是猎魔堂的一员 他也是第一个 以F级修行天赋加入猎魔堂的人 扑哧 女子又一次忍不住笑了出来 他看向江泰平的目光 惊弱天人 你又笑什么 江泰平无奈道 帅哥 你竟然找人冒充久安分部部长 考虑的挺周全吗 女子感叹道 你这装逼的本事 简直无人能敌啊 江泰平一阵愕然 他都请秦湛帮他证明身份了 这女人竟然还认为他在装逼 哈哈 秦湛的大笑声自手机中传出 部长 他都怀疑你是冒充的 你竟然还笑得出来 江泰平黑着脸道 我有什么笑不出来的 秦湛笑道 若非你小子低调的过分 他会怀疑我是冒充的吗 这就是报应啊 你小子在那等着 我现在过去给你证明一下 江泰平很郁闷 女子则愣了愣 作假装逼还赶过来 片刻后 一道身影出现在林叶花园寿楼部门口 这道身影正是秦湛 看到站在寿楼部内的江泰平和女子 秦湛看向女子 道 哦 还怀疑我是假的吗 女子又愣了愣 她在电视上见过秦湛 而眼前之人和秦湛长的一模一样 想了想 女子质疑道 你该不会是义荣的吧 江泰平服了 她是真的服了 若是那些被诈骗的人 有女子一半的警惕性 这世上的诈骗分子 就会活活饿死 秦湛腾空而起 又道 现在呢 还怀疑吗 女子瞬间呆若目击 虽然她不是夜行人 也不是修行者 但众所周知 修为达到C级 才能遇空飞行 而整个久安市中 只有久安分部部长 秦湛能遇空飞行 从发论中回过神来 女子急忙说道 秦部长 对不起 我不该怀疑你的 没事 秦湛笑了笑 又道 你怀疑得很对走了 话音落下 秦湛就朝久安分部飞去 女子有些猛 她不明白 秦湛为何说她怀疑得很对 然而她知道的是 秦湛这么说 是因为她的怀疑 让江泰平遭了报应 现在信了吧 江泰平催促道 我还有事 赶紧说说 能优惠多少 女子仿若见鬼了一般 看了看江泰平 尴尬道 帅哥 没有优惠的 没有优惠 江泰平陡然一愣 她黑着脸道 刚刚是谁说对夜行人 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的 我拿出证件 你怀疑我的证件是假的 我把部长请来证明我的身份 如今你又告诉我 没有优惠 你耍我 帅哥 你误会了 女子解释道 刚刚我没有说清楚 小区 针对夜行人 确实推出了一系列优惠政策 但不是针对所有夜行人 只针对猎魔堂 而S级序列 不在优惠政策的范围内 江泰平满头黑线 刚刚遭了低调的报应 如今又特么被鄙视了 只是夜行人看不起 S级修行天赋 倒也罢了 你一个房地产商 只是普通人 凭什么看不起 S级修行天赋 帅哥 以往猎魔堂中没有S级序列 所以没有针对S级序列设定优惠 女子又说道 我可以向经理说明情况 申请一下优惠 不过优惠不了多少 毕竟E级序列才打95折 F级序列的折扣 肯定不会比E级序列高的 江泰平心里稍稍舒服了一些 林叶花园没有对F级序列设定优惠政策 并非是他想象中的鄙视 而是以往的猎魔堂 没有F级序列之人 根本没必要对F级序列设定优惠政策 只是他吐露夜行人的身份 是想多要点优惠 若是只能优惠三合逃俩走 他需要动用夜行人的身份吗? 他是差那万八千的人吗? 不用了 江泰平说道 你给我说说你们的具体优惠政策 好的 帅哥 女子说道 依据优惠政策 E级序列打95折 D级序列打9折 C级序列打8折 B级序列打7折 A级序列打6折 S级序列打5折 江泰平明白 林叶花园为何依据修行天赋设定不同的折扣 无非是修行天赋越高的人上限越高 他下意识就想问问神级修行天赋打几折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 在世人的认知中 S级已经是最高等级的修行天赋 根本不知道S级之上还有神级修行天赋的存在 所以他问了也是白问 而且还会让女子觉得她是在装逼搞笑 就是退一步来说 世人知道这世上有神级修行天赋存在 他也不能为了一点优惠就暴露她是神级修行天赋 因为木秀于林峰必摧之 暴露会引来无尽的麻烦 为了一点优惠引来无尽的麻烦 值得吗很明显不值得看到江泰平不说话 女子说道帅哥我还是向经理说明情况 申请一下优惠 虽然申请不到多少优惠 但优惠一点是一点啊 不用你等一下 江泰平断然拒绝 他才不要那三合桃俩枣的优惠 他要大优惠 说完江泰平就掏出手机打电话 他等了足足好一会电话才接通 而且接通后还无人说话 这女子还在害羞呢 江泰平暗叹一声 道 七七我在林夜花园 你能不能过来一趟 手机中安静了片刻 才想起苏七七的声音 太平 你跑林夜花园做什么 买房啊 你不是说不买房吗 我改变主意了 需要你帮我参考参考 哦 我这就过去 挂断电话 江泰平看向女子 道 等一下 女子不明白江泰平喊苏七七过来做什么 但她没有多问 因为等人来了就知道了 帅哥 我们去那边坐着等吧 女子说道 好 江泰平点了点头 走到不远处的桌子旁坐下 女子去端了两杯水 一杯放在江泰平面前 另一杯放在江泰平临坐的桌子前 然后也在桌子旁坐下 帅哥 你有考虑要几楼吗 女子问道 没想过等人来了再说吧 江泰平说道 女子没再多问 安静等着 没多久时间 一辆火红色的法拉利 出现在林夜花园寿楼部前 紧跟着 苏七七自车中走下 进入寿楼部 七七 这里 江泰平喊道 苏七七翘脸一红 她又想起了赵秦和 让她和江泰平处处之事 不过 下一刻她就又恢复如常 她觉得买几楼比较好 江泰平问道 苏七七想了想 一般来说 中间楼层比较好 采光 通风都不会受到影响 还可以避免高层的炎热 低层的潮湿 林夜花园的楼盘是十一层 五到八层都挺好的 五到八层有些笼统 具体一点 江泰平说道 六层 苏七七果断说道 六层是最中间的楼层 不高不低 我觉得最好了 江泰平点了点头 看向女子道 似是两厅的 六层的有吗 有 江泰平不是说买两室两厅的吗 怎么改变主意了 难道是 听从了她的建议 帅哥 美女 请跟我来 女子说着就起身离开 江泰平和苏七七随之跟上 接下来 女子带着江泰平和苏七七 把所有位于六层的四室两厅的房子 都看了一遍 七七 你觉得哪一套最好 江泰平问道 最后一套 苏七七说道 那一栋楼前方是六层的酒店 那一套房子又位于楼洞的最西边 西边又是公园 不管是采光通风还是视觉效果 都比其他几套要好 好 那就最后一套 江泰平直接拍板决定 又问道 七七 你夜行人的证件带了吧 带了呀 苏七七不解道 怎么突然问起此事 是这样的 江泰平解释道 林叶花园对夜行人有优惠 S级序列可以打五折 我想着能省一点是一点 就想用你的证件买一套房 可以吗 苏七七恍然大悟 而她还真不知道此事 当然可以 苏七七毫不犹豫地点了点头 然后就掏出证件 女子终于明白江泰平为何喊苏七七过来 眼前这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小姑娘 竟然也是夜行人 而且还是S级修行天赋 只是这么做不合规矩啊 帅哥 美女 女子说道 你们这么做不合规矩的 怎么又不合规矩了 江泰平无语道 你刚刚说S级序列可以打五折 证件上写着S28 这不是S级序列吗 或者说 你又觉得我弄了一个假证件忽悠你 要不要我再请部长过来 苏七七眨了眨眼睛 听江泰平话语的意思 之前女子怀疑她弄了个假证件 对此她也可以理解 毕竟F1这个序列号 着实让人有些不敢相信 帅哥 不是你想的那样 女子解释道 我没有怀疑过美女证件的真假 而是你在这里买房 不是美女在这里买房 你不能用她的身份获得优惠的 那就写她的名字 这样可以了吧 江泰平果断说道 还是不行的 女子说道 公司针对夜行人 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 是想提高林业花园的安全性 这不是写谁名字的问题 而是住不住在这里的问题 江泰平皱了皱眉头 女子所说 还是很有道理的 毕竟我有住在这里 才能在发生事情的第一时间 出手介入 而不住在这里 能有什么用 想了想 江泰平说道 你是不是傻 我怎么就傻了 女子有些不解 上一次看房 是我俩一起来看的 江泰平提醒道 文言 女子顿时恍然大悟 我明白了 你们是男女朋友 对吧 江泰平没有说话 一副你还没有傻到家的表情 但她心里暗自嘀咕 我可没有这么说 是你这么想的 这可不是 我忽悠你 苏七七俏脸有些发红 心中也很羞涩 不过她明白 江泰平的意思 自然不会傻到出言辩解 这样的话 还是可以的 女子说道 帅哥 美女 我给你们算下价格四室两厅两位的户型 是149平 六层的价格是5万5千元一平 一共819万5千元 这价格包含了所有费用 没有其他额外费用 打五折后的价格是409万7500元 零头不要 一共409万 江泰平很开心 之前 两室两厅的户型都至少要450万 如今她只花了不到410万 就买了一套四室两厅两位的户型 说起来着实很划算啊 帅哥 美女 你们是不是在买个车位 女子问道 江泰平愣了愣 她怎么把车位的事给忘了 若是没有车位 苏七七开车回来 车停哪里 想了想 江泰平说道 买两个车位吧 好的 女子掏出手机 打开车位规划图 介绍道 帅哥 美女 你们看 这两个相邻的车位就在你们所买的那栋楼下面 不仅距离电梯入口很近 出行很方便 还没有位于边缘 不容易发生寡蹭事件 你们意下如何 我觉得挺好的 苏七七说道 那就这俩车位了 江泰平直接拍板决定 车位只是停车的地方 没那么多讲究 女子所说也是大实话 那两个车位确实挺不错 没必要磨磨叽叽 好 那就再加上这两个车位 女子说道 一个车位是20万 两个车位是40万 打5折后是20万 加上房屋的价格 一共是429万帅哥 美女 你们是按揭 还是全款 全款 江泰平说道 好的 女子说道 全款可以立即办理房产证 请两位跟我一起办下手续 接下来 江泰平和苏七七跟着女子办完所授手续 就坐在桌子旁等着 没多久时间 女子走了过来 她手中拿着一本房产证和几把钥匙 帅哥 美女 这是房子的钥匙和房产证 女子说道 接过钥匙和房产证 江泰平打开房产证看了一眼 苏七七就看了房产证一眼 然后也瞬间实话 只见房产证上写着两个名字 江泰平 苏七七 且不说他们不是男女朋友 即使是男女朋友 在没结婚的情况下 也不能写在同一本房产证上 你们这么做 是不是太草率了 似乎是知道江泰平和苏七七的不解 女子解释道 这套房屋是用美女身份买的 是帅哥出的钱 你们关系又那么好 就把你们的名字 都写在房产证上了 江泰平和苏七七对视一眼 两人都不知道该如何说才好 苦果是他们自己种下的 这是能怨得了谁 看到江泰平和苏七七都满脸复杂 女子问道 帅哥 美女 我做的不对吗 对你大雅 江泰平心里无声的怒吼 嘴上却说道 对挺好的 你们不说话 我还以为我做错了呢 女子笑了笑 又道 对了帅哥 美女 刚刚你们也去房屋里看了 对房屋中的家电家具等物品 可有不满意的 若是有的话 我们可以免费调换 这几天有点事 暂时不会过来住 等我们过来住时再说吧 好的 若是你们有调换的需求 随时联系我 女子说道 愣走了 江泰平点了点头 就起身离开 苏七七随之跟上 走出寿楼部 江泰平看着手中的房产证 哭笑不得 她只是来买一套房子 怎么就和苏七七上同一本房产证了 苏七七也是一副哭笑不得的表情 除此之外 她还有些羞涩 就在此时 一道感叹声自寿楼部那传来 那么漂亮的小姑娘 还是S级修行天赋 怎么就看上一个F级修行天赋的 难道是因为那家伙长得帅 又有钱 但这不应该啊 S级修行天赋多要念啊 会差钱吗 唉 一朵鲜花插在了牛粪上 听到感叹声 江泰平顿时满头黑线 她知道女子这么说不是因为颜值 而是因为修行天赋 但她是双修行天赋 而且一个神级一个S级 怎么就是牛粪了 只是如同她和苏七七的名字上一本房产证一样 隐藏修行天赋的苦果也是她自己种下的 如今被人说是牛粪 又怨得了谁呢 噗哧 尴尬不已的苏七七 看到江泰平那满脸郁闷的模样 忍不住就笑了出来 七七 你笑什么 江泰平郁闷道 让你低调 被鄙视了吧 活该 苏七七咯咯笑道 江泰平很郁闷 秦湛这么说 苏七七也这么说 难道这真是报应 哼 竟然说我这朵鲜花插在你这坨牛粪上 总有一天她会知道 我这F级可不是寻常的F级 那时亮下她的狗眼 江泰平气呼呼地说道 我信 苏七七下意识点头 但刚点完头 就意识到不对 怎么江泰平成鲜花 她成牛粪了 太平 你这理解是不是有问题 苏七七无语道 江泰平眨了眨眼睛 有吗 哪有问题 对了 你刚刚说信什么 我信你个鬼走了 赶紧回去复习了 苏七七白了江泰平一眼 迈步朝廷在不远处的法拉利走去 她没有和江泰平争辩 谁是鲜花 谁是牛粪的问题 江泰平很明显 在跟她插科打混 争辩也争辩不出个什么结果 而且 这事也没什么好争辩的 前往九安分部的路上 苏七七好奇道 太平 你怎么突然改变主意 还买了套四室两厅的房子 给你买的 江泰平说道 苏七七愣了愣 你给我买房做什么 你家被毁了 伯父 伯母 出院后住哪里 江泰平解释道 你又建议伯父伯母 直接买一套 你身上没啥钱 拿什么买房 而我身上的钱都快放出毛了 就想着给你买一套 先住着 苏七七愣住了 之前她还有些好奇 江泰平怎么突然改变主意 又要买房了 她想过不少原因 却没想到江泰平是因为她才改变主意 而且 房子还是买给她的 此时 她陡然明白 为何江泰平买房 却问她 喜欢哪一层 哪一套 七七 开车呢 别发愣 江泰平提醒一声 又道 这房子是你的了 可以继续欠着 什么时候有钱了 什么时候还我就行 若是不想欠着 等你有钱买房后 再把房子还我也行 苏七七心中很暖很暖 她已经欠了江泰平五千万 江泰平还因为她的一句话 跑来买一套房子给她 她知道不是江泰平傻 而是江泰平是真的对她好 对了 七七 江泰平说道 等伯父 伯母出院了 你带他们过来看看 若是有哪些家具物品不满意 就去找那女人换了 知道了 苏七七没有跟江泰平客奸 一是因为她已经欠江泰平五千万 不差再欠几百万 二是因为她父母出院后 确实得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三是因为这是江泰平对她的好 她不想拒绝 回到九安分部 江泰平把房产证和钥匙交给苏七七 就回到她的房间 但她前脚刚进门 后脚苏七七就跟了过来 她怀中抱着一大落书 太平 这是我的书 你先看着 我回去给你总结考点 晚上前应该就可以搞好 那时 你就可以依据考点有重点的复习 好好复习哦 说完 苏七七把书放在桌子上 就又转身离开 江泰平拿起一本书翻了翻 脸颊上浮现一抹尴尬 她的书本上 基本上都是干干净净 但苏七七的书本上 却写满了密密麻麻的笔记 学霸就是学霸 单从书上 就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江泰平叹了一口气 认真看了起来 只是还没看多久 她就觉得脑袋瓜子昏昏沉沉 只想打瞌睡 罢了 我还是修行见文色霸气吧 等七七总结出考点 我在一句考点复习 江泰平自言自语一句 就把书扔在一边 开始修行 见文色霸气 在江泰平的修行中 时间再悄然流逝 很快就来到了晚上时分 碰碰碰 一阵敲门声 把正沉浸在修行中的江泰平唤醒 她掏出手机瞄了一眼 恶然发现 这回已经晚上八点 应该是七七总结好了考点 江泰平嘀咕一声 就跑去开门 然后就看到苏七七正站在门外 太平 考点总结好了 苏七七把一个笔记本 递给江泰平 又道 你先看看 我去吃点饭就过来 有什么不会的 我给你讲讲 说起吃饭 江泰平的肚子 顿时咕噜咕噜一阵乱叫 她只顾着修行 中午饭和晚饭都没吃呢 七七 我也没吃饭 我们一起去吃饭吧 江泰平说道 苏七七点了点头 调侃道 没看出来 挺用功嘛 江泰平有些尴尬 她确实挺用功 但不是用功学习 而是用功修行 去一楼餐厅吃了点饭 两人就又回到江泰平房间 开始复习 依据苏七七总结的考点 江泰平看了一会 就又觉得脑袋瓜子 昏昏沉沉 需要记得知识点太多了 有些知识点还不会 看着看着就没劲了 看到江泰平一副昏昏欲睡的模样 苏七七抬手 就给了江泰平一个板栗 喂 清醒点 苏七七提醒道 这回距离高口 已经没多少时间了 必须得抓紧时间复习 哦 江泰平应了一声 强打精神 继续看书 接下来 每当江泰平精神不集中 苏七七就会给江泰平一个板栗提提神 直到晚上十二点 苏七七才放过江泰平 让江泰平休息 送走苏七七 江泰平躺在床上 就沉沉睡了过去 一夜无话 次日清晨 江泰平被手机铃声吵醒 她拿起手机看了看 是苏七七打来的 而这回才早上六点 接通电话 江泰平迷糊道 七七 这么早打电话 有事吗 起来复习了 我在你门口 赶紧开门 苏七七说道 文言 江泰平顿时从迷糊中清醒过来 然后就一阵头大 昨晚学到十二点 今早六点就把她喊醒 这也太惨无人道了吧 她怎么感觉 学习比和异兽大战 几百回合都要累呢 不过她也知道 苏七七这么做 是为了她好 就强忍着睡意起床开门 太平 早上寄东西比较快 苏七七催促道 你赶紧去洗漱一下 然后过来背书 哦 江泰平生无可恋的应了一声 跑去卫生间洗漱 就在此时 抽奖万界系统的话语声 突然在她脑海中响起 系统升级成功 抽奖万界系统的话语声很短 却让刚刚进入卫生间的江泰平 瞬间愣住了 昨日抽奖万界系统说 升级需要一些时间 短则一日 长则三日 她都做好了苦等两日 乃至三日的准备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不到一日时间 抽奖万界系统就完成升级 不得不说 这是一个有些意外的惊喜 从发愣中回过神来 江泰平就召唤抽奖万界系统 下一刻 一片只有她自己能看到的光幕 就在她眼前凭空出现 宿主 江泰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地级 零时 一卡 气血 4168卡 财富点 1779个 天赋 吞噬神级 剑胚S级 江泰平第一时间发现 属性界面中多了两项内容 零时 财富点 她又看了看光幕上方 依然是三组词语 属性 技能 仓库 升级后貌似变化不大 江泰平皱了皱眉头 问道 抽奖万界系统 零时是什么 零时是一个人的精神力 也可以说是神魂之力 江泰平恍然大悟 作为一个小说迷 她岂能不知道精神力和神魂之力的存在 不过她还是觉得 问清楚一些比较好 抽奖万界系统 零时有什么作用 江泰平又问道 零时的作用很多 第一点 零时越强 学习能力越强 持久力越强 精力有限 也可以说是零时有限 就拿宿主复习备备战高考知识来说 宿主的零时有限 掌握知识点 就有些艰难 还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就昏昏欲睡 若是宿主零时强大 不管是掌握知识点的速度 还是坚持时间 都可以大大增加 第二点 零时可以用来战斗 攻击他人的食海 这方世界不只有气血攻击 还有零时攻击零时越强 攻击力越强 防御力越强 再配合零时攻击5G和零时防御5G 攻击力和防御力会更强 第三点 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想要踏入神级 零时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江泰平眨了眨眼睛 还好她想着问清楚一点 否则她还以为零时只能用来攻击呢 下一刻 江泰平的脸颊上就浮现出一抹激动 昨日她复习备战高考时 不少知识点都无法理解 而且复习不了多长时间 就感觉昏昏欲睡 若是能提高零时 这两个难题不就迎刃解了 想到这里 江泰平又问道 抽奖万戒系统 如何提高零时 和提高气血一样 修行即可 不过 这是对其他人来说的 对宿主来说 只有一种办法 用财富点转化 财富点可以转化为零时 也可以转化为气血 还可以用来恢复伤势和消耗 宿主类的精疲力尽 或者受伤时 只需消耗一定的财富点 就可以瞬间恢复如初 卧槽 江泰平忍不住就爆了粗口 刚刚她还觉得 升级后抽奖万戒系统的变化不大 对此她还有失望 但这回她陡然发现她错了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错了 而是错的很离谱 且不说财富点能转化为气血和零时 单单财富点能恢复伤势和消耗 这些时间就会累得精疲力尽 然后就得休息一会 若是那会有财富点 何须浪费时间休闲 只需花费一定的财富点 就可以恢复如初 这也意味着 只要她有足够的财富点 她就可以如涌动机一样一直战斗下去 再说 恢复伤势之势 受伤会影响战斗力 甚至伤势过重时 还会死亡 可以说 没有一个人不害怕在战斗时受伤 但财富点可以恢复伤势 就无需担心 在战斗时受伤了 因为 只要有足够的财富点 只要不是必死的伤势 瞬间就可以恢复如初 则则 只要有足够的财富点 我就是打不死的小强啊 江太平扎了扎嘴巴 帅气的脸颊上 满是灿烂的笑意 压下心头的激动 江太平的目光落在财富点上 想了想 江太平问道 抽奖万界系统 如何获得财富点 我拥有的1779个财富点 又是如何来的 赚钱就可以获得财富点 宿主每赚到1万元 就可以获得一个财富点 此时宿主身上有1779万多一点 不足1万的不计算 宿主就拥有1779个财富点 文言 江太平掏出手机 打开余额变动短信 还真是1779万多一点 一个财富点 价值1万元 这不是一字千金 是一点万金啊 江太平忍不住感叹一声 但下一刻 他就意识到一丝不对 苏七七还欠他5000万呢 若是加上买给苏七七的那套房子 苏七七就欠他5429万 按理说 欠款也是他赚的钱 为何没有计算在内 抽奖万借系统 别人欠我的钱 不计算吗 江太平问道 没有证据 不算是宿主赚的钱 江太平眨了眨眼睛 没有证据 不算他赚的钱 那有证据 是不是就算了 看来他得想办法搞个证据啊 抽奖万借系统 花钱会不会扣财富点 江太平又问道 不会 财富点只计算宿主赚到的钱 呼 江太平长输一口气 若是花钱要扣财富点的话 以后他就得将一毛钱掰成两半花 那时 他恐怕会成为扣扣锁锁的铁攻击 甚至还有可能成为铁攻击中的战斗机 抽奖万借系统 你说 这世上有临时攻击 我也杀了不少异戒图和异兽 为何没有遇到过 江太平又问道 临时攻击不像气血攻击那么常见 会使用的人或者异兽不多 宿主没有遇到就是没有遇到 不代表这世上没有会临时攻击的人或者异兽 江太平抬手摸了摸鼻子 这是说 他杀的异戒图和异兽还少吗 想了想 江太平没想到还有什么需要问的 就打开技能界面和仓库界面看了看 技能界面和仓库界面和之前一模一样 都没有什么变化 不过他注意到系统仓库中还有318张低级抽奖卡 差点都忘了剩余的318张低级抽奖卡 江太平抬手拍了拍额头 在抽奖万借系统升级前 他拥有10318张抽奖卡 当时他还想着好好抽一波奖 却因为抽奖万借系统升级而胎死腹中 抽奖万借系统 兑换三张高级抽奖卡和一张中级抽奖卡 江太平说道 如今抽奖万借系统已经完成升级 不抽奖 留着这些低级抽奖卡过年吗 三张高级抽奖卡和一张中级抽奖卡已合成 消耗318张低级抽奖卡 抽奖万借系统 先用中级抽奖卡抽一把 江太平说道 开始抽奖 消耗一张中级抽奖卡 谢谢参与 江太平的眼神没有丝毫波动 一张中级抽奖卡而已 不中奖实属正常 他早已经习惯了 抽奖万借系统 高级抽奖卡三连抽 江太平又说道 开始抽奖 消耗三张高级抽奖卡 谢谢参与 谢谢参与 叮 恭喜宿主中奖 获得过目不忘的能力 抽奖万借系统的话音刚落下 一股暖流 就进入江太平脑海之中 紧跟着 他就感觉他 有了什么变化 但却说不清楚 是什么变化 不过这种感觉 他已经不是第一次体会 他也清楚 是获得过目不忘能力引发的 卧槽 江太平忍不住又抱了粗口 没什么提升 但却是不可多得的好能力 别的不说 就拿他现在复习备战高考一样 有了过目不忘的本领 还怕记不住众多知识点吗? 甚至只需看上一遍 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 简直是如虎天意啊 一道感叹声 自江太平口中吐出 抽奖万借系统升级后 多了零食和财富点 他只需把财富点 转化为零食 他的学习能力 持续学习能力 就可以大大增加 如今又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 这不是如虎天意 是什么? 忍不住放声大笑 紧跟着 一道美好气的声音 就自卫生间外传来 太平 你去卫生间洗漱 怎么还做起梦来了? 这都进去多久了? 你是掉马桶里了吗? 文言 江太平脸颊上的激动 陡然一致 他只顾着研究抽奖万借系统 升级后的新功能 一时间都忘了 他来卫生间是洗漱的 也忘了苏七七 还在外面等着他呢? 七七 我马上就好 江太平应了一声 急忙开始洗漱 身为一个大老爷们 江太平不像小姑娘一样 需要涂涂抹抹 他释放了一下 有些膨胀的膀胱 又刷了刷牙 洗了把脸 再把头发简单梳了一下 就走了出去 看到江太平出来 苏七七尴尬道 太平 我刚刚是说 以你现在的水平 想要考上明珠大学 是做梦 只要你好好学习 考上明珠大学 就不是做梦了 刚刚他对完江太平 就意识到不对 他那么说 会打击江太平的积极性 但说出去的话 就如泼出去的水 是收不回来的 他只能想办法弥补一下 嗯 你说的很有道理 江太平满脸笑意 在此之前 苏七七那么说 他心里可能会有些郁闷 但如今他有了零食 有了财富点 更有了过目不忘的能力 还怕考不了高分吗 哪怕此时距离高考 已经没多久时间 他也有信心 让明珠大学等着他上 呼 苏七七长松一口气 刚刚他真怕她的话 打击到江太平 而现在看来 江太平的心理素质 还是很强大的 太平 早上寄东西很快 赶紧复习吧 苏七七转移话题 七七 有件事 我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开口 江太平纠结道 有什么不知道如何开口的 有事尽管说 苏七七说道 那个你欠我的钱 能不能给我打个欠条 江太平没在墨迹 他又解释道 七七 我让你打欠条 不是怕你不还 而是有其他原因 只不过没法给你解释 但可以告诉你的是 欠条对我很重要 我还以为什么是呢 苏七七笑着说道 我很早就想给你打个欠条来着 但忙起来就忘了此事 这回正好给你打一个 说完 苏七七就拿出一个笔记本 开始写欠条 他没有问江太平 为何突然让他打欠条 江太平都说 没法解释了 他问了 不是让江太平为难吗 不过他很清楚 江太平让他打欠条 确实不是怕他不还 否则江太平也不会明知他 没钱买高级气血单 还把气血单卖给他 很快 苏七七就以江欠条写好 他还想按个手印 但身边没有印尼 就用红笔涂满了手指 然后按了个手印 将欠条撕下 递给江太平 苏七七笑道 太平 你看看 行不行 结果欠条 江太平瞭了一眼 欠条 苏七七先后向江太平 借款5429万元整 所借款项 会尽快归还 借款人 苏七七 江太平随之召唤出 抽奖万借系统 他想看看 他的财富点有没有变化 宿主 江太平 年龄 十八 境界 地级 零食 一卡 气血 4168卡 财富点 增加了5429个财富点 还真是有证据就算了 暗叹一声 看到江太平没说话 苏七七尴尬道 太平 五千多万着实不少 我有信心还清 但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还清 就没有写具体还款时间 若是不行 我再改改 没事 这就行了 江太平摇了摇头 将欠条揣入口袋 然后收入系统仓库 他让苏七七写欠条 只是为了得到财富点罢了 如今已经得到财富点 还让苏七七改什么 学习吧 江太平说着 就拿起一本书 从头看了起来 凭借过目不忘的能力 他只需看上一遍 所有看过的东西 就已记得清清楚楚 就连标点 插图 夜码都不例外 这也导致他翻页的速度很快 看到江太平不停地翻页 苏七七有些无语 你是背书呢 还是看小说呢 就是看小说 也没你翻得这么快啊 太平 咱认真点行吗 苏七七忍不住开口提醒 他这么早喊江太平起来背书 是想让江太平 趁着早上这段时间 记住一些知识点 但像江太平这样走马观花的翻书 能记下什么动线 七七 我很认真啊 江太平有些无辜 他在很认真的看书啊 怎么就是不认真了 你那叫认真 苏七七没好气地说道 现在是背书 不是看小说 你翻得那么快 能记住吗 文言 江太平顿时恍然大悟 苏七七是看他翻书翻得太快 才认为他没有再认真看书 但拥有过目不忘能力后 他只需看一遍 就可以记得清清楚楚 没必要看第二遍 想了想 江太平说道 七七 我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你信不信 江太平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好忽悠 苏七七翻了翻白眼 若是我不了解你 不知道你的成绩 说不定还有可能相信 但就你那中等偏上一点点的成绩 你能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忽悠鬼呢 还有 就你那低调的性格 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你会告诉我 七七 我不是忽悠你 我是说真的 不信你可以考考我 江太平说道 我现在看到第十二页这十二页上的内容 包括你记得笔记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苏七七愣了愣 江太平眼神清澈 不像是撒谎的样子 而且还敢让他考考 好像不是忽悠他 稍加思索 苏七七质疑道 江太平 你不会是早就记下这十二页上的内容 想在我面前装逼吧 江太平有些无语 林业花园寿楼部那女人怀疑我装逼 还能理解 但你也怀疑我装逼就无法理解了 七七 我是那种喜欢装逼的人吗 江太平无语道 更何况 这书不是我的 而是你的 上面的笔记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 何来的提前记下 在你面前装逼呢 好像也是啊 苏七七又是一愣 江太平所说很有道理 而且江太平也不是喜欢装逼的那种人 什么叫好像也是 本来就是 好不好 江太平没好气地说道 这能怪我吗 苏七七辩解道 以往你有什么能力都藏着掖着 还总是忽悠我 今日却突然转了心 很直白地告诉我 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我能不多想吗 江太平满头黑线 我低调 你说我猥琐 我不低调了 你又怀疑我 我怎么就那么难呢 难道这又是一直低调的报应 一个念头 在江太平脑海中闪过 他想了想 好像还真是这样 若是没有他以往的低调和忽悠 今日他实言相告 苏七七未必会怀疑他 所以 这也是他自己给自己挖的坑 怨不得别人 还有 你成绩不太好 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成绩能不好吗 苏七七又到 江太平不知道如何反驳 因为苏七七所说很有道理 毕竟苏七七不知道 他是今日才获得过目不忘的能力 来 我考考你 苏七七夺走江太平手中的书 往前翻了几页 到 第三页 江太平想都没想 直接开始背诵 连苏七七记的笔记也没有落下 整个过程 犹如行云流水 没有一丝一毫的卡顿 苏七七很是诧异的看了江太平一眼 又到第六页 第八页 江太平继续背诵 依然犹如行云流水 没有一丝一毫的卡顿 苏七七震惊了 江太平竟然真的记下了 而且一字不差 就连他做的笔记也是如此 信了吧 江太平得意道 我不信能行吗 苏七七白了江太平一眼 疑惑道 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成绩为何不太好 我今日刚获得过目不忘的能力 好不好 江太平心里这么想 嘴上却说道 成绩不好 是因为以往不太喜欢学习 总想着成为修行者 拯救这方世界 我说呢 苏七七恍然大悟 他痛心疾首道 你拥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却不用在学习上 简直是暴殿天悟啊 江太平一阵愕然 我说大实话 你不信 我随便扯个理由 你竟然信了 这是要让我在忽悠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 越走越远啊 不行不能这样 江太平急忙把脑海中的念头驱逐出脑海 他已经吃过忽悠人的苦 若是在忽悠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必定会吃更多的苦 再个 他现在已经不是刚刚踏入修行之路的小白 已经有了一些自保之力 甚至他的自保手段还比其他人要多 没必要继续低调下去 吃忽悠人的苦 不过不低调并不意味着暴露他的所有秘密 比如抽奖万界系统 再比如神级修行天赋吞噬 这两样东西都超出了世人的认知 若是暴露 很可能会给他带来无尽的麻烦 甚至一个不小心 还有可能成为一些心怀不轨之人手中的小白鼠 太平 我悬着的心终于可以放下了 苏七七的翘脸上满是灿烂的笑意 在此之前 他着实有些担心江太平考不上明珠大学 因为江太平的成绩不太好 这会距离高考又没多长时间 临时抱佛脚之下 想将成绩提升一百多分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知道 很多人复读一年 都未必能将成绩提升一百多分 但现在他不仅不担心了 还对江太平很有信心 江太平明白 苏七七为何这么说 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距离高考没多长时间是问题吗? 显然不是 不过 你也别掉以轻心 苏七七将书递给江太平 提醒道 虽然你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但想要提高成绩 也得好好看书才行 所以 你必须抓紧高考前的这段时间 好好学习 我也是这么想的 江太平点了点头 结果苏七七递过来的书 继续翻了起来 苏七七也没再说什么 认真看起书来 在两人的看书中 就过去了 这一个多小时中 江太平已经翻完四本书 也将四本书上的所有东西 全部记下 如此学习效率 简直是恐怖如斯 不过有一些知识点 还不太理解 而且昏昏欲睡的疲惫感 再度袭来 啥情况 不是说有了零食 可以提升持续学习的时间吗? 怎么没学多久 又感觉昏昏欲睡 江太平皱了皱眉头 心头有些不解 不过下一刻 他就反应过来 他是有零食 也有财富点 但因为苏七七突然说话 他急着出来 一时间忘了提高零食 而他现在的零食 还是一卡呢? 想到这里 江太平就在心里问道 抽奖万界系统 加一卡零食或者气血 需要多少财富点? 一个财富点 可以转化一卡零食 或者一卡气血 文言 江太平的双眸 陡然变亮 他现在的气血是4168卡 而他拥有7208个财富点 若是将财富点 全部转化为气血 他的气血 岂不是瞬间破万? 修为也瞬间踏入C级 不过很快 他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气血可以通过神级修行天赋 吞噬吸收异界图 或者异兽的气血提升 但零食只能靠财富点转化 还是把财富点留着转化零食为好 再各 财富点能恢复消耗和伤势 关键时刻有大用 必须留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至于修为 四星地级修为 目前来说已经差不多够用了 没必要急着提升 当然 若是情势需要 他不会没守纯规 会毫不犹豫的将财富点转化为气血 抽奖万界系统 恢复消耗和伤势 需要多少财富点 江太平又问道 恢复消耗 只需一个财富点 恢复伤势不一定 得是伤势情况定 江太平稍加思索 又道 抽奖万界系统 将一千财富点转化为零食不 先将一个财富点转化为零食 感受一下效果 以转化一卡零食 消耗一个财富点 在抽奖万界系统说话间 江太平就感觉到一股暖流 进入他的脑海 紧跟着 他那昏昏欲睡的脑袋瓜子 瞬间就变得清醒无比 而且和之前相比 好像还通透了一些 刚刚记下的一些不太理解的知识点 也突然间就理解了 我去 这效果立竿见影啊 江太平很惊喜 他又道 抽奖万界系统 直接将三千个财富点转化为零 话没说完 江太平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又突然改口 算了 还是先别转化了 刚刚他突然想到 将一个财富点转化为零食 就让他的疲惫一扫而空 一次性将三千个财富点转化为零食 岂不是太过浪费 要知道 财富点就可以为他消除三千次疲惫 而且这些财富点还是转化为零食 一点损失都没有 否则用财富点恢复消耗的话 恢复一次就给损失一万大样 嘖嘖 我竟然发现了财富点的bug 实在是太聪明了 江太平扎了扎嘴巴 继续看书 很快 时间就来到了早八点 看到江太平依然沉浸在看书中 苏七七很心累 江太平知道努力了 不像昨晚那样 看一会书就犯困 把他气得都想抱走 太平 该吃早饭了 江太平说道 不行 苏七七断然拒绝 此时距离高考 已经没多久时间 你必须抓紧一切时间 复习你继续看书 我去给你拿点饭过来 此事就这么定了 说完 苏七七就起身朝门外走去 目送苏七七离开 江太平有些感动 也有些无语 感动是因为 苏七七为了让他抓紧时间学习 连让他跑到一楼的时间 都不愿浪费 无语则是因为监狱的人 都有放风的机会 而他连离开房间的机会都没有 没多久时间 苏七七就去而复返 他手中提着两个塑料袋 一个塑料袋中装着包子 另一个塑料袋中装着两杯豆浆 太平 去洗洗手 吃饭了 苏七七说着 就把手中的两个袋子放在桌上 哦 江太平应了一声 就跑到卫生间洗了洗手 又跑回来 坐在桌子旁吃饭 太平 吃过饭 你继续看书 我去医院看看我爸妈 苏七七说道 我和你一起去吧 江太平说道 不行时间太紧了 你得抓紧时间学习 三个复习的时间 再个 他也担心江太平去了 赵清禾再提起 让他和江太平处处之事 要知道昨天都快把他休死了 若是今天再来一次 他恐怕真的会被休死 好吧 江太平没再坚持 他也有些担心他去了后 赵清禾再提及 让他和苏七七处处之事 那时他是答应呢 还是不答应呢 带着吃饱喝足 苏七七叮嘱道 太平 好好复习 不许偷懒哦 知道了 江太平应了一声 我很快就会回来 若是让我发现你有偷懒 看我不收拾你 苏七七冲着江太平扬了扬小拳头 起身朝门外走去 江太平一阵愕然 这妮子叮嘱他 倒也罢了 竟然还威胁他 这是 对他有多不放心啊 还有 现在的他 可不是前段时间 被苏七七随手按在墙上 壁咚的小虾咪了 就苏七七那快要踏入二星地级的修为 是他的对手吗 不过话再说回来 若是苏七七要收拾他 他修为高 也未必有用 牧送苏七七离开 江太平的眼珠子 咕噜咕噜转了几下 昨日他就想去猎魔园找狼妖报仇 却因为抽奖万界系统升级 不得不打消计划 如今抽奖万界系统已经完成升级 他在想要不要去猎魔园一趟 几番思索 江太平就决定去猎魔园走一趟 俗话说报仇不隔夜 自他被狼妖欺负到现在 已经隔了好几夜 之前 因为实力不如人 他想报仇 都无法报仇 只能耐着性子等着 但如今他的修为有了巨大的提升 见纹色霸气的感应范围也已超过百米 他实在不想再等下去 至于这么做 会耽误复习的时间 这点根本不是问题 有财富点恢复消耗 还有过目不忘的能力 他有信心 在几日时间内 就将以前拉下的功课全部补上 打定主意 江太平就不再犹豫 他抓起桌子上的包子和豆浆 起身就朝门外走去 卧龙市人民医院 看到苏七七走了进来 苏国栋和赵秦和不约而同 朝门口看了看 见状 苏七七问道 爸 妈 你们看什么呢 七七 小江没来吗 赵秦和问道 他在复习备战高考呢 苏七七略做解释 苦笑道 妈 太平不是你儿子 他是你的救命恩人 人家能来看你们一次就很不错了 别再逼着 我带他来了 你这丫头 赵秦和瞪了苏七七一眼 道 小江确实不是我儿子 但他可以是我女婿呀 苏七七翘脸一红 昨天赵秦和只是让他和江太平处处看 今天就变成女婿了 这进展实在太快 索性他没让江太平来 否则他真的要羞快死了 妈 我就不明白了 苏七七不解道 你们只是见了太平一面 怎么就认准他了 还不是因为你 赵秦和没好气的说道 前天晚上 你三句话不理小江 妈是过来人 还看不出来 你的那点小心色 若非如此 我岂会第一次见小江 就让你们处处看 不止这些 苏国栋补充道 你说小江明知把高级气血单卖给别人 可以赚更多的钱 却不卖给别人 明知你已经没钱购买高级气血单 还欠点年 可见小江对你都好 小江长得帅 修行天赋优秀 更重要的是对你好 这样的男人打着灯笼 都未必能找到 我和你妈都不希望你错过 这才帮你捅破那层窗户纸 苏七七被赵秦和苏国栋说得一脸猛逼 她无语道 爸 妈 你们说什么呢 我什么心思了 什么帮我捅破窗户纸 丫头 当局者迷 旁观者清 赵秦和叹了一口气 你恐怕还没发现 你已经喜欢上小江 但我和你爸都是过来人 从你的话语中 已经看出你已经喜欢上小江 而且还不是一般的喜欢 啊 苏七七惊叫一声 俏脸瞬间变得飞红无比 她急忙否认 爸 妈 我和太平还没认识多久 我只是觉得他人挺好 没感觉喜欢他 丫头 想知道你有没有喜欢他 很简单的 赵秦和说道 你只需想想有没有为他担心过 开心过就行了 苏七七的俏脸变得更加飞红 因为这个问题根本无需去想 早上他还在担心 江太平无法考上明珠大学 直到得知江太平有过目不忘的能力后 他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而且还非常为江太平开心 丫头 小江知道 你来看我们吗 苏国栋问道 知道 苏七七下意识解释 早上我和他在一起复习 吃过饭后 我要来医院看你们 他还说陪我一起来 但我想让他抓紧时间复习就拒绝了 苏国栋和赵秦和对视一眼 两人不约而同 长松一口气 在此之前 他们还有些担心 昨日之事会弄巧成桌 而现在看来 苏七七要来看他们 为何还要一起来呢 爸妈 不说这事了 苏七七转移话题 昨天我说 不在原来的地方盖房子 直接买一套 你们说考虑考虑 这都已经一天时间了 你们考虑的怎么样 七七 我和你妈商量一下 决定盖房子 苏国栋说道 苏七七不解道 爸 妈 我给你们说过 经过纳日之事 周围的街坊邻居十有八九都要搬走 而且盖房子 不是一两日时间就可以盖好的 你们为何还要盖房子 苏国栋和赵琴和叹了一口气 两人都没有说话 爸妈 是不是因为没有钱 苏七七问道 唉 就知道瞒不过你 苏国栋苦笑道 七七 我和你妈都是工人 手里没多少存款 盖房子花的钱手 紧紧手还能拿得出来 但买房子 动辄好几百万 实在是拿不出来啊 爸 妈 我都说了 钱的事不用你们操心 我来想办法 苏七七说道 七七 你都欠小江五千万没还 苏国栋说道 我和你妈不想因为买房子的事 再让你操心 也不想因为买房子的事 耽误你的修行 所以 你别劝我们了 我们就在原来的地方盖一套 爸 晚了 苏七七说道 我已经在林业花园买了一套房子 说完 苏七七就从背着的包包里 掏出房产证递给苏国栋和赵琴和 苏国栋和赵琴和 均是一论 两人都傻傻的看着苏七七递来的房产证 片刻后 苏国栋问道 七七 我听说 林业花园的房价最低 都要五万一平 把昨日之事原原本本讲了一遍 这倒不是他不想隐瞒 而是房产证上 写着他和江泰平的名字 根本无法隐瞒 苏国栋和赵琴和愣住了 这套房子 竟然是江泰平主动买来 送给苏七七的 而且房产证上 还写着两人的名字 爸 妈 房子已经买了 你们就说住不住吧 苏七七问道 买都买了 不住放那里长矛吗 苏国栋苦笑不已 赵琴和则打开房产证 看着并排写着的江泰平 妈 苏七七娇称一声 俏脸再度变得飞红无比 聪明如他 岂能不知道赵琴和说的 再上一个本本是什么意思 七七 小江对你的是那么上心 可见是真的对你好 苏国栋语重心长的说道 你已经18岁 算是大人了 已经有权决定你的人生 但你的精力太少 不明白 有些人一旦错过便是一生 还有 你不要想着 你和小江是同事 天天待在一起 就没人能把小江抢走 你们没有确定恋爱关系 那种朦胧又没有说出的感情 未必能有多牢固 丫头啊 有时间你好好考虑考虑 人生匆匆几十年 莫要失去了才知道后悔 苏七七的郊区陡然一颤 有些人一旦错过便是一生了 与此同时 他心中不由自主 生起一股慌乱 那种感觉好像是害怕永远失去什么 猎魔员入口 一个身穿大黑长袍 戴着口罩和墨镜的人走了过来 这人不是别人 正是江泰平 看到江泰平 猎魔员的两名守卫 顿时面露笑意 这个家伙终于来了 喂 这几天怎么没见你来啊 一名守卫问道 前些天 江泰平基本上每天都要过来 他们还拿江泰平打赌打发时间 但近几天 江泰平一直都没出现 搞得他们想打赌找点乐子 都没有机会 这几天比较忙 没空过来 江泰平略做解释 笑道 要不要打个赌 赌我这次什么时候出来 我们才不和你玩 要玩也是我俩玩 两名守卫断然拒绝 江泰平什么时候出来 还不是江泰平说了算 若是他们和江泰平打赌 结果只有一个 那就是必输无疑 而明知必输的打赌 傻子才会赌呢 江泰平没在搭理两名守卫 跆拳就轰在猎魔猿入口处的巨大黑药石上 下一刻 黑药石上就爆发出五道橙色光柱 五星一级 守卫说道 最多深入一千四百米 否则会有性命之忧 这点一定要记住 江泰平点了点头 就朝黑色光幕走去 是的 江泰平又一次演示了他的真实修为 这倒不是他还想演示 而是他也很无奈啊 要知道 前几天他还是四星一级修为 这会突然蹦到四星地级 还不吓死人啊 这就是当撒下一个谎言时 得用无数谎言 来圆这个谎言的真实写照 当然 江泰平也可以脱下大黑长袍 以真面目进入猎魔园 但他此行是来报仇的 而报仇 就要用以往的身份 这样的报仇才彻底 才痛快 目送江泰平 进入猎魔园 两名守卫又开始打赌 好几天没赌了 要不要赌一把 你这不废话吗 我赌他待不了半小时就出来 赌一毛钱的 你这有些无耻啊 前几次都是赌几分钟 好不好 你都赢好几把了 总得让我赢一把吧 就这么赌 你就说赌不赌吧 赌我赌他半个小时后出来 不就是一毛钱吗 我还怕你不成 进入猎魔园 江泰平就看到那只四星地级修为的明猫 趴在密林边缘 那只六星地级的鹰妖 也在密林边缘的一棵大树上落着 这么的 我都几天没来了 这两头畜生 竟然还守在这里 这是铁了心 不给我再斩杀一兽的机会啊 江泰平忍不住破口大骂 所幸 这几天他有事没来 否则来了 也是白白浪费时间 不过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修为 已经踏入四星地级 收拾四星地级的明猫 绝非难事 至于六星地级修为的鹰妖 和七星地级修为的狼妖 他未必能打得过 但他赶过来 就有应对之法 喵喵 看到江泰平 明猫顿时站了起来 还朝江泰平怒吼一声 江泰平又一次听懂了明猫的吼声 两只脚的战虫 赶紧滚蛋 有猫大人在 不会再让你斩杀一只异兽 江泰平有些不解 在九安魔窟时 他没少听到异兽嘶吼 却听不懂 那些异兽的吼声是什么意思 但在猎魔园中 他可以清楚知道 明猫的吼声是什么意思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是因为生活环境不同 一个念头 在江泰平脑海中闪过 他会这么想 并非是无地放食 而是有原因的 苏七七曾说 魔窟中的异兽 可以提炼气血丹 猎魔园中的异兽 却无法提炼气血丹 还有 猎魔园中异兽的血液是红色的 魔窟中异兽的血液 却是墨绿色的 这些很可能是生活环境不同 带来的变化 喵喵 看到江泰平站着不走 明猫又吼了一声 听到明猫的吼声 江泰平顿时从思索中回过神来 让我滚 老子今天是来宰你的 江泰平冷笑一声 走出安全区 朝明猫走去 与此同时 无恙显然是不屑对他出手 那么的 竟然被一头畜生鄙视了 暂且先让你得意一会 等老子 斩了这只蠢猫 再来收拾你 江泰平满头黑线 看到江泰平 不紧不走 还敢踏出安全区 明猫就朝江泰平冲来 不过 他冲来的速度并不快 在他想来 江泰平太狡猾 根本不和他正面交手 而且 他只要往前冲一点 江泰平就会退回安全区 所以 他只需吓唬一下即可 没必要冲得太快 不过很快 他就发现了不对 这一次 江泰平不仅没有退回安全区 还在继续朝他冲来 喵 明猫怒吼一声 前进的速度陡然暴增 这个两只脚的战虫 竟然不退回安全区 这是在挑衅猫大人的威严 他一定要咬断这个两只脚战虫的脖子 让这个两只脚的战虫知道 挑衅猫大人是什么后果 吼你妹啊 江泰平撇了撇嘴 继续朝明猫冲去 双方都在冲向对方 一人一腰之间的距离 再快速拉近 很快 一人一腰之间的距离 就只剩一米之远 喵 明猫怒吼一声 猛然窜起 锋利的牙齿咬向江泰平的脖梗 给我死 一道怒吼声在江泰平心头炸响 盛道之剑轩辕剑在他手中凭空浮现 他轮起轩辕剑就朝明猫斩去 与此同时 江泰平的脸颊上 也浮现出一抹奸济得逞的笑意 明猫的速度太快 而且对太阿十二飞剑很是提防 想要用太阿十二飞剑斩了明猫 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他就决定 积其不易 在近战中用 薛元剑斩杀明猫 不得不说 江泰平的谋划 很是有用 明猫一直提防着江泰平的太阿十二飞剑 直到靠近江泰平 确定江泰平没有动用太阿十二飞剑的机会 这才全力朝江泰平发起攻击 然而 他不知道的是 江泰平不只有太阿十二飞剑 还有圣道之剑薛元剑 不过此时他知道了 但此时知道 已经晚了 在剑纹色霸气的感应下 江泰平可以预判明猫的动作 他根本没有逃跑的机会 杀 薛元剑有如切豆腐一般 直接将明猫那硕大的身躯斩为两半 这一幕 让落在大树上的六星地级修为的鹰妖 瞬间炸毛 哈哈 畜生就是畜生 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江泰平放声大笑 前几日他还被明猫搞得很是狼狈 但今日他斩杀明猫 就如杀鸡吐狗那么简单 只是他的大笑声还未落下 心头就陡然浮现出一股紧躁 那么的 那只蠢鹰竟然偷袭我 殊不知 这是老子 玩剩下的东西 老子可不像 那只蠢猫那么蠢 想偷袭 老子们都没有 江泰平破口大骂 他心神一动 帝皇驹就在他身边凭空浮现 然后他轻轻一跃 跨坐在帝皇驹上 紧跟着 帝皇驹就弹射起飞 瞬间就出现在百米开外的空中 下一刻 一股旋风 就轰在江泰平刚刚所在的位置 这股旋风是鹰妖发出的攻击 如同人类一样 修为达到六星地级后 就可尽力外放 江泰平很清楚这点 所以他一直防备着鹰妖突然出手 以远程攻击偷袭他 也正是因此 他才能第一时间发现鹰妖的偷袭 从而轻松躲开 看到他的攻击被江泰平躲开 鹰妖顿时勃然大怒 他挥动翅膀腾空而起 然后又接连挥动翅膀 一股又一股旋风朝江泰平席卷而来 蠢鹰 这回还不是和你玩的时候 你给老子等着 待会就宰了你 江泰平冷笑一声 帝皇居陡然加速 朝蜜铃上空飞去 这也导致鹰妖发出的攻击 全部落了空 不过鹰妖没有放弃 他继续挥动翅膀 一股又一股旋风接连朝江泰平席卷去 蠢鹰 你这攻击对老子没用 纯粹就是白费功夫 江泰平哈哈大笑 他一边驾驶帝皇居 在蜜铃上空来回溜达 一边用剑纹色霸气感应蜜铃中异兽 与此同时 太鹅十二飞剑凭空浮现 犹如一道道银色的闪电杀入蜜铃之中 紧跟着 一道道惨叫声就在蜜铃中响起 那是蜜铃中的异兽被太鹅十二飞剑斩杀发出的 之前 江泰平就想借助帝皇居飞在蜜铃上空 用太鹅十二飞剑斩杀蜜铃中的异兽 但因为剑纹色霸气的感应距离不够 再加上鹰妖和鸣猫的虎视眈眈 他只能作罢 但此时 他已经将蜜色霸气的感应距离提升到百米之远 感应到蜜铃中的地面就是轻而易举之势 在剑纹色霸气的感应下 蜜铃中的异兽在他眼中就如电灯泡一般 根本无所遁形 看到江泰平接连不断斩杀蜜铃中的异兽 本就已经炸毛的鹰妖更加炸毛 他犹如发疯了一般挥动翅膀 一股又一股旋风接连不断朝江泰平席卷去 但遗憾的是帝皇居的速度太快 他的攻击根本追不上江泰平 这也导致他的攻击尽数落空 不要说打死江泰平了 连江泰平的衣角都没有碰到一下 这些还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在他攻击时 江泰平还在接连不断的斩杀翼兽 蠢鹰 那个两只脚的战虫又来了 给狼大人杀了他 狼腰的怒吼声在蜜铃深处响起 不过这一次 他不是感应到了异兽之心能量的流逝 而是江泰平在密林上空快速飞行 又疯狂的屠戮异兽惊动了他 这几日江泰平一直没有出现 他还以为江泰平放弃了 就没有再去注意异兽之心的能量 但让他没想到的是隔了几日 江泰平又来了 狼大人 我正在追杀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鹰腰回应道 你个蠢鹰是吃屎长大的吗 赶紧给狼大人杀了那个两只脚的战虫 是 狼大人 鹰腰应了一声 他没有继续远程攻击江泰平 而是挥动翅膀朝江泰平追去 这倒不是他不想继续远程攻击 而是远程攻击根本没用 继续下去也是白费功夫 想追上我 你在想屁吃呢 不对 你连吃屁的机会都没有 江泰平哈哈大笑 帝皇居的速度很快 可不是鹰腰想追就可以追上的 不过很快他就发现了不对 这倒不是鹰腰能追上帝皇居 而是鹰腰不停地追赶他 还时不时偷袭一下 导致他不得不分心注意着鹰腰 也导致他屠戮易受的效率大大降低 这是逼着我先斩了你啊 江泰平暗叹一声 漆黑的眼眸中浮现出一抹狠力 原本他还想着等他的修为 踏入五星地级或者六星地级 再收拾鹰腰 但鹰腰非要作死 他只能改变主意 提前斩了鹰腰 至于他和鹰腰之间的修为差距 只是两星而已 未必就无法载了鹰腰 打定主意 江泰平就不再犹豫 他调转帝皇居朝鹰腰飞去 而且还提升了帝皇居的飞行高度 与此同时 太鹰十二飞舰掉转回 悬浮在他身体周围 看到江泰平朝他飞来 鹰腰顿时感觉他的威压 遭到了挑衅 烈鹰腰怒吼一声 就朝江泰平迎了上去 一鹰一腰之间的距离快速拉近 不过就在双方的距离 进入百米左右时 江泰平突然驾驶帝皇居 改变方向 然后控制着帝皇居 一直和鹰腰保持着百米左右的距离 与此同时 悬浮在江泰平身体周围的太鹅十二飞舰暴射而出 不过太鹅十二飞舰没有禁止杀向鹰腰 而是朝鹰腰包围而去 剑撞 鹰腰第一时间后退 想要拉开和江泰平之间的距离 他可是亲眼目睹过太鹅十二飞舰的锋力 还是暂避锋芒为好 想跑 这回已经晚了 江泰平冷笑不已 驾驶帝皇居就朝鹰腰追去 他一直等到鹰腰进入剑纹色霸气的感应范围才动手 还拉高帝皇居的飞行高度 可不是没有原因的 在剑纹色霸气的感应范围内 他可以精准预判鹰腰的动作 拉高帝皇居的飞行高度 则是为了避免鹰腰像明猫一样逃入密林之中 再加上帝皇居的速度比鹰腰快 鹰腰想摆脱他 简直就是做梦 百米距离说起来不算短 但太鹅十二飞舰的速度极快 这点距离根本不算什么 再加上鹰腰处于剑纹色霸气的感应范围内 江太平可以预判鹰腰的动作 提前做出应对 鹰腰想要从江太平手中逃脱 几乎就是不可能的事 这也导致短短没多久时间 太鹅十二飞舰 就飞至鹰腰周围